甚是俊雅的墨山男子,便是秦奥峰的小叔叔秦润,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秦润都在秦城照顾着奥峰,所以也对奥峰最为熟悉,一眼就能认出奥峰的模样,突然见到他,性格与先前天壤之别,他真是有些疑惑,但是奥峰既然变得强大了,或许是本性爆发了出来。 秦润新位于奥峰现在的改变,各种缘由,秦润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奥峰必然有着一番奇遇,磨练之下,成为了如今这般的强者,心性发生变化也是正常的。 连最熟悉奥峰的秦润都点头肯定,还有什么怀疑吗? 大片大片的人马,一个个双眼发直,几名执法者愣愣喃喃出声,就好像梦吟一样。 齐少爷,这太假了吧? 看看这个小子刚刚做了什么吧,先是狠力无比地挥手间把一只九星灵兽削成了骨架,然后是大胆至极地满场追杀秦家二少爷秦奥峰,最后更搞出了一个超级变态的玩意儿。 在三明天空幻师的拦截下,彪悍地硬碰硬,愣是把秦家二少爷秦奥峰的一条手臂和一条腿给卸了下来。 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都足够吓死一批人,加到一起,简直是秦奥不如。 而现在,居然有人告诉他们,这个比秦奥还秦奥的变态,是他们一向视作家族耻辱的窝囊废七少爷。 这,叫人如何能够接受得了? 我的妈呀! 七少爷! 有没有搞错啊? 七少爷三个字,顿时风靡全场。 就在这时候,天空上突然闪现过来几道流光,十余个人影从远处的天空上齐齐飞翔过来,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可怕的气势。 所到之处,空气似乎产生了一定的波动。 所有的人都在天阶以上,为首的两名看起来五十余岁。 精神绝术的老者,幽深的眼神深不可测,让人被他们瞧一眼,就会生出一种叫人彻底看透了的念头。 奥峰眼角一跳,脸色微沉,心中暗暗猜测,这就是内院的那些老不死吧? 举目四嫂,奥峰在人群里果然发现了那个秦璐家主和自己的大哥秦奥天。 秦璐身后还跟着一些幻师,明显是他的后盾。 昨天那两个和他冲突的天空幻师,还有早在秦城就是老乡时的秦联执法者都在里面。 看到奥峰,秦联和那两个执法者都忍不住浑身一抖,急急撇开目光,甚是畏惧。 重要人物,全权到齐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因为刚刚奥峰那道晴天巨见的冲天蓝芒,那些内院的老家伙们惊疑不定,还在会议之中便带着人一路狂奔过来看看情况。 没想到,却看见了眼前这一副极为凄惨的景象,一个一个的目光都是相当的震惊。 天啊,奥峰弟弟! 众人还没有说话,秦璐身后的一名鹅黄长山女子便肩着声音惊呼道,然后和秦璐二人一起飞快地跑到地上缺胳膊少腿的秦奥空身旁,颤抖地抱起昏迷中的人。 谁?是谁生了我的儿子? 秦璐简直暴跳如雷了,他唯一的儿子啊,好不容易长这么大了。 今天,今天居然被人搞成了残废。 对,是哪个混蛋伤了我的弟弟? 鹅黄长山女子,已经是嘴唇颤抖,眼中含泪,同样抬头愤恨教导。 她从小便疼爱至极的亲弟弟,如今变成断手断脚的惨状,这滋味是何等的难受? 是我。淡淡的冷声从旁响起,内院的众多长老和秦璐妇女的目光一起望来,震惊地瞧着这个冷酷傲立,面不改色的黑袍少年。 奥峰既然做了,就从没有打算否认,冷静的态度甚至到了冷漠的程度。 什么? 一道道森冷的目光注视了过来,秦璐咬牙切齿怒火冲天,疯狂地嘶吼道。 秦奥峰,又是你? 灵力蓝芒暴闪,却在靠近奥峰的前一步,被另一道人影拦了下来。 秦奥天冷酷地拦在奥峰前方,面对连同内院长老们在内的十几道注视,分毫不让,决心明显至极,不管是谁,都别想靠近他妹妹一步。 内院众人只是一阵吃惊,在秦璐的诉说下,他们已经听说了奥峰是个遇见的天洁高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刚刚那个恐怖的冲天蓝光居然是他搞出来的。 这么说来,他昨日应该还没有出全力呢。 秦奥峰,你先是打伤了我秦家两执法者,又重伤我秦家直戏子弟,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真的以为秦奥天护着你就可以这样肆意妄为吗? 两名眼珠寒光闪烁的高剑及天空幻师,从秦璐的阵营里走出,周身蓝色污吏暴闪,狠狠朝着奥峰这方逼迫过来。 秦奥天眉头一皱,却是不肯退开。 统统住手! 从知道奥峰的身份后,一直目光闪烁,没有说话的灰袍老者,秦家老家主秦鼎终于威严地开口了。 一声雄浑的吏喝,所有声音和对峙全部暂时停止下来。 秦鼎的目光移动到奥峰身上,淡淡问道。 事情怎么回事啊?你如实到来! 你算什么?凭什么你叫我说,我就说。 奥峰同样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扭头一边,居然不屑再去看他。 一提起秦鼎,奥峰就满肚子火气。 这个爷爷,从小便极为科研地对待他和他大哥,还下令一脚把他们踹出帝都,他怎么可能对之有好感呢? 四维人们,当下就是一斗,几乎怀疑秦奥峰的脑袋是不是修炼出了什么问题了。 居然敢这样对秦家老家主说话? 他秦奥峰知道眼前的人是谁吗? 奥峰! 旁边的秦奥海,敢忙扯扯奥峰的袍子,起料,奥峰这个质扭的脾气一犯,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依旧是耿着脖子,纹丝不动。 众人大气也不敢喘一声,生怕老家主暴怒,这么多年,敢挑衅秦鼎威严的,这个七少爷,绝对是头一个。 秦奥,面有怒涩。 父亲,他! 出嘴! 我没有问你话。 秦顶冷冷回瞪秦鹿一眼,厚着心头一颤,敢忙低下头来,不敢再多言一句。 好一个桀骜不驯的小鬼,这倒是有点你父亲当年的影子。 出乎意料的,秦顶的声音,虽然带上了些不悦,居然也没有责备奥峰的无礼,而是问秦奥海等人。 你们有谁知道的,说说。 本集结束了,我是奥峰,我们下集再见。 吓了一口气,秦奥海急忙道。 爷爷,这还用问吗?就是奥空堂哥陷害奥峰啊? 秦若林,这时候也站出来说道。 老家主,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比较清楚,说起来我也有错。 奥天阁下,嘱托我将七少爷,奥峰阁下,带去见见秦润大师。 可是走到半路,来到这里才听奥峰说了半年考核的事情。 他自告奋勇,要带奥峰去见秦润大师,让我先行前来集合,却没想到,竟然把人带到了决斗场里。 这个时候,秦若林的言辞之间,对奥峰变得非常敬重。 几十个天空幻师执法者,也露出了相同的目光。 强者,无论到哪里都让人尊敬。 让他们单枪匹马,硬汉三明天空幻师,他们没有一人能做到。 这等魄力,已设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把七少爷带着决斗场里了。 众人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开始遇到七少爷的时候,秦奥峰必定以为七少爷还是个废物。 如此一来,把他往有一只九星灵兽的决斗场里带。 这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吗? 秦奥天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愤怒。 全身灵力的杀气汹涌澎湃,大步一跨,便朝着鹅黄长山女子的方向而去。 刀子般的目光似要杀人。 也没有人怀疑,这一刻,秦奥天真的是起了杀心。 你,你要干什么? 长山女子惊声叫道,眼中全是骇然。 秦奥天竟然真的这么疯狂,奥公生成了这个模样,他居然还不想放过。 奥天哥下,冷静,冷静啊。 众多天空幻尸,胆子都被吓破了一半。 有几个急忙奔上前,想要阻拦秦奥天的步伐。 秦奥天狠狠一甩,直接将他们全部甩开。 秦奥天,你敢逗我的弟弟,我和你没完。 长山女子,护在秦奥空身前,急声怒道。 秦奥风又没有受半点伤,你凭什么还这样咄咄逼人。 秦奥雪,你弟弟的命是命,我弟弟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你敢说,他把小枫带到决斗场的时候,不是存心向着小枫于死地吗? 秦奥天冷酷到极点的怒吼声,几乎震破了女子的骨膜。 杀气,逼得秦奥雪这个天空幻尸都喘不过气来。 想伤害我的小枫,就要有死的觉悟。 秦奥天,素来不会去顾忌自身问题,就算是秦润的利益,在他的心里也放在奥风之下。 不是没有考虑过,可能会对秦润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过,和昨天一样,他可以为了秦润全力拼搏,但一旦二者冲突,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奥风。 他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他,自私也罢,冷酷也罢,他的心中置重的只有一人。 不论如何,绝不能委屈了奥风,一点也不可以。 那么偏激,那么疯狂。 瞧着蛮不讲理的秦奥天,奥风觉得眼眶一热,心里突然地就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感。 只要有他在,他什么也不用担心。 够了! 秦奥天,你真以为你一个七剑天空幻尸就能无法无天了? 但我们是死得不成! 抢在秦奥天杀过去之前,那一名七剑,一名八剑的天空幻尸再次站了出来,挡在秦奥雪面前怒吓。 今天我们只要在这里,你就休想动二少爷一根汗毛! 奥天,不要踩冲动! 这种情况,连家族的两位幻宗高手也看不下去了,齐齐喊道,并双双挥手放出一道深蓝色污吏,阻住了秦奥天的去路。 秦奥天感觉到了身前的压力,让他难以前行,却是冷酷地扬起唇,眼中仍旧寒芒暴闪。 他可以让人保护他一时,但保不了仪式,除非家族现在就把我再次流放,或者日日派遣两名以上的长老守在他身边,不就让我逮到机会,否则。 哼! 七见天空幻世,前途不可限量,别说是长老,就是他们两个供奉,日后也未必能比得上,谁发神经了才流放他。 两名主侍的供奉,骂死了没事找事的秦奥空。 惹出这么大个疲劳来,当年还没吃够苦头啊,难道不知道这就是个眼睛里只有他宝贝弟弟的疯子? 微微沉默了一会儿,左主供奉秦孝说道。 那不如这样吧,原本我们不是在讨论昨天的事情要如何解决吗? 既然奥空陷害老峰,我们就不再追究昨日奥峰打伤两位执法者,算是扯平。 傲天,你也大人大量,放奥空一条生路,你看如何? 这就是一条不平等条约,说出去都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奥峰砍了秦奥空一手一脚,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居然还连着昨天的事情也一笔勾销。 如此的大人大量,让秦鹿和秦奥雪差点双双气得呕血,偏偏不敢再说什么。 没有办法呀,谁让秦奥天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呢? 秦奥天既然说得出来,就一定做得到。 他发疯,总不能跟着他一起疯吧。 这家伙明摆着根本不在乎自己,甚至除了秦奥峰,不在乎任何人。 可秦鹿妇女却因秦奥空的性命投鼠即弃,而且他们不能留下陷害秦奥峰性命的把柄,才可保证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别忘了,此时家族之争迫在眉睫。 不追究这件事情。 秦奥天的头脑其实一直是冷静的,理智地把厉害分析得很清楚,转过头对奥峰对视了一眼。 两道精明的眸光,一个交流,颇有默契地双双一点头,有了决定。 好,前债一笔勾销,我不再找他麻烦。 秦奥天干脆地说道。 奥峰打伤执法者的事情,本还觉得有些棘手,此时能不追究责任,又不会给小叔叔带来麻烦,这当然再好不过了。 他绝非死脑筋,懂得变通。 少许一顿,秦奥天冷着声音又道。 不过如果还有下回,我不敢保证你们看到他尸体的时候,还能保持人形。 本集结束了,我是奥峰,我们下集再见。 众人各自打了个冷战,暗中骂道。 这,这秦奥峰都成废人一个了,他怎么还去动秦奥峰啊? 再说了,一秦奥峰刚刚表现出的变态,那再有十个秦奥峰上去,也是送死啊。 至于奥峰,打量几眼秦鹿妇女郁闷阴沉到吐血的表情,差点在心中笑地抽了过去。 简直佩服死大哥了,何须什么阴谋诡计啊。 亏我刚才还想了一大堆的说辞,都没用上了。 大哥瞒不讲理的发发疯,居然就把事情顺利解决了。 事情就是这样吧,各自有错,各自反省,还不赶快去把奥峰带下去。 再不治疗,不用奥天杀他,他自己就死了。 秦鼎到现在才缓缓开口,做出了最后决断。 老家伙没有偏袒断手断脚的秦奥峰,反倒还默许了秦奥天的虎脚蛮缠,这让奥峰心里有些疑惑。 几个医护人员如梦初醒,赶忙从决斗场的一边飞快奔跑过来,抬着担架把秦奥峰运走。 处理完这件事情,秦顶深邃的眼神落在奥峰身上。 奥峰,你是自己横穿了日不落,回到卡罗尔的? 奥峰有点不习惯这种凝视,挑挑眉,淡淡说道,是又如何? 很好。 点了点头,秦顶严厉的目光,破天荒地有了一丝温和之意,仍然没有在意奥峰的冷淡,接着道。 流放子弟通常与家族间隔天远,能够自己走回来,便不再是流放之身。 你虽然不是幻师,但武力同样卓绝,从今日起,升回你家族执事直系地位。 此庄园一座,在你大哥的住所旁边,以后你们兄弟就留在卡罗尔帝都为秦师本家效力吧。 奥峰愕然,这是封赏和拉拢我呢? 一缕嘲讽的笑意便挂在了唇边,他深知这是秦顶看了他此时表现出的天赋,才回心转意,想要他为家族效力。 四周一道道羡慕嫉妒的视线投射过来,不少天空幻师都不能例外,可见这个赏赐的确不小。 这就可以埋走我多年以来被你们践踏的自尊吗? 佐梦 奥峰暗暗自语 有些时候,秦奥峰执拗的脾气,分毫不在秦奥天之下,对于原则问题他从来不会妥协。 哼,秦老家主的赏赐,还是留给你们秦氏家族需要赏赐的人吧。 我一个外人,如何消瘦得起? 仍然冷淡地哼了一声,奥峰抱着双臂转开视线,缓缓开口。 没人料到,奥峰竟然如此干脆地,一口拒绝了秦顶的封赏,还语带讽刺,声称自己是外人。 一双双眼睛里的羡慕,立刻变成了亥然和匪夷所思。 别人都是巴不得家主封赏,这小子倒好,给他,他反倒不要。 你说什么?外人? 秦顶老脸一僵,眼神紧盯着傲峰,终于被挑起了一些怒火。 沉声道,你是我的孙子,我是你爷爷,怎么会是外人? 废物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等我成了天洁高手,再把我召回来的爷爷吗? 这个爷爷,当得可真是够称职的。 傲峰毫不畏惧地回视他,冷笑道。 哼,在出秦城的时候,我已公知天下,从此脱离秦家。 你可以问问秦连执法者,此事是否属实。 今天站在这里的秦傲峰,只是大哥带回来的客人。 你不是我的爷爷,我也不是你的秦家人。 傲然的声音,响亮无比,传到了整个决斗场的每一个角落。 秦鼎差点以为,自己耳朵坏掉了,居然出现了幻听。 回望一下两大供奉,几位内院长老,一群天空幻师和众多观众,同样不可思议的表情。 秦鼎,这才勉强相信了自己的耳朵。 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比的羞恼和震惊。 秦氏家族纵横大陆,乃是大陆四大家族的超级豪门之一,其中的直系直视子弟,比起帝国皇帝的皇子身份分毫不差,还拥有着硕大家族的继承权,除了内院长老和供奉,执法队都要对他们俯首听任调遣。 今天他的亲孙子,在他赏赐之时居然爆出一句,我不是你秦家人,这是何等的可笑。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笑出来,一张张脸上写满了心惊胆战,连秦奥天都有些担心地看了奥峰一眼,不着痕迹地挡在他前面。 秦顶一张老脸,被奥峰讽刺地涨得通红,眉毛暴跳,胡子都快吹上了天,这一番话,简直是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直接让他这个秦家家主在万千人的注视下,颜面扫地。 秦林,秦林,你给我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秦顶气得浑身发抖,暴怒大吼道,秦林简直想哭了,听说奥峰此时的实力之后,他便担心了整整一个晚上,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奥峰依旧是那么的腹黑,杀人不动刀子,自己没有动手,却把他往老家主的枪口上一推,比真正一刀砍过来还狠。 老家主,当时因为一些事情,我和七少爷起了点冲突,七少爷便宣布脱离家族。 秦林战战兢兢,可惜还是难逃一劫,话未说完,便被秦顶一个巴掌打得飞了出去,重重撞到决斗场的墙壁上,喷出一口血来。 秦顶胸口起伏,显然愤怒到了极点,老脸抽搐地盯着奥峰,而奥峰也冷冷看着他。 一老一小,就这么相互瞪视着,谁也没有先开口,两方的气场却已成顶针之势,气压低得惊人。 每一个人的手心里,都流出了一层细汗,神经异常紧绷,心里各自暗叹。 我要不要搞得这么刺激,猜多一会儿功夫,这七少爷就敬爆了这么多次。 老夫再问你一句,你真的不肯承认,你是我秦家子弟。 秦顶激动得口莫横飞,翘起的胡子下面,嘴唇也在颤抖着。 不是我不肯承认,这是事实,泼出去的水,岂有收回的道理。 奥峰仰着脖子,冷冷淡淡,面无表情地说道,他既然敢说出这样的话,当然有极大的仰仗。 不用这么看着我,别人怕你,我可不怕。 且不说秦奥天不会善罢甘休,光凭秦奥峰手中的几头神兽,即使打不过,逃跑也不成问题。 倚仗幻神能源极为恐怖的恢复速度,让他此时丹田中的污吏再次活跃起来,随时可以召唤幻兽。 他是真的没有把这个老家伙的愤怒放在眼里。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 不过,别人眼中,这七少爷,就实在是嚣张狂妄,胆大包天,目空无人到了一定的境界。 老家主,小枫所言是偏激了些,却如同我心中所想,若非担心有人对小枫不利,这个秦家,我也不会留下来。 眼看着傲锋和秦鼎闹僵,秦傲天也不愿再忍耐了。 这些年,因为傲锋的关系,其实他一直受制于人,不是怕他们伤害毫无抵抗之力的傲锋,桀骜不逊的他,又怎么会规规矩矩地留在帝都呢? 如今傲锋都表态了,他自然没什么畏惧,凭他们兄妹两个天阶高手, 大陆上,除了那些至险之地,何处去不得? 傲锋察觉到了哥哥的大手,突然握住了自己的手,温热的手包裹住了他的,握得很紧很紧。 你们! 秦鼎的脸上,由青红变紫,由紫变青,五彩缤纷煞是精彩,最终转成了苍白之色,好像一瞬之间老了几十岁。 令人窒息的安静之中,秦鼎终于卸下了尽力,叹了口气,握紧的拳头也松开了。 想走的都走吧,谁要走的,统统逐出家族。 一番咬牙切齿之后,老人的声音如此无力,这世上恐怕没有比他更失败的爷爷了。 亲孙子居然不认他,还双双叫他秦老家主,这是多么讽刺,不说不知道,这时候秦鼎才注意到,一直以来,秦澳天都是叫他秦老家主,而非爷爷。 看来,他的确从未当自己是爷爷呀。 此言一出,周围的长老和供奉们终于无法沉默下去了,一起纷乱地惊叫起来。 老家主,这使不得呀。 老家主,奥天阁下是秦家这一代的第一人,不能随便将他主书家族啊。 不然你们以为如何呢,还真的要老夫屠杀自己的秦孙子吗? 秦鼎暴怒地将众人的声音压下,有些疲倦地看了秦澳天一眼。 自己不想留下,即使身在家族之中又有什么用呢? 由得他吧。 众人愣愣地,无法开口,谁也没想到,奥峰这一次回来,竟然会闹到这么个结局收场。 既然如此,就多谢老家主不做计较了。 秦澳天淡淡点了点头,牵着奥峰的手,拉着他向外走去。 澳天,你先等一等。 看上去较为睿智的秦宇供奉,突然又开口,叫住了秦澳天二人。 澳峰的事情便罢了,但你不同,就算要离开家族,也不是现在吧。 秦润大使和秦陆代理家族的竞争,正是紧要关头。 若这一方的阵营里少了你,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结果了。 秦澳天英挺的没一条,冷漠地说道。 时供奉这事,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 秦宇打断秦澳天的话,眼中精芒闪烁,微微一笑道。 毕竟澳天你为秦润大使这些年做了这么多,难道要在这一时间放弃吗? 其实啊,我倒有个不错的主意。 既然现在大家票数打平,那么自然是看谁的实力高强,谁便能胜任家主之位。 用实力来说话,在这个世界就是不变的法则。 如此一言,倒让秦澳天和澳峰对视一眼,停下了步子。 等一等。 听闻此言,秦陆妇女的面色便双双一变,秦陆急急沉声说道。 秦宇阁下,秦澳天的单人实力,的确在我们之上,这根本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会那么武断就下定论吗? 秦宇不悦地瞪了秦陆一眼,后者连忙闭上了嘴巴。 秦宇这位足智多谋的长老,一向声望颇高,威严一扫,众人便安静下来。 这时他才缓缓道。 家主之争也关系到日后家族的发展趋势。 第三代的家主等于也提早定下了。 老实说,原本以秦陆家主的情况,的确能生人家主之位。 我们的讨论结果,天平偏向于秦陆家主。 可是现在,秦陆家主的儿子,我不认为他还有继承家族的能力。 甚至平淡的话,却冷酷地近乎残忍。 即使他不说,众人心里也清楚,秦奥空那个残废将正式从家族继承人里除名了。 秦陆父女面色一白,恶狠狠地目光死死盯住奥风。 这一切都是这个该死的混蛋带来的。 不过,秦陆家主多年为家族辛苦打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又怎能视而不见? 奥学也是直系继承人之一,女性家主未必不可。 秦宇不急不缓的话,让秦陆的脸色缓和了不少,只听他又说道, 现在的天平是平衡的,能以实力来定胜负。 这个实力并不只是个人的实力,还有交际的能力。 作为我秦氏家族的家主,没有广泛的人际如何带领秦家发展壮大。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秦宇的话非常有道理,很能服众,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秦陆眼前一亮。 所以秦宇阁下的意思是? 秦宇微微一笑,接着道。 七月的天元节,卡亚帝国的国庆之上,以一件神幻器为助,召开了大决斗。 由于蜂拥而至的人数过多,王廷已经决定以团体战形势打响,参赛者六人一组才能报名。 我的意思是,奥雪和奥天两个年轻人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内,皆可参加这场比试,就以这场比试为决定胜负的战斗。 谁在比试中的成绩好,家主就是哪一方? 你们意下如何? 这个法子的确公道,如果直接要秦奥雪和秦奥天去比试,那结果根本不用说的,但这场大决斗就不同了,时机、运气、交际圈子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一样都不能少。 综合下来,秦奥雪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几个长老细思后,各自点头同意。 其实,不止因为这个,还因为,他觉得可以拖住秦奥天。 只要留下他一阵子,谁知道他会不会回心转意呢? 如果让他现在就这样走了,以后啊,怕是再不会回来了。 失去这样一个绝世天才,秦宇觉得肉疼。 我们答应。 秦奥雪和秦璐马上点头应道, 这,可以说,是他唯一能赢秦奥天的机会。 我也答应。 秦奥天同样没有犹豫,逼不得已,他选择奥峰,对秦润,他依旧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一点,秦润从来没有怪罪过他,因为秦润也非常宠爱奥峰。 本集播讲完毕,再见。 秦宇点点头,提高了声音,让整个场地都能听见他的话。 好,我秦家万语换食为正,一切以帝国大决斗一战为结束,到时候谁也不得有任何怨言,你们各自立誓吧。 秦奥天,秦润,秦璐,秦奥雪,这四个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接一个,声音红亮地立下誓约。 天地规则降临,银芒闪烁后,誓约已经生效。 都算了吧。 秦鼎被奥峰兄妹气得不轻,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老脸上满是颓然地说了一句,先行身子一晃,不见踪影了。 大家也都各做各的事情去。 接下来的事情,就落到了秦宇这个主事供奉的身上。 决斗场负责工作的人员,疏导着人群离场,人们临走之前,还要再多看那个场中的黑袍少年两眼。 经过这一战,奥峰在秦家是大大的扬名了。 秦润拍拍奥峰兄妹的肩膀,笑道。 哈哈哈哈,你们真是好样的。 好了,现在先去我那里歇会儿,我们书职啊,好好续续就。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算得上顺利。 奥峰点头恩了一声。 哼,大决斗,你们等着吧。 不远处,秦奥雪冰冷一笑,和秦璐等一众人转身离开。 得意什么,奥天歌和奥峰的强大你没看见吗?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帮手,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 秦奥海对秦奥雪的态度很是不屑,哼了一声。 那可不一定。 秦润摇摇头,眸中光芒微闪,轻声叹道。 你们还不知道秦奥雪的男人是谁吧? 奥峰眨着眼睛想了起来,秦奥雪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就算还没嫁人,有个情人实属平成。 好奇问道,难道不是秦氏本家中人? 当然不是,如果没有他成要,秦奥雪又怎么敢答应这次比武呢? 毕竟阿峰你表现出的也是不亚于六剑幻石的战斗力啊。 秦润语气加重了不少。 那个男人是这片大陆上可称最强大的顶级势力之一,云中城的云中战队示威队长,云成。 云成今年正好三十五岁,在参加大决斗的范围之内,实力和奥天相当。 云中城的幻兽也绝无裂品。 如果他带几个战队中同等实力的人来,一个两个你们能胜? 多了,终究双拳难抵四首啊。 话到此处,秦润眼底的忧色愈发浓重。 秦鼎不知所踪,无人追究奥峰的责任。 于是,奥峰便大摇大摆地随着秦润、秦奥天、秦奥海一起来到了他的住所。 踏上数百步的阶梯,进入如同皇宫般的美丽庄园,奥峰总算是开了眼界了。 与中式的古典建筑不同,欧式的庭院和宫殿自有一种说不出的辉弘。 真正深入秦氏驻地的中心部位,环境静谧一人,每一座庄园都豪华得令人心颤。 秦润的住所更加特别一些,因为是炼器师的关系,他在庄园周围炼制了一大批的煎茶水晶。 居所中心的放映石上可以清晰地放映出图像来,就像是现代化的监视器。 各种精致的机关层出不穷,没有秦润带领,一不小心就会触动。 奥峰认为,路斯卡的文明并不比现代差到哪里,只是文明发展的方向完全不同,所采用的原理也不同。 就如这个世界的天地规则,道理无从追溯,可是没有人能够违背它,只能说存在既有理。 就像是人们问为什么会有物质世界,为什么会有宇宙一般,无法解释。 炼器师炼制的换器,很多不输于现代科学类型的武器,比如魔导炮,有的威力毁天灭地, 可以轻易轰杀掉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 小叔叔,这里已经没有人了,你可以告诉我们云中城的事情了吗? 走在美轮美奂的花园中,秦奥天还在挂心着大决斗,现在讨论对策就不会有人听见了。 秦润的庄园,如果他不愿意,连幻宗高手都进不来。 云中城吗? 奥峰抬手抚摸了一下光洁的下巴,理所当然地想到了苏雅妈妈,问道, 云中城真的比我们秦氏家族还厉害吗? 我们四大幻师家族不是大陆最强大的超级豪门吗?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到云中城的名字。 奥峰暗暗思量。 日不落的时候,这三个字让光芒幻电中人都退让了,影响力当真不小。 只是,那到底是个隐世势力? 大陆上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竟会有如此可怕吗? 奥峰,奥天,大陆的顶层势力,你们呢还没真正接触过。 四大幻师家族声明远波,是很强大。 不过,在幻师的质量和数量上,与诸多险地中心的几大城池无法相比。 我也是因为炼气师的身份,才对他们呢有一定的了解。 秦瑞一边说着,眼中一边流露出严肃之色。 无尽大漠中的黑暗幻电,星辰高坡中的光芒幻电,还有各云雾海里的云中城。 奥峰,这三方势力,唯有我们四大幻师家族的所有高手奇迹,才有与之一拼之力,甚至还是落在下风。 以后在大陆上行走时遇上他们的人,一定不要轻易招惹。 统治大陆信仰的光芒幻电,每一个光芒大陆上的人都不陌生。 奥峰也与之打过几次交道,单从当初的秦家直系秦奥新等人,却要给圣皇君落语下跪,便可以知晓,光芒幻电和秦家不在一个层次上。 只是,默默无闻的黑暗幻电和隐世的云中城,奥峰却没想到他们也是顶层的势力。 尤其是云中城,我们集合四大家族之力,还能与光芒幻电,黑暗幻电一比,但对上云中城,却只有败败一途。 秦润接着语气加重地说道,秦奥海皱皱眉头,忍不住问道。 父亲,为什么? 秦润深吸一口气,声音烧颤地说道。 因为云中城有一位神洁强者,所以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云中城的权威。 子言一出,连秦奥天都忍不住随着奥峰和奥海,一起瞪大了眼睛,大大吸了一口凉气。 神洁强者? 那不就是九剑幻宗之上? 天下皆知,包括光芒幻电神军、天涯剑尊,以及号称最接近神阶的卡亚帝国兰修大人,都尚未踏入神阶。 也只有奥峰前阵子才了解到,天涯剑尊已然进入了剑神境界。 然而云中城,竟会在百年之前,就有一名神阶的强者。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 第一百七十集 神阶抜出 UK 神阶强者,真的那么强大吗? 奥峰怀疑地问道,难道三个九剑幻宗也无法抵挡一个神阶? 秦润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的,神阶就是那么强大。 就像天阶和地阶 差距十万八千里一样 神阶和天阶之间的差距 犹如一道万丈深渊 比前者大得多 据说 真正的神阶强者面前 连超神兽也不堪一击 而在险帝之中 通常有极为适合修炼的地狱 盘踞在里面的人们 又可以和险帝中的魔兽战斗 即使是同阶位 实力也通常远胜我们 更别提他们的幻宗 和天空幻师的人数 比我们四大家族加起来的还多 拥有神阶强者作阵的云中城 虽然必逝 影响力依然能让 现在主宰大陆信仰的光芒幻殿让步 秦瑞眸中闪过几缕奇异的色彩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 此时 傲风脑中一个念头闪得极为迅速 他记得天涯建尊说过 他的父母惹上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敌人 那个势力甚至连天涯建尊如今到达建神境界也不能正面抗衡 光芒幻殿和黑暗幻殿没有神机强者 如此说来 难道他们的敌人就是 暗中 倒吸一口冷气 难怪天涯建尊不告诉他详情 如果是真的 这个敌人 就太可怕了 那如果他们接住的话 我 我们岂不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秦傲海瞪着眼睛说道 也未必 神界强者 会为他去去侍卫长出手吗 云中战队的侍卫长多了去了 又不是他一个人 秦润 呵呵笑道 哈哈哈哈 一剑神换器 别说他们 光芒幻殿呢 都不会过来争的 毕竟这是卡亚帝国的东西 国家内的争斗 三大势力 想来不插手 秦奥雪 以个人名义邀请云城 最多 也就邀请来云城的好友 七剑以上的 估计 只有云城一个 单论奥天的天赋 云中城也无人能计 传道桥头自然指 别担心了 我们这里高手也不少 他们怎么会和我们家族有联系 难道我们家族 有人认识云中城的人 小叔叔 不是你给他们牵线的吧 奥峰眨眨眼睛问道 心里已经开始怀疑 天涯口中 他的母亲 云峰沁 可能和云中城 也有什么联系 秦润正了正 神情极不明显地一闪 却仍然 没逃过 奥峰犀利的眼睛 怎么会呢 奥雪啊 是在游离之中 认识了云城 秦润 微笑着否认道 仿佛仿佛 仿佛也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就转移了目标 奥峰 奥峰举起黑袍下的一只手 也笑道 有什么不可以 小叔叔 是说这个吗 屈指一弹 一抹赤金色的火热 便从指尖弹出 在空气里跳动着 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而周围的温度 在这缕火焰出现后 突的就升高了许多 甚至让人有种 燥热到急欲流汗的感觉 这 这是 秦润原本只是想 随便地转移一下注意力 没有寄望太多 而此时 整张脸 却在奥峰弹出火焰的瞬间 肿成了馒头 惊喜 亥然 激动 种种复杂的情绪 在秦润儒雅俊秀的脸上出现 险些承受不住刺激的晕过去 颤声叫道 天哪 天火急 这是天火急的火焰呢 我的上帝啊 阿峰 你可以成为炼气师 而且是 天火炼气师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大陆级天涯见尊之后 又出现了一位天火炼气师啊 而且 这块材料居然就在我眼前 我 我 我 秦润激动得活蹦乱跳 满脸仗红 语无伦次 只吓得奥峰三人不清 奥峰急忙收回了火焰 再这么下去 他怀疑秦润会兴奋地两眼一翻 两脚一蹬 小叔叔 你有话好好说 别吓唬人呢 还是第一次看到俊雅不凡的秦润 出现这种状况 奥峰三人都是一阵心有余悸 秦润一把抓住奥峰的双手 两眼冒光地盯着他 那表情像是要将他活活吞下去 不行不行 奥峰 你一定得和小叔叔学习练气啊 奥峰汗如雨下 把头点得像小鸡灼米 哦 我学就是了 小叔叔 你别这么激动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 天火 天火炼气师啊 秦润依旧在三人的目光中激动不已 久久不能平静 你知不知道 天火炼气师在大陆上是什么地位 那可是能与帝王殉兽者相比的呀 一旦成为了天火炼气师 财力物力源源不断 最主要的是 很多换器有价无货呀 成为天火炼气师 就代表可以根据需要 给自己量身定做精良换器装备 弥补战斗力的不足 这次的决斗 我们呢 便更加有希望了 啊 这么好 奥峰被他说得怦然心动 炼气师的地位 那是公认的 能量身定做装备 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如果可以 他真想给大哥 亲手炼制一套装备 秦奥天对他的好 他始终记着 有机会 当然要回报 快快快 和我进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和我学习练气 秦润得意的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那些练气师工会的老家伙 天天眼睛啊 长在头顶上 这次的练气师大会 我就叫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 事实证明 奥峰被秦润忽悠了 倒不是他不具备 成为练气师的前置 只是练气这个东西 博大精深 岂是一朝一夕之事 就像打铁的铁匠 空有力气 没有技巧 打造出来的东西 同样粗鄙不堪 而技巧这东西 必须通过经验和时间来积累 和训兽师单纯倚靠精神力 和训兽口诀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奥峰在这一点上欠缺太多 等到能够炼制神幻气的那一天 不知得多少年以后 大决斗之前炼制装备 无异于做梦 光是理论之事 就有让人头大的厚厚一整书架 站在堆满了书籍的书架之前 奥峰颇有就地晕倒的冲动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难怪当初天涯 见到我的本命火焰 也没有教我练气 学这个的过程 太过漫长 没有足够的时间 根本不行 无奈地摇摇头 奥峰抬手取出一本 基础炼气大拳 到一边的书桌旁 坐下静静翻看 短期内 不能炼制高级换气 也要学一学 那惊人的本命天火 会成为天火炼气师 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奥峰不想浪费 父母之事扑朔迷离 不管对手是什么人 实力绝不会弱 他必须变得更强大 不管是实力 还是能力 势力 多一种技能 日后在大陆之上 笼络人心 就有更多的保障 幻师可以用帝王 训寿者的身份拉拢 强悍的剑圣 甚至剑尊 也能对他炼制出的 换气买账 好在他身性沉稳 耐得住寂寞 很快 心思就沉入 炼气学的广博知识中 房间内极为安静 只有十二书页翻过的响动 秦润三人 在外面看着专注的傲锋 唇角各自荡起一缕笑意 认真的他 简直太迷人了 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对炼气学的 疯狂吸收之中 慢慢流逝 奥峰几乎就没有 出过这间屋子 吃饭睡觉都在里面 醒的时候就看书 有时候还会用一些 小型魔精 试试用天火融化 做做实验 然后继续 若有所思地看下去 期间 秦奥天 带着满面怨气的 雷玉峰 悄悄来过一次 但是在门外 看到奥峰专注的模样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生出 进去打扰他的念头 雷玉峰 对他拖着脑袋 眯着眼睛深思的模样 同样欣赏 什么话也没说 便又悄悄地离开了 在秦润的指点下 奥峰逐渐开始 熔练最简单的换器 空间戒指 材料只需要一般的零售金盒 和一些矿物 失败几次后 奥峰总算是成功了 这时候 天火炼气师的优势 就展现了出来 天火可以更好地融化材料 柔和物质 塑造形态 同样的空间戒指 居然比普通的空间 大了整整一倍 外表也更加美观 秦润不由地再次感叹 天火炼气师的卓绝优势 有个老师手把手地教着 奥峰天赋又高 一边看理论 一边实践 进步神速 一个月以后的早上 奥峰看完了一本书 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往窗外看一眼 算算时间 今日 正是帝国学院 开学招生之时 他打算去看看 大陆第一名校的情况 顺便和兰修老师 学习一阵子 最好 能在大决斗之前 再提升一些 万眯着眼 奥峰却默地听见 一个熟悉 又带着些兴奋的声音 在心中响起 奥峰 这一惊 非同小可 奥峰如触电似的 一下子坐起了身子 眼露惊喜之色 赤 男子冷漠中 透着柔和的笑声应导 嗯 是我 眼前仿佛看见了赤 面带微笑的模样 奥峰一阵欣慰 由衷心喜道 你的进化 终于完成了吗 时下已是六月 从二月的魔兽工程战结束 到现在整整四月过去 和赤预计的进化时间 差不了多少 奥峰 你真是让我惊讶 我没想到 你会突破了天空幻石的臂证 由于你的突破 本命契约 给我带来强大的生力 这才让我的意识提前苏醒了 赤 似乎非常高兴 微凉的声音 肆意和奥峰交谈道 肉体最后的进化完成 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用不了多久了 总算 总算是进入了成长期 一旦我进入了成长期 那些家伙投射下来的分身 便不能再威胁我了 难得听到酷酷的赤会感慨 也足见他先前有多憋屈 奥峰明白 以赤狂野霸道的性格来说 要他东躲西藏 实在难为他了 他是天生的王者 总有一日会君临天下 没想到赤竟会在大决斗之前醒来 令奥峰的心中更加有了倚仗 心思一动 奥峰合上书桌上的书本问道 赤 如今我已经是天空幻师 而你又快要苏醒 不必再畏惧那些追杀你的人 那我是不是可以公开身份了 一个月后的大决斗 奥峰自认剑士的能力还不够 可是 加上幻师的条件 使用神兽铠 加上晴天巨剑 防御和攻击 都在顶级状态 那无疑会是一个超级变态的存在 有那种战斗力 再加上赤的帮助 打败云中战队的把握 会大大提升 不愧是我赤血的契约者 也是这么不甘寂寞 赤的笑声更加愉快了 充满信心地说道 你放心 只要等我真正的苏醒 加上你天空幻师的修为 便不用再畏惧他们 只要不是惹上神级强者 我们可以横扫一切天街 包括那些小小的九星超神兽在内 听到这久违的形容词 奥峰不由地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你真是一如既往地拽 九星超神兽都是小小的 等你进入了成熟期 神级强者估计也都成了小小的了 奥峰 我先去继续完成进化 最多一个月 必定会完全成功 不过我的精神已经苏醒了 你有事的话 可以立刻呼唤我 赤这次出来 就是和奥峰打个招呼 又吩咐道 奥峰心情轻松地一笑 好 有你在 我就安心多了 心中的声音淡去 奥峰信心倍增 眼中精芒一闪 站起身子 走出炼器的专用屋子 奥峰张望了一下 正好看见 来给他送早饭的秦润 张口对他说道 小叔叔 叔我看了大半 原理基本摸索清楚 剩下的便是实际炼器的经验 我暂时不待在这了 最近一阵子 我和朋友出去有些事情 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你们可以来碧玉飘香 带信给我 奥峰 打决斗的事情 别太过在意 尽力就好 即使最后输了呀 也没什么 奥天也刚出去 应该啊 能够邀回一位流浪的天界高手 那是他在外出 执行家族任务时 结交的朋友 秦润甚是感动地笑了笑 还以为 奥峰也要去找自己 实力强悍的朋友 好言劝未导 我这里材料不少 而且啊 还有精良的炼器台 你可以多住一段时间 由于帝王训寿师的影响过大 秦奥海只对秦润说 奥峰是个天界高手 在日不落里遇到了他们 其他的 奥峰应允之前 秦奥海连父亲也没有告诉 所以秦润不知道 奥峰是要去帝国学院报到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大哥出去邀人 奥峰稍稍一愣 点点头 雷玉峰 凯歌 再加上大哥的朋友 他们的队伍基本成形 有五名天空幻师 还有一人实在找不到 秦奥海去凑凑树野城 顿了顿 奥峰又认真地说道 小叔叔 其实我们知道 你不在乎名利 不过有时候 人活着 就是为了一口气 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们会全力为你奔走 好孩子 秦润 眼眶微诗 用力拍了拍奥峰肩膀 不再挽留 吩咐奥峰带走 尚未看完的书籍 和一些魔精材料 奥峰都塞在了 小叔叔给自己的 空间戒指里面 出了秦家大门 奥峰一阵惊讶 前方一名全身 黑色浸装的帅气男人 已在那儿等待多时 玉峰 你 我陪你去 雷玉峰微微一笑 走上前来 捶了他肩膀一拳道 这些天你倒是快话 把我晾在碧玉飘下 憋得我难受死了 这回你可别想抛下我啊 可是以你的身份 还用得着去帝国学院学习吗 你又不是我 兰修老师给了我 学期中离校的特权 你却不同啊 难道你还能一直待在学院里 奥峰怀疑地说道 雷玉峰这个人性格洒脱 把他困在一个地方 等于要他的命 除非兰修自己愿意 否则就是雷霆建尊的孙子 他也不会给面子 我是来当半读的 每一位帝国学院的学生 都会带一个半读 进去做做杂事 我来伺候你啊 你看 我好吧 雷玉峰开玩笑道 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挥了挥 秦家子弟 不会去帝国学院就读的 你不用担心在里面被认出来 为防万一 我给你弄了个身份资料 手中接过那个绿色的小册子 奥峰这才知道他的目的 心里一暖 这个男人还真是温柔细心 什么都为他考虑 什么都为他准备好了 把手中的名册翻开 赫然看见 鲜红的雷奥峰三个大字 嘿嘿 既然不姓秦 当然是就跟我姓了 我是你兄弟嘛 不要感谢我啊 我不介意他 雷玉峰 拍着胸脯相当豪迈地说道 奥峰 眼睛一翻 肩膀一抽 果真被雷了个半死 再多的感动 都被这位哥们的豪迈 搞得漏光 东西我收下 不过 身份就不必了 我自有打算 奥峰对雷玉峰一眨眼 从脖子里叫出小兵 然后勇令其瞬间凯化 一层乳白色的精美面具 便遮住了上半个脸孔 啊 你要用追云的身份去啊 雷玉峰看着眼前人的经典装扮 吃惊不小 和奥峰接触许久 他自然知道追云其人 也是奥峰 要知道追云虽然被人盛传 可是 他因为那一战得罪了光芒幻殿 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雷玉峰暗自担心 用追云的身份去 就不怕光芒幻殿找你麻烦呢 放心 我有我的打算 你知道 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奥峰唇角微扬 黑桶流光溢彩 既然赤可以横扫一切天阶 那么幻宗高手也不在话下 赤虽是狂妄 却从不夸张 既如此 没有神阶高手的光芒幻殿 又有什么好畏惧的呢 我这辈消息传出去 也需要时间 一时半会儿 光芒幻殿和赤的仇家找不过来 等他们找来 赤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进化 以求万全 我就暂时使用追云的身份前往 不暴露我秦奥峰的身份 若惹出了事情 是没有进化完成 我也可以随时消失 好吧 听你的 就是死 我也跟着你 雷玉峰继续豪迈的一挥手 你也把这个戴上 奥峰也扔给他一个白色面具 在碧玉飘香大闹一回 那儿很多人都是前往报名的学生 奥峰觉得 说不定会有人认出他们 两个面具怪人就此上路 大街上今天特别的热闹 车水马龙行人来往不绝 比起一个月前的人流 几乎多了一倍 两人结伴走了一个上午 来到了热闹的中心闹市 却愣是拦不到任何一辆高级马车 此时已经是人满为患 大大小小的马车都在拼命地 向着帝国学院的方向奔驰 大陆第一名校招生 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奥峰的想象 奥峰眼见又一辆马车急驰而过 看都不看二人一眼 瞪着眼睛无语 不行 就飞过去吧 雷玉峰一阵爆汗 飞过去爆荡 亏你想得出来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招生日飞的 这样过去 岂不是要吓死哪些招生老师啊 就在奥峰真的打算飞过去之前 一辆精致华丽 透着清雅香气的顶级马车 默地停住在二人面前 帘子微微掀开 窗内坐着一名气息有些阴冷 身穿黑色精致青驰的男子 他的上半张脸由一张甚是精致的木质面具罩住 下半张脸的线条极为优美 但脸上却是泛着病态的苍白之色 光从这下半个面孔来看 这个男人也绝不会丑陋 要去帝国学员报到 他唇角荡着好看的弧度 一双寒潭般的眼睛淡淡扫过奥峰二人 微凉的声音问道 不知怎的 奥峰突然觉得 这个人身上似乎有那么一点熟悉的气息 是啊兄弟 你也是吗 方便的话能不能搭个便车啊 雷玉峰没有察觉奥峰的异样 物字在旁边问道 上车 一起 男子微微一笑点点头 吩咐前面的人打开车厢 将奥峰两人迎了上来 撤 车夫一仰马鞭吆喝道 脚马四骑如风 飞一般地再次奔了出去 上了车 二人才发现 车厢内还有一名黑色浸装的中年男子 也带着木质面具 应该就是男子带去打杂的半读 见到二人上车 中年男子稍稍一愣 眼里不着痕迹地闪过一抹精盟 低下头去沉默不语 虽然都是帝国学院的学生 有缘遇到一起 但是我平日里却是什么人也不帮的 不过看在我们都是面具挡的份上 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我叫云青红 你呢 懒洋洋地椅在窗口上 男子略带着笑意 看着奥峰 似乎对他十分感兴趣 这样一番话 就是解释给奥峰听的 体现了男人的精明 当即打消他 对他突然示好产生的疑惑 暗暗自语 他姓云呢 而且青红二字 有一种说不出的飘逸感觉 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 不过 奥峰和雷玉峰 还是双双出了一身大汗 没想到 面具挡竟还有这个好处啊 因为云世天的关系 奥峰对云这个姓颇为敏感 心里不由自主地 便舒畅起来 也微笑道 追云 我叫追云 云青红愣了愣 眼中闪过一抹奇异的笑意 追云呢 真是好名字 云青红奇人 给人有些懒散的感觉 他眯着那双 甚是深邃的眼睛 仿佛可以把人完全看透 挂着一抹邪魅的笑 让人的视线 凝固在他棱角分明的唇角 移不开眼 他不爱端坐 喜欢闲适的 伸直双腿翘在一处 犹如白玉的修长手指 拖着歪在一边的脑袋 如果说雷玉峰是英俊潇洒的 那么他就是放荡不羁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前阵子那位大陆最年轻的灵幻师 在日不落工程战中大展身手的大英雄 似乎也叫追云 而且达门和小兄弟你差不多了 不知道 这是不是巧合呢 云青红懒洋洋地眯着眼问道 奥峰冷冷淡淡 半真半假地说道 如果我说 我就是那个追云 你信吗 两人的视线汇集到一处 眸中各自精光一闪 会议的一笑 没有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云青红的性格和云世天根本不同 所以奥峰只有在开始小小地怀疑了一下 后来就否定掉了 虽然面部有些苍白 但这位兄弟胸部平平身材宽阔 可是纯爷们 世天再不济 也不会穿成个男人吧 他和雷玉峰在路上说说笑笑 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不过 他的目光始终若有若无地凝视着奥峰 仿佛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 屡屡炙热隐藏其中 奥峰感觉得出那不是恶意 也不在意 马车高速行驶了一个时辰之后 停靠在一个巨大的广场旁边 四人拉开车帘走下车去 吵杂的喧闹声扑面而来 往前一看 不由一阵惊骇 硕大的广场上 密密麻麻 人头攒动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正在当中排起一条条长龙队伍 每支队伍甚至于拐了几个弯 前方的招生老师被人海彻底淹没 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倒是可以远远地瞧见 那个大门上方六个湛蓝色的大字 帝国幻师学院 犹如一条折服了千年 抑郁翱翔九天的巨龙 带着一股强悍无比霸道恢弘的王者气势 整个光芒大陆的第一名校 光是一个校门口的广场 都能够容纳五六万人 隐隐可见 其中巍峨建筑 荡真气派 帝国幻师学院的招生底线 是二十五岁以内 学制较长 到五十岁再申请毕业都可以 成为天空幻师后 人们的寿命 能整整延长一倍多 时间并不算长 但是学院每年的招生 不过招收千人 条件苛刻 天赋要求颇高 这些广场上的人 大多数都只有凑热闹的份 奥峰四人装扮奇特 一下马车就引来了周围人的频频视线 和小声议论 这几个人可真有意思啊 都戴着面具呢 某男眨眨眼疑惑地又指着奥峰道 诶 那个人的打扮怎么和传说中的周围大人那么像啊 旁边一人立刻不屑地说道 最近这种打扮特别流行 唉 又是一个想成为灵幻师想疯掉的 以为打扮成这样就真的成灵幻师了 说的也是 不理会那些人的指点 奥峰皱了皱冷峻的眉头 这么多人 要排队排到什么时候 没办法 帝国学院的招生历年来都是如此的 唉 那边有人少了队伍啊 走 我们去那边吧 云青红耸耸肩肩笑道 突然发现了什么 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偏僻角落 因为人多 那儿才刚刚开出了一个新的报名点 我们快点 一会儿队伍又排得长了 快去站位置 雷玉峰催促一句 迈开大步一马当先 奥峰等人随后跟上 四人一起往那边走去 让奥峰有些意外的事 云青红看上去病痒痒的 竟是角力不弱 分毫不在他和雷玉峰之下 而他那个跟班 也始终如影随形地 跟随在他左右 同样是个一等一的高手 眼看云青红二人 轻轻松松就跟了上来 雷玉峰和奥峰 不由惊奇地对视一眼 冲云青红 哑然地看去 后者则是对他们眨眨眼 邪气凛然的一笑 奥峰等人刚动 很多学员也发现到了那个地方 急忙各自飞快跑去 一时间人群沸腾 绿色的幻之力 时而在空中闪烁 偶尔还爆出几缕墨绿色能量 许多幻师 甚至召唤出了自己的坐骑幻兽 拼命向着那方赶去 众人各展所能 只看得人眼花缭乱 不过 不管那些人用什么方法 奥峰四人 却始终走在最前方 看似不紧不慢的步子 速度却快得惊人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接近了那个报名点 不出意外 四人绝对是最先到达的 那方负责接待的老者 望着四人 眼睛里已经出现了惊艳之色 后方的人群中 甚至有灵幻师出现 可是 他们却连幻之力都没有使用 就领先一步 实力会有多强大 那名老者微眯着眼 心中暗叹 今年的新生 可不得了啊 四人正快要到那方的接待处了 头顶上一个巨大的阴影 突然笼罩下来 雷玉峰和云青红同时眸光一变 叫道 小心上面 几人各自向后轻飘飘跃出一步 前方一个庞然大雾轰然落下 砸的地面狠狠颤了几颤 尘土飞扬 巨大的响声 引起了整个广场上人们的注意 千万道视线 千万道视线投射过来 惊呼声 也在同一时间响起 哇靠 好大的坏手 那是巨龙 那是巨龙 那是龙骑士 哇 从天上落下来 真他妈的拉风 这个龙骑士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王庭不是和学院完全是两码事吗 帝国王庭和帝国学院的确是两码事 虽然沾了帝国二字 也仅仅代表这个学院是在帝国之中 并非隶属王庭 虽然很多龙骑士 就是从帝国学院中被招揽过去的 但是一旦成为了龙骑士 便自动从学院毕业 不再是学院的学生 就像凯歌 巨龙拥有巨龙的血脉 比起蜥蜴龙和地背龙 还要纯正一些 看那样子 这人在龙骑兵中的地位还不低呢 奥峰正在打量 那头长约十余米 高约五六米的巨型生物 旁边的云青红 使用那蓝伞 却富有雌性的声音 向他解释道 眸中 擒着一抹淡淡的不屑之色 还有一缕 灵力骇人的寒芒 一闪而过 对于一个高手来说 突然从头上掉下来一个东西 那感觉相当不好 即使不会被砸到 也无异于被偷袭了一把 被他的巨龙挡在后方的学员们 脸色也很不好 这巨大的畜生 已经把道路完全挡住了 硬生生趴在那儿 隔绝掉众人前进的希望 尾时过分得很 但是隶属于帝国王庭的龙骑兵 他们又不敢去招惹 只能憋了一腔火气 咽回肚子里 暗中纷纷疑惑着 这个龙骑士是来干嘛的 龙骑士林林 护送我的朋友前来报名 还请大家给个面子 我的朋友马上就到 他登记完了之后 我会立刻离开 在众人疑惑的视线之中 身穿精美轻型铠甲 看起来三十岁不到 还算英俊的男人 朗生开口说道 话虽如此 站在巨龙背上的男人脸上 始终带着那不可一世的 巨傲之色 根本没有将任何人 放在眼里 妈 太狂了吧 有什么办法 龙骑士啊 人家有狂的资本 傲风当下 就听见后面许多人 小声呸着 虽然如此 到底没有任何人 站出来大声说话 那名招生处的老者 也翘着二郎腿 毫无阻止之色 默认了这名龙骑士的行径 只要不是正面 惹上他们帝国学院 学院方面 是不会出面管的 毕竟 强者为尊 是这个世界的法则 这些新生 也还不能算是 帝国学院的人 其中能成为学员的 也只有千分之一都不到 别人怕他 却不代表 傲风也怕他 区区一个龙骑士 哼 那也叫龙吗 傲风同样很不屑地 冷眼瞥过 这头巨大的生物 哼了一声 冷冷淡淡地说道 分明就是一条狗 还是蓝鹿狗 相对于黄金巨龙 恐怖的体型来说 这只骆多巨龙 和一条小狗 的确没什么区别 这只龙身长不过十米 黄金巨龙展开双翼 一只翅膀都有十几米长 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才会如此惊讶 酷酷的声音 却很清晰 周围一圈人 因为这个龙骑士的关系 没敢出太大的声 这句话 就变得特别的刺耳响亮起来 蓝鹿狗 一听见这三个字 险些没有把他身后 接踵而至的学员们 齐齐吓死过去 他的脑袋 是不是被门板夹过 专敢这么说龙骑士的座骑 人家可是天空坏事 我靠 我以为那个龙骑士 已经够狂了 没想到还有比他更狂的 另一名站在傲锋身后 体格壮硕的学员 嘴角抽搐着说道 旁边的瘦子 也惊出了一身大汗 这小子是谁啊 要不要这么牛逼啊 原本站在巨龙身上 微风凛凛 享受着众人视线的龙骑士 一听这句话 脸色马上黑了一半 愤怒的目光 朝着傲锋望过来 朔长骑士枪 对他一直怒道 小子 你敢侮辱高贵的龙骑士 立刻收回你的话 否则 我会让你后悔 你也配叫龙骑士 傲锋眼中寒芒一闪 口气相当的疑惑 冷冷地接着说道 如果你都能叫龙骑士 那么我的半毒 又是什么 一边说 他一边满面泰然地 指了指雷玉风 雷玉风貌似很不好意思 抓着脑袋 冲着林林和大家伙 黑黑一笑 有些埋怨地 看了傲锋一眼道 哎呀 就算这是事实 你也别这么夸我呀 我会害羞的呀 四周众人 抱憾不止 被这打扮怪异的 主仆两人的厚颜无耻 雷得七倒八歪 这 埋态人 也不是这么个埋态法吧 把高高在上的 堂堂龙骑士 和你一个小小的 半毒相提并论 告得这位龙骑士 好像还不如 你这个小小的半毒似的 而且 你这半毒 还敢大言不惭的 这是事实 如此丧尽天良的 无耻之徒 竟然也敢声称 会害羞 你简直是 雷死人 不偿命啊 成为龙骑士以来 林林从没有受过 这么大的侮辱 只气得嘴唇颤抖 不止 脸色胀得紫红 险些当场发飙 然而 就在此时 远处一阵 哒哒的马蹄声 却制止了 一起血案 那是一辆 豪华到了极点的马车 车前 一名身背 大剑的中年男子 牵着缰绳 所到之处 周围的人群 各自遭到一股推力 被推得 退向两边 一路畅通无阻 乃是唯一一辆 可以一直行驶到这里的马车 龙骑士林林 一见到这辆马车 脸色马上扭转过来 从巨龙背上 没得月下 来到马车前方 恭敬地行了一礼 杨生说道 恭迎公主殿下的到来 在下已经在此 恭候多时了 公主殿下 我已经为您 预留好了道路 现在 一个人也没有 请下车吧 标准的骑士里 无比地潇洒 林林脸上傲气的笑容 在这个时候 也变得相当地随和 还真有几分 绅士风度 不过 他的转变太突然 太假了 让众人在心里 暗暗将之 骂得体无完肤 刚刚还一副 嘚瑟模样 现在 被公屈膝 如此谦逊 鄙视你个虚伪的家伙 什么叫一个人也没有 你当我们是空气啊 尽管如此 骑着巨龙的英俊骑士 对很多少女来说 杀伤力依旧巨大 他也不过二十八九的年纪 便是天空幻尸了 天赋相当之不错 在整个国家里都属一流 所以 当林林恭敬地来到车身前面 无数女子 对着那华丽的马车 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能让一名龙骑士追求 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强大的年轻龙骑士 是少女们的梦中情人 嫁给他们 会让人极有安全感 负责接待的蓝散老头 眉心一跳 扯了扯嘴角 黑黑一笑 吸引到皇室成员都前来就读 这对帝国学院来说 也是一件极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学院不接受王庭有官职的人员 但是像皇子公主这一类 尚未执掌事情的 却没有什么所谓 那四个字 已经暴露了马车主人的身份 在这卡路尔帝都内 龙骑士对之扶手低头的公主 只有一位 那就是卡亚王庭唯一的小公主 莫灵四殿下 在前方打着哈欠 驾着车的剑圣罗斯 也让奥峰目光一动 了解到车中人是谁了 这一行人 不正是他在日不落城 遇见的一群大人物吗 他们果然也来帝国学院报到了 奥峰暗暗自语 罗斯剑圣 懒散地盯了林林一眼 尚未说话 车门支鸦一声打开了 里面首先跳出的 却不是美女 而是另一个年纪轻轻 目光有些阴沉的青年男子 这让许多翘首以盼 等待着那位公主 小美人的人们 大跌眼镜 我靠 男人有什么看到啊 老子对断绣之恋 有没有兴趣 许多人扫兴地小声叫着 那蹦出来的青年男子 却不管别人什么想法 一双阴沉的眼睛 狠狠盯住龙骑士道 哼 我说林林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用罗斯阁下护索 我们不需要你的多此一举 别以为你那点心思 我们看不穿 随着青年针对性极强的话语 众人方才恍然 原来这个林林 根本不是皇帝陛下派出来的 而是为了追求公主 用尽各种手段 自己跑来的 公主殿下进入学院之后 她就极少有机会接触她了 这一天 她当然要早早前来 让公主多记住她一些 四公主 乃是当朝皇后的掌上明珠 还未到婚配年龄 就已经是帝都所有权贵青年的追求目标 不管日后皇帝的皇位传给谁 公主的地位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能够娶了她 便是真正地攀上了一棵大树 林林也丝毫不买账地傲然哼道 于凡 你才是狼子野心吧 一天到晚 像个苍蝇一样 盯在公主殿下身后 你不让我追求公主 难道公主殿下 喜欢你吗 于凡一听此言 顿时大怒 仗红了脸 却被这话问得一致 她追求莫灵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帝国高层都知道 可惜 她迟迟未能打动家人芳心 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如今被人当众皆短 那滋味实在不太好过 于凡恨恨恨道 就算凌儿不喜欢本少爷 他也不会喜欢你 凌凌自我感觉良好的哼笑着说 公主喜不喜欢我 不是你说了算的 两个人争锋相对起来 一个是高傲的龙骑士 一个是王婷一等公爵的儿子 各有倚仗 谁也不肯让步 不由让后面的学员们 一阵阵叫苦 这样下去 猴年马月才能过去报道啊 还是螺丝剑盛的笑声 打破了这等尴尬的局面 精芒闪烁的眸光 落定到了不远处的傲锋身上 似乎刹那间亮了一下 不紧不慢地说道 公主 有位老朋友来了 你不出来看看吗 林林还以为 螺丝说的是自己 心中当即一喜 他自认今天的打扮 绝不是一般的帅气 只要公主出来看到 肯定会被他给吸引住的 老朋友 车内 传来清脆调皮的声音 敞开的门后 依稀帘子再度撩起 露出一张极为可爱 宛如精灵的翘丽脸孔 水灵灵的大眼睛 仿佛会说话 顿时引来了大批 牲口的垂涎目光 哇 这就是四公主啊 果真是个美人胚子 现在就这么可爱 可以遇见她长大后 绝对不会比她妈妈 号称帝国第一美人的 苏雅皇后 差到哪儿去啊 有人小声叫道 林林如愿以偿的 见到了可爱的莫灵 满面得意地 等着她看向自己 不想 莫灵却连看也没有 看她一眼 眸光陡然凝集 在人群的某一处 漂亮的眼睛 顿时瞪得大大的 脸上渐渐显出 欣喜激动之色 于凡察觉到 莫灵反常的神态 这才开始 对周围的环境 进行打量 不看不知道 一看之下 眼神也落在了 那个身穿黑色 精致长袍的 冷漠少年身上 再也一不开眼 车内十六七岁的 身穿贵族长袍的 美少年探出脑袋 好奇地打量过去 立刻同样露出 惊喜的笑容 有些人气质平和 扔到人堆里 便扒不出来 有些人气质突出 便是戴着面具 也能被认识她的人 很快认出来 傲峰明显属于后者 萦绕在她周身的 冷酷气息 是一般人模仿不来的 所以墨主等人 几乎是第一眼 就认出了她 露云哥哥 露云哥哥你真的来了 莫灵像只欢快的小雀 激动地叫了两声 两个弯弯的眼睛 眯成了月眼 脸上的笑容灿烂至极 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一下子便向傲峰的方向 扑了过来 见到足足有半年不见的老朋友 傲峰心中 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顾不上什么身份暴露 高兴莫名 轻轻一伸手 便将扑向她的莫灵 一抱接住 任由这个可爱的女孩 心满意足地 吃了两下豆腐 真的是她 素来不善表达 自己感情的莫竹 眼里也泛起了 难以掩饰的晶莹之色 看着傲峰露出了 最为美好的笑容 又和本少爷抢风头 于凡物字粪粪地 催了一口 脸色挺臭 不过 那其中的隐隐高兴 还是散发了出来 莫灵对傲峰特别亲热 也无所谓 她对傲峰是心服口服 只要不是这个自大的 林林龙骑士就好 意料之外的发展 让人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意气惊呆了 追云 哪个追云啊 本来丝毫不把傲峰 放在心上的林林 此时也终于正式起 这个黑袍少年 目中流露出 强烈的危机感和敌意 已经有了一种 极为不好的预感 莫灵回过头来 翻翻眼睛哼道 还能有哪个追云啊 我和追云哥哥 就是在日不落相识的 你说呢 在日不落相识的 众人眼睛马上就瞪直了 日不落认识的追云 还会有第二个吗 如果是别人说的 他们或许还不信 可是公主殿下是什么身份 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会随便开玩笑 一片空闪 传说中日不落工程站的追云大人 那个大陆最年轻的林幻师 靠 真是他 追云大人 竟然会来帝国学院 怪不得前阵子 没有消息了呢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众人的惊讶和赞叹 还有莫灵对奥峰的热情 以及对自己的冷遇 都让林林在一瞬间心情差到了极点 作为一名龙骑士 她那高傲的自尊心 此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双拳握紧 之前被莫灵的道来打断的怒火 疯狂蔓延 林林脸色愈发清黑 骑士枪在人们的惊呼声中 正对奥峰指了过来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你侮辱了一名龙骑士 我现在就要讨回来 我林林在这里正式向你提出决斗 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昂着头 林林冷冷地看着奥峰 训兽宗师又如何 到底也只是个灵患士而已 现在的你实在太年轻 阅历有限 人际关系也不会很广 而我龙骑兵团 却是卡亚帝国的顶梁柱 我林林还真就不怕你了 哼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何来侮辱 对着面前那杆锋利的骑士枪 奥峰面不改色地冷冷哼一声 扭头对雷玉疯道 借不借意去告诉他 什么才是真正的龙骑士 对付这种人 奥峰明白 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他骄傲的地方 狠狠打击他一下 保准他以后再也站不起来 此刻身份已经公开 他也就干脆嚣张到底 当然不介意了 既然这位哥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当然要让他 好好深入地了解了解了 雷玉峰大笑两声走上前来 眸光却是说不出的森寒 宽厚手掌闪电般地 抓住骑士枪的尖端 笑眯眯道 随便拿武器指着别人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要和追云动手 也得先过得了我这个 半毒这一关 林林被雷玉峰这突然的一手 震得面色一变 高手的直觉告诉他 不好 一运力气 想要夺回自己的骑士枪 却没想到 雷玉峰面带寒光的 狠狠一甩 竟将他连人带枪 整个甩飞了出去 简直让他措手不及 是高手 林林好歹到达了天街 一经交手便感觉到了 雷玉峰的强悍 惊骇之中 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打扮怪异的男人 居然真的是一名 分毫不在他之下的高手 他先前所说的话 竟不是自夸 然而到了这个地步 龙骑士的尊严 也不容许他退步 林林铁青着脸色 飞回自己的巨龙上空 面色肃然对着下方 林林喝道 臭小子 就算你是高手 巨龙也不是一般幻兽 可以抗衡的存在 你要和我比巨龙 你忘了追云是什么身份了吗 雷玉峰惊奇地瞪着眼睛 一阵大笑 足间清点 双足也同时离开了地面 贺声远远传到林林耳中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巨龙 一片银色兴芒闪烁 天空中 遮天蔽日的一个巨大身影 顿时肆无忌惮地张开了恐怖的巨翼 六万人的广场上空 体型无比庞大的生物 高悬众人头顶 一影将半个天空的阳光遮住 给无数的年少英杰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本来奥峰这边 只是一个圈子里的事情 瞧见的也就是那一两圈的千余人 远方前来报考的学员们 还在交头接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如今一旦战斗发展到上空 所有广场内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一双双眼睛奇迹上空 就连学院内的一些学生 养手之时都无比骇然地朝着这方指点起来 巨龙 黄金巨龙 招待出的老头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好像屁股被尖刺的钉子扎了一下 马上精神就来了 他火烧眉毛地一蹦而起 脸上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恐怖的神兽威压 令许多先前被学生们召唤出的幻兽 就地扑倒 四肢打颤 雷玉峰虽然戴了个面具 矫健潇洒的身姿 却仍然比林林帅得多 这一刻 马上取代对面的龙骑士 成为人们高山扬指目光的焦点 还没等他们开始惊呼 那个庞大幻兽的下一个动作 就把他们的呼声给吓唬地吞了回去 坎迪亚 睁开了比人脑袋还大的金色眼睛 迷惑地看着周围 鼻子里哼出一口白气 我的主人 叫高贵的巨龙出来 有什么事情吗 我睡得正香呢 别打扰我的美梦呢 一边说着 黄金巨龙一边高高扬起了龙脖子 一副满肚子起床气的模样 太好啊 某一个新生见了鬼式的倒退一步 撞到了另一个也同样在目瞪口呆的人 两人一起愣愣地跌倒在地 这才双双尖声鬼叫道 神兽 我见到了一头神兽 此起彼伏的惊叹与哀嚎 迅速传遍全场 入校当天 居然就见到这种等级的战斗 不少学员们简直兴奋到了极点 加上刚刚那个龙骑士挡道的行为 引起公愤 有许多人毫不畏惧地为雷玉峰呐喊助威起来 天空幻石加上神兽黄金巨龙 这半毒也太彪悍了吧 黄金龙骑士 这才是真正的巨龙骑士 这是什么半毒啊 这明明就是追云大人的追随者 我想起来了 一定是追云大人驯服了这头黄金巨龙 他真的是驯兽宗师呢 报道的学员们 看着奥峰的目光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刚刚他说过的话 也从狂妄自大变成了天经地义 开什么玩笑 一个能驯服神兽的驯兽宗师 想要杀谁 只需动动嘴皮子 就会有大批的人为之奔走效力 如果不是他还太年轻 娇气不广 连龙骑士团也只有乖乖让道的份儿 包括许多闻讯赶来的招生老师也惊呆了 有没有搞错 招生招来一个驯兽宗师 还有这等天上跳馅饼的好事 追云哥哥 这位哥哥也好厉害啊 不过雷玉峰离家数年变化挺大 此时又戴着面具 谁也没有认出来 九星神兽 黄金巨龙 看到了吗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云青红慵懒的眸光 略略拨动了一下 望了身后的中年男人一眼 男子满眼震撼 原本一路好像对奥峰二人不买账 此时眸中终于露出了叹服的光泽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 天上的雷玉峰黑黑笑笑 指着对面面色死灰 如鳞大敌的林林 和他的洛夫巨龙对坎迪亚道 不是我想叫你啊 那边有位兄弟的坐骑 也是一条高贵的巨龙 看不起你呢 说他不是你可以抗衡的存在 你啊 要是不愿意跟他聊聊天 我收你回去好了 什么 敢瞧不起高贵的黄金巨龙 坎迪亚立刻如同被踩到了尾巴 杀气陡然飙升几个台阶 暴怒地望过去 连龙族旁吃血脉都不纯的洛夫小爬虫 也配称为巨龙 你敢不敢再嚣张一点啊 信不信高贵的巨龙 拍死你 林林差点没睁着眼睛 呕死过去 明明就是你比我更嚣张 好不好啊 拍死他就不必了 闹出人命来也不好 雷玉峰像模像样 宽宏大量地说道 就对他们吐一口小小的龙溪吧 正好能显示哥们纯正的龙族血脉 不是吗 对啊 这主意不错 不愧是我坎迪亚的主人 黄金巨龙连连点头 普通的巨龙不能口吐龙溪 就连凯歌的银龙和科莫多龙也不行 血脉纯正的巨龙生来便是神兽 能够口吐龙溪是他们的天赋优势 此言一出 听者纷纷一阵爆汗 吐一口小小的龙溪 你还要不要人活来啊 神龙的龙溪是巨龙最可怕的招数 就算是天界换尸的铠甲也可以融化 吐口龙溪分明就是要把人搞死搞残啊 这位哥们看来挺老实的 没想到性格和他的实力一样彪悍 不要 我认 一直拉不下脸来的玲玲 总算是扛不住了 惊慌地想要说出认输二字 可惜话还没有说完 坎迪亚巨龙炙热的龙溪已经铺到了眼前 老天 林林根本料不到 雷玉峰和坎迪亚说动手就动手 只来得及命令洛夫巨龙 凯化 勉强抵挡 发出一声惨烈至极的嚎叫 从空中落下 全身散发着恐怖的焦黑之色 黑腾腾的烟雾 从他身上冒出来 一张还算是英俊的脸 被烧得恐怖之极 就这样 毁容了 在卡亚帝都之中 将一位龙骑士烧成焦炭状 险些没把人给吓死 他 他真的把林林 给干掉了 于凡目瞪口呆 头皮发麻地瞧着这一幕 他们的身份也不低了 可是 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 他是万万不敢做的 有这个实力 也要考虑一下 惹上龙骑兵的后果 糟糕 你们有麻烦了 那个林林 是龙骑兵总队长的弟弟 在这片地狱巡逻的龙骑士 很快就会发现的 莫竹满脸担忧地跳下车来 跑到傲锋身旁说道 哼 那又怎么样 用武器指着追云的 不管他是谁 我都照打波 林玉峰收回坎迪亚巨龙 从天上飞落地面 恶狠狠地说道 林林 用骑士枪指着傲风的时候 他就动了真怒 手段 这才少有得很辣 尾音刚落 六一头庞然大雾 就从远方的天空 迅速地飞了过来 那是一头地背龙 龙背上 站着一名手持骑士枪的 中年男子 也许 是见到了这方能量波动 他才过来一看 到了近处 却差点瞪掉了眼珠子 天 天哪 林林阁下 这 这 原本烧成焦炭的男子 面目已不能辨认 但龙骑士的骑士枪和名牌 却没有遭到破坏 歪倒在晕过去的林林旁边 所以男子总算是认出了 人不人鬼不鬼的林林 哪个人敢打伤我们龙骑士 给我站出来 中年男子怒火狂烧的立鹤 在广场上回响 龙骑士的尊严 百年来在卡亚帝国 无人能够挑衅 今日 却被人狠狠踩了一脚 身为龙骑士的一员 这个男人 怎能不愤怒 四下心惊胆战 担忧地看着傲锋 好歹是卡亚都城 在这里和龙骑兵团队上 无疑很不明智啊 是我 傲锋冷冷踏前一步 一手搬住雷玉峰的肩膀 抢在他之前说道 是我让我的半毒打伤了他 不对 伤人的事 雷玉峰皱眉急到 我自没说出口 就被傲锋一眼瞪了回去 他心中暗暗感动 知道傲锋考虑了他的身份 未免日后揭开 王婷和龙骑兵团生出间隙 才独自担上这件事情 你 你的半毒 你开什么玩笑 男子脸上露出匪夷所思之色 惊怒地说道 真可笑 追云用得着开玩笑吗 云青红 温润蓝散的笑声 从旁边响起 讽刺的眸光 盯在中年男子的脸上 啊 追云 中年龙骑士 也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 毕竟这个名字 在近期实在是太响亮了 想不知道都不行 那个追云不是销声匿迹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他很怀疑 这个小子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但是看着周围人心有余悸的脸色 没有反对之声出现 也不得不暂且相信了这个事实 中年男子顿时头疼无比 一个训兽宗师啊 就是他们在帝都都能占上风 他也不敢随意动粗 只得说道 哎 既然如此 就请你和我走一趟吧 龙骑兵受损 在这个地方巡视的我 必须给龙骑兵团一个交代 我保证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如果我说不呢 傲风挑挑眉 冷冷道 抱歉 我从来没有随便跟谁走的习惯 中年男子一致 被一个十几岁的小鬼 如此冲话 身为龙骑士的高傲 还是让他有些受不了 也不禁话风一转 皱眉冷声道 哼 或许我一个人无法带走你 可是你最好想清楚什么后果 在卡罗尔帝都和整个龙骑兵团作对 还没有人有过什么好下场 那如果我也说不呢 就在这时 另一道柔和温润 好似清泉的声音 紧接着响起 清晰无比 透着不容忍挑衅的淡淡威严 突然从帝国学院的正门处传来 身穿天蓝色夜地长袍的绝美男子 从学院的大门处慢慢走近 披肩长发 随风轻舞 湛蓝美眸犹如广阔的大海 瑰丽的色彩极为抢眼 许多人回眸的第一眼 便瞧见了这名蓝童男子 发出惊艳叹息 校长大人 不少老师急忙上前行礼 校长 这不是帝国的第一强者 蓝修阁下吗 真的是蓝修阁下 我天哪好帅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第178集 人群再次沸腾了 许多人前来帝国学院 就是为了见蓝修校长一面的 在他们眼中 蓝修简直就是神 无数年轻人疯狂地崇拜着他 蓝修阁下 龙骑士脸色大变 沉声道 我们敬重您 也给您面子 不过追云还不能算是帝国学院的学生 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个面子 毕竟这件事情牵扯到队长的弟弟 恐怕 不用说了 不论如何 这个人我都保定了 温和的眸光 凝住在奥风身上 蓝修微笑着 因为早在这之前 我已经将他收为弟子 他是我唯一的学生 学生 很普通的词 却彻底震傻了一大批人 普通的学员自然是没什么 可是 多一个定语 那意义便截然不同了 蓝修校长的学生 与普通的学生 区别 有天上地下那么大 人人屏息凝视 视线如炙热的火焰 一缕缕投射过来 卡亚帝国第一强者蓝修 从来没听说 他有什么异象收徒弟 无数的人 慕名败师 却全权被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 突然冒出一个 年轻到极点的弟子 由不得人不惊讶 蓝修校长的学生 莫主等人感觉自己 好像不能呼吸了 罗斯已在车门上 微微眯着眼 摇头苦笑 唉 这小家伙的奇遇 还真多呀 越来越变态了 也不知道 现在的实力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罗斯甚至隐隐感觉 奥峰已经不比他弱了 靠 这是什么好事都被他占了 于凡无语地瞪着奥峰 也是 大陆最年轻的灵患师 训寿宗师 蓝修校长的学生 秦奥峰还敢不敢再变态一点 这 中年男子也傻眼了 以蓝修的身份 不可能对自己撒谎 顶着龙骑兵的压力 也要保他 此学生 对蓝修来说 有多重要 可想而知 怪不得这个追云这么变态呢 原来竟是蓝修的弟子 有个如此彪悍的老师 才有可能成为大陆上 最年轻的灵患师吧 哎呀 林林阁下 也太能惹事了吧 随便惹一个 居然就是蓝修校长的学生 这还能带走他吗 哎呀 中年男子郁闷得要死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没有人能在蓝修阁下的眼皮子下拿人 就算蓝修不在 知道他是蓝修的学生 也没人再敢拿他怎样 更别提他本身就是个训兽宗师 中年龙骑士 只能愤懑地抱起还剩一口气的凌凌 随口客套几句 重新登上地被龙飞走 广场上 人群对蓝修的到来 抱以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亲眼看到蓝修吓走了那个龙骑士 使得这些人对之崇拜 更上一层楼 龙骑士又怎样 看到我们校长还不是靠边站 不少学生们心中暗暗地想到 许多人同时也是用崇拜的目光 紧盯着凹风 大陆最年轻的灵幻师 训兽宗师 兰修校长的弟子 这三个炫目的光环 实在是太耀眼了 不到一会儿 追云二字 已经传得连阿猫阿狗都知道了 办理入学手续去吧 先安顿下来 等事情办妥了 就快些来找我 兰修对奥风 如三月春风般的微微一笑 身为校长 在学校事务上 他也不好太多偏袒奥风 手续正常 现在也没有多少老师 敢给奥风脸色看 兰修校长唯一的学生啊 除了学院站堂 哪个老师在帝国学院之中的身份 比得上他 秦城一别 兰修一点也没有变化 奥风却愈发厉害了 锐气逼人 犹如一把出鞘宝剑 兰修感觉得出 他成长了许多 心中一阵欣慰 奥风见到他同样很高兴 点了点头 目送兰修走回学院大门 终于来到了报名点 接待的老师 态度好得不得了了 满眼兴奋 简单的测试和手续办妥之后 众人一起进入校园之中 历史悠久的帝国学院 和秦氏驻地一样 就是一个小城 里面的学生 常年居住在这里 极少外出 奥风 雷玉风 云青红 莫竹等一行人 走在一条 树木环绕的 僻静道路之下 各自聊着分别后的经历 妈妈还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谁知道回来一看 什么事情都没有 莫灵像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地 绕在奥风身旁说道 害得我们不能和你一起冒险 连魔术工程站都错过了 我们可听说了 日不落成的工房站 那叫一个惊心动魄 是啊 我们都以认识追云为荣呢 莫竹也在旁边说道 低着脑袋 不时偷瞄傲风几眼 俊逸的脸庞 微微泛红 却是重逢后的激动所致 不冒险 也没什么 反正我给你留了个好东西 奥风轻声笑道 右手抬起一晃 一枚晶莹剔透的火龙果实 便出现在手中 那明丽的色泽 将几双眼睛映得通红 莫竹一愣 惊骇地望着他 轻眸里充满不可置信 真是 众人也各自惊讶着 他们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 可是 未到他亲口说出 仍然不敢确信 这就是火龙果 奥风确定了几人心中的念头 塞到莫竹手上 当时我们得到了三枚 我自己服用了一枚 和我合作的赤练佣兵得到一枚 正好还剩下一枚 追云 我只是说了一次 你还记得 莫竹愣愣瞧着手里的这枚果子 眼眶一阵温热湿润 火龙果在市面上 可是价值连城 有价无货的东西 每年才能在日不落森林 弄到那么几个 便在王庭中人眼里 也无比珍贵 让莫竹感动的 并不只是这东西的珍贵 而是 他们随意说说的目的 连自己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他就放在了心上 全力为他争取 虽然他说得很轻松 莫竹却能想象到 当时的危险 灵果周围 可能有守护圣兽 这是常识 更何况三枚之多 他总是这样的 看上去漫不经心 冷冷酷酷的 真正重要的 却从来没有忽略过 追云 莫竹微微捶着脑袋 漂亮的眼睛 瞄着傲风 低声说 那个 追云 我能不能也当你的骑士 莫竹说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似被一种神奇的力量 赋予了勇气 俊脸泛红 却仍旧是强自抬着头 清澈目光落在傲风脸上 出奇坚定 本集结束了 拜 众人一愣 各自惊奇 这莫竹三殿下 可是皇子殿下呀 他疯了不成 好好的皇子不做 为了一个火龙果 就跑去当别人的骑士 喂 小子 你可别太冲动啊 你以为这个小变态的骑士 很好当的呀 雷玉峰 生怕别人抢了他的地位 急忙说道 和这个小变态在一起 迟早会被他打死的 兄弟我不容易啊 我不怕 莫竹继续扬着俊脸 乐乐说道 我 我也想当你的骑士 有什么困难我都不怕 追云 你就让我当你的骑士好不好 一边懒洋洋的云青红 一直看着远方 仿佛在思索什么 此时也眯着眼来凑热闹 也算我一个吧 做追云的骑士 那可是无比光荣呢 好什么 不好 我们是朋友 骑士的事不要再提了 傲风冷冰冰的声音驳斥道 这些男人都怎么了 一个一个要当什么骑士 都想孤独终老不成 几个男人没有再开口 落在他身上的坚定目光 分毫没有发生变化 雷玉峰洒脱的笑 云青红慵懒得翘起唇角 莫竹手捧火龙果 轻轻抚摸 那个心思更加坚定 尽管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 但是我会变强的 尽一切努力变强大 直到可以站在你身边 少年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着 收起那枚赤红色的果实 前方的宿舍楼近在眼前 到了到了 莫灵和于凡两个 兴奋地指着那边教导 校园生活啊 奥峰默得觉得身体一阵轻松 这样的感觉 真是很久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有这么多朋友在身边 又身在兰修老师的庇护之下 他不需担心什么 可以尽情享受一段快乐时光 4010 4022 几人风雷火急地冲入宿舍楼中 再说那个郁闷的中年龙骑士 此时已驾着巨龙 极快地往龙骑兵的筑地飞去 来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小山头上 疏得发现 自己的身体在一瞬之间 好似中了数十倍 一人一龙带着一个探人 惊呼一声 就那么从天空上重重摔落了下来 中年龙骑兵心中亥然 没想到竟会遇到这种情况 赶紧爬起来 下一刻就被周围的诡异的景象惊呆了 刚刚足下的荒山已然完全见不到踪迹 它身处一个诡异的紫色空间内 四处苍茫一片 看不到边际 就好像是一夜孤舟 被无情地抛弃在大海之中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龙骑是毛骨悚然 背后发凉 但他明白 肯定是遇到了高人 勉强定了定神 对周围抱拳道 啊 是 是 哪位前辈在这里布下玄机 在下是卡亚帝国的龙骑兵 不小心路过这里 如果叨扰了前辈 还望前辈见谅啊 苍茫的天际 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回响 无比诡异 隔了好一会儿 空中突然一阵波动 一个紫发紫萌 俊美妖异的男子 突然出现在一片水纹之后 唇角挂着鸡巢的笑意看着他 慵懒的声音道 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也想就这样离开 这实在是太有为 我那位主人的作风了 小子 今天你们必须死 男人的样貌 让龙骑士心中一阵发寒 如此装束 最低 也是神兽开化吧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和我们龙骑兵过不逊 你难道不怕我们龙骑兵团吗 龙骑兵 紫发男子 好似听到了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 不懈地淡淡说道 只要是龙 就没有我怕的 我让你死个明白好了 话音落下 男子的身形突然发生了变化 紫发男子 竟变成了一团妖异的紫色赤芒 炫目光泽之中几个眨眼就长大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那头地背龙和他一比 简直连蚂蚁都不辱 更别提那中年龙骑士 天呀 这这是什么呀 面色发白的中年男子 惊恐地看着眼前比坎迪亚黄金巨龙还大上数倍的巨型生物 连抬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消失了 这紫发男子 竟然不是人类 人类形态的魔兽 成年超神兽 中年龙骑士 感觉到自己的脑袋不够用了 他不明白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惹上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 广阔无边的紫色领域之中 一头奇大无比的巨型生物 从高处淡淡俯看着他 那眼神和盯着一只地上的蝼蚁没什么区别 天空幻尸级的高手 好像也可以随意碾死 这是一头龙 龙身呈深紫色 上面布满一道道复杂的黑色雷纹 黑暗系魔兽的标志 九只朔长的龙头 在身体的中部一处分开 密密麻麻 犹如利刃的紫色鳞片 闪烁出耀眼的光泽 令人望之生寒 龙身双翼 却并非巨龙那臃肿的形态 而是有些东方神龙的感觉 修长优美的身体 威压四射 圣兽地背龙在他面前 头都不敢抬上一抬 超神兽 九头子龙中央 最大的一颗头颅扬起 冷冷一笑 人类别把那渺小的超神兽 与名誉紫龙王相提并论 超神兽在你们眼中是最高存在 但在我们眼里却什么都不是 中年龙骑士张了张嘴巴 还想再说什么 迎接他的却是一道冰冷紫唇色的龙蜥 惊恐伶俐的声音 在紫色空间内回响 男人只来得及留下最后的遗言 啊 究竟为什么啊 冰冷龙溪瞬间将人分解干净 两人一龙灰飞烟灭 天地间飘过一缕淡淡的清风 再无半点人的痕迹 生命气息消失的同时 紫色领域随之散去 俊美妖异的紫发男子 落定在荒山的山头 这才淡淡的 下辈子投胎长着迹象 别从我家主人的头顶上落下来 顿了一顿 紫龙又道 还有 更别对我家主人在意的女人 指手画脚 话虽如此 不过 估摸着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也听不见了 紫龙怂怂肩膀 身形一荡消失在空气之中 帝国幻师学院的清晨相当美好 明媚的阳光 为这座古老的学院 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 充满朝气的学员 如同出生的太阳 来往不绝的人们 各自笑谈交流 刚入校的新生们 才在宿舍中过了一晚 特别兴奋 许多人 甚至昨天一晚上 都没有睡好觉 顶着两个巨大的黑色眼圈 来到食堂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树木环绕的古道尽头 一座极为华美的建筑 总立在那儿 许多新生 一边称赞着学院的环境夷人 一边走过去 目光 却在瞧见前方那几个 年轻男子时顿住 一袭精致黑袍 脸带洁白面具的少年 走在一群人的最前方 刚从食堂里面出来 身后环绕着大批 满面崇拜 羡慕的学员 他 却视而不见 正和旁边 一个戴着木制面具 身穿黑色 精美轻海的男子 随意地说着什么 学员们立刻兴奋了 热切地讨论着 是追云大人 哪个追云啊 那个兰修老师的弟子 号称大陆最年轻的 林幻师 还是一名 训手宗师的那个 还能有几个呀 不就是他咯 真羡慕 连半毒都这么强大 你看 那就是那个 天空幻师的半毒了 看他半张脸的轮廓 还很年轻 随随便便 干掉一名龙骑兵 真他妈够爷们 学校就是这么个地方 许多事情 一传十 十传百 经过一个晚上 昨日学校门口的事情 犹如一阵飓风 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傲锋 俨然已经成了 校园名人 没办法 那几个身份 无论是哪一个拿出去 都能造成轰动 此时 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巨大的光环 几乎可以将人神化 指指点点和众多的议论声 犹如苍蝇般 嗡嗡地不绝于耳 傲风 微微挑起 俊挺的眉 冷冷一瞥 不至于吧 这才是入校的第一天呢 居然就造成了 这么大的轰动 我的名声 在老学院之中 都传开了 不能怪消息 传播得迅速 每年帝国学院的招声 都很盛大 几万人的注视下 闹得那么厉害 谁也堵不住流言 更何况 最后还冒出了个 平常难得一见的 兰修校长 翠云哥哥好棒啊 大家都在看你呢 莫玲在一边笑道 于凡等人 也是一副 予有荣烟的得意模样 可惜 苏剑前往了剑士学院学习 没有赶上 见一见傲风 傲风瞪瞪眼 冷冷说道 耍猴吗 有什么好看的 生性冷傲的他 极不喜欢这种喧嚣场面 恶不邪视 完全不理会 众人的目光 但是 这种举动 在人们眼中 已经修饰 却引起女人们 更加疯狂地崇拜 哇 天哪 太酷了吧 你们去学园区上课吧 我们就先在学院里面 随意逛逛 那边啊 只允许学生前往 我们就不跟着了 站在莫主几人背后的 罗斯剑圣 笑着说道 帝国学院 等于是一个小城 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做生意的人 而且占地极广 风景优美 休闲的时候 观光一下也很不错 我去商业区转转 有好吃的 买了等你回来 雷玉峰也拍拍奥峰的肩膀道 反正也就是白天 晚上的时候 奥峰还是会回宿舍 别忘了给我也带一份 我们是室友吗 云青红在一边微眯着眼 狡黠一笑 宿舍的分配 是两个学员一间 带上半读就是四人 也不知 他运气是不是特别好 竟然和奥峰两人 分在了一间宿舍里 雷玉峰和他 早就成为了朋友 应声笑道 哼 少不了你的 众人各自分头离去 学院按照天赋来分配班级 分为天地人三个学区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奥峰和云青红在天级 莫竹和于凡在地级 而莫灵却惨兮兮的在人级 毕竟小姑娘 还没有突破大幻师 在这等天才云集的地方 只排在中下 学校奉行的 是路斯卡世界始终不变的第一准则 实力至上 公主的身份虽是高贵 也不能让校方通融 顺着宽敞的道路走去 周围的人渐渐稀少 到了后来 道路上甚至显得有些冷清 过往熙熙落落的人们 看着奥峰和云青红的眸光奇特 却再没有了那种夸张的指指点点 在他们眼中 奥峰身上的光环 虽然很多 也不至于让他们追捧 大陆最年轻的灵患师 又怎样 能够上得了天极学区的 都是整个大陆内天才中的天才 每一个人 都在灵患师等级以上 几个月前 他在日不落成 才刚达到灵患师等级 光是以实力来说 在天极学园区 这只是垫底的存在 天赋和年龄 的确无人能与他相比 可是真正战斗起来 谁管你的潜力值有多少啊 看的还不是真正能够发挥的实力 来往的老生居多 心生大概只有十人左右 这十个人走在奥峰两人身后 始终盯着他们的背影 一双双眼睛里 精芒闪烁 那些光泽可不是善意 奥峰二人 远远就能感觉到锋芒在背 奥峰余光一瞥 冷眉一条 被盯上了 这很正常啊 你要知道 帝国学院只招收 二十五岁以内的学生 二十五岁以内成为灵患师 即使在文明天下的 四大患师家族里面 也是非常稀少的 他们原先都是在光环中长大的天才人物 这个时候 光环却从他们身上剥离了 落到了你头上 这种滋味 无疑非常不好 云青红在一旁笑着 低哑的声音 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此行 如果不是奥峰速来意志坚定 听他说话 随时会迷失在那磨寐的声音中 再加上 昨天和我们争道的时候 这些人 被我们甩在了后面 恐怕是有些 不服输吧 即使身为兰修校长的弟子 他也终究只是灵患师 如果不是奥峰 还是一名训兽宗师 这个身份 号召力和影响力 非常吓唬人 早就有人想向他挑战了 顶级的年轻天才 性格通常孤傲 一个个都不服输 很少对谁买账 这些人都存着这样的心思 九剑换宗 帝国第一强者的弟子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比我强多少 哼 年轻气盛 奥峰淡淡撇了撇嘴 云青红好笑地看他一眼道 你有资格说别人 你忘了昨天是谁 大大咧咧地指指一名龙骑士 说一条懒鹿狗了 奥峰也不由地笑着摇摇头 的确 最年轻气盛的怕是自己呢 即使明知会招惹麻烦 又怎样 我本嚣张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第181集 不只是他们 帝国学院的战堂 你听说过吗 云青红望着前方不远的 巨型欧式建筑 又缓缓道 战堂有五十人左右 清一色的天空幻师级的高手 就像是卡亚帝国的龙骑兵和秦氏家族的执法队一样 这才是学院内真正的天才集中营 他们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兰修校长的指点 突然听说一个矛头小子成为了校长的学生 你说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麻烦还真不小 奥峰眼皮子跳了跳 还能有什么反应 当然是心里憋着一口气 极为不爽 是要将他秦奥峰打趴了再说 只要证明强过秦奥峰 就是明智告诉他们的兰修校长 我们可不比你的学生差 你要收也该收我们 还没打照面呢 就被一大群人虎视眈眈地惦记着 奥峰忒郁闷了 不用担心 我会陪着你的 那低哑的声音 在一瞬间异常柔和 锤下的手突然被一个温热的手掌握住 奥峰惊讶的一抬眼 瞧见云青红安慰的眼神 我保证 即使他们五十个人一起上 也剩不了我们 慵懒的男人突然认真起来 那挂着唇角的奇异笑容 和令人极有安全感的庞大自信 仿佛能将人的灵魂也一并带走 奥峰的心脏毫无征兆地漏跳一排 产生了瞬间的失神 不得不承认 这个时候 散发着一股成熟魅力的男子 对任何一个少女 都有极为强大的杀伤力 这种感觉让奥峰极不习惯 似乎某些东西会脱离自己的掌握似的 不着痕迹地抽回手 淡淡恩了一声 云青红毫不介意 轻柔地笑了笑 恢复了那散漫不羁的模样 慵懒深邃的目光里 一丝丝的宠溺荡漾其中 再次与他并肩而行 穿过外围修饰精致的青石走道 进入一个小小的边门 眼前默得一宽 一座宏伟宽广 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长方形训练场 出现在视野内 刚刚走入其中 奥峰便觉得 眸中一片光芒闪烁 忍不住压抑地微微张开嘴巴 惊叹地深吸一口气 后方那十余人 接二连三地走了进来 一个个也纷纷呆住 连对奥峰的敌意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整个场地 竟然是由透明的欧比斯蓝钻铺成 下方一股股流动的 精润蓝色液体 散发着令人 倍感亲切的能量 广场四周 四根巨大的蓝色欧比斯精柱 直通天际 远远的就能够看见 圆柱的晴天之影 里面也是满满的蓝色液体 将广场包裹住 似乎形成了一个结界 使能量不会溢散出去 广场正中的地面 深深凹陷的纹路 画出一个美丽的庞大图案 仔细一看 却是幻师在发动召唤时 会产生的契约符文 不过 这个符文由七个齐长的尖锋组成 代表的却是幻宗再往上的一个阶位 六阶幻师 此七节新闻 是第七尖锋内 有三把银色小剑 奥峰隐隐觉得 这可能是代表 帝国学院中 曾经出现过的 最高强者的阶位 不禁暗自感叹 在这个场地中修炼 无疑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难怪帝国学院 走出天空幻师的数量 可以和有着特殊功法 进阶的四大家族相比呢 天极学区 简直就是幻师修炼的圣地 好大的手笔啊 竟用液态的西伯华尔斯 铺下整个光场 云青红 虽然戴着木质面具 看不清楚表情 眼中也露出了 微微的亚异之色 能让他动容的事情 实在太少 可想而知 这个场地 是多么令人震撼 华尔斯 奥峰眉峰微动 好奇地看向他 云青红打量着四周 棱角分明的唇 微微扬起 解释道 华尔斯呢 是欧比斯金钻中 最精华的部分 形成的一种精髓 液态物质 他对辅助修炼 有着极为可怕的效果 浓度高的华尔斯 只要吞服一小滴 消化下去 就能使一般的幻师 大幻师 实力提升好几个剑技 没有副作用的 比天地灵果还要有效 服用多少都行 也因此 华尔斯 珍贵无比 还有这种好东西啊 奥峰眨眨眼睛 心动到 那如果 是用这种东西 堆砌起来的一个高手 岂不是连修炼都不用了 世界上本身就没有 绝对的公平的事情 靠着华尔斯和各种 邻国堆砌起来的高手 的确是存在的 他们生在顶层家庭之中 根本不需要这么修炼 但是这种人 也极其稀少 一滴纯火尔斯液体 价值就是 十亿欧比斯 你说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人用得起啊 云青红 耸耸肩膀 爆出了一个 骇人的数字 把奥峰吓了一大跳 在这个世界 货币这种东西 只有储备足够的价值 才会被人们认可 路斯卡 是以实力至上 所以 作为货币的欧比斯 有着一些 轻微的辅助修炼的效果 但并不明显 华尔斯就不同了 浓度增大之后 效果极为明显 但也极其珍贵 小小的一滴 居然就要十亿欧比斯 天空幻尸级的高手 也很难购买得起一滴 用这个东西 堆积起高手 显然不怎么现实 能够服用一滴 就是极大的幸运 奥峰看着四周 震撼道 哇 那这个广场 究竟投入了多少钱 也不怕被人偷盗 别说是帝国学院内 高手众多 没人能偷走 偷走了 也不能吞服 西伯的华尔兹 有剧毒 除非像这样 用欧比斯包裹 凑成一个巨大场地 形成气场 否则 一点用也没有 云青红笑着 又看了那蓝色惊珠一眼 这每个里面 起码有百地 华尔兹以上 下方的场地 至少由上千滴 稀释而成 帝国学院 的确好大气派 惊讶过后 傲锋点点头 便和云青红一并 踏入场中 跨过那道深深的界限 傲锋精神一震 头脑就像瞬间 被清水洗涤过似的 莫名爽冷 周身的污吏流动 竟是加快了不少 暗暗欣喜自己的明智 这个场地 即使对天空幻师级 以上的高手 也有很好的作用 比起四大家族 突破天阶的 口诀心法 更妙 天极学园区 其实只有千余人 此时 全部集中在这里 迎接新生 奥峰一路看过去 大多数人 样貌都在二三十岁 还有少数一些 头上已略见斑白 四十有余了 学院中的年龄 跨度极大 奥峰等刚刚入校的新人 无疑是最年轻的一辈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随着他们的走近 四下或坐或站 正在修炼的人们 统统睁开了光芒闪烁的眼 交头接耳 一片窃窃私语 就是那个新人 揽袖校长的弟子 大陆最年轻的林怀山 太年轻了吧 没看出来他有哪里强嘛 据说战堂那些人 昨天听到消息后 非常火大呢 迎接新生的时候 恐怕这个小家伙 要吃点苦头了 这纤细的身材 惊得起叶煞那家伙一脚嘛 奥峰耳目灵敏 能清晰地听见 这些人的话语 果不其然 这里的人 没几个对他买仗的 幸灾乐祸地 想要看他出丑 叶煞 就是那个唐战中 最强大的人 奥峰摸着下巴心中想着 思绪转过 心中却呼得一凸 阴沉的煞气 疏得席卷整个场地 让人们不由自主 便皱起了眉头 奥峰兄中 被这阴冷气势 狠狠一睹 急忙收敛心神 眸光轻颤 神色凝重了不少 光凭这股凶狠的煞气 此人绝非等闲 顺着众人的目光 一起看去 广场的另一侧门内 出现另外一支 精神饱满的队伍 人还未到 莫大的压力 已挤开人群 一个面容冷峻 充满危险气息的 高个子青年 带领着一群人 从里面的厅堂内 走了出来 青年身材挺拔 腰背宽阔 异常健壮 脸上有一条 力气刺伤的 深深疤痕 从一边眼下的 脸颊部位 划过鼻梁 一直延伸到 另外一边脸上 原本极其好看的 英俊脸孔 被这条刀疤破坏 不过 有了这条伤痕 使得他 整个人非常野性 长发 随意在腰部一扎 创造出了 另一种 属于男人的美感 和他一比 雷玉峰 就算得上 小白脸 不少轻呼声 从人群中响起 每个人的眼光 都带着敬畏 人群中间 分出的道路 直通 傲峰这边 那五十余人的目光 齐齐落定在 傲峰身上 带着些戏谑之色 好像是玩弄 老鼠的猫咪 吸引着 傲峰注意力的 却只有那最前方的 七个人 五男两女 除了夜煞 看起来只有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其他人都应该 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夜煞居中 其他六人 分布在左右两边 各自面色泰然 后方的人 停止下来之后 他们依旧在前进 灵力的压力 已冲着傲峰等心声 扑面而来 下马威 没有任何的言语 便迫不及待地 开始向他们施加压力 野蛮而粗暴 学校的导师 还没有前来 即使前来 他们也不会阻止 这个威慑 刚入学的青年 通常心高气傲 只有战堂的高手 才能打磨掉 他们不可一世的 骄傲之心 安心修炼 历年来皆是如此 这七位成员 就是战堂内最强悍的七位高手 云青红 精芒闪烁的眼睛 盯在夜煞身上 唇角的笑意 甚是深刻 七剑天空幻尸 这小子还不错 还不错 旁边听到他低语的奥风 瞪指眼睛 有种被打击到的感觉 七剑天空幻尸 是真正最顶级的存在了 他居然紧紧说 还不错 奥风知道 云青红很神秘 也很彪悍 但听他对七剑天空幻尸 都是如此评价 还是忍不住一阵好奇 这家伙究竟是个什么实力啊 他是如何判断出 夜煞的幻尸等级的 小心 来了 云青红轻轻提醒奥风道 与此同时 对面那犹如一堵气强的压力 已到眼前 声势异常浩大 那压力几乎形成了刚风 直接将奥风的黑袍和长发 吹得纷飞而起 露出袍子下的一身浸装 连续几声门哼 在奥风二人身后的几个心声 以接二连三地向后退了数步 脸色微微发白 眸中充满惊骇 这一刻 这些学员才明白 帝国学院的高手是多么的强悍 不再是一脸高傲 静静退到一边 嗯 叶煞浓郁的眉毛一挑 和众人一起看着场中正中心的二人 口中忍不住发生了轻微的嘀呼 惊讶之色浮上眼眸 不只是他 周围顶着压力看戏的老学员们 也渐渐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 那两个人 居然连一步都没有退 纷乱的静风吹拂身体 但奥立风中的奥风和云青红 一点也没有让步 这种程度的压力 想要逼退他们 可就是痴人说梦了 别客气 也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云青红懒洋洋地抬起手 微眯的眼中一缕力芒闪过 指尖浅蓝色光泽 莫得一闪而出 冷傲地笑了笑 奥风漆黑的眼里 好胜之意全部掩饰 同样不甘示弱地抬起手 屈指挥弹 星蓝光芒闪烁 在众人的凝视下 和云青红联手 在身前撑起一道幽蓝气墙 不但将夜煞等人的尽力 悉数挡住 还破开了那雄厚的气浪 呈反扑之势 向着战堂五十余位高手 狂飙了过去 什么挑战 吃鹿鹿的挑战 风向逆转 原本众人被吹拂起的头发 突然反过来一挡 有些人的脸孔被黑发挡住 但是那发丝之间的一双双眼睛 却立刻瞪得滚圆 蓝色的光辉异常耀眼 炫目的色彩印入眸中 使得其中的细血之色 全全退去 留下的是无与伦比的震惊 首当其冲的夜煞七人 感受最深 也最为震撼 他们以为心声 不过是小菜一叠 适当施压 就可以让他们退步 所以并没有动真格的 本意只是威慑 打伤了谁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不是傲锋在这一群人之间 让他们心中有戏 他们根本不会放出这么强大的压力 只是恐怕任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强大的压力下 那两个新人小子 不但一步没有后退 居然还怪物似的 放出了天洁高手的浅蓝色浸气 众人差点没被这诡异的景象 吓得当场疯掉 有人率先 声音颤抖的指着那蓝色光韵 口齿不清道 乌乌义 紧接着 惊爆的呼声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天空幻尸 这两个小家伙 竟然是天空幻尸 哇 有没有搞错 前几个月才刚到灵幻尸 现在就成天空幻尸了 某名年纪颇大的老生 瞪眼教导 最终无比悲愤地又骂了一句 哇 靠啊 他还有没有人性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帝国学院的历史悠久 入校便是天空幻尸的人物 并非没有 但别忘了 奥峰的真正年龄 令人震撼的 不仅他是一名天空幻尸 更因为那可怕的成长速度 十五岁的灵幻尸 就足以让很多人觉得恐怖 到现在为止才过半年 这么短的时间内 奥峰居然丧尽天良地 蹦成了一名天空幻尸 这不是变态 是什么 那个称号 显然已经成了过去世 今后他身上的 将是另外一个 更加巨大耀眼的光环 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尸 拦住他们 快 叶煞 迅速地反应过来 常年在生死边缘 徘徊的敏锐 使得他擅长应付突发状况 奇长臂膀向前挥出 加重了自己的污力输出 其他六人 相比他 只慢了一拍 惊愣之后 也纷纷加重了力道 显蓝色的污力 喷涌而来 两股刚猛的浅蓝能量 好像两波海浪 在空气中狠狠一个碰撞 迅速湮灭 发出一圈水波式的鱼波 周围看戏的学员们 只觉得身体如被巨石压过 不得不运气 幻之力抵挡 中心的一团狂风 形成一个可怕的气旋 害人至极 看戏的人们 差点吓死 若是被卷入其中 仅凭灵幻师的力量 不死也得去半条命 轰闹的人群 拼命地向后哗然退开 奈何场中几人力量胶着 谁也不肯先让步 一方代表的是老生的颜面 如果让奥峰两人打败 战堂高手还有什么微信可言 而另一方 奥峰和云青红年轻气盛 从不退让 当然也不会罢手 一时间竟是骑虎难下 这两个人怎么会这么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夜煞死死盯住对面的二人 愈发震惊 要知道 时间过得越久 理应对那两个人越不利 可是这么久了 他们却一点后继无力的样子 都没表现出来 仍然能看看与他们七人抗衡 他身侧另一名女性幻师 也忍不住道 这太夸张了吧 仅仅是天空幻师还好说 可是 能够和他们七名战堂 最强悍的高手旗鼓相当 以二敌七 其中 夜煞还是七剑天空幻师级的高手 这是什么概念 战堂的七人脸色凝重 傲风却是无比轻松 由于这个场地内灵气浑厚 丹田内的幻神能源运转 加速了几倍 不断将外界的力量吸扯进来 源源不断生生不绝 厚力十足 消耗的力量很快就会被补充 经脉也在这一进一出的能量冲击下 扩张许多 令她异常惊喜 当然 光凭她一个人 必定是无法面对七名高手权力施压 旁边的云青红长身着力 黑眸清眯 唇角微仙 好像根本没有用多少力气 浑厚可怕的力量 却从她身上不断涌出 大部分的压力 都被她漫不经心地泄去 傲峰望着她的眸光 一阵闪动 她不知道她有多强 但光从这一次的交锋 和她对夜煞的评价来看 她就可以肯定 云青红比夜煞更厉害 即是说 七见天空幻尸以上 中央的气旋 已经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一道冲天的龙卷 在学员们大惊失色地注视下 缓缓成形 妈的 太狂野了吧 这让人下去可不行啊 要出人命了 众人惶恐叫道 他们已经全部都退到了场地边缘 可那疾风的鱼波 依旧催枯拉朽般地刮了过来 不少人 一不小心 脸上被划出了几道深深的口子 冲天能量 几乎惊动了整个天际学区的所有老师 暴风中心的两方 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力量的交锋皆是一致 转而 维持自己不被暴风伤害 在能量到达一个顶点的关头 四周围的欧比斯通天惊注 突然亮了起来 一面上 那硕大的七阶新闻 随之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一散出的力量全部吸收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可怕的冲天龙卷便消失了 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还好天际学区布下了新闻图 否则那道能量 会将附近的学区变成一片废墟啊 几名远处观战的战堂高手 心有余悸地抚了一下胸口 狂风过后 学员们才纷纷睁开眼睛 看向中心的两拨人马 硕大的广场中心 只剩下傲锋与云青红 还有叶煞所带领的七人队伍 两方各聚一方 仍然是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有后退半步 这便说明了一个极为恐怖的事实 此次交锋中 那两个丧尽天良的家伙 居然和战堂的七位高手 打成了平手 二对七 还是两名新生 对上七个战堂的顶级高手 难怪兰修校长会收他为弟子 真恐怖啊 原本跟随在奥峰和云青红身后 跃跃欲试的那些心声 瞠目结舌地瞧着这两个人 不比骇然 老天 他们刚刚居然想和这两个变态一较高下 想一想都是一阵后怕 幸亏他们没有 要不然可以遇见 下场会相当凄惨 你们的确很强 叶煞喘了口气 一身的煞气稍稍收敛 冷盯住奥峰说道 不过 我不认为我输给了你 如果没有他 我和你单独交手 你连一分钟也顶不住 身为七剑天空幻尸 叶煞的眼力非同一般 从奥峰与他们交手就可以感觉出 奥峰的实力只是辅助 真正和他们交锋的 却是那个 看上去很无害的慵懒男人 这次交手之后 他们几人都有些气血虚浮 可是这个男人 却大气都没有喘一口 叶煞明白 自己绝对不如这名男子 这一点他心服口服 云青红 和吃力的表现 但这次 他却仅仅是站在奥峰身边 随意笑了笑 什么话也没说 他了解他的性格 这个时候 他是不会强出头的 我是不是连一分钟也顶不住 你得试试才知道 奥峰竖紧黑袍的衣领 冷冷淡淡地说道 实战并非幻力比拼 或许你的幻尸等级 比我高上许多 但未必就胜得了我 你想说 幻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 叶煞 也冷淡地一翻眼睛 默然地说道 我知道你或许会有强大的神兽 不过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强大的幻兽 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拥有 你的确很厉害 骄傲可以 但是 别太过自负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叶煞的族下 顶尖的天才 如此配备云中城的普通云中战队 未必能及 云青红毛中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看了奥峰一眼 可以的话 他不想伤及他的自尊和高傲 但如果真的有危险 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叶煞淡淡叮住奥峰 无始吹嘘 毕竟不论幻师实力还是幻兽 他都非常强大 身为帝国学院的第一天才 比起秦奥天 也就只是差了几年的年龄差距 本以为奥峰应该知道退步了 谁想到 换来的却是他不屑的一声冷笑 九星神兽 很了不起啊 奥峰向前走出几步 目中露出甚是阴险的笑意 不过 还有一点你忽略了 我曾经听一位倒霉的兄弟说过 瘦多是可以欺负瘦少的 随着他的话音的落下 奥峰脚下也浮起了一个硕大的五天行文 然后 整个天空上光芒闪耀 一片片的荧光 几乎把人的眼睛都给刺伤了 一只只幻兽的巨影 接二连三的在众人头顶出现 每出现一只幻兽 人们的心就颤抖两下 越看越离奇 越看越心惊 待到最后 大片大片的人都出现了呆滞状态 反常的没有一声惊叫发出 也证明那种震撼已经升到了最高境界 此时无声 圣有声 天空上方的幻兽 足有整整六只 居然没有任何一只在圣兽等级以下 四翼银狼獠牙 奔雷猎豹奔雷 受奥风进阶以后的影响 进入成熟气的三尾魅狐魅君 剑齿虎王四剑 梦魇战马梦魇 还有那最为庞大的赤金色巨有 赤金笔蒙亚瑟斯 在奥风身后 一字排开 恐怖的个头宛如一座座的小山 连成一片遮住了阳光 全部的幻兽都是高阶魔兽 而且以赤金笔蒙亚瑟斯为首 梦魇和四剑周身 各自散发着一圈光韵 赤金色 棕色 和暗红色的领域 足以证明 这三头魔兽的等级 神兽 你 云青红眼睛一眨 慵懒的笑容 僵了那么一瞬 无奈地摇头笑了笑 他实在没有想到 日不落成之后的短短几个月 奥风竟又收了这么多高星魔兽 还有一头九星神兽中的翘楚 赤金笔蒙 难怪秦奥风这么张扬的 就以追云的身份跑了出来 加上那个在日不落要塞战里出现的疑似神阶的魔兽 幻宗以内 极少有人能赢得了他 即使面对幻宗 打不过就跑 也很容易 在召唤出自己的幻兽之后 奥风便身形暴退 足下轻点 深入天空 飞到这群幻兽中央 在三大神兽结结实实的包围之中 夜煞这个七剑天空幻师 也不能轻易攻击到他 遥望着天上 将那黑袍少年 包裹得犹如铁筒般的 树枝圣兽神兽 战堂中人率先接二连三地清醒 一名在夜煞身后的男子 嘴角抽搐地骂道 妈的 要不要这么变态啊 就算是精神力恐怖的训兽师 也不至于把高阶幻兽当大白菜吧 一召唤就一大堆 众人皆是一副深有同感的模样 瞪着那小山群似的六只高阶魔兽无语 一般人没有云青红那样的身份 没法详细了解日不落工程站的一切 知道的仅仅是只有追云这么个人 并不知晓他的幻兽 训兽师的精神力超出常人 每一名训兽师在同阶位的时候 比普通人能够多契约一两头幻兽 是正常的 但天空幻师级别 契约六只幻兽 精神力在训兽师里 都能称作变态 九星神兽笔蒙 六星黑暗系神兽 还有个普通神兽 叶煞 本就可以称之僵尸脸的面孔 更加僵尸了 他本性极为好战 完全就是个 以战斗为生存乐趣的疯子 这样一个疯子 居然首次对战斗产生了恐惧 三头神兽中 赤金笔蒙和天青海沙相当 即便奥锋比他低几个剑级 但他却多了两头神兽和一帮子圣兽 面对神兽的攻击 没有幻兽凯护身 被招呼到一下就吃不消 但他若使用凯化 面对的就是三头神兽 一两次进攻 或许无法破他的防御 但时间一久 污吏不足 耗也能耗死他 他就这一头幻兽 翻来覆去两种选择 不像奥锋 随便用一头神兽开化 就能抵挡住他的攻击 想怎么玩都行 这还打个屁呀 凶狠如叶煞 他险些生出了撞墙的冲动 小变态 你终于舍得把老子叫出来了 老子都快憋死了 赤金笔蒙雅瑟斯 刚刚出现 就对着奥锋一阵哇哇大叫 抗议道 你把高贵的笔蒙 扔在那个小货地方 这几个月里 我只能逗逗那几个小家伙 连个像样的对手都没有 还没有和坎迪亚打家好玩呢 打死我也不要再去你那个空间了 孟严也郁闷地叫道 主人 这个没人性的就知道虐待我们 您赶紧给他找个对手吧 靠 老子本来就不是人 要人性干什么 亚瑟斯反驳道 再说了 咱们主人 可比我禽兽得多呀 亚瑟斯始终不曾忘记 当初的傲锋 是如何禽兽不如地 把他搞成那个惨兮兮的模样的 傲锋酷酷地翻翻眼睛 瞪了赤金笔蒙一眼 这个张扬的家伙 都成了我的幻兽了 还是一点也未收敛 依旧这么招摇夸张 连主人都敢取笑 不过傲锋也知道 这些日子 的确让他们闷坏了 无尽生命之界的空间 对他们来说实在很小 这次召唤他们出来 使用追云这个身份的短期内 他不再打算将他们收回去 好了 亚瑟斯 你不是吵着没对手吗 你看那边是什么 傲锋举手一指夜煞的方向 夜煞身后 天青鲨鱼正如临大敌地盯着这方 牢牢锁在赤金笔蒙的身上 海洋类的霸主 天青海沙 亚瑟斯 兴奋地眼冒红光 战意高涨 哇靠 这可是和高贵的比萌 以及坎迪亚那头臭龙 一个等级的纯血图没收 好对手 先接老子一签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185集 赤金笔蒙的咆哮声 震耳欲冷 高大的人形巨影 在空中弹起一个弧度 冲着天青海沙 灵力冲去 后者乃海洋类霸主 也有着高人一等的自尊 怒声道 该死的笔蒙 别以为我就怕了你 滑溜的身子一晃 坚实而极富弹性的鱼皮 硬生生 挨了亚瑟斯一拳头 肌肉一缩一滑 竟泄去了大部分的尽力 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而海沙灵活的身躯 已经冲着亚瑟斯脖子上的要害 飙射而来 尖利森寒的牙齿 对着他咬去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洋类霸主的尖牙 比巨龙的脚还可怕 亚瑟斯急忙挥出一道 刚猛拳风 一踏脚下地面 往回退了数步 天青海沙 到底对攻击力惊人的笔蒙 有所忌惮 也忙不爹地闪开那道拳风 一次交风以后 两方再度各自怒吼 两个兽影 一次次冲击起来 二风剑亚瑟斯 已经和天青海沙 交上了手 便冷冷一挥手 四剑 孟严 你们一起上 一句话说完 他自己则是和几只高星圣兽 往后退了数步 一直退到了战斗圈子之外 在獠牙奔雷和魅军 三只圣兽的保护下 大咧咧地观看着战斗的发展 悠闲至极 如此举动 直叫下方战堂的学员们 瞧得目瞪口呆 还能这样呢 这也太无耻了 前脚叶煞说 他不能在他的手上 撑一分钟 如今 他就相当响亮地 还击了回去 或许奥风 真的不能在 七剑天空幻尸手上 撑太久 可那 也要他能打得到他才行 奥风不需要亲自和他动手 实力比他强 又有什么意义 简直是欺负人 叶煞 正面迎上两只神兽 无比郁闷悲愤地骂了一句 天青海沙被雅瑟斯拖住 他只好以肉身 来对付两头神兽的尖牙利爪 叶煞明白 要打败奥风的唯一方法 就是从他本人下手 所谓秦贼先秦王 奥风自身实力不强 他觉得 只要拿住了奥风 他的幻兽 也就不敢妄动了 可是 这奥风实在是太谨慎 只要叶煞 稍微离得近了一丁点 奥风就飞快地 往旁边 再退出去老远 比泥鳅还滑溜 两只神兽可怕的攻击 在没有幻兽 凯护身的情况下 叶煞 又不得不分心对抗 哪里还追得到奥风 叶煞 屡次想要靠近奥风 都是无功而返 郁闷得挤欲吐血 两人一个追 一个跑 旁边还跟着两个巨大的神兽 对着后面那个穷追猛打 这景象不是一般的怪异 在帝恩家 在帝恩家依次追捕奥风无果后 眼看乌吏 一点一点消耗下去 叶煞脸上的表情 也越发沉重 深深吸一口气 拾破天惊的大吼道 住手 不打了 这哪里是在打架 简直是受罪 宛如惊雷般的响声 把下方看戏的众人吓了一跳 奥风命令幻兽们的动作 稍稍一顿 停了下来 召回亚瑟斯等三头神兽 冷盯着他 薄唇威泯 并没有率先开口奚落 打败了叶煞 奥风却不认为 有什么好得意的 这些老生如果不惹他 他不会没事找事 冲着他来 他便绝不退让 即使动了手 目的也从不是让自己洋洋得意 我服你 再打下去 输的人是我 有些郁闷的狠狠点头说道 叶煞心里已经很清楚结果 虽然他对奥风 用这种极度无耻的方法 托死他有些不爽 但正如奥风所说 实战 管你用什么方法呢 个人实力不等于一切 他今天算领教到了 不是很响亮的雨声 在如今空旷无声 千人注视的天空上方 仍旧突出 这么一幕 真将那些平日里 被称为天才的战堂高手们 无法接受 嘴巴张了张 什么声音也发不出 这战堂实战能力第一的夜莎 居然输了 他输给了一个今年刚入校的新生 十五六岁的小子 这 四下里一片沉寂 直到一个甚是苍老的声音 打破沉寂 闹够了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争强好胜 好了 都下来吧 战堂的人集合 学飞老师 新人就由你带领和老圣认识一下 那两个天空幻尸的小子 你们也过来 奥峰眸光一动 向声援的方向看去 不知何时 那儿已经占了一排八九个周身 散发着难掩压力的高手 天极学区的导师也悉数到齐 这些人 多数是中年和老者的模样 年纪普遍较大 天极学区的导师 均为七件以上的天空幻尸 堪比秦家内院 其中还有三名幻宗的存在 由于他们的存在 即使不算卡亚第一强者兰修 帝国学院 还是能与王庭和秦家 成三足鼎立之势 再加上兰修的影响力 真要排一排卡罗尔帝都中 三大势力 帝国学院的实力 当仁不让地 列在第一位 九名导师 平日里各自闭关 能见到一个都很稀罕 极少会一起到场 今天纯粹 是被奥峰几人交手搞出的巨大动静 逼出来的 那个龙卷风升起的时候 他们便一个个来到了附近 奥峰和叶煞 紧接着就针锋相对地开始了决斗 才没有立刻现身 决斗这种事情 在天际学区太常见了 只要不闹出人命 学院对竞争从不阻止 安逸的环境里出不了强者 而且这大小两个天才的对决 叫一帮子老家伙很感兴趣 于是就藏在暗中看戏 不过没人想到 中间的变故 居然那般精彩 而最后竟是以战堂第一人的叶煞 扶手认书收场 某名留着山羊胡须的老者 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奥峰 抚摸着胡子笑道 不错不错 今年的新生很不错 南修校长收了个好弟子啊 云青红在他们赶到的时候 已经低调了下去 几位老师只看到奥峰强悍的发飙 没有特意注意他 虽然他也是天空幻尸 可是奥峰耀眼光芒下 受到的关注就小多了 奥峰有些冷淡地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这小家伙还会不好意思呢 几个导师一起笑了起来 奥峰戴着面具 他们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不过既然闷声不说话 大约是被夸奖得害羞了 甚是郁闷的叶煞 回眸看见黑袍少年 表情淡漠的模样 心中稍有触动 本集结束了 拜 第186集 他还说奥峰骄傲 现在看来 他觉得自己以前 似乎比奥峰还要骄傲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觉得奥峰 有那个资本骄傲 也没有见他张口吹嘘过一句话 想到这里 叶煞的心情便释怀了许多 对奥峰也佩服起来 此番鄙视 不再放在心上 战堂的天空幻师级学员 集合后 随着青色长袍的老者连苏 往天极学区内部的战堂而去 奥峰和云青红 并肩走在最前方 左右双肩上 停着奔雷和四剑化成的两只小猫 银狼和梦魇战马 随在身侧 魅君化成一只小狐狸 趴在獠牙背上 亚瑟斯 少有的使用了拟钛 缩小几十倍 变成一个人类的大小 由于比蒙本身就是人形生物 亚瑟斯这样看来 却有点像个彪壮大汉 不过他浑身都长着 遮掩体表的金色长矛 脸部的五官也比较奇特 通常不会有人将他当成人类 除非他突破超神级 才能化身成真正的人形 原有的偏颇观点 被强横的实力扫去 众人重新审视 被众多小动物包裹的奥峰 一个个敬重无比 无人再有轻视之心 来到一间同样由欧比斯和华尔斯铺成的宽敞屋子里 奥峰第一眼便瞧见了战堂两个大字 这间屋子比起外面的那个广场 灵气还要浓郁 液态华尔斯的浓郁应该还高上不少 天积学区呢 其实没什么理论性的课程 在天积学区 修炼便是学员的主要任务 天空幻师 方能进入战堂之中 我们这些老家伙 就偷偷懒不受课了 嘿嘿嘿嘿 那名颇为搞怪的老者 胡子一翘 黑黑笑道 可能是常年和学生打交道 这些老人家 比秦家内院的长老们 随意亲切得多 奥峰和他们对话 完全感觉不出压力 那些小格子呢 奥峰好奇地 又指着右边墙壁上的 七个细长的长廊问道 哦 那是激励学员们上进的天子担间 好处嘛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莲苏长老微笑道 没有竞争呢 就没有压力咯 在我们帝国学院也是一样的嘛 这七个房间呢 从右向左 每一间里面的灵气浓度 都要比前面再提升一个台阶 展堂呢 每月会进行挑战赛 前七人拥有进入这些房间的资格 最左方的天子一号 本是叶煞所在的地方 不过本月显然是你的咯 叶煞 你有没有意见呢 有没有意见 其实就是问 他还要不要再和傲锋比试一次 叶煞看了傲锋两人一眼 理所当然地摇摇头 我不如他们 前面两位 我让步 哦 两位 连苏长老 有些吃惊的正是云青红一眼 傲锋 傲锋因为患受众多 让叶煞退让还好说 可是 这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小子 竟也能让叶煞 心服口服 甚至是 甚至他还感觉 根本没有什么必要 莫非 他就是冲着天字一号间来的 一念即此 奥峰张口淡淡地说道 天字一号是青红的 我 不想 除了正面交锋 赶出最深的夜煞 其他人皆是一正 脸上浮起了亥然之色 云青红也微微吃惊道 事实如此 我的确不如你强 别说什么谢我 奥峰硬邦邦地 抢先一步 口气强硬地说道 云青红呆了一呆 唇角荡起更加深刻的笑意 感动浮上眯成现状的漆黑眼睛 心里暗笑 你这性格 还真是别扭地可爱 好像生怕别人发现你对谁好一样 不过若是有心人 谁会感觉不到 男子犹如寒潭的双眸 温柔至极 张了张嘴 低哑迷昧 只有一个人能够听见的声音 在奥峰耳边回响 我不谢你 我只把命交给你 现在他的时间非常紧迫 情势所逼 他必须以最快的方式寻找突破 无法推辞 但是奥峰点点滴滴的情意 他牢牢地记在心中 胸口一颤 奥峰眼睛微微瞪大 他能听出男人的话是那么那么的认真 不由得愈发迷惑 始终不解 云青红为何对他这么好 叶煞和奥峰一起让步 压下了大部分人挑战的念头 前三位天才 人们一般是以高山仰旨的态度仰视的 未曾受到任何挑战 后面的四位 在举行了小型的挑战赛以后 也确定下了排名 几把钥匙交到几人手上 下面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突破换踪 莲苏导师黑黑笑着 单独拍拍奥峰的肩膀 又有些严肃地低声对他道 小家伙 你这般展露头角是好 不过 随之而来的麻烦不少 要有心理准备啊 导师是说 各方势力的邀请吗 奥峰目光一闪 轻声道 学院本就聚集了 大量势力的各方学员 我既然毫无顾忌 这个也早有了打算 莲苏长老哈哈一笑 你这小家伙 一看就是个硬脾气的 没想到却这么心细 算我老头子 白担心你 去吧 天字房间内 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期待着你这小家伙 变态地 把蓝修吓唬死 能够交出优秀的学员 谁不开心 这些老家伙 没有像秦家内院那样 与人比拼的压力 成日便是以 逗弄小家伙们为乐 一个比一个同心重 口气也有趣得紧 奥峰忍不住耸肩失笑 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 通过一段窄窄的走道 打开绿石制的换气所 天字二号单间便被打开 这个房间上下左右四面墙壁 皆是由欧比斯住建 纯度颇高的华尔斯 在其中缓缓流动 格子非常的小 只容易一人或站或坐 怪不得需要通过角逐 来决定谁能进来了 走入其中 奥峰再次惊骇地感受到了 那能量的澎湃 比起外面 竟是以指数倍的增长 在这里 修炼的速度 按照个人的潜力 大幅度提升 巩固锻造身体更是有益 正适合等级提升 过于迅速的它 奥峰觉得 自己好像找到了 下段时间的目标 若是没什么事情 它就一直在这个房间内 修炼巩固 比任何东西都管用 亚瑟斯 你们不用跟着我 自己在外面随便走走吧 别随便惹事就成 有什么情况 我会灵魂传音给你们的 奥峰对几只幻兽说道 难得给他们放了个长假 天极学区附近 很静谧 也很漂亮 连小兵都蠢蠢欲动的 想出去溜达溜达 伟大的主人 你真是英明啊 我为了跟随了你这样的主人 而感到骄傲啊 亚瑟斯一听说能随意行动 乐得合不拢嘴 疯狂地拍了一通马屁 几只幻兽 一窝蜂地飞奔出去 奥峰关上屋门 在天字二号丹间内 闭目坐下 心意一沉陷入了内室 莫练幻神绝 但见丹田内幻神能源 轻轻一颤 愈发高速运转起来 屋子里的能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吸入体内 转化为一丝丝的浅蓝色污吏 两久 奥峰突然身形一颤 惊诧地睁开眼睛 意念所及 坐下升起银色五天新闻 他有些忐忑地看过去 心中顿时一喜 只见那第五道尖峰内 赫然已是三把银色小剑 战斗和对抗后 在天字单间 优越的环境里 静心修炼之下 水到渠成的 晋升见急 而且奥峰感觉 即使是一个月 自己也还有提升的空间 经过一日的修整 奥峰的心境 逐渐归于平和 置身与内 举目似望 四周仿佛是一片空旷 那苍茫大地上的一缕缕能量 被不急不缓地收入体内 几经炼化转为自身能量 这还是他首次在如此安逸的环境中 专心自主修炼 感觉非常好 睫毛煽动 浊气清土 奥峰睁开双眸 那漆黑的眼 好像更为黑亮 熠熠生灰 精神身体的状况 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真想不到 幻神能源的运转 在这里还要快上数十倍 到这个月月末 有很大可能会突破到四件了 太好了 奥峰欣喜地握了握双手 感觉到身体中充满力量 天字单间 对他的效果 比对普通人的效果更佳 若能在学院里待上一年 有可能他真的能突破幻宗了 想到这里 奥峰又为雷御峰感到甚是惋惜 可惜御峰二十五了 年龄超过了入学报名的年龄段 又在卡亚王庭担任官职 不然 他在这儿提升 必定也很迅速 凯歌没有任命官职 才可以来这里学习 雷御峰 那个雷霆御峰王的赐峰和身份 进入学院就说不过去了 任何地方都有一定的规矩 以雷御峰这位哥们骨子里的傲气 做半毒没什么 改名报考学院这种事情 他肯定不屑 站起身来 奥峰打算去学院中央区 建一见兰修老师 打开屋门 往云青红内方看了一眼 心中知道 他最近恐怕一步都不会出来 也就不去打扰他了 奥峰何等精明 能让云青红那般渴望的力量 想一想便知 是阶位上的晋升 他几乎可以肯定 此时他必是在冲击幻宗境界 天字房间 对幻宗以上的人们来说 便没有多大作用了 由此 奥峰才确定了 云青红的结尾 九件天空幻师啊 入校的检测表明 他似乎只有二十左右 大家都觉得我是天才 可我毕竟是依靠了 幻神能源之力 人家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 妈妈妈妈 奥峰刚迈步要走 黑袍下面 一个小家伙 拦幽幽的脑袋 却冒了出来 水汪汪的大眼睛 瞅着他摇头晃脑 小九 你出来做什么 睡醒了 抓起小家伙 放到手上 摸摸他光滑圆流的脑袋 奥峰笑着问道 小家伙平时最喜欢睡觉 可能由于 还在幼生期的关系 他需要大量的休息时间 小九用小尾巴 拱拱奥峰的手指头 奶生奶气地讨好道 妈妈 你把我留在那个房间好不好 留在那里 我一个月之后就能变成大大的模样了 大大的模样 奥峰吃了一惊 亚然道 能够进入成年 变成人形了 这天子单间 对幻兽还有好处 嗯 妈妈笨 小九眼睛一翻 一副得意的小样 尾巴晃晃 灵气能源这种东西 对谁都是有用的呀 不过 对我这样又生气的幻兽 才有明显好处 成年以后 就和你们人类 到达幻宗似的 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奥峰 也忍不住一脸黑线地翻了翻眼睛 哼 这小家伙 真是上方皆往 居然敢说我笨 不过 小九能长大 这再好不过了 推了推小九 奥峰瞪他道 我又不是你们魔兽 我怎么知道 也就是说 你一个月后 就能战斗了 嗯 对对对 小九忙不爹地点头 得意洋洋道 妈妈就不用担心 那个大决斗了 小九一个月后 进入成长期 能初步使用力量啦 一定帮妈妈 把那些坏人咬光光 啊 成长期 不是成熟期吗 嗯 妈妈又笨了 小九昂着头 甚是傲气地哼道 哼 小九可不是一般的超神兽 怎么能和一般的超神兽比呢 小九成长期 就可以化成人形 使用力量啦 我都说了 我不是你们魔兽 傲风傲恼地 谈了小家伙一下 把他放在了房间之中 那你就在这儿乖乖修炼 明天我再来看你 嗯 妈妈放心 小九会照顾好自己的 现在的小九 比起刚刚出生的时候 思绪明显清晰多了 可爱无比 又善解人意 大眼睛水汪汪的 连傲风都忍不住 被这个小家伙的灵动气煞住 又摸摸他滑溜的小脑袋 这才离开 天色已晚 夕阳夕下 彩霞映红了半个天空 傲风走出战堂 天极学区的一位导师 就迎面走了上来 脸色有些沉闷 追缘 昨天的事情似乎闹大了 就在刚才 龙骑士团的兵团长 林九阁下带了人来 嚷着要见你 一直到现在 还在兰修校长那边 你过去看一看吧 龙骑士团长 是那个 林林的哥哥吧 傲风 冷冷的耸耸眉 不错 就是他 那名导师 也皱着眉头说道 哎哟 他们这次来得气势汹汹 连大皇子殿下 和几位与林九兄弟 交好的年轻权贵 都请了出来 一定要见你一面 牵扯到皇室的继承人 校长也不好 随便就赶人离开啊 毕竟都在卡罗尔帝都中 闹得水火不容 对大家都不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哦了一声 心中奇怪 就算重伤了林林 也没有闹出人命 治愈系的幻寿师 治疗起来并不难 顶多躺个几天罢了 这些人 犯得着触弄兰修老师吗 不过他还是点点头道 我明白了 我这就过去看看 导师拍拍的肩膀又道 也不要太担心了 这儿毕竟是我们学院的底盘 没人可以在我们这儿 动我们的学生 你过去啊 只是给皇室一个面子 真要动手 兰修校长也不是吃素的 奥峰呵呵一笑 点了点头 别说兰修老师 他难道就吃素吗 大家都回来吧 有几位客人 需要我们去招待下 奥峰眼中寒芒微闪 在心中对亚瑟斯他们 发出了灵魂传音 兰修对龙骑兵找上学院 显然不是很高兴 连接待室都没有打开 直接让他们 在中央区前方的 花园广场上歇着 自己则是坐在 花园的藤椅上 端着一杯美酒 散漫地观赏天边的夕阳 两排面容肃穆的骑士 站在花园前方 他们都是 大皇子殿下的直属骑士 只效忠大皇子一人 清一色三阶职业者 最前方的两名 则是四阶的护国王庭武士 剑圣 就像罗斯始终跟随莫主一样 他们也始终跟随 大皇子莫棱 王下七剑圣 大皇子分配到两人 二皇子三皇子 各自一人 莫棱由于没有继承权 并没有调度权力 其余三人 常年跟随在皇帝陛下身侧 再加上面色深沉的 龙骑士团长林九 财政大臣的独子薛林 卡罗尔城防军 年轻的大统领燕归 声名仅在闪雷王之下的明帅 红月的千金 红青 还有几个帝都大家族的子女 以及他们所招揽的守护武士 天阶高手诸多 阵容伪实不小 即便如此 也没有任何人敢对兰修的怠慢 有半句怨言 事实上 兰修没有立刻赶他们走人 就算挤给他们面子了 这等阵容 根本不够一位九剑换宗 塞牙缝 可是 事情牵扯过大 两名龙骑兵悄无声息地就失踪了 兰修也觉得 不能随意压下来 一旦他包庇 奥峰的嫌疑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别说 对帝国学院有影响 对奥峰本人的声明 和今后的道路 也很不好 多数一个强敌 实非一事 兰修阁下 那个追云还没有过来吗 林九的脸色 一直很难看 不知第多少次提出疑问 换来的 却是兰修漫不经兴的一瞥 已经派人去通知了 兰修淡淡地说道 我希望你们搞清楚 我叫他来 只是在这件事上 还他一个清白 不是让你们肆意为难我的学生 如果林九阁下 对他抱有成见 请恕我不能坐视不理 林九闻言 身体微微一僵 勉强压下心中火气道 兰修阁下放心 如果真的不是他 我们当然不会为难他 话虽如此 林九心中却充满了愤怒 好歹是他唯一的弟弟 又是龙骑兵之一 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家一个随从烧成了黑炭 岂能让他不心疼 而且事后 林凌还莫名其妙失踪了 想来想去 他都觉得 这个追云嫌疑最大 敢在帝国挑衅我龙骑兵的有几个人 谁知道这个追云 有没有命令其他守护武士 暗中动手呢 一边想着 林九便对尚未出现的傲风 充满了敌意 几位贵族也甚是气愤 随便打伤龙骑兵 扇的就是卡亚帝国的耳光啊 突然一声马匹的丝弄 等待中的众人 惊诧地向声援的方向望去 头顶的天空上 一个小黑点慢慢地 在众人的注视下越发接近 兰修也微微抬头 湛蓝的眼里 随之出现了一抹惊艳 笑意浓浓 这小家伙 也不知道收敛收敛 一出来就献出神兽 存心吓人不是 不过 面对这些强势的上层人物 如果没有强悍的实力 的确无法让他们平等对视 傲风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这个 才选择了这么拉风的出场 黑色骏马 一名戴着洁白面具的黑袍少年 侧身坐于旗上 优美的轮廓线条 被金色的夕阳镀了一层金边 好像已经融化在天地间的 美丽色彩里 两尖各停着一只小猫 怀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白狐狸 一头银狼和一个人形 标状大汉式的生物 紧随黑马身后 宛如神奇般从天而降 黑马王子亦不过如此 而且黑色比白色更多了一份神秘 有一种难言的冷酷性感魅力 许多贵族千金已经被这个出城给设服了 一双双美丽的毛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奥风 好像完全忘记了 他们是来给林九撑场子找奥风麻烦的 许多少女甚至在想 难怪莫林殿下会喜欢他呀 和林玲那个老男人一比 这个少年明显更加吸引人 此人和莫林殿下的年纪也相当 林玲纵然是龙骑士 也未必有人家 连随从都是天空幻师高手的人身份高贵 是我 我也选他呢 远远的 奥风便落在了广场的最外面 按照规矩从外部走入 没有直接飞到眼前 这是为兰修老师献上的崇高敬意 对兰修 奥风是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 中央区象征着学院的最高权力处 建设得极为豪华 高耸的建筑微额庄严 宽敞的大道直通中央花园 尽头处便是兰修等人所在 在两排站的笔直的骑士之间 奥风顺着道路走过来 冷奥俊库 风采飞扬 脚踩在那光滑到极可为净的大理石地面上 发出清脆有力的脚步声 身后的幻兽们也各自昂首挺胸 傲气凌人 黑袍少年 不急不慌 徐徐迈步的功夫 却是让周围的大批天杰高手震惊无比 两名大皇子身侧的剑圣 率先震动地 眼露精芒 目光凝聚到奥风身上 嘴唇微张 吐出难以置信的语句 六只天杰幻兽 三头神兽 还有一头是九星的顶级血脉神兽 赤金笔蒙 这小子的幻兽阵容 也太可怕了吧 不少权贵世家的守护武士们 也不由地身体轻颤 产生瞬间的诗神 随即脸色大变 小声地向自家主人汇报着什么 窃窃私语之声四下蔓延 不过这里的人终究都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上流人士 涵养颇深 没有太过响亮的惊叫 天阶以上的高手 能够看透九星神兽以内的幻兽等级 这些幻兽拟太出城 却听从奥峰吩咐 并未掩藏气息 他们看得真切 虽然不知晓奥峰本人的实力 但仅仅是这些幻兽 已有了必须让人庄重以对的感觉 何况 常年在上流圈子混迹 不少人眼力毒辣 直觉奥峰身上的气势 已甚是浑厚 不可能还在一见灵幻师的等级 起码也是高见级的灵幻师 年轻权贵们一听 各自一阵心惊 再看奥峰时 眸光彻底改变 传闻追云是一名训手宗师 果然不假 看他的幻兽数量 精神力是普通人的三倍有余 有如此多的高阶幻兽 如果他还是一个高见级的灵幻师 战斗力便在我们二人联手之上 不可小觑 一名护国王庭武士 沉生分析着 在大皇子耳边嘀嘀告诫 殿下 一定要切记与此人正面为敌 就算真的是他杀了龙骑兵 也不能轻举妄动 看这个情况 他将来的成就 极有可能不在兰修阁下之下 更别说 他还是个训手宗师 放心 我明白的 本殿下和三弟四妹关系甚好 怎么会难为他们的朋友 懒散地躺在椅子上 身穿白色贵族长袍的青年男子 用只有两名剑圣才能听见的声音 低声笑道 再说了 兰修阁下成心要保的人 想也知道 动不了的 本殿下 只是想来见见这个追云而已 这男子看上去 约莫二十五六岁 五官整齐 不难看 却也算不上英俊 身上拥有一股贵族气质 加上精美服饰的包装 是女人们喜欢的类型 他便是卡亚帝国的第一继承人 大皇子莫棱殿下 莫棱眼瞳微亮 眸中时而闪过一道精芒 看来和和气气满面堆笑 其实是个心机颇深的人物 恐怕连林九都没有料到 这位莫棱大殿下 一听说此事便满口愤慨 要来讨要说法 实则 却一早就打了招揽傲锋的主意 一位训手宗师啊 若招揽到阵营之中 我与二弟争夺皇位的砝码 必会大大加重 还能让兰修阁下 对我产生好感 何乐不为啊 反正兰修必定会护着他 以此为借口 龙骑兵也不好说什么 老师 我来了 众人心思转动之间 傲锋已走到了眼前 微微对兰修点点头 清冷的声音说道 兰修这才放下手中的酒杯 兰眸温和如水 他知道他的性格 也不介意他的冷淡 招手示意他站到自己身边 关怀笑问 在学院里还习惯吗 有什么困扰的地方 告诉老师 老师尽量为你解决 傲锋觉得 心中甚是温暖 唇角荡气浅浅的弧度 轻声道 老师放心 一切都很好 我也找到了 我目前的修炼方向 那就好 兰修柔和地 看着他点点头 微笑道 以后每天修行完毕 来我这 我答应过我的好徒儿 亲自指导你 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老师 你就别取笑我了 傲锋笑了起来 想想当初在秦城 根本不知道兰修的身份 还以为 他只是一个小学院的导师 没想过 这样的话 能够真正实现 这师徒两个 自己闲话家常起来 把一帮子人 晾在一边尴尬不已 连大皇子 都有些怀疑 兰修是不是故意的 还是林九忍不住了 咳嗽两声插话道 兰修阁下 既然追云来了 我们还是快点 谈一谈正事吧 谈完了 我们自会离开 这个时候的林九 说话底气 也不是那么足了 奥峰带着一大群 幻兽 震撼人心的出场 已经让大部分 自己找来的人 暗地倒戈 他心中 愈发又气又急 却又不敢说什么 当上龙骑兵兵团长以来 从来没这么憋屈过 奥峰扫视了周围一眼 目光落在林九身上 冷声问道 你就是龙骑兵的兵团长 林九皱了皱眉 少年冷酷的态度 更让他面上无光 难以平静 他眼色微寒 口气沉沉地点头道 没错 我就是龙骑兵的兵团长林九 也就是被你的随从随意打伤的 林林的哥哥 奥峰嗷了一声 兴芒闪烁的漆黑眼睛 在众人身上一寸寸扫过 有些不屑地淡淡哼道 林九 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 是要为你弟弟找场子吗 他自己打不过别人 就怂恿你 带着一帮亲朋好友 过来找麻烦 还真是给你们龙骑兵长脸呢 反正人打都打了 奥峰懒得和他们装模作样 毫不客气地 直接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 你这是什么话 林九一听这个口气 顿时活往脑门上冲 沉声怒道 你打了我弟弟就罢了 竟然一点反省都没有 仗着有兰修阁下 城里夭就张扬跋扈 这是你一个平民 对龙骑兵兵团长的 说话口吻吗 在我国内没有任何身份 就对一个一等公爵忽名道姓 就凭这一点 我都可以把你抓起来 投入大牢 说吧 他又转身 对眉峰微挑的兰修说道 兰修阁下 你就是胡短一带讲讲道理吧 我给你面子不会计较此事 但他侵犯了一个龙骑士的尊严 必须对我道歉 林九的一番话 虽是愤慨 倒也并不过分 不少人都觉得 奥峰的确太高傲了些 有点狂妄得目空无人 简直就是个 被宠纵过渡的世家子弟 周围一些天洁高手的谋中 泛起些许轻视 太过自大的年轻人 显然不讨喜 兰修尚未说什么 奥峰便又一次先行冷冷一笑 开口了 林九 你自己都不尊重我 为何还要我尊重你 的确 你是帝国的一等公爵 我只是个平民 不过我记得 在崇尚实力的卡亚帝国的 规定之中 剑里贵族 只是对一般人而言 幻师高手 本身便不再是一般平民 不必遵守此理 应该没有错吧 没错 但那只是对天剑以上的 高手而言 而你不过是 林九阴着脸 话说到一半 却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两只眼睛 一瞬间就直了 犹如被一道惊雷劈中了似的 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被弹簧弹了一下 输的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其他的权贵人士 和守护武士们 也再次陷入了傻愣的状态 墨棱旁边的守护剑圣 忍不住轻声呼道 老天 这 这是 银色的五天新闻 在傲峰脚下 流转着异异划光 夕阳下的黑袍少年 在这一刻 看起来是那么的神圣 星蓝的污吏 盈盈闪烁 包裹周身 别人或许以为 他是仗着有个高手老师 所以有恃无恐 但傲峰有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要依赖兰修 所以他用最直接最野蛮的方法 让林九闭上了嘴 平等身份来说 尊重是相互的 林九 你对我呼名道姓可以 我对你呼名道姓 难道就罪大恶极了吗 是你先行伤害了一名天阶高手的尊严 我也有权利 请你尊重我 傲峰冷冷的雨声淡淡说道 一双闪着寒光的眼睛落在林九身上 后者仿佛还在朦胧的状态里 没有清醒过来 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兰修也被自己这个徒弟给吓住了 苦笑着摇摇头 十六岁不到的三剑天空幻尸 傲峰还真是给了他一个特大惊喜呀 林九的脸色僵在那儿 舌头几乎打结 嘴巴却已经先行浮了软 追 追云阁下 一句话叫出来 林九才骇然发现自己的失态 顿时面皮胀子 满脸窘迫 那黑袍少年刚刚的气势 竟能让他这个七剑天空幻尸的龙骑兵兵团长 不由自主就被威慑住 实在匪夷所思 那一刻 他甚至感觉自己看见的不是傲峰 而是高高在上威严的雷霆阁下 这一仗 很显然 林九已经输了 而周围的人群在呆滞过后 渐渐起了一阵阵的骚动 十五岁的天空幻尸 还是三件天空幻尸 当真是绝世天才 学院里面的学生的心思 仅仅在对高手的惊叹上 可这些帝国上层的人物 都明白刚刚那个巨大的五天新闻的不凡意义 他毫无疑问表明了眼前少年的实力 也预示着一颗闪亮新星即将崛起 训兽宗师很有影响力 一般人不敢招惹 可影响力毕竟还是去调度别人 有时候原水救不了近火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你卖命的 遇到真正的大势力 人家未必买你的账 除非你也加入一个势力之中 但真正的实力不同 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想如何使用就如何使用 强悍的力量 这才是决定一个人地位的关键 光芒大陆的历史上 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年纪 到达天空幻师的高度 这个记录 比先前的一位天才 早了整整五年 五年是什么概念 兰修大人今年217岁 他是在22岁之际 生入天空幻师 32岁成为幻宗强者 奥峰比他还变态许多 相信只要奥峰 不遇到什么太大的挫折 导致心性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假以时日超越 卡亚第一强者兰修 理所当然 先前众人对奥峰 还保持观望态度 如今却是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奥峰这边 甚至于得罪龙骑兵团 也在所不惜 拥有这么多头 高杰幻兽的三剑天空幻师 战斗力不亚于七剑天空幻师 这实力 在顶级势力之中 都是极为稀少的 追隐阁下 果真少年英才一带添交 哦 钦佩呀 真是令人钦佩 财政大臣的少公子薛林 率先向奥峰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早就听说 阁下在日不落工程站中 大显神威 保得我卡亚人民的安全 功不可没 我一直想见一见你啊 今天得偿所愿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儿呢 可不是 家父最赏识的 必是少年英雄了 这英雄二字 追隐阁下绝对当得起 名帅红月的千金 帝都有名的美女红青 款步上前 可人的俏脸上 一笑 足以醉到天下男子 若是阁下不嫌弃 随时可以来我们红家坐一坐 年轻的城房军统领燕归 一向不怎么擅长交际 这时候也不禁紧接着道 我们燕家 也随时欢迎追隐阁下前来 我们为人相会 眼看着自己带来的年轻权贵们 一个个叛变 盲不迭对傲蜂一连串热情的招呼嗜好 林九 险些没有被当场气死过去 然而这种情况 他也没办法 在任何一个上层家族里 都奉行着这样一条原则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家族利益最大化 才是他们的行事准则 除非真的关系好到了极点的朋友 其他的全都不靠谱 就像现在这种情况 林九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趟前来 居然会出现这种 出乎意料的惊人状况 奥峰不冷不热地 随意对付了众人几句 这才淡淡眯起眸子 转过眼 林九阁下 现在你可以说一说 你的目的了 林九肚子里憋满了火气 无处发泄 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非常不好 可他 却又不得不顺着奥峰的话说下去 毕竟现在的局势几乎是一面倒 再强硬下去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我弟弟和我们龙骑兵团的 一名龙骑士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是卡牙建国以来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身为龙骑团长的我不得不重视 那天只有你和我弟弟产生了冲突 所以 所以你们认为 是我派人掳走 或是杀死了林林 奥峰总算明白过来了 难怪了 两名龙骑兵失踪 这对帝国的影响的确不小 不不不 我们只是想问一问阁下 有没有事后看见过他们 绝对没有怀疑阁下 林九身边的薛林 赶忙说着又黑黑笑了两声 向林九投出警示的目光 把林九郁闷得半死 这一种话说出来不嫌丢人吗 我气势汹汹带着这么一大帮人跑过来 就是为了问问他 骗鬼呢吗 这不是 奥峰自然也是不信这种鬼话的 目光微转 莫得举起单杖 冷淡的声音 林林道 我在此对天发誓 报名那天以后 绝对没有再见过林林 和另外一名龙骑士 更没有派人去追杀他们 如为此事 天打雷劈 银色的契约阵 书的亮起 天地规则形成后 契约生效 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一百九十一集 众人被奥峰 雷厉风行的做法 给惊呆了 一时间 谁也没有回过神来 没有任何人料到 奥峰竟是如此干脆地举手立誓 奥峰 兰修 兰修心里震惊而感动 湛蓝的眼 欲发如水般地柔和 和那时候 在秦城一样 你仍旧是那般 心思细腻 仍旧是那般 会对你好的人 照相 现在的情况 即使秦奥峰 对这个问题 避而不谈 林九 也没办法 拿他怎样 只能干瞪着眼 气死 高手们 通常很在意尊严 尤其秦奥峰还是个高傲的性子 被人逼到对天立誓 这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奇耻大辱 如果不是为了兰修 恐怕秦奥峰 理都不会理林九 甚至会恶劣地 活活气死这家伙 对 就是为了他 于奥峰自己 他觉得 这件事情无关痛痒 反正追云 根本不是他真正的身份 可是对于兰修和帝国学院来说 却会造成不好的声明 龙骑兵团 毕竟是卡亚人民心中的保护神 万众敬仰 奥峰不希望 他的兰修老师 被冠上包庇学生的罪名 遭众人非议 就算兰修自己不介意 那也不行 看着那个民谨薄纯 似乎有些倔强之意的黑袍少年 兰修心中的某块地方 被强烈触动了 一个念头在脑中徘徊 或许他这辈子最幸运的 就是收了这么个冷酷的徒弟 这样可以了吗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奥峰冷眼扫了扫四周问道 众人一个接一个惊醒过来 连林九都忍不住连连摇头道 没没没 知音阁下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 的确和你没有关系 奥峰都对天立势了 还能有什么疑问 天地规则无法超脱 而且言语之间没有漏洞 奥峰就是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也不可能违背 虽然林九对奥峰的随从 打伤他弟弟 今天又差点气死他 还有些借地 不过把人家一个天空幻尸 逼到对天立势 众人都觉得似乎有些过分 事情既然和奥峰没有关系 那他们连找上门的理由都没有 追音阁下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一直在旁边 迟迟没有说话的莫冷 终于开口了 他微笑着走上前 用和蔼可亲的口气 对奥峰说道 由于我们的鲁莽给您啊 带来了不少麻烦 对此我深感抱歉 为了弥补我们的过失 一个月后 七月六日的天元节宫廷盛宴 帝国的皇宫贵族都会前来 我在这里正中邀请阁下 不知阁下是否愿意闪光啊 天元节的宫廷盛宴 众人甚是惊愕 那可是真正的大贵族才能前去的 无数人挤破了头的 想要占这个名额呢 莫冷这一招真妙 并非正面地抛出橄榄枝 不仅不容易让人反感 又笼络了这个年轻高手 毕竟少年人 谁不是年轻气盛 可望着挤入上层社会 奥峰对宴会这种场合 一点兴趣也没有 本来想要一口回绝 但转念一想 既然皇宫贵族都会前去 那不就可以见到苏雅妈妈了吗 想到这里 奥峰的心便热了起来 日不落一别 他就一直很想念苏雅妈妈 一直希望能当面谢谢她 好 我会去的 奥峰点头硬道 七月六日是大决斗前夜 到时追云这个人也该消失了 大决斗 我会以秦奥峰的身份前去 最后见苏雅妈妈一面 倒也不错 那就恭候追云阁下 大驾光临了 莫冷满意地笑了笑 递出一张鲜红的情帖 然后招呼着恋恋不舍 看着奥峰的众人 向兰修有礼地告辞后 一起离开 周围没有了人 兰修便也不再顾忌 对着奥峰笑道 奥峰 这天元节盛宴可是个好机会 你最好准备一下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惊喜 奥峰愣了愣 看着手里的红色情帖 好奇道 老师 难道这个盛宴 不是那种贵族们的舞会吗 当然不是 你说的只是宴会的一部分 每年的天元节盛宴 最大的好处不在这里 而是赏宝大会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拍卖会 兰修向他解释道 天元拍卖会 是每年度最大的拍卖大会 大陆各种西式珍宝 都有可能出现 或许其他珍宝 你不会在意 可是有一样 你一定会喜欢 哦 那是什么 华尔斯 高纯度的华尔斯 有可能 让你在一夜之间 连蹦几个剑籍 你能不心动吗 华尔斯 奥峰的眼中 闪烁出一道精芒 大大的心动了 实力提升 对任何人来说 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那感觉 比一个饥渴的强暴犯 看到一名脱光了衣服的 处女还强烈 可是一想到 华尔斯的价格 他就一阵无语 十亿一滴 这个天价 我根本买不起啊 奥峰 垂头丧气道 这世上 还有比我更穷的 帝王殉兽折磨 全身上下加起来 就几千欧比斯 简直是人间悲剧 十亿一滴 那是市面上的兑换价格 拍卖会上 怎么可能这么低价就买到 炒作起来 甚至能翻上十几倍 就是别人给你面子 也起码得三四十亿一滴啊 兰修这个没良心的 不但不安慰 还又打击他 哼 几十亿一滴 都怪我平常不怎么积累钱财 到现在还是穷光淡一个 要用钱的时候才知道 严重缺钱呢 难怪青红说 华尔斯极少有人能用得起 这完全是奢侈品呢 再大的势力 也不可能花费如此巨资 在一个人身上吧 啊 暴风彻底郁闷了 兰修虽是身居高位 可他既非训兽师 也非练器师 没有什么赚钱的手段 还真没有多少积蓄 雷玉峰一个天空幻尸 钱倒也不少 几年之中积累了几亿 但在几十亿那座大山面前 还是无力地倒下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老风 如果是别人 这话我就不说了 可是你不同 别忘了 你是训兽宗师 兰修 好笑地瞧着 傲风愁眉苦脸的样子 给他指出一条名路 一头成年训化的神兽 在市面上价格 就有几十亿 这种大型拍卖会上 有钱的上层势力诸多 炒作起来 几百亿的高价 都能卖到 成年高兴胜兽 十几亿也能拍出去 成年高阶换兽 省去数年换兽成长时间 到手就可以用来战斗 比右载的价格高得多 你可以去训兽师工会 索要几个生命求龙 再抓几头高兴胜兽 训化好了 也送去拍卖 华尔斯通常是 最后的压轴宝物 到时 你的患兽卖掉 不也就有钱购买了吗 傲风吃惊的 啊了一声 没想到成年患兽的价格 就会如此离谱 当下精神一阵 信心倍增 我明白了 我会好好准备的 华尔斯 他势在必得 首先 就必须大量敛财 话虽如此 修行也不能耽搁 傲风打算宁静地 修炼到七月初再说 他很清楚 自己的出现 应该很快就会被光芒 幻电等势力所知晓 学院的轻松环境 没有多少时间 容他享受 日后等待着自己的 将会是一场场 狂风暴雨 将近一个月的 安逸时光 在不知不觉中 就过去了 傲风每日早出晚归 在天字单间内修行 进步神速 傍晚时 去兰修老师那儿坐坐 由他亲自指导 实践和基础理论 像兰修这样的 天阶巅峰高手 对于力量的理解运用 是直指本质 绕过了许多弯路 言语简单易懂 加上他知识渊博 对各系幻兽 了解甚深 奥峰听来只觉得受益 匪浅 在实战训练中 这位温柔的老师 一反常态地 甚是严厉 奥峰每天被打得 落花流水的同时 幻师对战的经验 节节攀升 一些坏习惯 也被扭正了不少 回到宿舍后 就能看见 桌上 总是摆着某位哥们 在外面带回的 各种稀奇古怪的 精致食物 然后 雷玉峰 就会兴致勃勃地 和他讨论讨论 这一天 在外面又遇到了 什么有趣的事情 缓解他修炼 带来的枯燥和压力 奥峰心里感动 他知道这个男人 没少对他用心 云青红 一直没有露面 连他的随从 也不知所踪 那天自一号间的大门 始终紧闭着 奥峰偶尔 也想去敲敲门 不过 仍旧没有打扰他 幻宗 想来 没有那么好冲上去 七月一日 奥峰终于 再进一剑集 升入了四剑 天空幻师 实战 更是比之前 上升了不知几个台阶 这一天下午 他便和雷玉峰 一起出了 帝国学院大门 沐浴着明媚阳光 往训寿师工会而去 一边走 一边讨论 要去哪里捕捉魔兽 此时 已接近了天元节 街上一片繁华 人声鼎沸 偶有护城军走过 铠甲发出清脆 响亮的摩擦声 一个个精神异议 雷玉峰 摸摸鼻子提议道 我看还是去皇家围猎场吧 那儿的神兽圣兽 并不比死亡山岭 外围少多少 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很危险 也好 我大哥的九星神兽幼崽 是在那边找到的 估计不会让我们失望 带墨竹他们一起去 我好歹是他们团长 自己的团员 还在用低阶魔兽 有些说不过去了 奥峰随意地点头笑道 现在圣兽阶位的魔兽 他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那条九星圣兽的巨蟒 他打算拿去拍卖 不多时 目的地已到 一座大气磅礴的建筑物 近在眼前 深蓝色的匾额 凹陷进去几个华丽的大字 训兽师工会 二人正要举步进入 后面就传来了一阵大吼大叫 主人 主人 你们等等我 亚瑟斯远远扯着大嗓门 嚷嚷着跑过来 雷玉峰一听他急冲冲的声音 不由大笑道 皮萌老兄 你又去挑衅 哪个小姑娘被人给骂了 这些天 亚瑟斯 那可是春风得意 人类的社会相当新奇 而奥峰这个主人 又好说话得很 他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前两天 这头笔萌 居然到处去调戏人家小姑娘 结果被当街大骂变态狂 怕雷玉峰笑得半死 高贵的笔萌 却是阵阵有词 一旦魔兽可以人形化 就等于半个人类了 高等魔兽 都是不分种族通婚的 我预定个人类小姑娘 也没什么吧 反正主人迟早都会进入幻宗 我肯定也会进入超神兽啊 之后 他又偷偷摸摸的 对奥峰悄悄道 要不主人你就将就一下 怎么样 虽然你胸围不咋地 不过我不介意的 我喜欢狂野的女人 皮股大就可以 结果是明显的 亚瑟斯被实力大尽 甚是狂野的奥峰 揍得很凄惨 雷玉峰的笑声刚刚落下 后面一个急促尖锐的女音 便传了过来 周琳叔叔 给我杀了那个混蛋 那个该死的黄毛色狼 他 他竟敢 黄毛色狼 奥峰和雷玉峰双双一挣 眼睛一起盯住了 憨憨傻笑的亚瑟斯 甚是无语 这个连主人都敢调戏的极品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色性难改 你又干了什么 人生共犯的事情啊 怎么今天这个商业 特别凄厉啊 雷玉峰好奇地问 我也没干什么呀 亚瑟斯很委屈地 抓了张毛茸茸的双手 说道 我只不过是 好奇他的臀尾有多大 忍不住 测量了一下而已 奥峰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也就是说 他跑去摸人家小姑娘的屁股了 难怪人家连守城武士 都寄了出来 追杀他 进风闪动 一名中年的壮硕男子 以神色冷利地 握着双手大剑 追杀了过来 口中一声怒吓 竟敢对小姐无礼 拿命来 强力的进风和双手中剑 弃合无剑 男子的实力约在七星圣剑室左右 此时全力出手 就是普通二阶职业者 恐怕也要当场允命 虽然是亚瑟斯有错在先 但他也只是爱闹了点 并没有真的存什么坏心 罪不至死吧 奥峰一挑眉 闪身拦在那守护剑士前行的道路上 我们给你赔个不是 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 奥峰知道 亚瑟斯是色得很夸张 但事实上还是很有原则的 不管他去调戏哪个小姑娘 人家一叫 他就会立刻抱头逃跑 对方不愿意 他也不会勉强人家 以亚瑟斯的实力 他真要强抱哪个 还不是易如反掌 说到底 这家伙 只是有点贪玩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俏脸愤恨地怒道 本小姐才不稀罕你们道歉 我就是要她死 臭小子 滚开 守护剑士 带着煞气的眉毛一挑 举手就是一道灵力全分 身形不改 继续冲着亚瑟斯看去 傲蜂见他们咄咄逼人 心中也有些火气 冷哼一声 闪电般的一伸手 准确地抓在了那名 守护武士的脖子上 单足倾踏地面 凌空一甩 轻而易举地 便将这名剑士 连人带剑甩了出去 那名少女 见自己的守护武士 被甩开 吓了一跳 但是一看见那名剑士 只是狼狈地滚了几滚 并没有受伤 心中烧定 知道傲蜂 只是比他的守护武士 等级稍高 奸细生意喝倒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和本小姐交办 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我对你的身份没兴趣 你不用在这儿显摆 傲蜂淡淡看了他一眼 不理会他的大呼小叫 静子和雷玉峰一起 往训寿师工会的大门走去 你们是来训寿师工会办事的 那少女被傲蜂的话 气得脸色通红 此时不由愣了愣 眼里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飞快地跑到训寿师工会的大门口 气哼哼地拦在门前 冷声笑道 你对我的身份没兴趣 那也没关系 不过今天本小姐在这里 你们就别想进入这工会大门一步 那被甩出去的守护武士 心中对傲蜂的实力甚是忌惮 但由于在自己的地盘上也不畏惧 站到少女身侧嘲笑道 惹到训寿师工会会长的小姐 还想走进我们训寿师工会 也太可笑了吧 神色一动 傲蜂总算知道了 眼前这个少女的身份 原来她是训寿师工会会长的女儿 难怪这么张扬跋扈 别说是傲蜂的亚瑟斯摸了她的屁股 就是对她所在的方向打个喷嚏 估计这个少女都会大发雷霆 训寿师工会 在卡洛尔城影响深远 一般幻师都会在这里购买成年幻寿 工会会长是一名训寿宗师 手下还有不少训寿大师 帝都中的训寿师工会 有这个人脉已经很了不起了 在别的城市 一个工会就只有一个训寿大师坐镇 日不落森林以南 更是没有瞧见过训寿师工会的影子 日不落要塞里都没有 可想而知 这个工会会长 能够训化成年圣寿和七星以内神寿的训寿宗师 是一个多么炙手可热的人物 而她的女儿 身份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 训寿师工会 素来热闹非凡 今天也不例外 闹出这么大动静 大门内外 已经有不少人 在好奇地往这边张望 奥峰和雷玉峰没戴面具 一帅一酷 加上一个怪异的赤金笔萌 相当地惹眼 马上就聚集了许多视线 喂喂喂 小丫头 摸你屁股的是我 不是我主人 有本事冲着我来 不要乱对我主人发脾气好不好 亚瑟瑟撇撇嘴巴 愤愤擦擦手 好像很后悔 摸了这个少女的屁股 说道 真是个讨厌的女人 你的心眼简直跟你的屁股一样小 心眼和屁股一样小 里里外外不少男人听着一愣 立刻发出一阵轰然的爆笑 猥琐的目光 盯着少女的臀部 不住地描绘着 男人本色 这句话 用到大部分人身上 还是很适宜的 连一向酷酷的傲锋 都不禁被亚瑟斯 逗得捧腹狂笑 这家伙 可真是个活宝 今天带他出来 果然没错 也只有亚瑟斯 这个好动的家伙 非要跟着傲锋到处跑 傲锋的其他患兽 现在都在学院里的优雅环境里 修心养性 少女一听亚瑟斯的嘲笑 险些没有当场羞死过去 这个混蛋 居然真敢说出这种话来 感觉到那一道道视线 他本就气愤的脸上 红得都快发紫了 全身颤抖 使着亚瑟斯 咬牙切齿地怒骂道 这 这个混蛋居然敢说出这种话来 你 你这个不要脸的流氓 哼 不不不 换一种说法 这就是纯爷们 赤金比萌 昂首挺胸 甚是潇洒 亚瑟斯的自吹自擂 得意洋洋的模样 惹得不少人大翻白眼 你要是不穿这身古怪的金毛衣服 还有点玉树林风的样子 现在根本就是怪人一个嘛 由于赤金比萌的你太是人形 个头和魁梧大汉差不多 全身绒毛颇多 五官丑陋 大部分人虽然觉得怪异 但还是把他当成了人类 只当这是个从头到尾 都穿着野兽长毛皮的家伙 接二连三 被亚瑟斯这个古怪的大块头取笑 少女真是羞怒到了极点 这个时候 突听门内 另一个雨声远远传来 羽儿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声音有些微凉 宛如雪山上的清泉一般 空灵动听 在这个声音响起后 厅内厅外 原本窃窃私语的人们 立刻闭上了嘴巴 不少女子还满眼惊艳 崇拜轻目地 向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大门之内 一名身材修长 身穿银色长袍 约在二十余岁的青年男子 走了过来 眉目俊秀 柔顺及腰的长发 梳成一束 从右侧的肩膀上 垂到腹部 宽大的香筋边袖口 裹着双臂抱在胸前 这是 是训兽大师 啊 是卡罗尔训兽师工会 最年轻的训兽大师 柳生大人 一些人小声地低难道 目光死死盯住 男子胸前的一枚金色徽章 徽章是一头野兽 上方有两道金色的划痕 代表的是二阶训兽师 也就是训兽大师的身份 惊叹和羡慕声 响成了一片 门内门外 都在轻声讨论着 哇 柳生大人年纪轻轻 便是训兽大师 据说他的精神力 是常认得真正三倍呢 前途不可限量 相信过不了十年 柳生大人 就会成为另一名 训兽宗师呢 现在啊 已经有各大家族的势力 来拉拢他了 哎 我听说 连王婷都非常 给柳生大人面子呢 训兽师 在任何势力之中 都有极为高贵的身份 龙骑兵那样的 知名大势力 可以不惧怕 但那只是 最顶层的少数了 整个大陆上的 龙骑兵团 有多少 大家族 又有几个 一般人 没有不买 训兽师账的 从众人的议论中 奥峰和雷玉峰 了解到了 这个青年男子的身份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百九十四集 柳生师兄 有个混蛋跑来惹我 还想进我们工会来 要我们给他们训兽呢 简直是在做春秋大梦 你快点找几个人来 把那个杂伙给我打死 被换作羽儿的少女 先手指着亚瑟斯 不屈不挠地怒叫道 身为训兽师 工会会长的女儿 一直被人 捧在手心里长大 今日被人这般对待 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银袍青年男子 却并非不讲理之人 微微摇里摇头 对唐宇道 唉 月儿 你一向刁蛮任性 工会里 谁不知道 你的大小姐脾气 你不去惹别人就罢了 别人也敢惹你 你倒是说说 他们怎么惹你了 唐 唐宇颤抖地指着亚瑟斯 满脸通红 说不出话来 她毕竟是个小姑娘 这种事情 亚瑟斯可以大咧咧地说出来 她又怎么能随意地出口呢 难道要说 这个猥亵的色狼 摸了她的屁股 柳生见她这个样子 自然以为 是这小师妹又乱搞怪 无理取闹了 不由冷眉微调 肃然道 你在外面惹是生非 老师知道了 一定又不高兴了 快点回去 这里的事情 我来处理 周围人的视线 就像是火辽般 唐宇 遭到亚瑟斯的非礼 被柳生误会 又不好直说 心中那个滋味 真是说不出的愤懑 也没脸 再在这里待下去 愤愤一跺脚 羞怒地跑回了工会里面 几位 真是对不起了 我这个小师妹 一向这个脾气 还请几位 不要介意啊 唐宇离开后 柳生便微笑着 对傲风二人说道 目光望向傲风的时候 眉峰略略一动 总觉得这个俊美少年的装束 好像有种诡异的熟悉感 只是一时间 他又想不起来 究竟是哪里不对劲 近期的帝都里 追云这个人物 声名远播 在那次林九找上门以后 如狂风般 席卷了整个卡洛尔 不是因为 他在学院还是个学生 又有个兰修老师顶着 各大势力 早就找上门去拉拢了 幸好听说 天元节 他也会前去拍卖大会 众人都把目标 转移到了那一天 但传的是广泛 真人到了眼前 却未必有人敢相信 何况奥峰今天出门 本来就是打算 买几个生命囚笼 没想惹事 也就没有戴面具 柳生觉得熟悉 却愣是想不到 没事 这事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也希望贵公会不要介意 奥峰甚是汗颜 虽说唐宇刁蛮了点 不过亚瑟斯 无端摸小姑娘屁股 是个女人 估计都受不了 柳生这么说 让她很不好意思 哎呀 哪里的话呀 小兄弟 你这般谦虚 想想也知道 谁对谁错 柳生还以为 奥峰是迫于 训寿师工会的压力 更加认死了 唐宇的不对 心中愈发愧疚 想要做点什么 弥补一下 于是忍不住又道 不知你们来我们工会 有什么钥匙 如果可以的话 在下很乐意为你们效劳 奥峰看了一眼 外面排起的长长队伍 暗自思索 这样下去 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有这个机会 他也就不推辞了 当下点头道 那好吧 我们这次来 是要购买一些生命求龙 柳生大哥如果方便 能不能帮我们去弄几个来 啊 购买生命求龙 你们是要去捕捉患兽吗 柳生被眼前的美少年 这句大哥叫得有些飘飘然 对奥峰的好感节节上升 释然地呵呵一笑 拍拍胸口道 当然没问题 我这就去给你们找来 到时候你们要训兽 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帮你们训话 分文不缺 周围一些耳朵颇尖的人 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纷纷发出 惊讶的叹息声 对着奥峰二人 投来羡慕的眼神 一个训兽大师的承诺啊 这是何等的珍贵 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等级的生命求龙啊 普通患兽的 还是零兽的 柳生又对二人问道 越高等级的求龙 就对制裁要求越高 这才能困住高等级的患兽 在他想来 二人都这么年轻 去抓灵兽 估计就是极限了 嗯 傲峰眨眨眨眼 摸着下巴问道 柳生大哥 没有高级点的求龙了吗 啊 高级点的 难道你们要去抓圣兽 柳生惊讶地看着二人道 这个求龙虽然有 不过很昂贵 而且捕捉圣兽 是很危险的 即使捉到了 我也不能驯化他 只能请师傅出马 这就要一笔可怕的费用了 你们最好再考虑考虑吧 圣兽 傲峰皱了皱眉 摇摇头道 嗯 这里 难道就没有神兽的求龙 什么 你们 要去捕捉神兽 这下子 连柳生也被吓了一大跳 雷玉峰点头笑道 不错 不但要神兽求龙 最好还要能困住 高兴级神兽的求龙 傲峰二人联手 高兴神兽同样守道秦来 不管能不能遇见 有准备总是好的 可惜傲峰的无尽生命之介 没有办法直接送到拍卖会上登记 不然也不需要这个了 柳生 骇然地盯着傲峰二人心道 哎呀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两个傻瓜呀 神兽有那么好抓吗 要生擒神兽 比杀死他还难 不但力道要掌握得好 不能让其死掉 还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捕捉高兴神兽 起码也得四阶七星的实力吧 四阶七星的年轻人 卡罗尔里 除了秦氏家族的那位傲氏天才 秦奥天阁下 再无其他了 奥天阁下 素来独来独往 不可能是眼前这两位呀 不止柳生 不少周围听见他们对话的人 也跟着猛翻白眼 露出轻视之态 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世家子弟 这个 神兽的囚龙倒是有 不过都在工会内部的 会长大人房间里呀 稍稍停顿后 柳生又有些担忧地对二人道 我觉得 二位还是量力而行比较好 不要追求太过遥远的东西 就算捕捉到了神兽 如果会长大人不答应 你们也无法驯化他们呀 羽儿的态度你们也看见了 会长大人很宠爱他 在个人方面 我怕唐风老师 不会帮你们的 奥峰和雷玉峰对视一眼 双双轻笑起来 驯化神兽 还用找别人吗 难道奥峰那个帝王驯兽者 是假的呀 柳生大哥 你只管卖给我们囚龙就好 捕捉驯化的方面 不用担心 我们自有办法 奥峰甚是自信地说道 本集结束了 拜 哎呀 这不是钱的问题 柳生画到一半 看到奥峰二人不以为意的眼神 不由地摇摇头 这样的人他见得太多了 有钱的世家子弟 以为什么都可以用钱搞定 也不想想 老师一个训手宗师 怎么会缺钱 一只神兽 是说笑的吗 很多天洁高手 老师也未必肯为他们出手 何况你们两个矛头小子 也罢 我先带你们去购买囚龙 至于驯化 也要等你们真的捕捉到了成年神兽再说 柳生明白 两人不会轻易放弃 劝也无用 当下有礼地轻轻一抬手 引着他们往二楼的工会内部走去 沿着大理石的台阶一路向上 柳生示意两个看守让开 走进工会上层富丽堂皇的厅堂 靠着墙壁一圈 是一些装着灵兽的囚龙 小厅堂内 只有十几个身份实力颇高的人在转悠着 其中 既有几名佩戴着天空幻世的徽章 还有几人坐在一边的软席上 手中提着精致的囚龙 等待接待 很多高手都是自己捕捉患兽 前来请求驯化的 这只要支付一部分驯化费用 如果只直接在工会购买患兽 那所需的价格就很昂贵了 奥峰用余光瞄了一眼旁边 一只洛夫系四星灵兽的价格 竟也高达六百万欧比斯 不由让奥峰暗叹 驯兽师这个职业 真是抢钱 现在这种灵兽放在他眼前 他都没那个兴趣去驯化 柳生师弟 你可来了 刚走上楼来 也穿着银制长袍的另一名三十余岁的男子 便迎面走了过来 看他袍子上的标识 也是一名训兽大师 此时男人却是眉头深锁 脸色焦急 柳生惊讶问道 大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工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出大事了 男子几乎是跑过来的 喘了两口气便接着说道 师父他老人家刚刚接下了一笔交易 驯化一只七星神兽 本身就够勉强的 可是小师妹突然冲了上来 大吼大叫的 老师一分心 当场陷入了危机之中 现在老师的精神力 已经被那头七星神兽 完全压制住了 只能勉强保住灵台 可是这样下去 老师迟早会无法撑住精神力溃散的呀 啊 什么 七星神兽 柳生道歇一口冷气 急切道 怎么会这样啊 老师不是自己都在教导我们 千万不能随意越阶驯化魔兽吗 即使只是比六星高了一阶 那也是七星神兽啊 精神力溃散 精神世界会受到严重损害 轻则再也无法驯兽 重则变成一个白痴 无数的驯兽师 都在越阶驯化魔兽的时候 变成了白痴 连一些宗师级的人物也不例外 没想到唐风这个老资格的工会会长身上 竟也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大师兄也是连连跺脚哀叹 没办法呀 对方来头太大了 是那个传说中的流浪换宗 他可是七剑换宗高手 老师很想拉拢到这个人的好感 就接下了这个交易 本来那头换宗的精神 也已处在了尾端状态 驯化应该没有问题 可谁能想到小师妹突然跑出来了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流浪换宗 一味七剑换宗的人情 难怪了 流生瞪大了眼睛 傅又皱紧眉头 这 哎呀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即使我们师兄弟一起上 精神力也不够炫富一头七星神兽 那可是高星神兽啊 流生大人 你新大人 这说的是真的吗 天哪 这这 这简直是灾难啊 厅内的众人一听说这个情况 集体惊讶地站了起来 这则消息对他们来说 尾时太恐怖 若是真的 那帝国公会这个训兽宗师 就再也没有了 他们以后 还要找谁去驯化圣兽神兽 哎呀 先别说什么了 老师急着找你过去 要将公会的情况交代给我们 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快和我来吧 男子一把抓住流生 飞快地向内跑着 傲风皱了皱眉 也足下一闪 跟上去道 我们也过去看看 事情毕竟还是我们引起的 说不定 有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又要去看看会长大人 对呀 我们要去 厅内的其他权贵和高手们 也纷纷要求道 李欣和柳生 根本没有时间管其他人 要跟着就跟着吧 眼下 他们老师的情况 才是最重要的 一路小跑 众人一窝蜂的 来到一个铺着素色地毯 较为雅致的小型单间中 傲风等人跟着柳生进去 一眼便瞧见中心位置的 那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他的前方是一只小型球龙 龙子中便是那只 拟泰的七星神兽了 嗯 龙鹰 身为魔兽的亚瑟斯 眼尖地认了出来 哇 这是一只龙鹰女王 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攻击力在高型魔兽中 当属一流 不过精神力却不强 难怪训兽宗师可以驯化 只是 这个训兽宗师的运气 貌似不太好 训兽途中 偏偏被人给打断了 说吧 亚瑟斯黑黑一笑 并没觉得有罪恶感的低语 摸小姑娘屁股是我不对 不过主人都倒过签了 那小丫头还不娶不挠 掉满任性 跑过来害了自己老子 这还能怪到我们头上吗 这丫头性格如此 便是没有这件事情 也迟早会给她的家庭 带来大麻烦的 老师 你没事吧 柳生和李欣二人 一看到满面冷汗的中年男子 眼眶都是一红 急急扑上去叫道 你们来了 很好 很好 中年男子眼睛吃力地撑开 对二人虚弱地笑了笑 说道 我太挤功尽力了 训兽宗师 大多数都会走上这一条路 我也没有幸免 以后 公会就交给你们了 老师 您别这样说 您一定没事的 柳生二人 站在他身边哽咽道 我的情况 我自己清楚 眼下 要驯化这头龙鹰女王 是不可能了 我也只有精神力 溃散意图 能侥幸 保住神志 便是万幸 唐风 苦笑着叹了口气 说道 不如我们搏一搏 几位兄弟 一起上吧 说不定就能 驯化了他 那老师 也可以脱险了 柳生 咬咬牙道 胡说 唐风 立声呵斥 将他的念头 瞪了回去 你们想都不要想 你们以为 神兽的精神力 是闹转的 不到训受宗师的 来一个非一个 如果你们 向我走得安心 就答应我 以后好好发展工会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老师 师兄弟众人 红着眼睛 都站在一边 干着急 却又一点办法 也没有 傲风听了一阵 几人的对话 倒是明白了一些内容 忍不住走上前 插口道 也就是说 驯化了这头龙鹰女王 唐风大师 便可以脱离危险吗 一直在旁边 啜泣的唐宇 仿佛被鞭子抽了一下 尖叫起来 是你们几个混蛋 你们来做什么 都是你们几个 害了我父亲 不要你们来 猫虎耗子甲 刺败 好了 小语 你已经害了师父一次 还想师父为你分心 真的变成白痴吗 柳生怒瞪唐宇一眼 这小丫头 害了自己的父亲不说 还不知悔改 把责任都归到别人身上 连他们几个师兄弟 也忍不住愤怒了 李欣也喝道 小语 你闭嘴 没人当你是哑巴 唐宇一不小心 害了自己的父亲 心里压力过大 不愿承认 此时被师兄弟们一点破 宛如当头傍鹤 羞愧地愣在原地 不敢再说话 柳生对傲峰摇头苦笑 可以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上哪里再去找一个 训兽宗师出来啊 更何况 续化七星神兽很危险的 人家也要肯为你卖命才行啊 傲峰摸摸鼻子 看了双目紧闭的中年男子一眼 毕竟唐宇的事情 他们也算是一个触发点 续化了这只龙鹰女王 还能得到一个七剑换宗的人情 也就不再犹豫 淡淡走上前道 我来试试吧 你来 一脸冷汗油自强撑的唐峰一听 不由得再次吃力地睁开双目 看了看这个一身精致黑色衣袍的美少年 秃得眉峰一动 眼神一颤 惊讶 充满了双目 好像一瞬间想到了什么 这位小兄弟 你是训兽师 李欣也吃惊地看着他 拦在前面急到 不要乱来啊 刚刚你也听到了 没有训兽宗师的实力 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成匹夫之勇 只会赔偿自己的 一个甚是沉稳的声音 打断了他 让他试试吧 说话的是一名三四十岁的男人 就站在不远处 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长袍 双手插在宽大的长袖中 环抱身前 一头黑色长发 随意地披散在身后 五官的线条柔和 看起来甚是平庸 只有那身显散的气质 和一双黑得令人心惊的眼睛 能让他在人群中 显得稍稍特别 此时 男人的目光 锁在奥峰身上 兴致勃勃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对着奥峰 甚是有理地点了点头 是 流浪阁下 李欣恭敬地应了一声 往后退去一步 虽然他仍然抱有质疑 不过流浪阁下都开口了 老师又没说话 他也不好驳斥 同时 房间里的人们 都觉得一阵古怪 流浪幻宗可是七剑幻宗 却对这个年轻小子颇为有理 这是什么道理啊 奥峰保持着 一贯冷漠的态度 酷酷地微微 向流浪幻宗一点头 算是回礼 然后迅速上前几步 走到龙鹰女王的 生命囚龙前面 唐峰已无法分心说话了 双目定定呆然地指使龙鹰女王 满头冷汗如雨般层层落下 牙关紧咬 奥峰心知必须速战速决 此时多一秒钟 他就多一分危险 当下单手一抬 心神落定到受伤的龙鹰女王身上 心中念动幻神诀 浅蓝色乌吏 瞬间包裹囚龙 龙鹰女王先是一颤 略略挣扎了一下 眼见没有办法摆脱幻神诀 压倒性的束缚 便渐渐软化下来 啊 这是吴吏 他是天界高手 一些细碎的轻呼 在四下响起 随着那晶莹的蓝光 包裹住奥峰的身体 人们的眼睛 便被一个风神俊秀 宛如神奇的身影充满 愈发瞪大 果然如此啊 流浪换踪矛中 掠过淡淡的心上 再强大的高手 遇到如此天赋卓绝的 令人惊艳的人物 还是忍不住要惊叹一番 唐峰本在头痛欲裂 突然觉得全身一清 脑中的压力握得大减 心思当即一定 往旁边看去 便瞧见了 那个面容冷峻的黑袍少年 真的是你 追云阁下 唐峰的口气 激动而欣喜 也许是他命不该绝 竟然真的撞上了 那个传说中的 年轻训兽宗师 不管是变成白痴 还是今后 失去训兽的能力 对他来说 都是极为惨痛的打击 失而复得 方之宝贵 此时的唐峰 对奥峰 简直是无限感激 奥峰波澜不惊地 恩了一声 淡然的表情 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他没什么变化 周围的人们 却在他这一声 极清极淡的恩之下 接二连三地 发出一阵阵响亮的抽吸声 追云阁下 是那个最近帝都里 传得沸沸扬扬的 追云阁下吗 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石 追云阁下 怪不得他能使用污列 对啊 他的装束 真的和床装得好像呢 好像啊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一开始没有任何人想到 这个年轻的美少年 会是那个传闻中的主角 但在唐峰的提醒下 许多东西就一一对上了号 落在奥峰身上的惊诧目光 渐渐转为了尊敬 他们总算明白 为什么流浪患宗 也对奥峰如此有理了 虽说 他只是个天空幻石 但加上那恐怖的天赋 还有训兽宗师的身份 分量便一下子加重了许多 七剑患宗 也得对他一礼相待 啊 你还真的是 训兽宗师啊 柳生也失态地嘴巴微微张着 目瞪口呆 他身后的一名女性训兽师眼里 全是小星星 紧紧握着胸前的衣襟 难难道 哇 老天啊 我的偶像居然就在我眼前 竟然这么帅 这些训兽师工会的训兽大师 都是拿奥峰当成偶像来看待的 不光是他们 帝都的无数年轻人也是如此 不过 追云那张神秘的面具 使得不少人怀疑他容貌丑陋 如今一见 居然是个又帅又酷的美少年 很多厅内的女性 当场就沦陷了 如此紧要关头 怎能分心 奥峰听到这些窃窃私语 不由得微微一皱眉 漆黑的眼睛一扫 冷声喝倒 闭嘴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这些窃窃人的喝声 让许多人当即乖乖停止了话语 厅内寂静如丝 奥峰的冷酷 非但没让人们对他印象变坏 反而更加倾慕他的魄力 形象一旦被神化 所有的举动 在人们眼里看来都是被美化的 唐宇正正看着奥峰 面色如土 原本就羞愧的心 久久无法平静 简直想找个地缝当场钻进去 把一位训兽宗师拒之门外 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 追云阁下 请先别轻举妄动 容我少做休息 我便可以辅助你 将这只幻兽驯化 唐峰现在压力大减 有了足够的空间休整 喘了口气对奥峰说道 不必 你等着就好 奥峰随意地摇摇头 一边加速了指尖污吏的输出 追云阁下 一个人单独驯化高星神兽 是很危险的 险些精神力溃散的唐峰 一见奥峰此举 大惊失色 急忙叫导 可奥峰已经明显开始了训话 唐峰虽然焦急 却也无可奈何 心中暗叹 这小家伙 也是个训兽宗师了 怎得如此不值厉害啊 还没等这个念头转过去 他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 因为他看见 龙鹰女王缓缓低下了头颅 瞇上眼睛 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绪出现 更察觉不到一点精神波动 魔兽没有精神波动 也就是说 这精神力的掌控 完全是一面倒的局势 训兽宗师和七星神兽的精神力对抗 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景象 即使是伪顿不堪的七星神兽 也依旧会强烈抵抗的 完全是一面倒 也就是说 他面前这名少年 根本不是什么训兽宗师 而是 唐风震惊了 不 应该说是完全吓傻了 那个能够引起半个大陆动荡的名词 他竟然没有勇气去想 如果不是因为唐风也介入了这场战争 他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也绝不可能相信这个太过吓人的事实 一般来说 岂会有人在一见面 就冒着变成白痴的危险去帮助别人 追云的世纪传闻 和面前少年这冷酷性格渐渐重叠 唐风知道 此少年并非一个烂好人 原来如此 他根本不需要冒什么风险 但是对唐风来说 却比他冒险救自己 更让他瞪掉了眼珠子 一会儿的功夫 龙鹰女王便成功驯化 奥风淡淡收回自己的污吏 对流浪换宗说道 可以了 流浪阁下 你契约试试 这么快 流浪换宗也不禁有些惊奇 但一想先前唐风阁下 消磨了这家伙一段时间 也便不再诧异 走上前来 念头一动 深蓝色的磅礴污吏 溢出体外 往龙鹰女王身体上包裹过去 天地契约的银纹浮现出来 小房间内银芸闪烁 一片光辉 炫目的星纹印花了人们的眼睛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续化了一头 记性神兽啊 柳生等人欢呼起来 满面笑容 对仍然呆愣的唐风 高兴地关心道 老师 您没事了吧 天地契约的银纹 和徒弟们的欢呼 惊醒了唐风 中年男子忍不住发出了 有声以来最为失态的惊叫声 一帮子学生被他这句大叫吓了一跳 李心惊魂未定地 看着他张着老大的嘴巴 惊慌道 老师 您不是精神真出问题了吧 唐风大师 你还好吧 奥风皱了皱眉 疑惑道 照理来说 我驯化了龙鹰女王 这小老头应该没事了呀 怎么还是一副精神失常的模样呢 奥风怎么也没有想到 唐风其实是被他吓得精神失常的 很好很好 我很好 唐风稍稍平静下来 扶了扶胸口 两个眼睛死死盯住奥风 突然问道 追云阁下 这个 请恕我直言 我想问问 你 你应该 不只是训兽宗师吧 我刚刚感觉到 你的精神力 完全压制着那头龙鹰女王 这 这绝不是一般的 训兽宗师 能够做到的 你 你是不是 是不是 帝王 建宗也打破了风轻云淡的表情 这五个字 无论到哪里 造成的都会是一场轰动 奥风眉毛一动 终于明白这个家伙 为什么这样一副见了鬼的模样了 心思微转 奥风脑中已经掠过了许多念头 这个身份若是透露出去 未必没有好处 起码光芒换电 真的要对付自己 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如今 他已经不打算隐瞒真实身份多久 以此来吸引各路高手 铺开自己的人际网络 对他绝对是利多于弊 想到这里 奥风舒展了眉头 在众人的视线下 随意地点点头 淡淡倒 对 我的确是帝王训兽者 一世寂静 在奥风说出这五个字以后 预料之中的吓死了所有观众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幸免遇难 猜测到底是猜测 唐风虽然已经肯定了九成 但在听见奥风亲口承认以后 感觉依旧是无比震撼 大陆在沉寂了几百年后 终于又出现了一名帝王训兽者 不论是光芒换电 黑暗换电 还是那高高在上的云中城 他们也仅仅是拥有训兽宗师 却没有帝王训兽者的存在 帝王训兽者 那都是些传说中的人物 雷玉峰和亚瑟斯 看到众人亥然的表情 各自摸摸鼻子 心里的想法多少有点猥琐 吓到了吧 哇咔咔 连训兽宗师和旗舰换宗都被吓到 我当初被他吓得半死 也就平衡了呀 这一刻 唐风的心都在颤抖 他想到了很多很多 他知道 这个大陆 将会因为这名绝世天才少年的出现 刮起一股庞大的风暴 傲风 注定会引起上层势力的强力争夺 唐风冷静下来 突然后悔起 自己当众问了这么个蠢问题 看看周围 咽了一口口水 这云阁下 只怕这个休息 傲风知道他要说什么 随意一笑打断了他 无妨 我从没想过藏着掖着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罢了 该来的 躲也躲不掉 我不可能永远不是人 如今 时机也差不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顶层奉行的一句话 不为我用 亦不能为他人所用 傲风喜欢自由 不愿意加入前来拉拢的势力 必会引来杀身之祸 不只是光芒换电 云中城 黑暗换电 包括卡亚王庭 四大家族这种势力也一样 因此 在他不够强大的时候 他选择沉默 但现在 身边有了一定的朋友 在帮助他 有了一定的关系网格 加上赤和小九 都快完成进化了 奥峰决定 不再隐忍 自从与赤签订 本命契约 奥峰 也多少受了赤性格上 霸道强势的一定影响 心思缜密 却不畏惧任何人 如赤所言 赤血的契约者 怎能甘心 永远沉寂在黑暗之中 当露出时 他会以最为强悍的态度 最令世人震惊的方式 震撼天下 扬名万里 这也是为了 让云世天 能找到他的 必要手段 追云阁下真有意思 怪不得 兰修阁下 这个百年没教过学生的 都收你为徒呢 帝王训寿者的消息传开 不用三天 有点名声的老家伙 得集体懊恼叹息 怎么就没遇到 追云阁下这样的弟子呢 流浪换宗 赞叹得一声轻笑 疏散的目光 再度悠闲起来 他也算是和兰修 一个辈分的高手了 如今对奥峰 却很友好 甚至能称得上 颇为有礼 行貌甚是飘逸 流浪换宗的语声 却颇为肃然 今日 追云阁下 为我驯化神兽 救助唐峰会长脱险 我欠追云阁下 一个人情 他日你若有难 流浪 必会赶来相助 流浪阁下 客气了 奥峰点头 以应心中高兴 没想到 此番还轻轻松松 掳获了一个 七剑换宗的人情 这次来训寿师工会 收获还算丰盛 对了 追云阁下来工会 是为了购买生命囚龙 老师 工会里神兽的囚龙 还有吗 流生 在一边 甚是兴奋地提醒道 作为一名训寿师 自然对奥峰 这个身份更加敏感 也更加尊敬些 帝王训寿者呀 怪不得 他要高阶神兽囚龙 这就说得通了 当然有 追云阁下请稍等 唐峰听到提醒 急忙一连声地应导 在靠墙的地方 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从里面取出一个金色的 约有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小笼子 递给奥峰观看 这就是生命囚龙了 也是属于唤起的一种 可大可小 分几个级别 神兽囚龙 可以装载所有神兽 包括高星神兽在内 圣兽囚龙 可以装载所有圣兽 以此类推 这枚空间戒指里的囚龙 都送给追云阁侠 总算是个工会长 出手也很阔绰 唐峰考虑到奥峰是个帝王训寿者 肯定不会缺钱 给钱反而会伤了他的尊严 倒不如直接给他所需要的东西 换气 奥峰好奇地 拿着金灿灿的小笼子看了看 果然瞧见 如他的蝉翼神剑一般 笼子顶端 有个挡位的控制器 两个挡位 是灵幻器 只要滴血认主后 就可以随意控制笼子大小 像是另类的空间戒指 现在 他对练器已初步入门 这些 也就了解了许多 空间戒指不用 求龙 我收下 奥峰甚是满意地点头笑道 将戒指里的几千个囚龙 转移到自己手上的空间戒指里 原有的空间戒指 递回给唐峰 奥峰知道 生命囚龙既然是换气 价格必定不菲 真要算钱 这几千个囚龙 也抵得上一头七星神兽的普通价格 论身份 炼器师和训兽师在大陆上 同样高贵 追云阁下 能不能请你也帮助我们 驯华一下这两只圣兽 金钱我们正常支付 日后追云阁下 若有什么差遣 我们兄弟同样愿意为您下牢 原本在外面坐着的两名天空幻师 拿着两个小笼子 小声商量了一会儿 走上前 对着奥峰同样友好的笑道 甚至还有点巴结的味道 奥峰不由地暗暗感叹 帝王训兽者的身份之高 天空幻师赶着来给他送钱 争着为他奔走 恨不得能和他攀上一点关系 还要小心陪笑 没有问题 求龙放下 稍等一会儿 奥峰毫不犹豫地硬了下来 正值缺钱之际 送上门的钱干嘛不要 其他一些自己带了魔兽前来的人 也七嘴八舌纷纷说道 其实他们的魔兽等级不高 训兽师工会中人都可以训话 不需要奥峰亲自动手 但这就像是明星偶像的签名一般 若是得到奥峰亲手训话的幻兽 以后说出去都有几分面子 咱的幻兽可是一位帝王训兽者训话的呀 训话低阶幻兽对奥峰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奥峰一一答应下来 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片刻功夫之后便全部训话完毕 时间快地令唐峰这个训兽宗师 也频频惊叹 得到众多的高手承诺人情以后 奥峰的金卡里 也多出了将近四亿的欧比斯 把雷玉峰看得猛瞪眼睛 乖乖 我在日不落里辛辛苦苦 早起贪黑打拼了这么多年 不过是几亿的积蓄 至于你一会儿功夫就弄到这么多钱 我的几年就值你几个小时啊 靠啊 这简直打击兄弟我嘛 一把搂住奥峰 揉了他头发两下 雷玉峰愤愤然露出一个哭丧的表情 心里却为奥峰高兴 这么一来 奥峰日后行走大路 根本不用担心缺少金钱 奥峰抬起漆黑的毛子 对他甚是灿烂的微微一笑 你曾说过 你的就是我的 现在我也告诉你 我的就是你的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我们共同的 我绝不会忘记御峰你 雷玉峰被他的微笑 变得心跳漏了一拍 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极少如此灿烂的笑 也极少会说这样的话 从奥峰口中听到这样的语句 他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只觉得 奥峰那有些冷淡的声音 说不出的动人 男子迷惑得眨眨眼 也不知道 自己这是个什么心情 替众人训寿完毕 奥峰拒绝了 唐峰象征性的会长邀请 客套几句 然后便和雷玉峰 亚瑟斯一起 诗诗然离开了训寿师工会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不是刚刚那两个惹到了唐宇那刁男丫头的小子吗 几个工会接待人员 看着奥峰二人走出工会的背影 眼露不屑地黑黑一笑 议论纷纷 估计是碰了个硬钉子吧 以为自己有家事有钱 就能够为所欲为吗 我们会长大人 是凯雅唯一的训寿宗师 你们这种年轻人 我们娘也不会娘你们 几个人说三道四 却被一边走下楼来的柳生逮了个正着 秀气的眉毛一挑 怒声喝道 瞎说什么呢 追云阁下 岂是你们可以随意议论的 那些刚刚得到奥峰幻寿的天空幻师们 纷纷又更加鄙视的目光看过去 白痴 训寿宗师算什么 追云阁下 可是帝王训寿者 就是 刚才追云阁下 还驯化了一头七星神兽 救下了精神力即将溃散的唐峰会长呢 工会的下层 顿时爆发出一片轰动的惊叫声 追云阁下 帝王训寿者 帝王训寿者的传闻 以一个令人吃惊的速度 迅速地在卡罗尔帝都的大街小巷 蔓延开去 天朗气清 碧蓝晴空 万里无云 次日 也是个天气极好的日子 马蹄 踩着厚厚的落叶 走在空旷的大山林里 泥土的芬芳气味 极为清新 高耸的树枝 将头顶的药日 完全遮挡 一辆较为华丽的马车里 莫灵 莫竹 于凡 傲峰 雷玉峰 坐在当中 螺丝剑胜驾车 他们今天便是来捕捉魔兽的 七月天元节接近 帝国学院放假半月 莫灵他们也不用另外请假 便可以随着傲峰一起前来 追隐哥哥 你说要给灵儿 熏化一头神兽 这是真的吗 听说有神兽可得 莫灵小姑娘 眼睛乐得 眯成了一条缝隙 好了好了 不就是一头神兽吗 灵儿 你也别太念着团长了 你看你 一路上都问了十几回 团长 该被你问凡了 于凡的话 是相当的正经八百的 但他的表情 却出卖了他 一张嘴已经忍不住 咧了开来 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 没少高兴 追隐说出的 就一定会做到 墨竹明亮的眼睛 瞥向傲峰 比相信自己还信任他 清秀的俊脸 微微泛红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见到傲峰 就会害羞 雷玉峰 坐在傲峰旁边 豪爽地大声笑道 那是当然了 有追隐在这里 就没有驯化不了的魔兽 傲峰和他们在一起 就有一种特殊的轻松感觉 微微一笑道 也得找得到才行啊 不怕无法驯化 但他没有啊 追隐哥哥 这你就不必担心了 我们皇家围猎场 可比日不落大森林危险多了 好多高阶魔兽呢 罗斯叔叔带我们去日不落 历历 不敢来这儿 就是觉得太过凶险 不过这次 我们可是有三名天阶高手 护着 再厉害的魔兽我们也不怕 总算可以来这儿瞧一瞧了 别太大意了 罗斯叔叔都说 这里连他都只能单独行动 力求自保呢 马车突然一顿 后面传来罗斯剑圣 懒散的声音 大家下车吧 到地界了 帝国皇家围猎场里面 甚为凶险 坐在马车中 遇到情况 反而施展不开 前去的人 皆是轻装上阵 直接不行 奥峰等人也不例外 下得马车 就瞧见了一排 边沿深向远方的 银白色巨大栅栏 足有五六米高 有点类似天地契约符纹的颜色 非常耀眼 前方的栅栏 有一段是一座 甚是庞大的光幕 左右 站着两名精神抖擞的守卫 一身轻凯 有圣剑式的实力 皇家围猎场 其实是一座大山 被那银白色的栅栏围住 奥峰隐隐能从 那光幕和栅栏上 感觉到一股 极为害人的力量 通天彻地 眼皮不由自主地跳了跳 在那巨大栅栏的周围 有一圈 没有任何植被生命 隔绝内外 存夺一下他的力量 奥峰自认 不能突破 雅瑟斯和孟严等幻兽 一直随在马车后 打打闹闹 看到银白栅栏后 一个个心惊地望着前方 哇 好厉害的结界 从那上面 我感受到了神的气息 我估计 超神兽也无法突破呀 哦 怪不得皇家围猎场中的 魔兽出不来 原来是有这东西挡着呢 这是数千年前 我皇家所出的一位 剑神前辈 留下的遗迹 罗斯剑圣 满眼憧憬 甚是自豪地大声说道 剑神 莫就君前辈 也就是卡亚帝国的开国帝王 奠定了卡亚帝国强盛的基础 正是因为他 卡亚帝国的上层 才会是剑尊大人们 末帝的力量通天彻地 甚至能够轻易斩杀超神兽 所留下的结界 当然强大 奥峰突然听闻 一个神阶人物的传奇故事 有些感兴趣 莫帝是如何建立起这个结界的 当时卡洛尔城的主人 不会有意见吗 哼哼 这你可就不知道了 原本这里和日不落的死亡山岭一样 也是魔兽纵横的大陆险地 莫帝到达神阶之后 将此处圈下来 当作自己国家的后花园 然后迁都此地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卡洛尔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从很大程度上说 皇家围猎场 正是卡洛尔兴盛起来的原因 罗斯吉少有这么兴奋的时候 只说得口莫横飞 豪情肆意 除他以外 世世代代的皇帝陛下 都从不称自己为莫帝 以免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人物 原来如此 还有这样的典故 莫帝竟将诺大的一个大陆险地 化成自己的后花园 的确强大 奥峰遥望这片令人心惊 颜绵万里的结界 胸中突然生起一个念头 倘若我有一天 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 便将日不落森林的死亡山岭 也化成我的后花园 虽然奥峰现在仰望神阶 就像当初仍不是幻师的自己 仰望天空幻师高手一样 可他始终相信着 自己一定能够达到那个级别 只要他不懈努力 永不放弃 迟早有一天会成功 死亡山岭比这里大得多 也拉风得多呀 如果真成了我的后花园 不知道卡亚帝国的那位莫帝 会怎么想 奥峰摸摸光洁的下巴 坏坏地想着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走吧 不要妄想从旁边越过 只能由正门进入 罗斯背着双手大剑 呵呵一笑 带领几人来到光幕之前 扣下马车 罗斯大人 三皇子殿下 司公主殿下 两个守卫 见到罗斯剑圣 急忙各自恭敬地 单膝跪下行礼 他们也是王庭武士的一员 起来吧 罗斯随意吩咐道 打开大门 灵儿和卓儿 要去里面寻找患兽 好的可恰 守卫应声说道 向栅栏旁边的一座石室走去 在里面摸摸转转一阵子 银白色的光幕中间 便多出了一道口子来 分开的那片地狱 里面植被的光泽 看上去鲜亮许多 有光幕的地方 宛如笼罩了一层薄雾 看不清楚 奥峰和雷玉峰 是随着墨竹他们来的 没有受到身份盘查 要不然 进入这皇家围猎场 须得缴纳一大笔的费用 这片围猎场 也对外开放 许多天阶幻师高手 就在这里面 寻找幼崽 捕捉高杰魔兽 然后 直接到训兽师工会训化 昨日奥峰训化的几头幻兽 就是那几个天阶高手 从这儿抓的 当然 没钱的 就只能去遥远的 死亡山岭那种险地 上千万欧比斯的入门费 不是每个人都能付得起 咦 三弟四妹 你们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难道 你们也要去捕捉魔兽 奥峰几人 刚刚进得大门 就听见前方 传来一个极为阴阳怪气的声音 一眼往前望过去 看见一个十来人左右的小团体 开口的是一名 不到二十岁的贵族青年男子 油头粉面 相貌普通 头发像是用油漆刷过似的 擦得正亮 身体有些发福 若不是那一身华丽的衣装撑着门面 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胖子 扔进人堆里 扒不出来的家伙 他身上带着七剑灵幻师的徽章 倒也有挺不错的幻师天赋 估计可以契约第二头幻兽了 所以才忙不迭地跑过来捕捉 正巧和奥丰他们一行人撞上 那十来个人倒都是有些水平的高手 不乏年轻俊杰 看上去三十岁不到的天空幻师 竟有三四个 其他的也都佩戴着高兴灵幻师的徽章 想来是他招揽过来办事的 这些人也正在打量着奥丰这一行 听到这个声音 墨竹和墨灵的眉头同时微微一皱 眼中一缕燕雾之色掠过 这个小鬼 毛都没长齐就跑来 也不怕被那些个猛兽死成碎片 这里可不是日不落森林 也是你们能来的 还是快点回去日不落森林过家家吧 小心偷鸡不成十把米 没找到什么幻兽幼崽 反而把命赔上了 到时候皇后 竟不是要伤心欲绝 没等墨竹二人说话 青年男子便又轻蔑地怪笑着开口了 言辞之中充满奚落之意 甚是嚣张 傲锋眸光一闪 心里大约猜到了 这个胖子的身份 他估计就是那个卡亚帝国的 二皇子殿下墨连 大皇子墨棱 傲锋已经见过 皇室里面尚未见面的 也就这一位 墨连 墨棱和墨竹兄妹的母亲 不是同一人 苏亚皇后的地位 在卡亚帝国极为崇高 皇帝陛下 也极其疼爱墨竹兄妹 墨连平日里 就处处针对墨竹二人 所以 他们都不是很喜欢 墨连这个兄长 墨连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我会逐个个死吗 墨连的性子 虽然说不上骄纵 不过 也是忍不得这等奚落 一怒之下 指着墨连便骂道 你才该死呢 本公主 助你闯到神兽老窝里去 被一帮母暴龙 轮剑 傲锋 惊恐地瞪着眼睛 出了一身大汗 没想到这个 一直粘在他身旁的墨连小丫头 生起气来 居然这么彪悍 奥峰 不着痕迹地 往旁边退了一步 向雷玉峰那边 靠了靠 寻找安全感 呸 臭丫头 你敢这样辱骂你二哥 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尊重兄长 墨连也没想到 墨连的毒蛇 日益高升 一下子便被骂了个狗血临头 差点气爆了 指着墨连怒道 墨连昂着脖子 有你这样 咒你滴妹去死的兄长吗 墨连当场气劫 他虽然很想把这个小丫头 抓起来打死 但毕竟 他和墨竹身份高贵 动不得手 斗嘴 又说不过 牙尖嘴利的墨连 目光一转 落到奥峰和雷玉峰两人的身上 发泄怒气道 嘿 看什么看 本殿下是 是你们两个贱民 随便能看的吗 小心我 我抠了你们眼珠子 白痴 奥峰一翻眼睛 甚是无语 做皇子能做到这个份上 不得不说 这个其貌不扬的胖子 实在是令人佩服 不但毫不注意周围的消息 而且全无大皇子 墨棱殿下的风度气派 圆滑世故 眼光更是奇差无比 奥峰自问 他和雷玉峰二人 穿着打扮同样是相当精致 怎么看 也不可能像是个贱民吧 如此没有心机之人 在勾心斗角上面 又怎么会是 大皇子墨棱的对手 这个时候 奥峰几乎已经肯定 卡亚帝国未来的帝王之位 怕是要落到墨棱头上了 这二殿下墨脸 根本就没有一点竞争力 墨脸的母妃不得宠 又妃长子 本身就不受重视 所以她特别喜欢显摆自己的高贵身份 偏偏换师天赋来说 她还不错 年轻一辈的皇室贵族中 极少有人打得过她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一种 跋扈到不可一世的个性 二殿下不可 一个声音 骇人叫道 其中甚至还有几分惶恐 正是墨脸身后 此事一脸焦急的 另一名剑圣 身背双手重剑的男人 显然是墨脸的守护武士 墨脸不关心大事 不代表别人不知道 再看到奥峰一身黑袍 脸罩质白精美面具 年纪又在十五六岁 气质冷酷的时候 墨脸身后的 那一圈子年轻人 眼睛全都亮了几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在这里就会遇到了 那个传说中的人物 什么不可 两个贱民 本皇子骂他们两句 那是给他们面子 他们应该对本殿下 感恩戴德的 谢谢本皇子 赐骂 你这个贱民 还不赶快过来 谢谢本殿下 只有墨脸 还搞不清楚状况 犹不知悔地叫嚣着 那优越的神情 充分显示着 他的身份高贵 伸出来的肉手 差点 直到奥峰鼻子上面去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二百零一集 这一下 包括他身后的剑圣 和内方的所有人 都忍不住在心中大骂 白痴 你要当小丑 麻烦去戏班子里好不好 对这一个天阶高手 说这样的话 不觉得滑稽吗 滚开 轮不到那名剑圣开口 雷玉峰便抢先一步 目露寒光地 挥出一道浅蓝乌吏 正撞墨脸胸口 只撞着他连连后退几步 痛叫着飞摔出去 不是被他身后的剑圣 剑势不好的接住 非得跌个狗吃屎不可 护在奥峰身前的男子 黑如星辰的双眸里 少有的焚天怨怒 心境竟有些不受自己控制 直到奥峰白皙的手掌 担心地拍上他的肩膀 方才回过神 玉峰 你没事吧 冷清的声音问道 奥峰凑上前 漆黑的眼睛里满是担心 他一向心系 感觉到雷玉峰的情绪很不对劲 也顾不得那个墨脸如何 先关心起他来 没 没事 眼光一动 雷玉峰感觉到心脏的跳动 一瞬间加快了好几倍 连忙左顾右盼 随意地应付了两句 暗中大大叫苦 自打从训兽师工会回来 雷玉峰就发现 自己陷入了某种奇妙的境界里 眼光老是不由自主地 停在奥峰身上 经常性地看得呆住 只要能在他身边 就觉得异常满足 仿佛他人生最大的乐趣 就是天天看着他冷冰冰的样子 他不经意地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 就会令他心跳加剧 无法控制 要是有任何人对奥峰不敬 比对他自己不敬 还要激动 就像刚才那种情况 雷玉峰忍不住就爆发了 他不是笨蛋 来来去去几次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情 郁闷地 差点想去撞墙 哥们儿 我可是绝对正常的男人呢 怎么一牵扯到奥峰 就全乱套了呢 奥峰冷眉微微挑起 思索着摸摸光洁的下巴 黑眸一亮 他以为雷玉峰最近 总是跟在他这根冰棍旁边 被冻得郁闷了 不觉少有的眸光一揉 拍拍他肩膀 口气温和道 有事儿要和我说哦 我们是朋友 不用瞒着我的 又是那极为少见的温柔语气 雷玉峰仿佛一瞬间 升入了天堂 全身都包裹在幸福的光辉之下 愣愣地 一个劲点头 好容易回神后 愈发地惊恐怀疑 莫非 兄弟我真的染上了那种传说中的 龙阳之号断袖之痞 天哪 雷玉峰在这边苦着脸心中叫天 那边墨脸也在扯着嗓子瞪着罗达 发出杀鸡般的尖锐声音 这什么 吹云阁下 帝王驯兽者 卡罗尔什么时候多了这好人物 年仅十六岁 这开什么玩笑 世上哪能还有这种怪物 你当本殿下是傻子呀 告诉墨脸事实的剑圣 满脸苦笑 这个无知透顶的二殿下 天阶高手 也是你能开玩笑的吗 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 昨日那劲爆的消息 就传到了宫中 只有你这个成天眼睛 长在天上的一无所知 英明的墨帝殿下 若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后人 估计得气得脖子都歪过去 墨脸叫了半赏 却发现周围的人们 没有一个迎合他的 终于觉得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转过臃肿的身体 只见他请来的那些年轻高手 都在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这边 不过 那一道道目光 不是瞧着这剑圣罗达 而是他 究竟谁是傻子 一目了然 墨脸如同遭了当头棒喝 两肩一耸 慢慢回头 正瞧见傲锋投射过来 细血的冷冷的眸光 脸上的笑容 瞬间发僵 变得比哭还难看几分 他就是再无知 也懂得天洁高手和帝王 训寿者 这九个字的含义 即便他是皇子 开罪了一位影响力广泛的 帝王训寿者 他父皇也绝对会大发雷霆 对宫廷中人来说 训寿师这种影响力庞大的职业者 那是一定要强力拉拢的 若是傲锋愿意接受封赏 他的身份会比皇子 还要高贵得多 实力至上的世界中 皇子的身份 着实算不得多尊崇 除非他自己也是高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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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脸基本上已经吓傻了 吞吞吐吐 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还是罗达剑圣 无奈地上前 给奥峰等人道歉 追寅阁下 还有这位阁下 真对不起 我家殿下这脾气 奥峰懒得和他们一般计较 这等白痴 根本毫无心计 完全不成气候 何况这里是皇家围猎城 他便摇摇头作罢 算了 不过我喜欢别人尊重我 这样的情况 最好不要有第二次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追云阁下 弥满卡罗尔都城 近来 皇帝殿下 也时常提起你 见尊大人们 似乎都注意到追云阁下了 今天我们出来的时候 雷霆阁下还念叨着 一定要见见你 罗达微笑着和几人套关系 希望能缓解一下气氛 雷霆阁下 奥峰和雷玉峰对视一眼 眸中双双露出好笑之色 我们不是早就见过了吗 不过他们三个 还不清楚这就是追云呢 原来你就是那个追云阁下 久仰久仰 二殿下后面的那九人 一起走到奥峰等人眼前 领头的天空幻师出声道 他们其中四人是天空幻师 五人是高星灵幻师 态度甚是友好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真心的敬佩之意流露 这些人都是天之骄子 相较之下 他们当中 墨脸倒是实力最差的那个 所以也没几个人买墨脸的账 除非墨脸答应 带他们前来皇家围猎场 他们连与之围武都不愿意 天赋稍高的 或许他们还会嫉妒 但当一个人的成就 可怕到令人仰视的地步 那大多数人便是敬佩了 奥峰的年龄实力身份 加上那身内敛沉稳的气息 都让人不由自主地 深深佩服他 客套两句 领头的天空幻师 龙揪又问道 追云阁侠 不知您对剑神深谷有没有兴趣 你们要去剑神深谷 罗斯剑圣面带金色地抬起头 傲风眨眨眼 一头雾水 那是什么地方 据说是剑神末帝大人的藏剑之地 周围的高阶魔兽众多 也是这片皇家围猎场最凶险之所在 若非有四位阁下随同前去 我们怕是到不了那 这次二殿下升入七剑灵幻师 需要一头幻兽幼崽 所以我们这才召集人手进来 罗达剑圣对奥峰孝道 当然 若再加上罗斯阁下和追云阁下二人 我们的把握会大得多 那里现在也热闹得很吧 对 大决斗临近了 很多年轻高手都会来这里待上一阵子 像我们也是 剑神深谷周围的人不会少的 天空幻师思语点头同意 两方都是要找高阶魔兽 自然一排即合 除了郁闷得差点吐血的墨脸 其他人皆是兴致勃勃 步履轻快地上路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得到了奥峰的承诺 找到魔兽后 奥峰同意替他们训话 不过 必须金钱上一毛也不能少 大家都有着欧比斯金卡 交易方便 没有意义 奥峰心里有着自己的打算 所谓物多必见 如果我一口气扔 十几头高星圣兽 去拍卖会 想必也卖不出什么价格了 要卖 就找一两头神兽 或者高星神兽 其他的钱 便趁着这一次赚个过瘾 还能拉拢到一些声望 放出去一些人情 至于大决斗 除了云中城的云中战队 能够与我们一比的队伍 应该极少了 奥峰不担心会助长了 对手的实力 他们的阵容 的确普通人拍马 也赶不上 但像墨脸那样的 就不在奥峰的承诺范围内了 指着奥峰叫贱民 还想奥峰给他训胜 世上可没那么好的事情 皇家围猎场极大 一向通向北部宫廷之外 延伸出卡罗尔城 从普通的山林 进入较为广阔的森林 然后再到植被稀少的荒山 一行人有目的地 往一个方向前进着 沿途所遭遇的灵兽 和低星圣兽 都被众人给联手绞杀 野生陷阱 也被罗斯等几个 惊艳老道地一一识破 一路有惊无险地走下去 奥峰几乎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围猎场内 没有人敢欲空飞行 那样无疑是给高阶魔兽 和空中飞行的魔兽们 一个活靶子 这支队伍的确强大 比起探险死亡山岭之时的 还强上几分 加上人数不多 行路速度极快 莫灵他们绞成跟不上的 就随意骑坐梦魇 奔雷 四剑等幻兽 两天之后 到了剑神深谷周围 他们赶到之时 一支捕猎小队 正和一支魔兽杀得热火朝天 婴神女妖 阁下 是一头婴神女妖 龙鸠指着天上 甚是兴奋地叫道 奥峰精神一震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见到了一头体型巨大的飞禽类魔兽 这婴神女妖非常奇特 头部竟似人类女性的外表 只是五官比较丑陋 令人不敢恭维 运气不错 刚来就遇到了一支七星神兽 奥峰唇角荡起好看的弧度 这是说好的 超过七星神兽的魔兽 他照单全收 七星以下可以考虑给龙鸠他们驯化一下 众人全无意义 也就是说 这支婴神女妖已成为她的囊中之物了 除了一些血统魔兽 欲向人类 魔兽的智慧和力量就欲强大 婴神女妖在魔兽中算是相当珍贵了 雷玉峰看看婴神女妖笑道 呵呵呵 闭蒙老兄 这女妖和你倒是天生一对啊 亚瑟斯往上一看 翻翻眼睛 正经八百地摇摇头 啊 哎呀 不行不行 这屁股太小 众人一起哄笑起来 亚瑟斯这头色情比蒙 一天到晚就知道研究女人的屁股够不够大 这几天 几名女性患尸 没少被她骚扰 不过得知她是九星神兽 众人也就不说什么了 若有一天她成了超神兽 想上了她第一次的女人 不知道得有多少 无论男女 超神兽化为人形后 初次与人类幻师结合 能大大提升人类的力量 这在顶层高手之中并不是秘密 不过超神兽都很高傲 亚瑟斯也就是嘴上说说 真要择偶必须谨慎 一般人类幻师他们根本看不上眼 傲锋眼睛一翻 赏了她一个白眼 管她屁股大小 由你去拿下 七星神兽 不是闹着玩的 普通天杰高手 根本不够他们塞牙缝 看看下方那只二十余人的幻师小队吧 其中也有一名天杰高手 可根本伤不到鹰身女妖的一根毫毛 天空幻季放出去 连她的皮都擦不破 就像当初对付坎迪亚和亚瑟斯一样 傲锋等人若不出现 这些人恐怕便会被这头七星神兽绞杀了 嗯 没问题 亚瑟斯黑黑笑两声 一个箭步飞窜出去 随着傲锋解放污吏 巨大的五天新闻在脚下出现 赤金笔蒙露出了全盛时期的强悍本体 啊 四箭天空幻师 龙啾等人一看那个银文 吓得双目圆瞪 奇奇一声大叫 没人知道傲锋现在的幻师等级 说是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师 大多数人都以为傲锋仅仅还在一箭水平 莫棱等知道的也不会刻意宣传 没料到他已然飙升到了四箭的水准 雷玉峰 罗斯等人则满面目染 眸光清澈 一片镇定 被傲锋打击的太多都没感觉了 反正他们都知道 这小子就是一个没人性的 相比四箭天空幻师的惊讶 亚瑟斯的赤金笔蒙本体 更让人感觉到无与伦比的震撼 赤金的巨型人影轰然落地 震得整个山脉嗡的一颤 血统魔兽的威压 比英神女妖这种魔兽强悍的太多 亚瑟斯的本体刚一出现 英神女妖追杀幻师小队的动作 便被吓得一致 九星血统神兽 无疑给这头七星神兽 一个巨大打击 喂 世金笔蒙 你似乎不是这个地狱的魔兽 从哪里来的 忽然出现 是要做什么 英神女妖 英神女妖摇摇发出询问声 亚瑟斯也远远地笑道 小女妖 我的主人对你有点兴趣 你是乖乖束手就擒 面具一顿皮肉之苦 还是要老子把你打趴下 对我有兴趣 英神女妖脸色一变 拥有赤金笔蒙 这般强大的幻兽 主人必然也是个超级高手 昨天邻居龙鹰女王 刚被一个幻宗抓走 没想到 今天就轮到了我 如果 我两个都不选呢 那可由不得你啊 亚瑟斯露出了笔蒙巨兽 狂暴霸道的一面 听出英神女妖口吻不佳 也不多言 脚下狠狠一踏 咔的一声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 深深的巨大脚印 身体犹如一个金色炮弹 直直飞射出去 好快 英神女妖大吃一惊 亚瑟斯的力量 虽然高她两节 但并没有上达超神兽 她还以为 至少应当有能力 抵御她的攻击 却没想到 血统魔兽竟这么强大 赤金色巨拳上的压力 是如此令人心颤 亚瑟斯最擅长的直拳 准确地 一击打上英神女妖的巨影 后者顿时发出尖锐 凄厉的痛苦哀嚎 好像一个皮球般 被亚瑟斯一拳头 打得飞出去老远 这一拳 让英神女妖寒了心 知道不是她的对手 赶忙拍着一双寻鹰的翅膀 飞上高空 看着下方的亚瑟斯得意吼道 哈哈哈哈 赤金笔萌 你的确强大 不过若我要走 你又拦得住我吗 哼 笨重的路行收物 飞行速度 远远不及我们空中魔兽 画刚落音 头顶上的巨影 就遮住了照耀在英神女妖身上的全部阳光 令人绝望的声音 在她身后响起 小女妖 下去吧 黄金巨龙 英神女妖 只来得及亥然吐出这四个字 就被坎迪亚一翅膀扇了下去 雷玉峰 黑黑笑着 向奥峰比了个微型手势 关键时期 她放出了坎迪亚 拥有巨龙双翼的黄金巨龙 飞行速度远远快过英神女妖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亚瑟斯紧随而上 一脚踩在她身上 毫不怜香惜玉的 砰砰砰击击重拳下去 这只英神女妖 便在一声声宛如被强暴的惨叫声中 彻底蔫了 奥峰身形一展飞过去 手中握着一个小小的金色球龙 向奥一扔 整个笼子在心意催动下 变得巨大无比 牵引之下 英神女妖便自然而然 被吸入了笼子之中 金色栅栏 刷子落下 捕捉成功 金龙随着奥峰心意渐渐缩小 里面的英神女妖 也自动出现了缩小数倍的拟态 成人大小的女妖 被关在笼子中 奄奄一息地趴着 奥峰思索着提升两个星级 能让价格提升许多 也不急着驯化 一招手将之收入了 无尽生命之界 即使普通戒指 也能装载生命囚龙 所以没什么人觉得奇怪 就 就这么简单 这 这可是一头七星神兽啊 从未见过奥峰二人出手的龙鸠等人 一阵目瞪口呆 早已能预料到的胜利 却没有人想到竟是这么轻易 两三下居然就解决了 这两个人的强大 顿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路上一直心有芥蒂的墨脸 也不敢再露出愤闷目光 哇 天哪 这头比蒙老兄把七星神兽 揍得嗷嗷叫的拳头 要是落在我身上 那会是什么结果 哇 众人对奥峰心服口服 这时候 被他们所救的幻师小队们 却来不及喘息 飞快地向着奥峰等人跑来 远远便对几人急切地教导 阁下 几位尊敬的阁下 请救救我们的同伴吧 众人疑惑地相互望望 示意这些灰头土脸 险些蒙难的幻师们 把事情说明白 队伍中唯一的天空幻师 还很年轻 看上去甚是狼狈 指着剑神深谷 弯弯曲曲地深邃沟沟壳道 我们一百多个幻师进入其中 八十名同伴 都陷在了前面一个谷地里面 在那儿 我们发现了重宝 但同时 也遭遇了一头 强大的高星守护神兽 我勉强感应到他的等级 应该是 九星级的神兽 那怪物太可怕了 我们甚至 甚至连它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就损失了两三名天空幻师 若不是我带的这个小队及时退走 现在 也和他们一样 我们逃出谷口 里面就起了一只水雾 然后我们便在这儿 等了一整天 却再也没有任何人出来 知道 知道刚刚的应声 你还路过攻击我们 守护神兽 通常不会离开守护的宝物 没有出来追击 这并不奇怪 但奥峰 却对那头守护神兽 起了兴趣 九星神兽啊 如果能为我所用 说不定 会借助幻神能源 突破超神级 成为我的第一头成年超神兽 九星守护神兽 坎迪亚和亚瑟斯 却结识一副凝重表情 主人 守护神兽 不比我们血统魔兽弱 一般呢 都是极为强悍的血统魔兽 如果宝物柜中 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 古老的恐怖魔兽 一定要小心行事啊 亚瑟斯话到这里 转而问那些人 你们发现的是什么宝物啊 那名天空幻师 谋中露出一抹狂热 吞下一口口水 生影微颤 元素精灵 我们在里面 发现了元素精灵 我听到 元素精灵 众人不由地 集体倒吸一口凉气 一起露出了震惊之色 那种能令幻师掌控一定的元素力量 就能辅助幻师修行 和本身幻兽进阶的元素精灵 雷玉风深深吸一口气 沉声问道 元素精灵 奥风了解不深 却也听说过一些 炼气学大全的第一页上有介绍 成为炼气师的方法 上面就有提到过 体内拥有火元素 是成为炼气师的先决条件 除了一些天赐火身之体的人 还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与强大的火系魔兽签订本命契约 比如我 得到他的本命火焰 另一个 就是寻找到火元素精灵 纳入体内 火元素精灵的火焰 为仅次于天火级的地火 这样的人 通常最后能达到炼气宗师的水平 另外 元素精灵 还是一种修行加速器 可令修行者 更快更多地 汲取天地之间的自然能量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东西有多珍贵 岂能用言语说得清楚 难怪这八十余人 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与那怪物搏斗 元素精灵 对强者的吸引力太大了 一个天空幻师高手 在得到元素精灵以后 便注定能够提升到 卡死无数强者的幻宗境界 没错 就是元素精灵 那人重重点头道 水系元素精灵 约有五六个之多 远远看去 就是一团晶莹的蓝色光团 可惜 我们刚刚见到他们 那只怪物就出现了 当场秒杀了几位天空幻师 我看我们的小队实力不尽 这才逃出来的 整整一天 除了几位阁下 再没有人来附近了 水元素精灵 人们再次狠狠吸了几口气 这玩意儿 对于普通幻师来说 珍贵程度还要再高一些 幻师们都知道 火元素太过暴力 极易破坏人体 另外几系元素精灵 也对体质有些要求 不易融合 只有水系元素精灵 最为温和 任何人都能够容纳入体 哪怕是天赐火身 也可以使用 当然 身体里 已有一种元素精灵的 就不能再装下第二个了 罗达文言叹道 唉 神剑圣果 除了顶尖高手 极少有人会来这里 一天已过 只怕 你们里面的同伴已经 众人心知肚明 各自摇摇头 侵入守护神兽的地狱 夺取宝物 神兽怎么会放过他们 那名天空幻师 神色一暗 接着又道 大部分人估计遭了毒手 不过当中 还有十几名天空幻师 若是他们合力 说不定能撑到现在 十几名天空幻师 罗斯皱皱眉 这时候进卡牙帝国围猎场的 大多数为了天元大决斗赶过来的 一下子死掉十几个顶尖高手 着实要让帝国肉腾好一阵 这百余人几乎占了赶来勾手的三分之一了 傲锋略略一寸 说道 我们去救 不过能不能救下 我们也不敢保证 既然这里面极为凶险 你们就不要前去了 我和玉峰单独探探 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 应该没有危险 就在附近捕捉高星圣兽和神兽吧 我回来就帮你们训话 众人一起点点头 无人反对 元素精灵虽是令人心动 却没有哪个真有胆量 敢打他的主意 好东西也得有命享受 九星巅峰神兽面前 普通的天空幻师不堪一击 没有亚瑟斯和坎迪亚压轴 傲锋和雷玉峰都不会管这个闲事 挥挥手 傲锋留下一大堆生命囚笼 留给他们使用 众人瞪着那一堆金灿灿的小笼子 纷纷暗响 哇 这帝王寻手师就是有钱啊 证人哥哥 小心啊 莫竹莫灵等人 对独自前行的傲锋二人 关心叮嘱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深入深谷 转过一道沟壳 便看到了那名天空幻师所说的水雾山谷 里面的雾似乎越发地大了 所见之处全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三米之外的景雾一片模糊 视野极窄 傲锋放了几只小兵鼠出去 也看不清楚什么 主人 不要大意 我感觉到那头魔兽的气息 他单体力量肯定在我和坎迪亚之上 不过我们联手胜负就不一定了 有五成以上的把握能够打败他 亚瑟斯一向爱闹 到了关键时刻 却冷静睿智 从不掉链子 这正是傲锋相当欣赏他的原因 对 还有我们呢 坎迪亚和亚瑟斯 一早就被召唤了出来 獠牙 奔雷 梦魇 四剑 魅君 也都各自露出了本体 围在傲锋和雷玉峰周围守护着 五成就够了 即使不能打倒 撤退总来得及 傲锋和雷玉峰相视着一点头 双双跨入其中 一进入白雾区 冰冷的感觉便令人一颤 唯有极阴极寒之地 才能生出水元素精灵 谷内温度相当低 雷玉峰眉毛一动 细心地伸出臂宝 搂住他矮了自己一截的肩膀 用结实的胸膛 温暖他微寒的身子 傲锋愣了愣 或许是因为早就习惯了 男子这样的关心爱护 毫无排斥之心 躯起一弹 天堂火便湿湿然飘出一线 将周围五米以内的雾气 驱散了些 走进谷内不到半克功夫 令人动容的血腥味 和阴森闲湿的臭气 便钻入了傲锋二人的鼻尖 他俩先后皱起了眉头 连亚瑟瑟都有一些 受不住地呸了几声 看地亚 这和你身上的龙骚味 可真像啊 去死 我看呢 是和你这臭味差不多 两个天生不和的家伙 又吵起嘴来 就在这时 前方的四剑和梦魇 默得一停 双双惊叫道 主人 人类的尸体 傲锋两人心中一沉 虽然猜测到 近来的人大多数 都是遭了毒手 可亲眼见到 到底不一样 连忙快步走上前去 往前一瞧 视线可及之地 两人都下了一大跳 已经干涸的暗色血液 将泥土铺上了一层 薄薄的地毯 一直蔓延到二人脚下 地上横七竖八 躺着一些残缺不全的人类尸体 死亡的这几名幻尸 眼睛突出 嘴巴张大 表情极为扭曲 也不知道 他们临死前 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恐惧就这么 永远地凝固在了脸上 该死的 太凶残了 雷玉峰的声音 默得响起 满面愤怒冲天地 指着前方的一具尸体 他们肚子里 傲锋脸色一变 凝神细看 果然发现 每个人的肚子上 都是一个大洞 里面空空荡荡 五脏六腑 什么都没有了 尽管 他在这个世界 已经看惯了冒险而死的人类 此时 还是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坎迪亚金色的眼里 闪过心惊 说道 这些人 一定是被活生生 挖出内脏 吃掉 这才死掉的 否则 不可能流出 这么多血 他们死之前的表情 也不会这么痛苦 靠啊 这个家伙还真有 禽兽派的艺术风格 老子杀人都没有 这么残暴 亚瑟斯 用极具幽默的语言 骂了一句 气氛 却一点也没有活跃起来 识人内脏 必为穷凶极恶 如石石鬼 锯齿背地龙那般的凶兽 傲风暗暗想着 呼听空中惊雷一闪 闹晴天霹雳 莫地落在远方 寒气不住地飘散向外 凶兽九成九 就在那里 过去看看 踩过鲜血染红的地面 傲风等人 离着内方愈发地接近 一路上人类的尸体越来越多 数来约有六十几人 即使说 除了那些天空幻尸 其他人应该都死了 每个人均被开膛破肚 腹中五脏空空 若非浓雾使视野距离有限 一眼看过去 连小命都要下掉半条 再次深入一会儿 四围愈发冰寒 侧耳细听 前方传来了打斗的声响 傲风二人神色一速 马上加快了速度 飞升而起 带领着众多患兽 一起往那边飞去 发现了那头凶兽后 便全力以赴 直接杀了他 傲风对众兽吩咐道 眼里一道寒光闪过 此等凶兽 一般不会为人类所用 亚瑟斯的暴力还无所谓 太残忍变态的魔兽 我可不喜欢 浓雾到了这边 却是稀薄了不少 那细长巨朔的身影 已经可以看得较为清楚 这头凶兽 长树杖 身似长蛇 小头细颈 颈有白影 不同于蛇的是 他细长的身体上 竟长着四只利爪 有点类似于东方的神龙 蕉 还谈了蕉 亚瑟斯和坎迪亚 双双瞪着眼睛 都觉得有些喘不过气 蕉 还在神圣巨龙族的血脉之上 更加接近那传说中的 神龙一族 他们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儿 遇到了一头可怕的恶骄 还好还好 恶骄现在只是九星神兽 尚未化龙 如果让他成为超神兽 焦龙 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坎迪亚 天空幻师 固守在那块凹陷的地方 背后靠山 轮流上阵 暂时和恶骄搏斗一阵 虽然每个人 虽然每个人 皆是面如金纸 好歹没有再出现什么伤亡 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支持多久 快快交出你们的内脏吧 恶骄沙哑的吼声如雷 冒着森寒幽光的眼睛突然一动 看到了来到眼前的奥峰等人 还有人赶紧来 恶骄甚是惊奇地望过去 眼神微微一变 奥峰和雷玉峰 双双飞到了寒潭上空 正面和这头恶骄冷冷对视 他攻击一众天空幻师的动作 暂停下来 那些受伤不清的天空幻师们 眼中流露出一丝狂喜和求生欲望 有证了 我没有救了 曾经的阁下 快把这头残忍的畜生收拾啊 放心 交给我们吧 傲风冷冷的声音里 充满寒意 轻声宽味道 恶骄眼里露出不屑之色 摇头晃脑 大笑出声 黄金巨龙 赤金笔蒙 还有几个小杂碎 你们以为 就凭你们这两只偏学童的小家伙 就能把握怎么样吗 既然你们急着献上你们的内造 我就不客气了 雨声一落 恶骄眼里凶光大作 一段细长的蛇尾 莫得从傲风二人身后 暴射上来 竟是卑鄙狡诈地 对二人来了一次偷袭 不过 傲风却一扬唇 和雷玉风双双往旁边一闪 躲了过去 下方的梦魇和四剑 两头速度幻兽 莫得击身而上 双双咬住恶骄的尾巴 狠狠一拽 使之不得不摇摆身子 把他们甩 被人洞察地偷袭 就不叫偷袭了 傲风在远处微微一笑 接着到 叫破绽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一向过人 分散出去数十只隐形 小兵鼠分身 怎么会没有看到 这个狡猾的恶骄暗度陈仓 想要偷袭他们 能见度再差 数量也能弥补回来 趁着恶骄尾巴未收 傲风和雷玉风双双喝倒 雅瑟斯 全身开化 银芒闪烁下 赤金笔蒙和黄金巨龙的 华丽战铠 附着周身 一身赤金和一身金黄色 宛如战神的二人 身后同时显出了 巨大的虚影 浅蓝色的污吏 充斥在周身 两道天空幻计 同时释放了出来 学着在死亡山陵里的 几个天空幻师 将能量叠加到了一处 九星神兽天空幻计的 耀眼金光 把浓雾都射得 散去了一大层 这两个该死的混蛋 恶骄 眼看那道耀眼金光 射到眼前 惊恐地大声叫道 两道九星神兽的天空幻计 等于奥峰 雷玉峰 坎迪亚 亚瑟斯的四人 最强能量相加 就是九星的神龙大爷 也受不了啊 偷鸡不成十把米 恶骄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从天而降的金色巨型光柱 直接将恶骄打入寒潜之间 一连串的泡泡泛了出来 潭上暗红色的血 在水中一缕缕化开 不一会儿 整个寒潭都改变了颜色 看上去显得非常诡异 亚瑟斯和坎迪亚 双双玻璃海化状态 飞快地跟着冲了下去 本着趁你病 要你命的优良传统 将于水中追杀蛟龙 刚刚那一击 虽然打伤了他 却不至于 把一头九星神兽彻底杀死 消耗过度的奥峰和雷玉峰 则飞回地面 恢复历历 那十余名年轻的天空幻师 兴奋地又笑又跳 死里逃生的兴奋 让他们精神稍有松弛 疲累不堪 飞上暗后 齐齐跌坐在地 对了 元素精灵 一名还稍有些精神的天空幻师 仿佛想起了什么 对奥峰指着山壁上方的一棵 突出植物道 阁下 那边的水系生命树上 有水元素精灵 那头畜生 一直在守着的宝贝 便是这个 不过不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去吞噬掉它们 吞噬元素精灵 是将这些元素精灵 当成灵果一般吃掉 和纳入体内 辅助修炼又不一样 大大削减了元素精灵的价值 一般幻师舍不得这样使用 这么珍贵的东西 男子告诉奥峰这样的消息 就是把元素精灵的所有权给他了 救命之恩重如山 大多数年轻的天空幻师们都是极讲道义的 如果没有奥峰 他们迟早会被困死在那里 奥峰仰头一看 那里果然生长着一棵扭扭曲曲的小树 上面几团明亮晶莹的蓝色光团 一闪一闪 极为漂亮 正是水元素精灵 千年寒潭上方 才能聚集出这样的宝物 赶紧摘了它们 免得夜长梦多 雷玉峰自告费勇地飞离地命 想去摘取元素精灵 天色默地暗了下来 原本白茫茫的天空上方 突然又出现了一朵又一朵的黑色乌云 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 一切的一切都来得那样突兀 奇怪了 怎么回事 说起来 刚刚还打了个汗天雷呢 数名天空幻师 七嘴八舌地顶着狂风讨论道 主人 我知道了 是雷杰 梦魇瞪大眼睛焦急起来 灵魂中向亚瑟斯传音道 亚瑟斯 快 快杀掉那条蛟龙 他已经到了九星巅峰 若是让他成功妒解 成为超神兽 我们就都完蛋了 靠啊 这小泥秀滑溜的要死 老子和坎迪亚在水里抓不住他呀 亚瑟斯愤闷的声音在奥峰心中响起 坏了 住人 你们快躲开 这家伙上去了 傲峰大惊 急声喝倒 玉峰 闪开 雷玉峰一听傲峰的呼叫 和坎迪亚的灵魂传音 没风一动 连忙横身飞出 几乎是同时 下方的寒水潭 忽如爆炸般的哗啦 身体上血迹斑斑的蛟龙 顶着一副猙獰的脸孔 飞身而上 直冲元素精灵 一口便将六枚元素精灵 全部吞了下去 雷玉峰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 瞪着眼睛骂道 我靠 也不怕被撑死啊 坎迪亚慌忙拦住 想要去找恶交算账的雷玉峰道 主人 不要靠近他 他已经在杜劫了 天地规则 我们都不能插手 否则 雷杰也会攻击我们的 血统魔兽 当血统浓厚到一定程度 真正进入成年的时候 便会引起一定的天地波动 落下结束 顶过雷杰便能新生 立刻强大许多 但也有不少的魔兽 在雷杰之中陨落 被劈得灰飞烟灭 天上的乌云团 已经伸到发紫 弯曲的雷亭 无故轰击在山谷之中 带起一阵阵惊天爆响 这个时候 奥峰等人能做的 只有干瞪眼 众人看着头顶电闪雷鱼 还有那巨大的恶交 在雷光中哀嚎的影子 心惊肉跳 亚瑟斯摸着胸口忐忑道 他能不能渡过雷杰 很难说 助人 你们先前那一下太狠了 受伤的状态 渡劫 简直是最坏的情况 不过 他吞了六枚元素精灵 水系对雷系 也有些效果 就算一时半刻 消化不了 付出他渡劫 却极有好处 诅咒你被雷劈死 傲峰 愤愤然道 心里 却在担心着 事后小九和赤 莫不是也会遇到 这种声势浩大的雷剑 这也太可怕了吧 紫色的云朵里 青色雷光 不住对着恶交轰击着 恶交 被劈得浑身焦黑 嗷嗷直叫 却死活不肯倒下 呼的一道紫色情 所有的盛海雷光 全都聚集在了 这道恐怖的紫光上 恶交惨力的惨叫声 响彻云霄 终于顶不住地 在雷光轰击之中 倒了下去 天地之间 猛地围之一静 再也听不到 雷鸣的响动 重重砸上地面 恶交的全身 都在散发着腥臭之气 焦黑的身体 呈现贪软的状态 好像没有了一点生气 死了 众人疑惑地相互望望 正想上前一看 亚瑟斯却凸得面色一变 拦住众人 不对 如果他死了 没有消化的元素精灵 会自动从他身体里脱离出来的 没人死了 众人亥然一望 果见那焦黑的表皮 在一块块脱落 露出其中新生的一片片青色龙林 紧接着 恶交的身体默得一动 在头顶一片金色的照耀下 默得飞上天空 漆黑的表皮悉数落尽 一头青色恶龙深入空中 恐怖的威压 豁然弱然弥散开来 快了 亚瑟斯和坎迪亚 面色大变 双双后退几步 超神兽威压 简直破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一会儿的功夫 这恶龙和他们 已经不是一个等级的魔兽了 一阵疯狂的大笑声传来 恶龙从天而降 落到寒潭凸起的一块石头上 凝聚成一个成年妖艺男子的模样 对着自己的双手 左看看右看看 疯子般的笑道 我终于进化成功了 我成功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二百零六集 笑声一停 男子幽光闪闪的眼睛 便恶狠狠地锁定到 奥峰等人身上 冷笑连连 杀意弥漫 我成功了 自然 就是你们的死期 众人如临大敌 心中雷鼓 各自焦急万分 怎么办 这可是一头超神兽啊 我们用打都知道结果了 正当人们心急如焚的时候 却听到了另一个冷冷的声音 也甚是嚣张地笑道 没见过世面 不过是化成了人形 有什么好得意的 总算是完成了进化 没想到刚一出来 就闻到了上股螃蟹血脉凶兽的味道 奥峰眉毛一动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心跳秃得稳定了下来 赤 是我 男子甚是开心的大笑声 响彻天地 火红光芒 在恶龙惊异不定的目光中 冲天而起 众人发现到周围的地狱 竟在一瞬之间 变了色彩 整个世界 居然陷入了一片火红之中 再也看不到刚刚的寒潭 山谷 而是进入了 一个茫茫无限的空间 火柱散开 一名看起来十六岁左右 漂亮的极点的少年 睁开了宛如红宝石般的眼睛 霸气冷傲的一笑 小小的凶手 需要猖狂 我来会会你 火红的发 火红的人 身体包裹在一圈烈火之中 仿佛一直在燃烧着 一双硕大红色水晶色的耳环吊着 在白玉般的景象边摇摇晃晃 俊美妖异 冷酷性感 张扬四溢 霸气横生 十六岁的华丽外表 成长期的象征 王者威亚 在红色的烈火领域出现之时 已将整个领域完全覆盖 剑神深谷中的各方神兽 目露惊恐地看向这个方向 灵兽圣兽 瑟瑟发抖地对之朝拜 一些超神兽 则心惊地远远避开了那个区域 指望离得越远越好 那种可怕到极点的威压 和超神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魔兽恐惧危险的本能 已经先一步让他们行动 至于领域中的魔兽们 感受就更深刻了 尽管赤刻意避开了他们 众患兽依旧忍不住 抱住脑袋 往后连退数步 超神兽的威压 他们九星神兽 还能勉强顶一顶 可面对着赤 坎迪亚和亚瑟斯 也兴不起一丝一毫反抗的念头 除非 奥峰这个主人 给他们注入污吏抵御 亚瑟斯和坎迪亚 从来没有见过赤 平常奔雷他们 也从未提起过 看到突然跑出了一个 更加强悍的怪物 双双瞪大了眼 焦急万分 坎迪亚哭丧着脸 完了完了 那家伙好强啊 哇 老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威压 真恐怖啊 主人 这家伙比你还变态啊 亚瑟斯也低着头 惶惶不安地说道 什么比主人还变态啊 那是主人的本命 契约魔兽 孟严也再低着头 翻了个白眼 甚是欢喜地叫道 赤老大 你终于出现了 赤一出现 獠牙奔雷 孟严四剑等见过他出手的 基本全都放下了心 幼年期便拥有 秒杀黑暗系神兽的实力 跨入成长期后 又怎么会将一头小小的恶龙 放在眼里呢 众兽虽然不知道赤 究竟是什么种类的魔兽 身为魔兽的本能 却告诉他们 他是那样的高高在上 比这些超神兽 甚至高星超神兽 还要崇高 本命魔兽 亚瑟斯的小心肝 被再次狠狠地蹂躏了一把 看怪物似的目光 移回了奥峰身上 诚惶诚恐道 主人 我错了 我大大的错了 我不该怀你的变态程度的 听着亚瑟斯的感慨 奥峰哭笑不得 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损我呢 又是一只超神兽 还是人主的 众天空幻师们 快要无法喘气了 惊疑不定地看着奥峰 心中阵阵颤抖 其实 不少人在奥峰一出现 就认出了 他是那个近来盛传的 追云阁下 只不过没想到 他竟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能保住性命无恙 人们心情起伏震动 却也稍稍安稳了些 天空上方的赤回过头 火红的唇淡淡一勾 对众兽微微点头道 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休息吧 看着就好 孤奥的赤血王者 自然不屑 以多其少 奥峰在远处淡淡笑看着 他感觉得到 赤现在心中的兴奋 憋了这么久 方能重见天日 力量大涨 赤打算用这条恶龙 来发泄发泄 顺便练手 这样也好 我也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你现在 究竟有多强大 赤的飞红双铜 落定到对面 左顾右盼 神色金黄的恶龙身上 这 这是 那条可怜的恶龙 也抱着脑袋 刚刚进化为人形的超神兽 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 超神兽强大的力量 便马上被赤吓了个半死 帝 帝王领域 吞吞吐吐 用颤抖的声音 说出这几个字来 恶龙满面苍白 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帝王领域 那算什么 别拿你小小的帝王领域 和我赤血的炼狱 相提并论 赤冷冰冰的眉头一跳 酷酷地说道 君脸上表情甚是不悦 仿佛那个帝王领域 是亵渎了他似的 小小的帝王领域 恶龙一听 差点当场疯掉 太拽了吧 帝王类超神兽的帝王领域 居然变成了小小的 那什么才是大大的呀 坎迪亚 嘴角抽搐甚是无语 我吞了一个帝王类超神兽的蛋 就成皇成孔了好几个月 这哥们倒好 帝王类超神兽的最强绝招 帝王领域 你居然一点也不放在眼里 赤的表情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明明是很狂妄的口吻 在他说来 却又好像那么的符合实际 这就只有一个解释 他的血脉 一定还在帝王类超神兽之上 小凶兽 我给你一个出手的机会 用出你最强的力量吧 否则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使用了 赤用冷淡的目光 高高在上的 盯着那头恶胶说道 身上的微压 墨的收敛 众兽各自觉得身体一松 抱着脑袋的手 也纷纷放了下来 恶龙目光颤动 眸中胸光闪烁 没有了微压的阻挡 他终于感觉到了赤的状况 微微一震后 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还当你真的跨入神阶了呢 原来 这是个成长期的魔兽 就算你是神阶魔兽 有领域优势又如何 现在的你 领域也只是个半吊子吧 我是水系魔兽 水能克火 死的是谁 还不知道呢 刚刚度过雷劫 天地规则自动赋予他心声 恶龙感觉到 自己身体里的力量 比往常的任何时候 都要充盈 也使得他信心大增 神王几魔兽又如何 毛美长旗就到处跑 今天 我便送你下地狱 凶恶的试杀本性流露出来 恶龙摇身一顺 再度显出巨大的蛟龙本体 如响雷般的一声怒吼 震耳 龙身盘旋直上 在赤红领域的空气中 勾勒出一道青色诡计 龙口一张 刚刚到达超神兽后 能够使用的最强天赋 幻兽技能 对着赤 释放出去 二元中水龙卷锋 本集结束了 拜 真冷的幽兰水柱 被一圈锋利如刀的狂风包裹 如一道利剑 向着赤轰轰烈烈地卷了过去 二元中水 对应地火级的火焰 同样有强悍的攻击力 普通人只要稍稍粘上一点 身体就会立刻结冰 冻碎 黄野的风波及甚远 领域空间也起了一阵阵波动 好似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远处观战的众人 看得心脏猛跳 眼睛一眨不眨 哇 真是恐怖的绝招 主人 是老大 毕竟刚刚才进化 不会有问题吧 四剑扶着身子问道 从善如流地 学着梦魇他们一起称呼赤为老大了 放心吧 傲风的黑袍被前方刮过来的刚风吹得速速作响 漆黑的眼睛出其明亮 笑意盎然 信心十足 赤狠狂妄 但是 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仿佛在回应傲风一般 面对着那道强悍无比的龙卷风暴 赤漂亮的脸上似笑非笑 淡淡摇里摇头 太弱了 周身火焰磨了一掌 一个鲜亮的赤白图纹从赤脚下浮起 图纹中一出的火焰 发了风似的往他的身前汇聚过去 一寸一寸渐渐成形 竟凝成了一把朔长大斧的模样 大约有赤本人的两个膏 赤毫不费力地伸手一握 看起来笨重无比的金色大斧 在他手中好似一根青飘飘的羽毛 身形如电 瞬间直对那龙卷风暴撞了上去 赤血开天府 随着一身冷酷的吏鹤 那青色的能量风暴 竟被从面对赤的一端生生劈了开来 而那火红的影子 瞬间便从风暴的这一头 一直劈到了恶龙眼前 在恶龙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狠狠袭上他的头颅 没有惨叫 因为恶龙根本来不及发出叫声 只有武器劈入肉体 令人发颤的冥想 还有那漫天血雨分落 惊心动魄的瑰丽画面 喷洒出来的龙血 有的触及到赤召唤出来的火焰 就这么在空气中蒸发掉 发出痴痴的声音 眼睛一眨的功夫 恶龙便被从头到尾 生生劈成两半 由天空上方落下地来 赤手提着比他人还高的大幅 好似浑然没有费力似的 飘飘然以一个甚是潇洒的身形 飞入地面 火焰 劈啪燃烧作响 恶龙再无任何响动 被一斧头劈成了两半 这次真的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众人的心 好像提到了嗓子眼 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一双双眼睛瞪着赤 被他的绝对强悍完完全全震慑住了 没人能说出一个字来 秒杀 绝对的秒杀 这可是超神兽啊 赤依旧贯彻他一击必杀 绝对强势的作风 超神兽又如何 秒你没商量 他冷冷地把手一抬 金色大斧化为火焰 消散在空气之中 四周的领域瞬间退散 人们又回到了现实之中的寒潭旁边 看了看身边的浓雾 赤眉毛一耸 一圈金色的天堂火焰放出 把雾气全部驱散 天空一轮耀日高悬 明丽的阳光投射下来 被还未散去的浓雾 折射出炫目的七彩之色 最终照耀在 那个站在高处岩石上的火红衣衫的少年身上 一声仰天长笑 赤似乎要将心中的压抑与不快 全数吐尽 在他进入成长期后出世的这一刻 他的心情说不出的激动 数年逃亡 数年隐忍 今日才能如此毫无顾忌地 站在晴空之下 眼望大千世界 他一字一字 缓缓说道 我 赤血 回来了 所有人在这个时候 都生起了同一个相当震撼的念头 王角像是大人 此刻一片安静 唯有清风拂过大地 哇靠 太他妈的牛串了 老子拂了 亚瑟斯率先发出一声惊叹的叫声 像赤头去敬佩的目光 也惊醒了还在发愣的众人 是啊 真的好强啊 雷玉峰瞪着眼睛感叹道 突然又有些不甘 他深深看了奥峰一眼 渴望着能够再变强一些 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他不是个喜欢逃避的男人 自从发现 自己好像染上了断袖之皮以后 虽然苦恼得要命 却也从未和奥峰产生疏离 观察几天下来 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歪了 于是他决定了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喜欢就喜欢了吧 哥们我就是断袖了又怎么样 爷爷跟父亲也说过的 是男人就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 我又没有三心二意 这中情艺人也很符合家规嘛 虽然这个艺人是个男人 他们两位也应该不会怪我吧 话是这么说 雷玉峰对他父亲和爷爷那边 还是有点小心虚 赤身上的火焰稍稍褪去 一身红铠冷酷俊美 走到奥峰身侧 两人站到一起 简直能引得天下所有的女性 集体暴动 奥峰笑着问道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我想 你的感觉应该不错 赤颇为亲切地 冲他点点头道 我的感觉 莫非你进入成长期 对我也有提升 神色一动 奥峰微微眯起眼睛 感觉着身体里的状况 立刻察觉到了异样 拍手惊喜的一笑 足下银芒一闪 五天星文从他脚下扶起 刚刚惊心动魄的战斗中 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忌自己 以至于现在才发现 那五天星文的第五尖峰中 竟已经有了六把银色的小剑 如此飙升 看得周围的人们大流口水 六剑瓶颈处 奥峰甚是感慨地一叹 本命契约就是厉害 我的进阶可以影响你 你的进阶也能够影响我 还记得最初 我与你契约之时 就是凭借你的力量 一口气冲上了九剑大幻尸呢 这么厉害啊 旁边的雷玉峰摸着下巴惊道 恍惚地点点头 怪不得呢 我就说普通人怎么也无法进阶得这么快啊 原来是赤兄弟的功劳啊 奥峰在那之前可只是个废物 本来雷玉峰还在奇怪 现在一想 和帝王类超神兽以上的血脉魔兽 从小签订契约 倒也说得通了 大家各自感叹着 虽然人人都羡慕奥峰 可是赤这种未知等级的魔兽 并非人人都能遇得上的 这种魔兽也极为高傲 一般人哪里能有和他们 缔结本命契约的机会 这样我们的筹码就更大了 奥峰信心十足地 递给赤一个感激的眼神 由于本命契约心意相通 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谢谢 一道目光足矣 赤文言杨眉微微一笑 看在几名女幻师的眼里 天上的阳光仿佛瞬间失去了光彩 终于雨过天晴了 一杆死里逃生的天空幻师们 一个个精神伪顿 连连叹声道 他们居然连一步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奥峰知道 他们这一天和那恶骄拼斗消耗过度 并让他们在原地休息 自己则是和雷玉峰 赤一起来到了恶骄身边 缴收战利品 晶莹的水元素精灵 果然已从恶骄身上脱落下来 一闪一闪 煞是好看 奥峰走上前 把六个元素精灵一一拾起 直接递给雷玉峰一个 投去毫无商量余地的眼神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第二百零八集 奥峰 到宫廷盛宴上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雷玉峰不客气地接过 对着他坚定一笑 他需要变强 为了能够永远守护他 接过元素精灵后 雷玉峰也不想浪费时间 干脆地也找了一个地方 去融合了 水系元素精灵 任何人都能容纳 只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我不需要元素精灵 赤见奥峰投来疑问的眼光 目光一暖 开口说道 我可以吞噬元素精灵 可是 这对我这种血脉的魔兽来说 没有一点作用 甚至于你们人类的华尔斯 对我也没什么大用 那种东西 若是给一两滴那头小猴子 或是小鸡 它们就能长大一点 成为超神兽了 小猴子 小鸡 亚瑟斯和坎迪亚 在远处不小心听见这两个词 动作相当整齐地 口吐白沫 栽倒在地 华尔斯是要钱的 元素精灵很珍贵 我不太想卖掉 奥峰手中抛着炫目的蓝色光团 心中考虑着剩下五个元素精灵的分配问题 赤 呼的 又对他说道 奥峰 你的身体里不能容纳元素精灵 因为 幻神能源 奥峰愣了愣 他倒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幻神能源 同样是辅助修行的东西 奥峰感觉和元素精灵有些类似 不过 幻神能源的力量 明显比元素精灵强大许多 对 这东西 比任何系的元素精灵作用都强大 乃是上古幻师留下来的封印产物 各大地域都在寻找 因为 那位留下他的远古强大幻师是女性 精神里有差异 所以 只能寄宿于女性体内 是有些严肃地对他道 我必须要提醒你 这东西 在我原本面位的人 都非常的地予 如非必要 你最好还是别暴露出原本性别和这玩意儿 原本所在的面位 奥峰 有些云里雾里 好奇地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现在我已经进入成长期了 有些事情 也该告诉你了 赤和奥峰随意地 在恶龙的尸体旁边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对他解释道 我曾经和你说过 目光不要局限于这片大路上 那是因为 在这片大路的尽头 能够找到空间面位的裂缝 通过那儿 还有更高层次的面位存在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大路 一个不同的空间 奥峰心中一突 露出思索的目光 我从地球来到这里 不也是一世吗 不知道和这个所谓的一大路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有这个认知 奥峰也不难理解这些 点点头道 我懂 赤 见他点头 轻声一笑 接着说了下去 一大路的存在并不是秘密 那片地域的北境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北境放逐之地 在北部边境区域的 空间夹缝进入 许多人是为了逃避 这个世界的追杀 躲进去的 也有不少人 是被判了刑 丢进去 只要被丢入那儿 就等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难道是单向通道 却不能回来吗 奥峰眨眨眼睛 有些惊奇的道 差不多 传送去了更高层的面位之后 是直接落在陆地之上 对面没有传送阵接应回来 北境大路往南 只有一片空间乱流 走入其中 便是死路一条 想要回来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要有足够撕裂空间的修为 那种存在 对你来说还太早了 赤叔到这里 摇了摇头 又接着对奥峰介绍道 那片放逐之地里 汇聚了千百年来 从这个世界被放逐的 穷凶极恶的高手 神界高手非常之多 如果他们都来到这个大陆 你想 这个大陆会乱成什么样子 奥峰心中一惊 点点头道 不错 如果他们回来 那可就乱套了 赤顿了一顿 接着说道 大多数人都认为 北京放逐之地 就是异面位的最高点 其实不然 在北京之上 还有一个灵气更加浓厚 异于修炼的面位 那儿的人 等级普遍比北京 还要高出一层 被北京的人们称为 露斯卡按摩大陆 同样可以在北京之地 找到裂缝通道进去 也是一个单向通道 那片大陆据说 是远古时期 从这个光芒大陆的空间 分离出去 所以和这个空间 有一定的联系 暗摩大陆深处的 树海林地 有一个千年 开启一次的通道 我刚刚出生时 就是因王者血统 引来树海 螃蟹血脉的追杀 不得已之下 这才从那儿 降落到这个大陆上 说到这里 赤的目光 突然冷立了许多 那一天我便发誓 如果我能够活下来 属于我的 总有一天我要拿回来 不管有多遥远 我也一定会帮助你 回去那片大陆 找那些人算账 傲锋明白了他的意思 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导 心里也在暗暗地惊叹 听赤的口气 竟是超脱 两个面位以外的 王者血脉神兽 怪不得 这么古怪 又恐怖呢 我没有看错人 赤漂亮的脸上 柔和一片 轻轻拍上 傲锋的肩膀 不过现在说这些 都还太早了 我们现在的实力 去北京都很成问题 不要操之过急 我们可以等着 我们一起历练 一级变强 同心协力的话 终会有一日会成功 傲锋 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你助我 我帮你 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傲锋反手握住 他甚是灼热的手掌 冲他灿烂一笑 好 我们永远不分开 不管有多困难 也不会舍弃对方 这不是因为契约 而是 我的心意 傲锋和赤商议一番 将自己现在的 大概情况告诉了他 后者 沉吟一会儿 嘖嘖称奇 幻神能源中 封印的幻神诀 那么多人费尽心思 也不能解开他的秘密 没想到 竟在我们 缔结本命契约的关头 一起破解了 果真是天要助我们 谁也挡不住 而且 这个心法 必须和幻神能源 相辅相成的使用 旁人得到它也没有用 奥峰这才知道 包括自己母亲在内 都没人能得到 那位上古女性幻师 封存的记忆口诀 只是当成辅助修炼 调动能源力量 帮助幻兽 进阶的工具使用 真正的威力 根本没有办法 发挥出来 如此说来 他倒真是个幸运儿 这东西的能量 仍旧没有完全 为我所用 我隐隐觉得 还有一些 封存的记忆口诀 在里面 为什么 我无法触及 难道 还有什么封印 是听傲锋这么说 红毛笑意一闪 奥峰 是你还太弱了 很多厉害的心法 也伴随着 很大的危险 如果实力不济的话 极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很多高手 在传授徒弟 或是留下密集时 都会设下禁制 实力不足 便看不到 更深一层的力量口诀 我估计 当你达到神节之后 里面的禁制 就会自动解除了 我很弱 奥峰瞪着眼睛 撇撇嘴 被打击得不轻 好歹 在其他人眼里 我可是超级变态呀 到你的眼中 居然就弱不禁风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难道不是 赤惊奇的眨眨眼 提议道 要不 咱俩比划比划比划 由于性格和原则十分相似 赤和奥峰的观点 完全一致 认为不需要再躲躲闪闪 叮嘱奥峰 当要他相助时 随时叫他出来助阵 赤便返回了奥峰的 幻兽空间内 继续修炼 人类的幻兽空间 最为适宜幻兽修炼 赤这种把实力看得 愉悦一切的人 就是一个修炼狂 他大仇未报 哪里会像亚瑟斯他们一样 有心思在外面玩耍呢 而且赤性格冷酷 不怎么喜欢人多的地方 更讨厌人类社会中 那些女人盯着他的眼神 高傲的赤血王者 除了奥峰 其他的人类 他根本不会看进眼里 时间过去了一天有余 恢复了体力的众人 纷纷站了起来 雷玉峰将水元素精灵 融合完毕 一双犀利的阴谋 愈发漆黑闪亮 那矫健如暴的身体里 散发出一股难言的压力 带着水元素的亲切 也透着一缕淡淡的冰寒 真是好东西啊 我提升到武剑了 雷玉峰同样兴奋地叫着 脚下云芒闪烁 献宝似的指给奥峰看 奥峰看着他精神奕奕 神采飞扬的样子 露出高兴的笑意 玉峰 你越来越帅了 是吗 雷玉峰一阵惊喜 宛如一个得到了糖果的小孩 心里欢呼雀跃 奥峰说我帅呢 看来哥木我这段禁忌之恋 不至于胎死腹中啊 军云阁下 我们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对啊 出去和他们会合吧 出去吧 免得我们的同伴担心啊 你就出去吧 刚被救下的几名天空幻尸体一道 好 走吧 奥峰点点头 将地上的超神兽蛟龙尸体收了起来 这个东西可是炼气的好材料 血脉魔兽 蛟龙的角 比起奥斯林的蛇角 还要珍贵呢 在他收拾尸体之时 却没有发现魔兽精和 而是在恶龙景象旁边的白色斑点里面 飘出一枚散发着青色幽光的一个小圆球 约有碗口大小 晶莹剔透 这 这是内丹 旁边亚瑟斯和坎迪亚 同时吃惊地叫道 内丹 你们也有吗 奥峰好奇地握着他 这恶龙的内丹 不像是水元素精灵那么温和 天才地宝的等级来说 绝对比之低上一个层次 但其中的能量也足以令人心惊了 见多识广的亚瑟斯大咧咧道 嗨呀 我们怎么可能有 只有远古血脉 纯正到一定程度的魔兽 才会拥有内丹的 这就相当于我们魔兽的精和 主人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一般的超神兽精和虽然难得 可是大部分炼气师无法熔炼它 只有天火才能炼化 但是内丹不同 低火级的火焰就能将之炼化 而且其中能量极强 再差的工艺也能熔炼出一件神幻器来 你们人类不是有一句话叫 有了一枚超神兽内丹就等于有了一件神幻器嘛 说的就是这玩意儿 神幻器 奥峰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 竟能得到这么一笔意外之财 神幻器的价格不亚于超神兽幼崽 即使天火炼气师无法进入一个状态中 也炼制不出神幻器 这种状态可是极少数的 奥峰思索了一下 便有了决定 卖掉它吧 这样可以换一些华尔斯回来 将大家的实力都提升一些 神幻器是好 但毕竟只是一件幻器 不能武装到每一个人 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还有一批跟随我的伙伴 几滴华尔斯实在不够用的 众兽一听 各自皱着鼻子 心里感动 觉得比奥峰更好的主人 世界上也找不到几个了 众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出山谷 和谷外集体捕捉患兽的罗斯等人会合 大家虽然对那六十几名患尸的死去 深感遗憾 但能救出这十几个天空幻师已经很好了 这个世界 每日冒险死亡的幻师见识不计其数 救不到也没有办法 听说了奥峰还有一头恐怖的超神兽 人们对奥峰愈发尊敬仰视 与他说话的态度极为谦逊 奥峰则是吩咐众人在原地休息一天 各自捕捉魔兽 明天之前都可以帮他们驯化 当然钱还是要收的 那些被救出的天空幻师们 本以为这次出来一点收获都没有 还在郁郁寡欢 奥峰这样说 当下又兴奋了起来 一哄而散出去捕捉魔兽 驯化完了一批已经捕捉到的魔兽以后 奥峰稍作休息 便把墨竹四人叫到一边 商量得到的战利品分配问题 同路前来 奥峰自然不能亏待了他们 追云 元素精灵极为珍贵 资质不够的人使用 效果也不行 我们不需要这个 罗斯面对奥峰取出来的元素精灵 摇里摇头说道 面对重宝 没有人不心动 不过 他们又没有出力 拿了东西 反而于心不安 用这些也是浪费 是啊 追云哥哥 你都给我们训兽了 我们怎么能不知足呢 莫灵小姑娘 缠着奥峰笑嘻嘻道 如果追云哥哥 一定要对灵儿好 干脆几天以后的宴会上 当灵儿的男伴好了 别看灵儿平时有点暴力 其实对自己人 我是很温柔的 奥峰出了一身大汗 心道 我要是个男的 还真不敢靠近你 哪天惹了姑奶奶你 说不定就会被你诅咒 撞进一群母豹龙的巢穴 于凡三人和奥峰那点关系 得到的患兽都是最好的 总共驯化了五只神兽 它们就有三只 附近虽是较为凶险 高星魔兽毕竟稀少 又因为赤的关系 吓跑了一大批 在鹰身女妖之后 就没有再遇到 莫灵得到的是一只三星闪电雀 和它叽叽喳喳的个性挺像 一人一雀 经常吵吵闹闹 玩得不亦乐乎 于凡得到的是一只六星人面之珠 由于莫竹二人都对这个鬼东西 比较反感 就便宜了它 莫竹得到的是少见的植物系魔兽 四星青丝曼藤 很是符合她的名字 小丫头说到天元节盛宴 就来劲了 吵吵闹闹 一定要让奥峰 当她一天的男朋友不可 奥峰拗不过她 只好点头答应下来 反正只有一天而已 做公主的男朋友 到了皇宫内 我就有理由去找苏雅妈妈了 沉默不语的莫竹突然道 珍云 我也想要一个元素精灵 几人一震 回头看她 罗斯蠢夺了一下也道 竹二年龄还小 虽然才刚冲上七件大幻尸 但因为修行教职 潜力足够 倒是可以用一用 奥峰眸光一柔 当即递出一个孝道 我是你们的团长 总不能白被你们叫吧 满足团员们的要求 是应该的 轻描淡写 魂不在意重宝的口吻 引来莫灵小姑娘眼貌红心 于凡眼露敬佩的光芒 笑道 一致千金面不改色 队长 我真是彻底服了你了 团长 如果不是我潜力太差 我一定不会和你客气的 一股暖流 在几人身旁的空气里流窜 几人意气欢快地笑了起来 气氛非常和谐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傲锋身上的凝聚力 从不是仅仅霸王之气就能带来的 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能令人感动 因此才能服众 莫主小心翼翼地收拾好元素精灵 又过一日替众人训化好一批高星灵兽 缴收了一百余亿欧比斯 浩浩荡荡的人马便离开了皇家围猎场 在围猎场外围分散的时候 已是七月五号的下午了 明天便是天元节盛宴 这个盛宴不止傍晚 白日里一整天都在欢庆 皇宫在这一天会空前热闹 而七日开始便是大决斗 多数人都要去准备天元节庆祝 和大决斗前的休息调整 在门口就分了手 奥峰和雷玉峰一起脱掉面具 为了方便行动 就收起了晃荡了多日的幻兽们 飞速地赶回避玉飘香酒吧 秦奥天果然已经在那儿的房间里等待 大哥 一个月不见 奥峰再见到秦奥天 忍不住又扑了上去 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个沉稳的兄长面前 他偶尔会露出一些小女孩的心态 这是以前的秦奥峰所有的情绪 无法控制 冷酷无比的秦奥天 对他始终是温和的 摸摸他的黑发 柔声道 小峰啊 这些日子大哥不在你身边 难为你了 有没有人欺负你 他不去吓人就不错 哪有人能欺负他啊 雷玉峰在旁边大笑着 黑桶一宁 又拍着胸脯沉声道 再说 兄弟我可一直在呢 奥天大哥放心 要是有人敢对奥峰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这小子相当的自觉 连大哥都叫上了 其实秦奥天的年龄 和他差不了多少 最多也就比他大几个月而已 秦奥天警惕地看着他 又看看自己的宝贝妹妹 心里暗自存夺 这家伙不会真的知道 小峰是女孩了吧 要不怎么这么紧张小峰呢 不过 以小峰现在的性情 应该不会对谁说的 奇怪啊 老天 这就是你弟弟啊 还没发育完全呢 真是个小不点啊 旁边也在房内的一名男子 粗声笑道 一听便是个豁达的汉子 奥峰好奇地望去 那男子身材非常高大 两米有余的个子 身后背了一把巨型双手大剑 肌肉一块块突出爆起 将内身容颜铠甲 撑得结结实实 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 令人很有安全感 容貌刚毅至极 五官端正 看起来非常舒服 一头长发翻着梳到脑后 是个很另类的英俊男子 和他一比 雷玉峰和秦奥天 这两个一米八个子的 都成了矮子 男子虽然在笑 却没有取笑的意味 纯粹感慨一下 奥峰的个头不高罢了 奥峰自然也不会介意 笑着问道 大哥 他是你请来助阵的 那位朋友吗 对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西云 他是一名九星剑圣 今年三十四岁 我在游历之中 结交的好兄弟 秦奥天和西云对视一眼 双双仰起唇角 仿佛有一股暖流 飘荡在二人之间 那是一种纯粹到极点的 男人间的情意 兄弟二字 便能悉数包涵 雷玉峰惊呼一声 西云剑圣 就是那个西云剑圣 很有名吗 奥峰眨眨眨眼睛问道 当然了 奥峰啊 你真该多了解了解 大陆的高手 这么多有名的人物 你都不知道 雷玉峰翻了个白眼 解释道 西云剑圣 是年轻一辈剑圣中 最杰出的高手 露斯卡光芒大陆的高手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也是传闻中 最有希望的近十年中 成为剑尊的风云男人 秦奥天为人冷酷 对谁都是不假词色 所以竟没人知晓 他和风云大陆的 西云剑圣有来往 这么厉害呀 奥峰吃惊地感叹道 心里暗暗 为大哥有这样的好兄弟 而高兴 以秦奥天的性格 不会随意结交朋友 要交自然是过命的交情 就拿这次来说 对上云中城的云中战队 普通人必定是明哲保身 而西云剑圣 却随他义无反顾地赶来 光是这一点 就让奥峰颇为敬佩 西云大哥 你好 奥峰伸出手道 嘿嘿 奥峰 你也好 西云伸出长满厚茧的粗糙大掌 握了握奥峰的小手 他的拳头握起来 几乎有奥峰两个大 西云和奥峰握手后 兴致勃勃地盯着他又说道 我听说了 你这小子也不简单 十五岁的小小剑圣 天赋呀 更胜我当年 相信你很快就会赶上我的 对了 你这么厉害 应该有个名师才对呀 你的师父是哪个 秦奥天愣了愣 也点头道 是啊 小枫 你还没告诉过我 你的师父是谁呢 有空的话 我一定会去谢谢他 这两人 不知道奥峰的幻师实力 问的自然 就是他剑术的师父了 奥峰摇里摇头笑道 我没有师父的 一定要说 哪个教了我御剑绝 是天涯剑尊 不过他说不收徒弟 所以我不算他的弟子 话虽如此 授业之恩如师 奥峰心底 还是把天涯 当成了师尊样的人物 天涯剑尊 西云瞪大了牛般的眼睛 吓得不清 秦奥天也眉毛一挑 震惊地站了起来 二人对视一眼 同时苦笑道 奥峰啊 你这个师父实在吓人啊 看样子我是没法去拜谢了 吓人 旁边的雷玉峰眸中露出一抹笑意 这就叫吓人啊 更吓唬人哪 你们还没看到呢 秦奥天拍拍奥峰肩膀 对他道 明天元宵节盛宴 秦家高层会一并前去 这个宴会上 有一个拍卖大会 家族会去看看有什么宝物 这很能增长人的见识 小枫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大哥在秦家有些话语权 带一个人进去没问题 至于其他人吧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 嗯 好的 奥峰点点头答应下来 我自己去也是去 反正不打算隐瞒什么了 是秦奥峰是追云 都无所谓 说到这里 奥峰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两个水元素精灵道 大哥 这些日子 我和裕峰一起去了一趟皇家围猎场 在剑神深谷那边 找到了这个 建于秦奥天神情之中 对西云剑圣非常信任 奥峰直接将他化为了自己人 要参加大决斗了 我方实力越强 把握就越大 西云剑圣已经到了九星巅峰 如果吸纳了元素精灵 应该极有可能会升入剑尊境界吧 奥峰觉得 一个元素精灵买一个剑尊 一场战斗 一个人情 怎么想都不亏 同时奥峰明白 就像他和雷玉峰之间一样 他大哥和西云剑圣 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些 合算不合算的问题 这是 秦奥天 也不有表情一致 骇然道 啊 水元素精灵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两个男人看怪物似的 看着奥峰 眼珠子 差点不会转了 这小家伙 这小家伙运气也太好了吧 元素精灵 这种天地 这种天地酝酿出的珍宝都能弄到 奥峰解释道 一共发现了六个元素精灵 我和玉峰都已经有了 大哥 你们就拿着用吧 这样我们也好有更大的把握 参加大决斗 西云皱眉摇头道 这 这我不能要 别说不要 秦奥天 看着奥峰的神色 眼底荡起了浓浓暖意 又用力地抱了抱他 便接过东西 扔给西云一个 你无反过来帮我 已经不是用报酬说得尽的 我们的兄弟情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这一个元素精灵又算什么 好小子 是我糊涂了 好 能升上建尊呢 我请你去喝个三天三夜 一定奉陪 几人说定了事情 当即返回秦氏驻地 与此同时 卡亚帝国王庭的皇宫之中 也迎来了一批贵客 金碧辉煌的宫廷正门 身材修长 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的中年男人 一身贵族装束 站在那儿 毛光落在那滚滚而来 散发着圣洁气息的马车之上 两排神殿骑士 不紧不慢地 走在马车两边 面无表情 没有一人落后半步 连优质脚马的速度 也不能胜过他们半分 全部都是天杰高手 中年男子身后的大臣们 深呼吸了好几次 仍然不能平定自己此时的心情 殿下 为什么光芒幻点 会这个时候 突然派如此强大的使者过来 这个阵仗 怕是主教级的人物啊 往年 不都只是普通天空幻师吗 跟在中年男子身后的 三名身背大剑的男子之一 眉头一皱 张口轻声问道 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们来我卡亚帝国 却并非为了我们这个拍卖会 而是为了一个人 末其陛下 颇为俊朗的脸上含着笑容 眼中精芒闪烁 一国之尊 见识毕竟很广 他想到的东西 比起剑圣门 那就多得多了 另一名剑圣缓缓道 陛下是说 那位追云阁侠 对 一名帝王殉兽者 又是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师 如此人才 哪个势力不想招揽啊 末其陛下 微微点头 淡淡笑道 不只是他们啊 连苏雅那边 云中城也派遣了 云中城长老前来 带来了一支强大的 云中战队 队长们组成的队伍 估计是想杀杀这个 追云的威风 让他知道 云中城的强大 再拉拢他进入云中城 想来 今年的大决斗 会很有意思的 画到此处 金色的杖帘一掀 样貌俊秀 身具滑贵之气 面容寒笑的年轻男子 慢慢从车上走了下来 包括末其陛下在内 人人皆是神色一肃 弯腰行礼 功名圣皇大人 光芒幻殿 属于三大顶层势力之一 四大幻师家族加起来 才顶得上光芒幻殿 而他又掌握着 人们的宗教信仰 因此 就算卡亚帝国的皇帝陛下 也得对主教级以上的人物 恭恭敬敬 当然 实力超强的建尊等人 不必到场 圣皇军落雨 如同黑暗幻殿圣女 是这个势力形象般的存在 也是年轻一辈 最顶尖的人物 风云卡罗尔帝都的 追云阁下出现之前 乃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师 天赋卓绝 不必多理了 这次主事的人 其实并不是我 不过 我最近正好路过这里 先来凑个热闹罢了 神军派遣来的 是我们的仲裁大长老 令人神清气爽的温暖雨声 从俊雅高贵的男子口中 缓缓说出 他向众人微微一笑 往后看去 车上再次走下一人 全身笼罩着金色斗篷 也是一身高贵之气 默其等人 看着那名四十余岁的中年男子 心中咯噔一响 真没想到 光芒幻殿的三大巨头之一 平日里绝不可能走下 星辰高坡的仲裁大长老 八星换宗商谦 尽会亲自驾铃 越来越热闹了 洛宇 抢那么的规矩做什么 我的老骨头一把了 哪里经得起折腾 你才是神之大言者 商谦 慈祥和蔼地看过众人 目光闪动 视线突然落定到 金碧辉煌的宫廷一角 探到 云中城也到了呀 是的 商谦大人 他们是早上刚到的 默其笑着走上前 那个叫追云的小家伙 如预料中的抢手啊 商谦摇头 无奈地笑笑 近来黑暗换店的信徒 在卡洛尔出现 恐怕目标也是他 君落雨 明眸闪烁 微微笑道 不过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了 有大长老在 黑暗换店的那几个人 怎么可能赶出来张扬 自从他们在上任 邪地身亡之后 就再也不能 对我神造成威胁了 这么多年来 黑暗换店早就不行了 神军已经组织 最后的剿灭行动 彻底覆灭他们 指日可待 众人文言 愣了愣 为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心中暗惊 光芒换店 要大举行动 彻底铲平黑暗换店 大陆的格局 也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二者 做了十余年的死对头 这则消息 称不上机密 伤签 也不介意 军落雨泄露 挥挥手道 先去先见云中使者 打个招呼吧 四周应声 随着他们走入宫中 七月六 天元节的前一天 第一抹阳光 突破了大地的束缚 绕设在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之中 温暖不显炙热 万物初始之风 轻轻拂过 带走属于城市的喧嚣 留下令人神清气爽的余味 从清晨开始 帝都就热闹了起来 宽敞街上 大贵族的马车 从三三两两 到络绎不绝 一年一度的盛事 天元拍卖大会召开 令卡罗尔城彻底沸腾了 许多烧有些钱财的家族 带上各自的水晶卡片 穿着大贵族的服饰 纷纷赶往皇宫 有的甚至是不远万里 从邻国而来的古老世家 每年的拍卖会 都会涌现出许多难得一件的 奇珍异宝 不可错过 不过 价格通常极其昂贵 可以说 这是每年资金流动最大的商场 奥峰等人休息了整晚 精神奕奕 秦奥天和西云剑圣 趁着这夜 融合了元素精灵 一个飙到九剑天空幻尸 另一个真的进入了见尊境界 实力大涨之后 各自高兴了许久 整装出发 几人赶到秦氏驻地的大门口 所有的天空幻尸 内院长老和直系子弟 已经到齐 最前方的秦老家主眼睛扫视 就看到了傲峰 目光颤动了下 走过来与其平淡地问道 你也来了 按理来说 奥峰上回顶撞他 这次见到 秦顶应该很不爽才是 可他却没有太愤怒的表现 当然 奥峰不稀罕 有些别扭地 别过脸去 淡淡说道 我是大哥的队友 客人 不是以你秦家人的身份前去的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秦顶多日以来 从没找过奥峰的麻烦 不过有些事情 有些观点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 奥峰打死也不肯承认 自己是秦氏中人 别以为对我态度稍好 我就会回头 树道异样的目光看过来 不少人的心脏扑通大跳 提到了嗓子眼 气儿都有些喘不过来 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打擎早的 你们去玩祖孙对对碰啊 会吓死人呐 内院两大供奉 也暗自头疼地付匪 这小鬼的臭脾气 就不能收敛收敛吗 三番五次地顶撞 秦顶老爷子 等真是胆大包天 你 秦顶差点被他气死 胡子吹高 眼睛猛瞪 转身拂袖而去 不用你提醒老夫 我知道你非秦家人 等会儿别到处游荡 就待在你大哥身旁吧 话虽如此 他到底没有赶人走 而且那口吻 居然认可了傲锋 随他们同行 众人见事情没有闹大 纷纷喘出一口大气 这才在秦顶的带领下 向皇宫而去 几乎都是天空幻师级以上的人物 不用乘坐马车 秦顶一马当仙 直接大批大批地飞行过去 偶有不能飞翔的便互相帮助 大片的天街高手玉空飞行 把许多街头行路的人们惊掉了眼珠子 不多时 巍峨的皇宫大门便能远远望见 那里做做美轮美奂的欧式宫殿 看得人眼花缭乱 出于礼数 秦顶吩咐众人从空中落下 步行过去 一边走 其奥海一边悄悄蹭过来 对奥峰道 奥峰 别和爷爷闹脾气了 毕竟是秦氏家主 等下皇宫之中 稍微留点面子吧 其实 爷爷虽然危隐了些 却算不得多苛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爷爷会那样对你们 不过 我却听父亲说过 他曾最疼爱的孩子 就是你们的父亲 我的二伯 秦硕大人呢 奥峰对秦顶的反感情绪 主要来自于原本的秦奥峰 心底多年的憋气 理智上 他也觉得 秦顶三番五次 都对他非常忍让 甚至到了有些不可思议的地步 刚刚的事情过后 再听秦奥海这么说 他心里寻思着 可能真有什么隐情 便点了点头 我不针对他便是 对了 秦鹿和秦奥雪怎么不在 奥峰从刚才就看了人群一大圈 没有发现他们 云中战队昨天到了帝都 他们肯定会去套套近乎 那女人 做梦都想早些进云中城 如果不是实力不够欺贱 她现在 也不会留在秦家 嘿嘿 云中城的云中战队 我早有耳闻 真想见识见识 他们有多厉害 西云剑圣 兴致勃勃地握了握身后 双手大剑的剑柄 她刚刚进入剑尊级别 极其渴望战斗 都有些等不及明天了 梁米有余高大的个子 走在他们当中 是最显眼的 西云对前方的景物 看得最清楚 说完了这句话 她的眼睛就瞪直了 忍不住 扎了在嘴巴笑道 嘿嘿 还说他们呢 他们就来了 傲锋哑然地望去 云中战队来了 前方人流颇多 道路上时而有马车穿梭过去 远处的那六个全身洁白的影子 仍旧是非常清晰 六个人 皆是身着雪白的幻尸长袍 头上扎着根白色头巾 飞舞得长长飘带 让许多过往的贵族少女 迷了眼睛 在他们的袖子上 还绑着一条四在散发着 盈盈光泽的蓝色丝带 傲锋眼尖地认出 那和苏雅妈妈给她的蓝色断带 是一样的 走在最前方的男子 英梅朗木 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 眉峰高高扬着 被一名女子挽住臂宝 随口和她交谈着什么 那女人正是秦奥雪 想来 该男子便是云成了 他们后方 五名男人同样是样貌 清奇的俊美青年 云中成 素来爱好脸面 派出的六人皆为美男子 打扮又非常拉风 刚出现 就成了惊叹视线的焦点 由于大决斗年龄限制 是三十五以内 又要派出高手 这些人最小的 也有二十七八岁 走路昂首阔步 目不斜视 身上的傲气一览无遗 秦奥雪挽着她 看着女人们投过来 道道羡慕又嫉妒的视线 眼中的得意 怎么也掩饰不住 秦鼎眉峰调了调 眸光深沉 不知是什么表情 转眼的功夫 六名白衣蓝带男子 便走到了眼前 云城阁下好 又供奉秦宇 上前一笑 打招呼道 秦老家主 秦家诸位阁下 你们也好 云城面色居傲地点点头 那种俯视的态度 没来由的 便让傲风非常不爽 秦鼎看她一眼 瞳孔皱缩 没风不经意地跳动 云城阁下精神不错 想来这两年又有精进了 我看你的气势 似乎是已经突破了 幻宗的迹象 幻宗 不少行人前进的脚步 就此顿住 眼露骇然地 深深吸了口凉气 被这两个字吓唬到了 这个年纪的幻宗 岂不是能赶得上兰修阁下了 老家主好眼力 一年前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后 城主赏赐了我十滴华尔斯 这才令我实力大惊 云城笑了笑 奥峰眼里看来 却很是虚伪 十滴华尔斯 这个数字 批得众人一速 也为云中城主的阔绰而惊叹 赏赐一名云中侍卫长 都能给出这么大手笔 云中城的财力可见一斑 当然 云城完成的任务也很重要 他身后的几名 同是队长级的人物 看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羡慕 这云中城啊 就是不一样啊 十滴华尔斯 老天哪 我哪天才能见到一滴 又不人家怎么打破了头的 要挤入云中城呢 不到七见天空幻视的外人 正常情况 人家不收 四下里的一阵怯怯思语 大大满足了云城的虚荣心 神色愈发高傲 微笑着往傲锋等人的方向 看了过来 你就是秦傲天 男子的目光 落定在秦傲天冷峻孤傲的脸上 阳唇微笑 听说你是傲视天才 二十四岁 便成为了七见天空幻视 可喜可贺呀 只是 不知道你在三十五岁以前 能不能到达幻宗境界呢 笑是在笑的 但任何一个人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一种嘲笑 云城今日带着的人 来的目的很明显 立微 他要让秦傲天知道 云中城的强大 无人能敌 妄想和云中城比试 那便是自寻死路 秦顶脸色微变 堂着我的面 嘲笑我秦家的天才人物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个云城 为师太过狂妄了 嘲杂喧闹的门口 请客安静 云中城和秦氏家族的天才交锋 甚是牵动人心 连两排站得笔直的侍卫 谋光也投射过来 我能否成为幻宗 不劳你费心 秦傲天冷酷地说道 望也没望他一眼 表情没有分毫变化 不是 女性生物的谋光 同时一震 无限狂热地看向他 秦傲天的冷酷气场 和英俊容貌 显然更令女人们心动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第二百一十三集 云城眼见此景 眸中光芒闪过 接着笑道 我当然不会为你费心 成为幻宗可不容易 没有天地奇物 想要突破 只怕得十年八载 秦傲天冷瞥他一眼 道 你的废话说完了 废话 云城没想到 他竟会这样果断 干脆地顶回他的讽刺 面色一僵 眉毛跳了几跳 好容易 才按耐住 动手打人的冲动 再次露出嘲讽的笑容 秦傲天 那我就直接和你说吧 天赋再高又如何 还不是一样 急不上我 有时候 背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和我针锋 你只会输得很惨 话刚说完 云城默地感觉到前方 一股彻骨冷意传来 连忙后退了几步 脸色突然一阵难看 轻声惊道 这是 秦傲天没有正面回答云城的话 他只是淡淡伸出了自己的手 指尖一缕幽蓝色的液体 在不住跳动着 上面散发出 嘶嘶吕吕的冰寒之气 空气痴痴作小 仿佛能够动裂一切物体 十米以内 人人都打了个冷战 包括秦家众人在内 一起哑然望向秦傲天 二元重水 秦宇的心脏狠狠跳动一下 上前几步 走到秦傲天身旁 又惊又喜 傲天 你这二元重水是 二元重水 对应地火及火焰 本身就可以作为武器 杀伤力极强 奥峰无意得到了水元素精灵 我使用后 刚刚进入九剑天空幻师 相信不用两年 便可升入幻宗境界 众所周知 元素精灵最厉害之处 不是纳入体内的实力提升 而是能够辅助修炼 有了元素精灵的辅助 天空幻师升入幻宗 乃稀疏平常之事 何须三十五岁 二十五岁就可以 这无疑狠狠驳斥了云成的嘲笑 响亮地反打了他一个耳光 云成脸色阴沉至极 元素精灵 可比十滴华尔斯还要贵重 而且有价无货 根本找不到 他拿什么和秦傲天比 奥峰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代替大哥冷冷地 对云成抛出一句话 除了背景 运气也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云成阁下 以后最好别再这么幼稚 雨声很冷漠 清晰入耳 听来却是相当地劲爆 云成先是愣了一愣 不敢置信地望向奥峰 直到看见他盯着自己的冷漠眼神 才确信听见了什么 心里腾得燃起一阵怒火 秦傲天有这实力 嚣张一点也就算了 你这小子是哪根从 居然敢骂我幼稚 秦傲峰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看到傲峰 秦傲雪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 脸色大变地跳起来尖叫道 秦傲峰 就是傲天阁下的那个弟弟 有人马上想到了什么 虽然没有追云的鸣声响亮 但那天碧玉飘香的 一场秦氏家族自己人 同自己人的闹剧 伪实太过可笑 虽然秦氏驻地的人 不怎么出去透露 他在本家的消息 知道他的人也不少 哦 据说是个小剑圣呢 这么年轻的剑圣 不会吧 我看上去还挺帅的 四下的窃窃私语 传播着各自知道的讯息 你便是秦傲天的那个弟弟 秦傲峰 云成当然知道他 秦傲雪要他第一个 在大决斗里干掉的人 就是这个小子 他的眼神愈发狠利 心中冷笑 很好 坏了我的大事 害我出丑 又敢骂 现在就算是 傲雪没有提过你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对 我就是秦傲峰 你也想进去 参加天元节盛宴 是又如何 那你可以回去了 云成咧开嘴笑了笑 眼底却充满了深沉 雨声伶俐 这里不欢迎你 你也没资格来这里 投机取巧成了剑舍 便如此张扬跋扈 世上比你强的人不知有多少 没有秦帖 一般剑舍也不能入场 没错 你不是很嚣张的脱离了秦氏家族吗 怎么 看到我们家族的好处 又想回到秦家了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奥雪 你闭嘴 秦家的事 什么时候由得你来说了算 今天 是老夫要带他来的 你们这是当中打老夫的耳光吗 秦顶 恼怒地喝倒 吓得秦奥雪乖乖闭起了嘴巴 暗中奇怪 这老头不是被秦奥峰气得半死吗 干嘛这个时候又护着他 云城也不高兴了 连败给秦奥天几局 心中气急的他 找到了一个空子 可以为难秦奥天 自然打定了主意 要将奥峰结在这里 沉生说道 秦老家主 我虽然敬重你 但你也不能这般 搏我们云中城的面子 别说他现在也不是秦家中人 即便是 我们云中城的人 也不是白白给他骂的 您别忘了 我们云中城的圣女云苏亚 可是卡亚帝国的皇后 云中城圣女 抬出了苏亚皇后 秦顶的面色也变了变 皇后所在的势力 皇宫的确算得上 他们的地盘呢 奥峰心中也是一惊 苏亚妈妈 竟是云中城的圣女 怪不得 她有蓝色丝带呢 仔细看看云城的丝带 比起其他几个人的 明显长力解 而苏亚妈妈给我的蓝色断带 还要再长一截 苏亚妈妈的身份 肯定比云城这几个 要崇高得多 想到这里 奥峰就笑了 不说他的苏亚妈妈还好 说起他的苏亚妈妈 这些人不是自己找死吗 奥峰正代拿出 那条蓝色断带 吓唬吓唬人 门口突然出现的人影 却掠夺了他所有的目光 怎么这么多人啊 云中使者和秦老爷子都在啊 不知道 我能不能来凑个热闹呢 忽如其来的清润笑声 将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容颜俊美至极 气质优雅 身着镶金边 祭祀长袍的男子 慢慢从大门中夺步走出 宛如神奇般一世孤立的气质 瞬间让众人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圣皇 金落语 太圣洁了 无上的高贵 仿佛看他一眼 都会自残行贿 就连高傲的云城也不例外 众人心中叹服着 不愧是号称绝世天才的人物 自有他的不凡之处啊 云城的身份 不比君落语那么高贵 他毕竟只是一个侍卫队长 而君落语 却是神之代言者 这与实力无关 所以即使在心里付匪 他也不得不走上前 说道 圣皇大人 其实这件事是 话未说完 面上含笑的男子 却从他身边擦了过去 仿佛没有看见他似的 擦身而过的瞬间 肩膀上一股强劲的力道 却将云城撞了一个亮枪 险些跌倒 云城心中大吃一惊 沉默不语的同时 目光不住抖动 他可以肯定 刚刚那一撞 绝不会仅仅是天空幻师的力量 普通的天空幻师 不可能将他撞开的 圣皇大人莫非 众人正对男子的动作迷惑不解 却见他已直直走到了奥峰身前 君落语 奥峰愣愣瞧着男子 叫出他的名字 秦城的一幕幕 从眼前宛如电影般的闪过 看着满身光辉灿烂的他 也不知自己是个什么心情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一微一笑 明亮的黑桶里 好像有漫天繁星在闪烁 突得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张开双臂 一把紧紧拥抱住了奥峰 奥峰 好久不见 男子狭长的眼睛眯起 发出满足的叹息 这一刻 云城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百分之百的肯定 君落语的出现不是偶然 还有他刚刚那一撞 都是故意的都是为了秦奥峰 人们则是惊疑不定 这个秦奥峰到底有什么能耐 能让圣皇如此看重 温暖的感觉传遍全身 热血在心房里鼓鼓流过 这情景就好像那时 他在漫天的天堂火焰 追不下抱住自己的时候 令人无比的安心 奥峰眯上眼 反手轻拥了男子一下 两人之间似有淡淡的温馨流动 看到这一幕 众人忍不住翻着眼睛 做了一个晕头转向的动作 随后一起用怪异的眼光 瞪着奥峰 高高在上的圣皇君落语 素来一脸亲切微笑 实际却是谁也不亲近 想摸到他一根手指 比登天还难 而今却和奥峰当众拥抱 为他解围 哪能不让人嫉妒呢 秦奥雪本来在云城旁边 骄傲得意 但现在圣皇一出 那些羡慕的视线 立刻就转移了方向 再加上 他也感觉到君落语 是故意堵他们的 憋得几乎呕血 当然 也有瞪着君落语猛瞧的人 比如秦奥天和雷玉峰 这两人一个极度恋妹 一个自认断秀 见奥峰和君落语这般亲热 气氛很不对劲 心中大感吃味 小枫 你和圣皇大人怎么认识的 两人总算抱够分开了 秦奥天便忍不住上前问道 投向君落语的目光很是奇特 对方与他并称当是两大天才 天赋更在他之上 二人虽不认识 在传闻之中相互有些了解 这时候君落语突然和自己的宝贝妹妹有了关系 秦奥天心中的感觉 尾时古怪 你一定是奥天阁下了 君落语俊雅的脸上露出三月春风般的微笑 伸出白玉般的修长五指 亲切说道 半年之前我和奥峰在秦城结为生死之交 共度患难 他已将背后交给了我 无论如何 无论是什么身份 我和他都是朋友 今天自然也是一样 奥峰得见故人心情愉悦 眼露温暖之意的插口道 大哥 当初我们蒙难 洛宇以命相护 那时候我还被人称为废物呢 秦奥天文言动容 和身旁的西云剑圣对视一眼 目中露出了了然的笑意 少有的连起冷酷 也伸出手去 与君落语一握 小风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奥天对妹妹的保护欲强烈的过分 却从不对奥峰的交友指手画脚 不管雷玉峰还是君落语 只要对奥峰好的 他不会排斥 两大当事天才在这里汇聚 握手 这一幕甚是激动人心 我的朋友 应该可以进去吧 君落语牵着奥峰的手 走入大门稍稍一顿 似是无心地对守卫微笑着问了一句 那守卫打了个机灵 态度立刻变得非常友好 急忙弯腰连声道 当然 当然 没问题 圣皇大人 请 君落语似笑非笑地回眸 目光正好扫在脸色铁青的云橙等人身上 唇角凛凛勾起一个弧度 这才转过身 领着奥峰慢悠悠地 进入了皇宫里 秦鼎也带领秦家众人 鱼冠而入 只留下惊呆了的云中战队 其中一人回过神来 愤然怒道 队长 那个圣皇 分明就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岂有此理 他是圣皇 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太欺人了 云橙队里另一年轻人 接着说道 云橙本想过来示威 结果 却半路杀出个城咬金 被别人示威了 这滋味何等难受 秦奥峰 君落语 云橙险些气死过去 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两个名字 看着二人消失在大门后的背影 冷笑起来 哼 你以为这里真的是 你光芒换殿的地盘吗 走 我们去找圣女大人 我就不信 你圣皇 能高贵地过我们云中城的圣女 对 找大护法和圣女大人去 他不给我们面子 是他自找难堪 几个白衣男子 气哼哼附和了几句 也进入皇宫中 往一座相当华丽的宫殿去了 洛宇 我还以为 你是个老好人呢 没想到 你也这么坏 刚刚那个云城的表情 真是精彩 奥峰这个时候 正在感慨着 和君落语亲热地走在一起 雷玉峰 始终跟在奥峰旁边 两黑一白 三名样貌俊异的年轻人 甚为抢眼 从正门进入后 绕过几个宫殿 便来到了千人大广场外 宏伟的古鲁斯皇家拍卖会会场 在拍卖会场对面 还有已经准备好晚间酒宴的 拉普拉宴会堂 这几个地方 均为为了每年的天元节 特别建设的地方 灰红大气 充满浓郁的皇家气息 秦奥天 跟随着秦家大队 前往秦室的担间 君落语 以叙旧为由 单独约奥峰两人出来 和他们在一起 奥天也不担心 正好免去秦陆和奥峰冲突的麻烦 拍卖会后的盛宴 他们都会到拉普拉宴会堂的 漫步古鲁斯拍卖会场的红色地毯上 君落语 眨眨眼 很无辜地道 有吗 我只是问了守卫一句话 又没有和他们说什么 难道他还能灌个大帽子给我吗 奥峰和雷玉峰 双双扑地笑出了声 你是没有和他说什么 可你的行动比说了什么还气人呢 真是没想到 堂堂圣皇君落语 居然是个腹黑的极品 秦城之后 我一直很想见你 可惜没什么机会 眼睛扫描着男子俊美的轮廓 奥峰呼得挺胸抬头 认真地凝视他 现在我又见到你了 有些话 一定要对你说 声隐清月 如雪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 奥峰缓缓缓道 我想告诉你 秦奥峰和君落语 是一辈子的伙伴 即使面临灾难 我也不会轻易抛弃你 我会慢慢变强 强大到能够帮助你 我希望 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有些事情 不要隐瞒我 我看到了 君落语 温润地笑着点头 眸中柔和的星芒闪烁 拍拍他的手背 你一路走来 我其实都在关注着你 看着你 没想到你竟然会成长得这么快 半年以前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奥峰 我答应你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而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有我在 谁也动不了你 男子话语里的气势十足 同样少见地认真 奥峰与他平平对视 同时一笑 有些东西 仿佛就在笑容中 那样打开了 感觉自己被忽视了的雷玉峰 不满地嘟囔着 哎 哎 别忘了还有哥们儿我呀 奥峰脖子里的小兵 眨眨小眼睛 跳到他脑袋上吱吱地笑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你君洛宇的聪明 不难猜出 奥峰是追云 奥峰当然也不瞒他 听闻奥峰 要送东西来拍卖 君洛宇 便带着奥峰二人 直接来到了 拍卖会场的健保室 诺大的单间内 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和一名华裔男子 大多数拍卖品 早就在日前送过来了 只有奥峰这个不懂规矩的 才跑来横插一脚 哎 圣皇大人 您怎么也过来了 难道光芒幻电 也有好东西 需要拍卖 哎 快拿出来 给本皇子开开眼界吧 打败雍戎的年轻贵族男子 便满面笑意地走了过来 奥峰看见该男子 不禁暗暗惊奇 想不到 管理这个拍卖大会的 竟然是卡亚帝国的大皇子 莫棱殿下 我身上可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不过我这位朋友 身上的宝贝可就多了 军洛宇笑着向奥峰做了个手势 自然将那两个人的视线 吸引了过来 你是 莫棱殿眼见一名俊逸非凡 气质冷酷的美少年 只觉得似乎有点眼熟 又不知究竟哪里见过他 疑惑地眯起眼 大殿下忘了我吗 奥峰淡笑着手一晃 从中取出一张燕红的请帖 递了过去 啊 莫棱看到那帖子 眼睛瞬间瞪大 惊喜地拍手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追云阁下到了 想不到追云阁下退去面具 竟是俊美如斯啊 本殿下险些认不出来了 阁下真该早点脱了 那老十字的东西啊 追云阁下 那名老者听见这个名字 略微一愣 抬起了脑袋 好奇地打量奥峰 显然也听说过他的大名 奥峰开门见山道 我来见宝 殿下能否行个方便 当然可以啊 追云阁下想要拍卖什么 交给我们的鉴定师吧 是不是想卖几头成年换兽啊 莫棱做事请奥峰三人坐下 笑眯眯道 挥手取出生命囚龙 和恶龙的内单放到桌上 奥峰点头道 对 我只卖这两样东西 物品刚刚拿出 鉴定师的眼睛便狠狠跳了跳 失态地豁然站起 指着那生命囚龙道 这是成年九星神兽 趁着昨夜 奥峰驯化了这头鹰身女妖 使之提升到了九星等级 然后是老头见惯了奇珍异宝 依旧是忍不住扎了扎嘴巴 驯化的成年九星神兽 对每一个幻师来说 都是巨大的诱惑 他身为皇家鉴定师 老头的实力也在天空幻师级 自然知晓 这头神兽的价格如何 低价一百夜欧比斯 一等拍卖间 平息了一下心头的激动 老头递给奥峰一把钥匙道 按照资金的多少 拍卖室的等级也有不同 秦家那么大的家族 所分到的贵宾房 都只能算是一等拍卖间 老先生 这个你不鉴定一下吗 奥峰指了指旁边的恶龙内丹道 这是一头超神兽的内丹 价值应该不比九星神兽少吧 内丹 你说这是超神兽内丹 老家伙一听 惊得差点蹦起来 超神兽内丹 这可等于是一见神唤起啊 双手颤抖地捧起那寒可透骨的内丹 翻来覆去看了两下 感受到其中的浑厚能量 老头眼睛越瞪越大 越瞪越圆 最终赞叹地吐出了一口气 果然不错呀 有生之年 竟让我看到了一头超神兽的内丹 不枉我活了这么久啊 喃喃自语了一刻 老头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它 想了想 这才给出了价格 底价九百亿奥比斯 这么多 心里准备充足的奥峰 还是被吓了一跳 这可只是底价呀 拍卖之中炒作起来 拍出几倍的价格很正常 那不是要卖到一个天价了 追云客家 这是田园拍卖会 底价比起普通世家高出四五倍 而且上古血脉的魔兽极其稀少 都很强大 能够遇上也不一定能打败他们 阁下的实力不是人人都有的呀 老头现在对奥峰的态度极为友好 能杀死一头上古血脉魔兽 强悍程度无庸置疑 看来传言一点也不过分啊 说到这里 莫棱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恭喜追云阁下 拍卖物品的价值达到千亿了 你呀 已经成为我们的特级贵宾了 我带阁下去特级贵宾室 已经很多年啊 没人进入其中了呢 阁下 请 特级贵宾室和普通拍卖包厢不一样 只有卖家才能进 皇家拍卖场抽出千分之一的手续费 也就是说 奥峰这样东西卖出去 白白就送了卡亚帝国皇室一亿欧比斯 待遇自然和买家不一样了 奥峰根本不明白什么特级贵宾 只知道有地方待着就好 和君洛与雷玉峰二人 一起来到了一间不止精良满地红毯的房间内 柔软的沙发软座居中 正对面 清晰的大屏幕里放映着展台上的一切 房间内的墙壁 竟是一圈深色的透明玻璃 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却可以把外面看得清清楚楚 三人来到玻璃前面向下一望 这才惊讶地发现 他们居然是在拍卖场的最顶部 下方悬空 人头攒动 全是参加拍卖大会的人 二层的包厢 就是老头所说的一等拍卖间 从这里能清楚地看见 全场的动静和席位 够气派 这个地方平常不许任何人进来 我都没有进来过的 雷玉峰打量着下方的情景 笑着说道 三位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 木棱将人带到后 也不打算逗留 随意又问道 终于阁下 要不要隐瞒身份 特级贵宾间 外面是有屏幕标示名字的 如果你怕麻烦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可以选择黑屏 奥峰眸光闪烁 摇头笑道 不必 今天来 奥峰就没有想过要隐瞒什么 不如开诚布公 凭他帝王训寿师的身份 还能在拍卖的时候 让人给他点面子 你可要有点心理准备啊 包括我所在的光芒换店 大势力 听着你的 不少哦 君落语笑着提醒奥峰 我会怕吗 奥峰挑挑眉毛 小模样有点嚣张 拍卖会场里 渐渐坐满了宾客 展台上 中年拍卖师 打扮得甚是干净爽冷 戴着一双白色手套 手持小锤走了上来 眼看大会就要开始了 突然 头顶上方光芒闪烁 最顶部宛如空中楼阁的单间外 一瞧七彩缤纷的明灯 接二连三的亮起 下方的坐席 顿时起了一阵骚动 特急贵宾房 包括二层包厢中的秦家 云中城 光芒换店的使者 全都带着哑然之色 纷纷朝着上方蓝色的玻璃 看过来 脸上露出了凝重 特急贵宾房的明灯一亮 就是说 有估价近千亿的东西出现了 这种东西 无一不是旷世奇宝 难以寻到 必会引起各大势力的争抢 原本甚是为念的人们 宛如被打了一针兴奋剂 振奋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第二百一十六集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前来 参加我们卡亚王庭所主办的 天元节的拍卖大会 台上颇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 看看周围 朗声说道 今天我们的会场 来了一位相当特别的客人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数年尘封的特急贵宾房 今日终于派上了用茶 这位客人 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请各位看看 特急贵宾房外面的大屏幕 众人仰头望去 只见那房间外部 沉寂多年的黑色屏幕 突然有了动静 两个鲜红的大字 毫无保留地对外显示 追云 那个声音 接着兴奋地说道 没错 它就是最近一段日子以来 风云我们卡罗尔帝都的 追云阁下 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尸 帝王驯兽者 追云阁下今年 尚不满十六岁啊 这样的成就 着实让人赞叹 这一次 他为我们大会 带来了一样 价值极高的神秘宝物 让我们一起欢迎他 是他 他来了 包厢中的云中大护法 和光芒仲裁大长老 双双反射性的战器 眼中露出 志在必得的精芒 下面的人群 看见这两个字 听见这段介绍 先是一愣 随即 又是一阵轰动 是 是 垂云阁下 帝王驯兽者 我的老天 他不会是拍卖了一头超神兽吧 帝王驯兽者的身份 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 就是超神兽 不过 人形超神兽通常高傲无比 即使自尽 也不会任由别人拿出他们来拍卖的 他敢卖 别人还不敢买呢 这又让人们相当疑惑 议论宝物是何物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这样的阵仗 令奥峰颇为吃惊 他没想到 莫棱不但让人报了他的名字 还大肆宣传了一番 目的 就是在为他扬名 讨好他了 没有年轻人不爱虚荣 这么一传播 原本那些还不知道 他是帝王驯兽者身份的外地来人 也都了解了他 风暴席卷了整个会场 四处洋溢着惊叹之声 奥峰在蓝色玻璃内 看看下面投射过来的千万道敬佩赞叹的视线 无奈地抓住脑袋 突然有了种 一夜之间变成了超级明星的感觉 这只是个小插曲 台上垂音一响 满脸笑容的中年拍卖师 热情地宣布拍卖大会正式开始 水晶展台可上下浮动 展台落下后 片刻功夫冉冉冉升上 一把小巧古朴的青色匕首赫然呈现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大会的第一件拍卖品出现了 此匕首名为韩光 削铁如泥 乃上品韩玉石所著 出自一名炼器宗师之首 品级为上品灵患器 拥有视鞋属性 各位也知道 在我们天元拍卖大会上 不会出现底价在 百万欧比斯之内的东西 这件物品拍卖底价为 一百万欧比斯 规定不低于物品的 十分之一的钱 加码一次 有需要的各位 可以按动身旁的竞价按钮 报价了 简单的解说之后 拍卖师笑呵呵地 拿起匕首 拔出 轻轻一挥 空气中顿时留下一道 森冷清光 唤弃武器的确拉风 嗜血的属性 即是吸人鲜血 一刀刺入人体 若是不及时拔出 那人很快就会被吸成人杆 非常恐怖 然而 就是这种武器 底价竟也只有百万欧比斯 这场拍卖大会上 的确 重宝如山 玉峰 你似乎还没什么趁手武器 我买来送你吧 奥峰轻轻一笑 顺手按下了旁边的进价按钮 爆出价格 一百五十万 他的资金 就有一百多亿 这点钱 尾时不必放在眼里 一次加价五十万 虽然不少 但是这把灵换器的属性 的确不错 仍旧有人跃跃欲试 可是当看清楚 那个亮灯的房间后 马上蔫了 是追云大人叫了假 啊 追云大人 算了算了 不争了不争了 开玩笑 谁敢和一位帝王训寿者 争东西 嫌死得不够快 是不是 奥峰报价之后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 再出价的 大家都非常地给他面子 会场里面一片安静 伸出手欲报价的人 在周围人的提点之下 一个机灵 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 这让奥峰甚是意外 拍卖师 还是首次见到 这种情况出现 等了半天 也不见有人出价 不由得无奈地笑笑 倒数三秒后 垂音落下 成交 第一件物品 便由我们年轻的 帝王训寿者 追赢阁下获得 让我们恭喜他吧 掌声雷动 满场沸腾 奥峰 你可真成了名人了 连那个拍卖师 都在讨好你呢 你看看 他就多热情啊 我是为你买东西 你小子反倒取笑我 没良心 一边说着 奥峰自己也笑了 这种站在巅峰 被人崇敬的感觉 的确是让他 有点飘飘然 只怕之后的竞价 他只要一报价 就没有人 再和他争夺了 一个开门红后 大会正式开始 令人眼花缭乱的 换气 宝甲 灵果 神兽 幼崽等等 一样一样 被提了上来 大多数 奥峰不感兴趣 偶尔买一些 灵果之类 能够提升实力的东西 没有任何人 与他争夺报价 可谓 一帆风顺 就在奥峰 有些懈怠的时候 下方的展台上 突然出现了 一个笼子 往笼内一瞧 奥峰的眼皮 磨得一跳 哑然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竟是一个人类 大会进入了中期 按照价格 从高到低 此时 被抬上来的物品 底价 已经上亿 突然出现 这么一个人类 顿时引来了 众人疑惑的视线 那是一个女人 一个身材净爆 极为美丽的女人 透过包间里的 晶莹屏幕 奥峰看得很清楚 囚笼里的女人 大约二十四五岁 身着性感 黑色紧身衣装 裸露出的肌肤 充满诱惑 脸上的表情 却是冷若冰霜 那双漆黑的眼珠子里 藏着深深的愤恨 宛如恶狼般 充满野性 极易激起 男性的征服欲望 真是我们大会上 第一件底价 超过十亿欧比斯的贵重拍卖品啊 中年拍卖师 看了笼子里的女人一眼 微笑着侃侃而谈 四剑天空幻师的女奴 拥有一头成年凤凰血脉的一星神兽 成羽四凤 而且 相信这个人大家并不陌生 他便是赫赫有名的越史家族 年轻的族长 月冰岩 冰岩族长的战斗能力 毋庸置疑 同时 他还具备管理大世家的商业才能 并且他是自愿参加这场拍卖 力士与买家 签下主仆契约 终生不得违抗主人的命令 各位 也不需要担心他会有什么其他心思 想一想吧 这样一个极品女奴 怎容错过呀 介绍之后 人群短暂静默 随即起了一阵骚动 这名女子不仅仅是个漂亮的不像化的女奴 而且还身具战斗能力 一名拥有神兽的四件天空幻师 放在一个小型势力里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这让不少势力心动起来 终生效力的天空幻师 比起一头单纯的神兽更有价值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一十七集 越冰岩 越是家族 奥峰难难地念着她的名字 心似乎被这个女子的眼神撞了一下 怎么回事啊 拍卖一个天空幻师 这种情况也允许吗 天空幻师的高手 自尊心是很高的 有的事情是宁死也不会去做 被人当成女奴来拍卖 这可是天大的屈辱啊 越是家族的族长 君落雨 皱了皱眉 看着台上的女子 眸光深意 也是一个曾经轰动大陆的人物呢 不只是势力 她的商业手段极为出色 上任几年 便将范家逼得节节排退 想不到 她竟然选择用这种方式留下来 雷玉峰好似想起了什么 惊讶地问她 越是家族 是那个帕都立克王国的两大顶梁柱之一 越是家族出什么事了 他们的族长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戳别帝国多年 大陆上的事情 雷玉峰知道的也很少 帕都立克王国国土仅次于卡亚帝国 乃是大陆第二强国 雷玉峰才了解一点 还能怎么 当然是被他们的死对头犯事陷害的 阅兵炎的出现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范家的利益 他们怎能沉默 那件事情牵扯到了大陆禁区黑暗环殿 帕都立克国的国王也不敢触怒神军 神军的触觉一下 越是家族全族遭到流放 按理说 阅兵炎也应该被扔进了北境放逐之地 自生自灭的 但是正逢这场天元拍卖会 他又有不凡的价值 这才自愿落为奴己留了下来吧 君洛宇目光闪动着轻声叹道 他留下来 估计是存着无论如何也要报仇的念头 但是很可惜 范家不会放过他 你看那里 范家今天也来了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拍下他的 奥峰顺着君洛宇的指向看去 二层的一个偏僻包厢里 果然有一群人甚是紧张地 盯住下面的展台商议着什么 斩草出根的道理 范家不会不明白 由于是光芒幻殿的神军下的令 范家不能直接操作 也不敢和光芒换店要人 只能将之买下来 然后再弄死 如果真的被范家买走 恐怕月冰炎一出拍卖场 就会自行了断 免得再受什么凌辱 雷玉峰眼中露出同情之色 也摇头道 这岳族长真有勇气啊 要是被哪个有虐待狱的变态买回去 那是生不如死吧 听到这里 奥峰就明白了 为何这名昔日身份崇高的冷奥女子 会如此渴望活下去 那双绝望中透着不甘的眼睛 勾起了她心底深处的回忆 这女子的目光和曾经的她那么相似 她仿佛从那双眼里读出了女子的决心 无论多辛苦 无论多困难我也要活着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便绝不放弃 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站起来报复回去 不管那一天是多么的遥远 洛宇 虽然你是光芒幻电的人 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 奥峰默地盯住君洛宇的眼睛 淡淡说道 我讨厌你们那个神君 更讨厌光芒幻电 这种宗教信仰洗脑 我很反感 我知道 君洛宇目光如水 眼如琉璃 但是我不介意 你可不能也一并讨厌我 我秦奥峰若是厌恶一个人 肯定不会和他多废话半个字的 看他一点戒怀之色也没有 奥峰心思大宽 呵呵一笑 注意力放回下方 中年男子介绍完毕 便敲了一下小锤子 底价二十一欧比斯 大家可以开价了 二十二亿 二十五亿 三十亿 拍卖师的话刚刚落下 下方的叫价声便此起笔伏响了起来 拍卖场内第一次掀起了一阵争夺的狂潮 成年神兽的平备价格在五十亿左右 还有很大上涨的空间 带一个天空幻尸的女奴倒也不错 四十亿 角落中一个眼露银鞋光泽 周身笼罩在一个斗篷之中的男人 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的阅兵炎 此人胸口挂着一枚七剑天空幻尸的徽章 也不知道是哪个癖好变态的隐士高手 价位渐渐升了起来 一点一点 一会儿的功夫便炒到了七十多亿 许多小势力已经吃不消了 再怎么需要高手 金钱上也不允许他们如此浪费 而如秦家 云中城那般的大势力 根本瞧不上一个天空幻尸 自然不会出手 上下脱节 这个价位基本已经到了极限 开价七十亿的 还是那个斗篷男子 看样子他对阅兵炎的兴趣十分浓厚 会场里渐渐安静下来 就在拍卖师欲要开口询问的时候 二楼范家的包间明灯凸得一亮 传来一名男子阴沉的语气 八十亿 斗篷男子一愣 往内方看了一眼 皱了皱眉 范家 哼 贵宾间的人 独行者极少有人愿意去惹他们 男子存夺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争夺的打算 范家 在大陆上只能算是二流的势力 但就是这样的家族 也有一两名七剑左右的天空幻石高手 这个大陆 藏龙卧虎 很多隐士高手避而不出 一不小心就可能碰到大钉子 听闻范家出嫁 龙中一直冷漠已对的月冰炎 目光轻轻一颤 泄露了他心底的不甘 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来吗 念头刚刚转过 月冰炎便听见了一个极为冷清 却又响亮的声音 一百亿 明灯一亮 顶楼的特级贵宾房外 标识闪烁 下方的人们惊呼了起来 炖云阁侠 不是吧 炖云阁侠那么点儿大的人 竟要买贴身女奴啊 十五岁也不小了吗 傲风站在玻璃窗前 冷冷盯着下方范家的人 身后 雷玉峰和君洛宇 一脸愕然之色看着他 没想到 他竟然也会出手 去买一个问题人物 这月冰炎要是买了回去 少不得会惹来范家的敌意 同情是同情 但这个世界 本就是弱入强食 就连君洛宇 都不是真的圣人 谁能够当救世主 去救助所有蒙难的人呢 君洛宇咒眉劝道 傲风 你树敌已经不少了 别再招惹更多是非 不 这个人 我一定要救 傲风执拗地摇摇头 目光坚定地 看着下方说道 傲风知道 此女子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但那女子一瞬间露出的冷傲眼神 却打动了傲风 她无法看着与自己极其相似的女子 落入绝境 仅此而已 这个时候 范家也是惶惶一惊 追云阁下 她为什么要插手 我们范家的事情 范家的几名高层人员 骇然地瞧着上方反光的玻璃 头疼不已 范家家主苦恼了 怎么办呀 加码不加码呀 对方是一个帝王训兽者呀 我们不能让那个女人有机会翻身 否则 以她的能力卷土重来 我们的麻烦会更大 某个头发略白的老者 眼光灼灼 开价 大不了时候我们给追云阁下道歉 范家家主正了正 狠狠点点头 按下了进驾的按钮 一百五十亿 本集结束了 拜 众人骇然不已 没想到 竟会拍出这样的高价来 月冰炎原本有些希望的眸光 也微微暗淡了下去 一百五十亿 一个人的装夺值得 这位追云阁下 应该不会为了我这一个女奴 在家筹码了吧 然后 她就听见了傲锋 更加响亮的清冷声音 五百亿 满场静默 连台上的拍卖师 都被这个数字吓得呆掉了 范家的人如遭当头棒喝 满面骇然 五百亿 买十个异性神兽都够了 这个追云是不是疯了呀 月冰炎有些激动地抬头惊讶望去 仿佛透过那层玻璃 看到了里面的黑袍少年 听懂了这个价格的含义 傲锋对女子投射过来的视线 淡淡笑了笑 五百亿 不多 我买的是你不认命的心 这个世界上 能在困境之中挣扎着战气的人 很少很少 宁死不屈是气景 忍辱负重 不放过任何希望 却是真正的坚强 傲锋平日里很冷静 很镇定 却在某些时候又非常固执 比如现在 他叫出五百亿的时候 雷玉风和君洛宇都害住了 范家的人惊醒过来 宛如生生吞下了一只活苍蝇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五百亿 这就是吓唬他们呀 范家除掉了月家 得到了长远利益 但是月家的财富 大部分都被 帕多利克国的国王收缴了 他们要彻底除去月冰盐 是怕他的报复 可五百亿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如果为了一个月冰盐 先把自己家族的财富耗费干净 那就不值得了 范家家主铁青着脸色 竞价的按钮 却始终不曾按下去 铃铛一响 拍卖师好像突然惊醒了过来 这才开始倒数三下 敲下小锤子 宣布了这件拍卖品的得主 那么这名四剑天空幻尸的女奴 就由追云大人获得 如此高价 伪实罕见啊 追云大人 可真是会欣赏美人啊 请稍等 我们一会儿啊 就会将她送去您的房间内 严霸 那男子和暧昧地笑了笑 惹得场中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气氛顿时活跃了不少 家主 范家的包厢里 两名老者在前方的范剑身后 愤然叫道 这个追云太过分了 哼 趁着自己是帝王训兽者就这么猖狂 简直是当众打我们范家的耳筐啊 不能就这么算了 家主啊 既然买不下来 我们背后动手吧 我和范亚长老都是七剑天空幻尸 两人联手对付他们 没问题 别说了 现在我们不能动这个追云 也忘了卡亚是谁的地方了 范家家主虽是愤怒 却也冷静 似乎能听见 他硬生生咽下去的一口气 人家老师是兰修 你要去找他麻烦 想被兰修追杀 提到兰修 两个老头就别了 想到可能会被他追杀 手心里便流淌出层层细密的冷汗 兰修的强大无限 接近于神 只差神接一步 七剑天空幻尸 在他的眼里 估计连抬根手指的余地都没有 这笔账我们记着 我就不信那阅兵炎 真能折腾出什么来 他在那追云身边 只是个奴隶 那追云应该不会为他对付我们 顿了一顿 范贱眼露寒芒又道 如果他真的要对付我们 也会到我们帕多利克的家族总部 我们的地盘上便容不得他们放肆 我就不信 区区几个人能胜过我们一个家族 范贱狠狠抬头望了一眼 重新坐回包厢的软座上 阅兵炎的归属拳敲定之后 水晶展台上再次出现的便是傲锋带来的阴身女妖 驯化的九星神兽 刮起的风暴比刚刚还要强烈 二层中 云中城光芒幻殿的人 此时终于露出凝重之色 准备出手了 成年九星神兽 战斗力非比寻常 如果让一名天空幻师配备 极有可能会在他进入幻宗之际 幻兽进入超神兽 由于这个原因 拍卖师刚刚宣布拍卖 立即引起了一片争夺之声 价格从一百亿欧比斯 一直炒到了一千两百亿欧比斯的高价 这才被财大气粗的光芒幻殿买走 奥峰还看见那二层的仲裁大长老 对着自己这边笑了一笑 甚是友好 普通九星神兽 也不会有这么恐怖的价格 这里面显然掺杂了许多人情的水分 只可惜 奥峰对光芒幻殿仍旧没有任何好感 短暂的中期火爆之后 人们的情绪又平静下来 下面的物品虽然也很珍贵 却没有太过牵动人心的东西了 对于幻师来说 提升实力的最受欢迎 至于一些古玩 珍宝 雕塑 只有收藏家才喜欢 不知不觉 时间过去了许久 奥峰十指交叉在前胸 静默地闭起了眼睛 直到拍卖台上的小锤 一声惊天动地的脆响 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 暴风雨前的静谜 意味着大会的高潮即将来临 中年拍卖师激动地清了清嗓子 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 精神振奋了十几倍 朗声道 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 是本次大会的倒数第二件物品 也就是追云大人给我们带来的西式宝物 大家请看 水晶台上的红布一仙 一个青色的小圆球 便在展台中央熠熠生辉 古朴的色泽和其上隐隐传来的浑厚能量 令人心中一颤 前台的许多人都感觉到一股寒气 逼到了身前 亚然瞪大眼睛 这时 光芒幻电的二层包厢里 仲裁大长老商谦 仿佛想到了什么 没风跳动着 又似不敢相信 这是一枚超神兽的内丹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未成型的神幻技 只要是拥有地火 有些小城的炼气师 都能将之融成神幻技 看了四周一圈 中年拍卖是掉够了胃口 这才开口振奋至极的大声说了出来 哇 超神兽内丹 什么幻技啊 天哪 你可真是长了见识了 宝物一出 下方已是满座哗然 二层包厢里的光芒 仲裁大长老商谦 云中大护法云露 同时略有些失态地站起 看向那个小小青色圆球的眼神 充满了炙热的精芒 其他包厢中的琴顶 饭剑 几大商会的会长等 稍微有些钱财的家族 也纷纷露出争夺之意 未成型的神幻器 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普通神幻器的价值还要高 想要打造成什么样的都可以 运气好 甚至可能得到上品神幻器 也说不定 底价九百亿欧比斯 各位请吧 眼看一些大势力的首领们 露出恶狼般的神情 可以预见下面会是一场血淋淋的厮杀 中年拍卖师笑眯眯道 九百亿 太狠了吧 不少跃跃欲试的家族 被这个恐怖的数字 砸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有的人一辈子 也没听说过这么多钱 当然 识获得一步伐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第两百一十九集 一件下品神幻器 都能卖上一两千亿的高价 超神兽的内单 怎么说也不止这个价吧 两千五百亿 素来对商业和市价 了解颇多的海德商会会长 率先出手 一下子就把物品的价格 提到了市价以上 嘿 老家伙 有好处 岂能白白便宜了你 若是能请到炼器宗师出手 这枚内单 最少也是中品神幻器 中品神幻器 价值四千亿欧比斯以上 炼器宗师出手一次 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海德商会对面的威林商会 和他们是老对手了 自然不买账 把胖胖矮矮的会长小胡子一翘 叫道 三千亿 三千五百亿 三千八百亿 不一会儿 竞价已经到了一个害人的地步 在众人险些被吓出心脏病的情况下 十分钟的厮杀后 居然杀到了六千八百亿 太恐怖 真的是天价呀 和他们相比 我那五百亿算什么 奥峰也感觉到 自己呼吸有点困难了 难以想象 有生之年 竟能见到这种天文数字 他就快要被钱给砸死了 大陆顶层的资金流动 真的不是奥峰能够想象的 光芒大陆的浮原广阔至极 财富也惊人得多 聚集到几大商行和诸多势力手中 说出去会吓死人 神幻其实那么容易见到的吗 关键在于有价无货 钱又算得了什么 这么加价下去 反而会更加困难 神军给的预算 就算是都用光 能带回去神兽内担 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伤签坐在沙发上 一颗心脏砰砰跳动 狠狠看了看金卡中的数字 干脆地抛出了所有财富 九千亿 九千亿 硕大的拍卖场中 安静一片 人人窒息 一下子加了两千多亿 让海德商会等几大竞争力极强的对手 全都嘴角抽搐地沉默了下去 这种巨款 几乎是海德商会十几年的利润了 妈的 不愧是光芒换店啊 钱多得没地方花 老子 不和你这个老神经病玩了 几大商会的会长心里付费着 九千亿 生前大人开价九千亿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叫价的 台上的中年拍卖师的声音都颤抖了 看看云中城的方向 云路却是懊恼地摇里摇头 这次出来 他们没有太多的准备 八千亿就是极限了 商千这一柱砸得太狠 几乎断绝了所有人的争夺之心 拍卖师深吸一口气 既然没人叫价了 那这枚超神兽内丹 便是光芒换店 等一等 话未说完 横声变故 嘹亮的声音从拍卖场的大门口传了进来 众人惊疑地抬头望去 却见一名紫发紫眸 相貌俊美妖异的年轻男子 一路走来 手中持着一张银光闪闪的金卡 眼里邪魅的笑意流露 走到拍卖展台前 男子方才扯了扯唇角 笑着说道 我出遗诏 遗诏 众人亥然 这个单位 即便是皇家拍卖场这种地方 也是首次出现了 紫眸男子 默然回首 像是透过了那层反光的蓝色玻璃 看到了里面 愣在玻璃窗前的傲风 傅又笑道 这是我家主人 送给追云阁下的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众人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男子 相当好奇 人类有色同眸 虽是不少 但紫色长发 却很是罕见 特别是发眸铜色 男人连眉毛都是紫色的 而他身上的 又不是幻兽铠甲 只是一件普通长衫 断绝了幻师铠化的可能 极少数的幻宗高手 在这一刻流露出强烈的情绪 商千 琴鼎 云露等人 骇然地一起瞪直了眼睛 冲口而出 本该气愤地商千 顾不得宝物被夺走的遗憾 心思全部转移到这个紫发男子身上 幻宗高手能够察觉到 所有神阶以内的魔兽 紫发男子人类的外表 是一种拟态 没有气息外放 众人也不能确定他的心急 但不管商千 琴鼎 还是云露 都从紫发男子身上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压力 暗自觉得 这紫发男子的实力 不在自己之下 其中最强的高手商千 为八剑幻宗 也就是说 这男子起码是七星超神兽 甚至有可能到了九星 恐怖的神秘超神兽 他的主人 又岂会是个省油的灯 紫发男子笑声一出口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无论金钱还是实力 心服口服 礼物 这是什么意思啊 傲锋摸摸下巴 一头雾水 嗯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你啊 你的主人 又是哪头算 哦 主人 是他 就是他 带着畏惧的灵魂传音 在傲锋心中道 哦 就是这双眼睛 不会错的 他就是那天 把我振晕了的那个人 嗯 小兵在傲锋的领子里 冒出半个脑袋 发出细细的声音 是他 傲锋一惊 黑暗换电的人 向来欣喜的傲锋 怀疑了起来 这人的口气 显然是冲着我来的 可他是怎么知道 我拍卖物品的价值呢 难道说 黑暗换电 就是这么有钱 带来的预算资金 正好超过光芒换电 紫发男子 刚从门外走进来 好像是刚刚取了钱来的 想到这里 他突然有一种 被盯上了的感觉 傲锋甚至怀疑 那时候 小兵被震晕了 黑暗换电 就注意到了自己 一直在关注着他 只是他不知道 别想那么多了 我说过 有我在 保你无事 君落语 韩笑看着下方的 紫发男子转身离开 眼里突然掠过 一缕奇异的色彩 扭过头 拍拍傲锋的肩膀 提醒他道 你看 最后的拍卖品出来了 冥思苦想 伴赏的傲锋 急忙抬头一望 果然 瞧见水晶展台上 多出了一个银色托盘 流光溢彩的 小小透明玉瓶居中 瓶子里深蓝色的液体 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那光彩 甚是勾魂 双目一亮 傲锋笑了起来 华尔斯 总算轮到了 场中许多人 当即吞了一口口水 贪婪地盯着那个小玉瓶 没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每年的天元拍卖会 最后的压轴之物 均为云中城送来的华尔斯 一小瓶 二十滴 以此吸引诸多高手 前来参加这个拍卖会 云中城的那位神级强者 虽然隐士 但对大陆 仍有一定的感情 希望大陆上 能再出一些超级高手 每年放出 二十滴华尔斯 此途径 乃是大陆上 最为准确 获得华尔斯的方法 虽然价格不菲 拍卖的钱 属于云中圣女 苏亚皇后 所在的卡亚帝国 算是对 卡亚帝国的 一种支持 不在云路等人的 预算资金之内 云路等人 也必须遵守 城主的规定 不能参与 华尔斯的拍卖 眼看大会 到了结束的时刻 中年拍卖师 常常舒了一口气 乐呵呵道 最后一样东西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二十滴华尔斯 老规矩 底价五十亿欧比斯一滴 大家可以开始叫价了 本集结束了 拜 这等奢侈品 个人的财力 很难购买得起 云中城不参与 只剩下光芒换店 还有二楼包厢中的 几个家族商会 有能力大肆叫价 仲裁大长老商谦 刚要举起手 最顶部 特级贵宾房的明灯 便闪烁起来 五千亿 我全要了 傲风淡淡的声音 又一次极为响亮的 传遍大厅每一个角落 令人闻之变色 直接抬起了五倍的价格 这么算下来 一滴华尔斯 要两百五十亿 疯子才会跟上去 真是个爆发货 一点都不知道省钱吗 海德商会等几大商会 想要储存一些 华尔斯的念头 再次破碎 黑着脸 在房间里面碎碎念 他们知道 以傲风的身份 钱 那已经是身外之物了 他想拿下这些华尔斯 把刚刚到手的遗诏 全部砸上去 都有可能 商千摇着头 无奈地笑笑 手抽了回来 让给他今年的 二十滴无妨 华尔斯虽然 没什么副作用 服用多了 也是没有最开始的效果 二十滴够他用的了 而拍卖会 则是每年都有 一锤定音哪 恭喜追云阁下 这二十滴 华尔斯 都是您的了 一会儿 拍卖到的物品 就都会给您送过去 中年拍卖师 倒数三秒以后 热切地大笑着宣布 随后 看了看周围又道 谢谢各位 参加我们今年的 天原拍卖大会 接下来 请各位 一部千人大广场 和拉普拉宴会堂 在那儿 皇帝陛下 已经准备好了 一场盛宴 今夜 让我们彻底 狂欢吧 满堂热切地掌声后 人们开始慢慢离场 拍到了物品的人 前去会场 领取东西 而包厢里的 便在原地等待 不一会儿 奥峰所拍下来的几样东西 全都由人送了过来 包括那个神情冷漠的 阅兵炎 被放出囚笼以后 阅兵炎 并有些激动地 对奥峰 单膝跪下 宣示效忠 谢谢阁下的救命之恩 从今日起 您就是我阅兵炎的 等等 奥峰挥手打断他 阅兵炎疑惑地看过来 奥峰微笑着 对他伸出手去 还是骑士吧 相比奴隶 我更喜欢骑士 阅兵炎这种性格 最不喜欢欠人情 奥峰如果要他就这样走 他是打死都不肯走的 考虑到这一点 奥峰干脆让他做骑士 会场的送货人员吃惊道 嗯 追云大人 这不符合规矩啊 人是我买下来的 你有意见 奥峰眼睛一翻 冷冷望过去 把那个登记人员 吓出了一身冷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追云大人想怎么就怎么 干笑两声 登记人员暗自赴飞 这个追云是不是某些方面有问题啊 见到这般身材劲爆的美丽女子 却连一点点歪念都没有 还是个男人吗 奥峰不理会他古怪的眼神 镜子问道 你愿意吗 月冰炎 看着眼前俊逸至极的黑袍少年 那双漆黑的眼睛幽暗深邃 却又那么清澈 毫无银邪的感觉 险些喜极而泣 他对这个五百亿买了他的追云阁下 非常好奇 但心里始终是忐忑的 此刻他终于放松下来 连连点头 我愿意 从今天起 我便是追云阁下的骑士 永生追随 直至死亡 如为此事 天打雷劈 银芒一闪 天地规则降临 那些登记人员见他立誓 便也马马虎虎过关了 他们却不知道 奥峰用的不是本名 是以 这个誓言 其实没有制约之效 被关押多日 月冰炎的精神有些伪顿 奥峰吩咐他 想好好休息一下 眼睛一瞄 惊讶地发现了一样东西 咦 这是我拿去拍卖的内单 你们是不是送错地方了 追云阁下 这个是拍下来的那个人 吩咐我们送回来的 那名送货的 眨着眼叹道 今年的事情 真是一件比一件古怪 从没见过这种人 花了一兆我比斯 居然还把货货给送了回来 他让你们送回来的 奥峰一愣 总算明白了 那个紫发男人所言的 礼物是怎么一回事 顿时骇然地 瞪直了双眼 老天 白送我一兆欧比斯 这么大的馅饼 也不怕砸死了我 当然 奥峰心里明白 天上不会随便掉馅饼 有时候 馅饼 其实是陷阱 但这个陷阱 究竟是什么 他暂时想不透 雷玉峰也皱着眉头道 怪事年年有 七年特别多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 说不定那是你的追求者 送给你的呢 君洛宇 开玩笑时地宽慰他俩 晚宴快要开始了 你们不去玩玩吗 刚说到晚宴 走道里突然传过来 一阵吵杂的声响 随后 莫灵小姑娘兴奋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她是个公主 又说自己是奥峰的朋友 守卫们也不敢拦她 追隐哥哥 你真的来了 我想死你了 小丫头 猛地往奥峰身上一扑 嬉嬉笑着 对后面挥挥手 快来快来 都拿进来 一大群侍女 拿着大堆大堆的衣服 走了进来 把奥峰看得愣愣的 这些是什么 衣服呀 莫灵阵阵有词道 追隐哥哥 你今天可是我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穿礼服呢 虽然 你这身也很好看了 可是一天到晚 都是这一身会看腻的 灵儿花费了好大的心思 给你挑了十套衣服呢 一定要把追隐哥哥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十套衣服 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奥峰望着那一堆堆繁琐的服饰 再看看自己这身相当平庸的装束 甚是汗颜 真不该答应这个小丫头的 本来身份便够令人瞩目了 这么一打扮 过去就得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雷玉峰二人倒是挺期待 奥峰盛装出席的样子 双双会议的对视一笑 打了个哈哈跑出去了 月冰炎看了看奥峰 也随着那两人静悄悄地退了出去 只留下奥峰备受折磨 奥峰一股脑地将拍卖品收入空间借给 然后头晕晕地在莫灵的摧残下 换了一身又一身的衣服 从头发到脚趾头都被摆弄了一遍 小丫头才满意地叶了一声 就这样了 终于哥哥你看看镜子 奥峰平日里基本不照镜子 对着侍女们拿过来的一面人高的镜子照了照 有些惊奇地望着那镜子里 俊逸高贵出色到令人惊叹的美少年 摇头轻笑 他险些认不出自己了 果真是人靠衣装啊 这么一打扮 猪头都能成帅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现在的他 穿着一身纯白色香银边的燕尾服 披散的黑发被整齐地梳成一束 用一个银色的精致发环随意竖在脑后 潇洒迷人 衣服笔直的线条 将那匀衬衬的身子衬得相当修成 身后两条类似燕尾逐渐肩下去的下摆颇长 煞是好看 颈部打着宽松的贵族领巾 双手戴着白色手套 里面穿的是白色双翼领礼服衬衣 胸前有幽形胸衬 也是洁白的 其实燕尾服大多数为黑色和深蓝色 不过奥峰平常穿多了黑色 莫灵说什么也要叫他换换口味 所以这次他从头到尾都是白的 连鞋子都是一双纯白的高筒皮靴 燕尾服不计扣 只在前胸左右排着六粒蓝宝石扣式 边角处的银色双线 花纹非常华丽 使得这一身装束色泽纯净又不单调 配上傲风沉稳的气质 拉风至极 看着看着 周围的侍女们 便集体陷入了惺惺眼的状态 莫灵对着奥峰大流口水 还是奥峰翻着眼睛提醒他 小丫头才急匆匆 换上了一件火红色的晚礼服 看起来如精灵般的美丽 奥峰忍不住点点头称赞了一句 把他乐得蹦蹦跳跳 追隐哥哥我们走吧 照上白色和火红色的精致柔软披风 莫灵笑嘻嘻地挽住奥峰的手臂 二人走出房间 煞时 在外面等待的雷玉峰和君洛宇 双双一愣 大为惊叹 哇 太漂亮了 月冰炎冷冷站在一边 不喜说话的他没有开口 眸中却流露出震撼 奥峰的上妆打扮 俊美得不像话 简直是男女通杀颠倒众生 老天生你到这个世界上 根本是来祸害苍生的 雷玉峰愈发肯定地抓着自己的胸口 努力平复狂跳不止的心脏 小声嘟怒道 走下楼 出了皇家拍卖会馆 就闻到了浓郁的香槟酒味 千人大广场上 满场欢腾 远远地 在拉布拉宴会堂里 还有较为正式的宴会场地 性格奔放些的贵族们 便在广场上游乐 一些大型家族和帝国重量级的贵族 则留在宴会堂中 莫灵指着那边欢快笑道 妈妈和哥哥一会儿都会去那边 我们也过去 人多的地方 傲风一贯冷着俊脸 不多时 二人便双双步入 硕大豪华的拉布拉宴会堂中 往内一看 便瞧见大片大片身着盛装的男男女女 晚宴的正式装束 以晚礼服和宴尾服为主 即使没有穿礼服来 拉布拉宴会堂也可以对外租借 连一个老头都穿得无比正式 让傲风有些无语 不过 侍卫和随从是不在内的 雷玉风和紧跟傲风身边的兵美人 阅兵炎都没有换装 均落于所在的光芒换殿 中年着祭祀长袍 若要换下 那是谢神之举 也没变动 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宴会大殿里 到处都铺着红色地毯 灯火辉煌 贵族们本在相互优雅地谈笑着 忽然 原本吵杂的会场里变得一片寂静 地上落针可闻 众多人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疑惑地向着视线集中的方向看去 目光落在缓缓踏入门中的两个人身上 纷纷露出惊艳之色 那是一对极为出色的年轻男女 少年全身洁白 冷漠 俊酷 优雅性感 令无数女性血液几乎为之停顿 眼光好似被她牢牢吸引 怎么都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而少女精灵般活泼可爱 秀美过人 也是无数男子喜好的类型 最重要的 还是这两个人的身份 莫灵不用说了 大多数贵族都认识公主殿下 而傲峰 在拍卖会之前与云中城冲突 被圣皇君洛宇 另眼相看 还是有一些人看见她的 稍微沉寂之后 小声的惊讶议论 便充斥在厅堂之中 君洛宇 雷玉峰 月冰岩 都自觉地远远跟在他们后面进来 今晚的主角是她 他们不去抢奥峰的风头 进入宴会殿堂内 奥峰扫视了一圈 发现重量级的人物 还没有全部到场 皇帝陛下 皇后 皇子们一个没来 除了迫不及待的莫灵小丫头 按礼节来说 皇室一般最后到场 团长 你今天好帅啊 熟悉的惊喜笑声 从旁边传来 奥峰和莫灵 往内方看去 于凡身着黑色燕尾服 跑到奥峰两人的身前 喘口气 对他高高竖起大拇指 团长 你今天的表现实在太酷了 我以你为荣 身为大贵族之子 于凡也去了拍卖会场 听到奥峰充满魄力的喊架声 于凡自然是鱼有容焉 那一照欧比斯高价的物品 更是将他吓了个半死 奥峰心情颇佳 少有的露出迷人微笑 于凡 你今天也挺有绅士风度的 燕尾服一穿 于凡就成了个 扎扎实实的年轻才俊 奥峰说他有绅士风度 还真不假 哪有团长这么好 美人在侧呢 不过团长 这里在追求灵儿的可不少呢 你这么牵着灵儿 大摇大摆走进来 少不得 要惹来麻烦的哟 于凡被夸得黑黑笑起来 然后指了指旁边对奥峰充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果真有一些贵族青年 满面不爽地 向这边围了过来 不过于凡并不担心 也不想想在团长的身份 你们这些小松小蒜的 惹得起吗 围拢过来的几人 无一不是年少英俊的人物 满身贵族气息 在旁边也算惹眼 但走到了奥峰面前 容貌气质上 却无端落下去一截 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与冷峻的奥峰相比 这让原本自信的他们 更加郁闷 公主殿下 这个小子是谁啊 为什么从来没见过 某个青年 开门见山地指着奥峰问道 眼里充满敌意 如果他们只是一起走进来 还好说 可莫灵 是挽着奥峰手臂进来的 样子亲热至极 完全不像是普通朋友 这才让这些贵族青年 没有办法维持风度了 他们都是追求了 莫灵公主许久的人 怎么能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给比下去呢 莫灵 眯起弯弯的眼睛 好像两个月眼 大声说道 她是本公主的男朋友 怎么 你们有意见 小姑娘骄傲地抬起了头 一副开心十足的模样 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公主殿下的男朋友 众人吓了一跳 莫灵小魔女 从来不买男人账 连和她在一起 数年之久的于凡 都没有办法追到手 今天居然转星子了 人们立刻 对奥峰投去 一道道疑惑的视线 那目光 好像恨不得将之就地解剖 在大厅一角盘踞的秦家 自然也注意到了 这边的情况 不由得一阵恶然 那不是奥峰吗 她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秦奥海和旁边的秦奥天 对视一眼 愣愣道 秦奥天也惊奇地瞪着那方 怎么会和公主跑到一起去了 还成了公主殿下的男朋友 你一个女孩 怎么能做公主殿下的男伴呢 简直胡闹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王家四公主 姿势体大 秦顶一皱眉头 带着秦家众人走了过来 几乎是同时 云城 秦奥雪等人 也发掘到了奥峰 眼露寒光地往这边跑 连本在最上方坐着的仲裁大长老商签 看到军落雨后 同样走了过来 几方人马交汇 情况顿时有点诡异 这么多大人物走到一起 一向喜欢热闹的莫灵 都绝出了几分不对劲 缩了缩脖子 安安静静 揽着奥峰一条手臂 躲在他身后不说话了 奥峰却是抬头挺胸 气宇宣扬 毫无聚色 唇角淡淡勾起好看的弧度 洛宇 你刚刚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你错过了一场 镜拍好戏啊 商千见旁人不说话 率先咳嗽一声 打破沉寂 有些遗憾地 对君洛宇笑道 这次的拍卖会上 出现了数十年 难得一见的超神兽内单 我们光芒换店里 都没有这种宝贝 没有去见识见识 后悔了吧 君洛宇 看了对面脸色阴暗的 云中城众人一眼 眸光闪动 微微一笑道 大长老 我是去接我一个朋友了 这个人相信 你也会感兴趣的 朋友 仲裁大长老 有点惊讶 君洛宇的个性 他很清楚 看似温和 却是高傲无比 很难真正与人亲近 没想到 从他口中 也会听见朋友二字 他果真起了点兴趣 往傲锋身上看过来 哦 就是这位小友了吧 他是 他是我的弟弟 秦奥峰 秦奥天踏前一步 高大的个子挡在奥峰身前 截住云中城众人灵力如刀的视线 维持着他一贯袒宝贝弟弟的炼帝狂形象 奥天阁下 你还有个弟弟 商千一愣 看看奥天 又看看奥峰 果然发觉 两人的气质 有些类同 而且冷峻的面容 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我的弟弟 年轻的健胜 秦奥天 甚是骄傲地看了奥峰一眼 对众人介绍道 他可不希望奥峰受什么委屈 说出奥峰的实力 自然是让人尊敬的最快方式 莫灵和于凡 听到这里同时瞪大了眼睛 再看向奥峰的眼光里 充满了惊奇 秦奥峰 如此年轻的天阶剑上 秦奥天阁下的弟弟 秦奥天阁下 在帝国乃至大陆上都甚是有名 卡罗尔帝都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是 可是奥峰 怎么会是奥天阁下的弟弟呢 他不是追云吗 想想初时遇到奥峰的时候 莫灵两人又觉得一阵古怪 但是不对啊 秦家可是帝国里的大家族 如果秦奥峰 是秦奥天阁下的弟弟 天赋又这么高 他为什么会一直积极无名 还跑到了日不落那样的地方 团长 你真的是秦奥峰 于凡吃惊问道 有人外出历练 会使用假名 他也想到了这种情况 对 我就是秦奥峰 奥峰点点头 淡淡瞥了秦氏家族众人一眼 冷冷笑道 哼 那个被秦成废物七少爷的秦奥峰 因为天赋极差 侮辱了秦家直系血脉的荣誉 我从小便被流放到日不落森林以南 近期才自己回来 大家不知道我是正常的 废物七少爷 莫灵和于凡 差点被当场吓死 眼睛马上就直了 哈 开什么玩笑 废物 还天赋极差 你天赋还差 还要不要人活了呀 埋太人 也不大这样的吧 两人对秦氏家族的一干人等 逃去疑惑不解的目光 宛如再看一群疯子白痴 居然把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尸 帝王训寿者 给当成废物流放了 这种诸得不如的事情 你们怎么做得出来的 是啊 因为是废物 才被流放的呢 傲峰的唇角高高扬着 讽刺地看过秦氏家族 满面通红的众人 最后落定到秦顶老爷子脸上 瞧着那张神情有些苍凉的老脸 突然想到 下午秦傲还说过的话 道口的更多讽刺被咽了回去 看见傲峰闭口不言 秦顶的神色多出了一点温和 傲峰这小子 虽然像他父亲一样既傲不逊 却被秦说多了几分细心锐智 应当不会布他的后衬 商谦仿佛从中看出了什么 望着傲峰的眼神截然不同了 心中暗道 怪不得洛宇要特意去接他 原来他和秦家关系恶劣啊 如此年轻的剑圣 迟早会成为剑尊的 若是吸收入光芒幻殿 很有可能会接替圣唐大长老的位置 管理圣唐武士 光芒幻殿 每个势力之中 其实都有一批剑尸 并不全都是幻师 不过 四大幻师家族中比较少罢了 而在光芒幻殿 实力强悍的剑尸 地位同样不低 圣皇武士和仲裁者 是同等级的两大区域 圣殿骑尸便包括在圣唐武士里 一念即此 再看看云中城 这几个人的脸色 商谦便明白君洛宇 为什么把包袱丢给他 眸中略过一缕笑意 往中间一插 老头热情地笑道 原来是秦奥峰阁下 幸会幸会 我们光芒幻殿 最欣赏秦奥峰阁下 这等少年英雄了 包壁 赤裸裸的包壁 商谦阁下 你们光芒幻殿 欣赏秦奥峰阁下没关系 不过有件事情 我希望圣皇大人 和秦奥峰阁下 给我们一个解释 被商谦堵了一回 本想捉住奥峰问罪的云露 心里憋气至极 沉声说道 哦 是什么事 云露阁下 且说给老夫听听 商谦漫条丝里地呵呵笑着 那漫不经心的态度 明显是向着奥峰 等待着机会开口的云城 终于冷哼一声 伶俐的目光盯住 奥峰和君洛宇到了 这个叫秦奥峰的 他竟敢破口大骂 我们云中城的人 圣皇大人还袒护他 难道这就是光芒幻殿 与我们云中城 多年的交情吗 奥峰淡默地 翻翻眼睛一笑 哼 我怎么不记得 我有破口大骂呢 此时任谁都听得出来 云城这不过是找个 为难奥峰的借口 自然说得添油加醋 商谦眼中光芒微闪 甚是圆滑地淡淡笑道 老朋友你们也说了 我们光芒幻殿和云中城 有许多年的交情 难道你会因为这等小事 就记恨我们 云中城的朋友 似乎没有这么小心眼吧 云城正了正 脸上一阵尴尬 商谦 你可真是头老狐狸 这不是在说 我云中城就是小心眼 才抓着这件事情不放吗 如此大庭广众 我若是再继续追究下去 损得怕是我们云中城的名声了 借云城说不过他 云露不油的一皱眉 厚脸皮的开口冷声道 商谦阁下 我们大度 你们也不能欺人太甚 难道他骂了我们云中城 就这么算了 奥峰听到这里 也忍不住讽刺的笑 我骂你们不能这么算了 你怎么不说云城阁下 阅祖带袍 拦着我不让我进入会场的事呢 他有什么资格拦着我的路呢 再说 我骂你是给你云城面子 其他人让我骂 我也不见得就骂呢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第223集 这 这 这是什么口气 这 好像他骂了云城 人家还应该感谢他似的 哼 奥峰极度嚣张地口吻 只听得众人匪夷所思 奥峰冷冷地挑着眉 笑容非常迷人 他不是特别张扬的性子 但是有人敢惹上门来 他的腹黑程度 也绝不会比别人差了去 商千文言 眉头一皱 心中暗暗想着 这秦奥峰也太不知好歹了 老夫尽力护你 可你也不能这般自大呀 到底只是一个剑圣 云城那可是幻宗啊 奥峰的口气 完全没有把云城放在眼里 便是剑圣的身份 也太过夸大了些 活药味越来越重 到这个时候 已然升到了顶点 当众被一个小鬼 用这种口吻吃笑奚落 云城要是还能忍下去 恐怕就不是人了 我拦你也需要资格 秦奥峰 你真以为你是剑圣 就能飞到天上去 云城原本俊朗的脸孔 几乎扭曲 暴跳如雷地指着他鼻子倒 我说 你算什么东西 我云城在云中城里 好歹是个示威队长 云中城是什么地方 就凭我是这里的人 我的身份都比你高出 整整一节 再者 这里是卡亚皇宫 卡亚帝国的皇后是谁 你知道吗 我们云中城的圣女阁下 身份来说 圣皇大人和商谦大长老 也不能无礼 等到苏亚皇后一到 你自然得乖乖滚出这里 云城 你找死吗 秦奥天哪容得别人这么骂奥峰 冷酷的脸色一寒 就要发作 架没打起来 外面朗朗的通报声音 已经传了进来 莫其陛下到 苏亚皇后到 大皇子莫冷殿下 二皇子莫脸殿下 三皇子莫竹殿下到 厅中剑拔弩张的气氛一顿 众人的视线转向了门外 皇室的几名成员相继走了进来 皆是一身雍容的打扮 气质高贵 美丽的苏亚皇后 和美少年莫竹三殿下 更引起了不少惊变 前方的莫其陛下 显然看到了奥峰等人 眼睛微亮 乐呵呵走到了眼前 几位使者都在这里呢 这是在行话家常 见过皇帝陛下 皇后殿下 出于礼节 众人各自向这位 第一帝国的皇帝 行了个礼 礼毕 云城便脸色焦急地 开口说道 皇帝陛下 圣女阁下 是这样的 今天 有个不知道好歹的小辈 敢侮辱我们云中城 还请圣女阁下 为我们做主 哦 有这样的事情 莫其陛下 眉峰一动 正要追问 旁边的苏雅皇后 眼光一扫 莫得露出惊喜之色 上前几步 走到奥峰身前 是你 芝宇 你真的来了 苏雅皇后和皇帝陛下 没有直接参与拍卖大会 光顾着准备晚宴 也只是听说奥峰来了 此时见到她 心情激动无比 皇后殿下也认识 追问阁下 旁边的大皇子莫棱 早就看到奥峰了 眼珠子一转 满面堆笑地 对旁边的莫其陛下 热忱地道 父皇 这位就是我和您提起过的 卡罗帝都近期来的 风云人物 追问阁下 刚刚正是追问阁下 给我们的拍卖会 带来了空前的浪潮 您不是想要谢谢他吗 莫其眼睛顿时亮了几分 惊到 追云阁下 他就是那个帝王殉兽者 大陆最年轻的天空幻石 追云阁下 是的 父皇 那天我还和追云阁下 有一面之缘 看过他的几头天惊幻兽呢 追云阁下 少年英雄 又如此潇洒俊了 可真是万千少女们的梦中情人呢 莫棱一个劲地夸赞着傲风 大笑声在殿堂内朗朗回响 突然发觉 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笑 不由地疑惑地停下来 四处看了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不知何时 整个拉普拉宴会堂 竟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再没有了一点声音 人人目瞪口呆 满面惊恐地凝视傲风 好像看到了一只火恐龙 这个前傲风 就是追云阁下 嘿 开什么玩笑 曾经一点患之力 都无法使用的废物 居然不声不响地 成了天空幻石 还是个帝王殉兽者 包括素来冷酷的秦傲天在内 不知多少双眼睛一眨不眨 宛如被雷劈中了似的 凝视在那个冷酷俊秀的 白衣美少年身上 曾经认识傲风的人们 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坏掉了 要他们相信傲风是追云 他们宁愿相信 一头母猪会上树 这比他成为剑圣 更加令众人吃惊百倍 每年我秦家都会举行家族测试 而家族测试上 傲风一直都是无法成为幻石的 就算今年的幻石测试 秦连执法者谎报军情 这往年的测试总不会有误吧 要不然也不会如秦润所说 傲风在秦城一直受人欺负了呀 现在看来应该是 直到去年 傲风还是个幻石方面的废物 今年就突然碰到了千阶以上 这是什么恐怖的修炼速度啊 傲海赶紧打我一下 让我清醒清醒 我做梦了 我一定是做梦了 秦润两眼发直 对旁边的秦傲海道 秦傲海为少说明白真相的人 暗暗在心中 为被吓到的人们默哀一声 对秦润苦笑道 父亲 事情是真的了 在死亡山岭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不过傲风自己没有显露 我 我也不好说呀 秦连被秦鼎打得到现在 还躺在床上 不在现场 只有秦傲海 和一起前往死亡山岭的 秦前导师可以作证 秦润等人 一起惊疑地 往秦遣身上看去 后者受宠若惊地 摇头笑道 别这么看我 事实就是事实 我从死亡山岭里 带回来的幻兽 可都是奥风 替我们驯化的呢 当时奥风 替其他家族 驯化了幻兽 也没有亏待了秦遣 他也驯化了六头圣兽 交给秦遣 分发于那次前去的 家族子弟 秦遣为此 受到提拔 不过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竟然 全都是出自 奥风之手 了解到真相的 秦家众人 差点 没集体 睁着眼睛 晕过去 要死了 我们当初 究竟放走了一个 什么样的人物啊 正元阁下 短短一个月 风云卡罗尔帝都 这是天赋凌驾 与圣皇大人的绝世天才啊 周围的人们 慢慢惊醒过来 紧接着 宴会堂内外 便完全炸开了锅 我的血 追阁下是秦家的秦遥风 是秦遥天阁下的弟弟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对啊 想不到这人比 奥天阁下还生猛 这就叫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我的天啊 太恐怖了吧 现圣 天空幻尸 帝王训守者 无论哪一个身份 都这么吓人 他可别告诉我 他还是练技士 否则我就找个面条 上吊去了 追云 便是秦氏家族 曾经抛弃的肺武 秦奥风 这条无比震撼的消息 不用多久 就会传遍卡亚帝国 乃至整个光芒大陆 就像是明星的绯闻一样 从废物突然摇身一变 便成为绝世天才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正是能令人们惊叹的地方 比丹丹的天才 更叫人动容 仲裁大长老商谦 红光满面 笑眯眯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二十四集 云中城的云露等人 脸上却黑得吓人 哎呀 糟了 还说要拉拢追云 和他闹成这个样子 你这小子憎恶分明的个性 怎么可能才愿意加入我云中城啊 想到这里 云露就恶狠狠地瞪了傻猪的云城一眼 哎呀 千不该万不该 听了你这个混账的唆使 跑来找奥峰麻烦 这次带云中战队来 是有对奥峰显示实力的意思 可显示实力 不是这么个显示法呀 我的目的是招揽 可不是结仇呀 追云阁下 不不不 是秦奥峰阁下 莫奇话说到一半 方才醒悟地改口 对奥峰的态度极为友好 笑容满面 阁下和皇后以前认识吗 奥峰向前方的苏雅皇后看去 发现她的眸光里 充斥着更深的亚异 情绪波动极大 微微促起两条细长的柳梅 仿佛陷入了很久以前的回忆之中 是的 我和苏雅 夫人 认识 奥峰点点头 看了周围一眼 稍有停顿 还是叫出了夫人二字 不 不是夫人 是妈妈 苏雅皇后愣了愣 甚为激动地 打断了奥峰的话 晶莹的眸底 运着一层奥峰 无法看透的感情 定定看着奥峰 对她柔声说道 你忘了吗 在日不落 你已经认我为妈妈了 可不能赖皮啊 奥峰一惊 抬眼 她居然在这种场合里 同意我叫她妈妈 这意思不就是要公之于众 说我为义子了吗 高贵的苏雅夫人 云中圣女 是这个少年的干娘 又是一记重磅炸弹 砸得许多人险些窒息 云露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 喘出了一口大气 还好还好 苏雅夫人和她有点交情 否则真的要坏了大事啊 商谦则是觉得好像有些不妙 暗自后悔 刚刚为什么不再多袒护她一下 那样便能为争取到她 夺得更多的筹码了 说出去叫人不敢置信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竟牵动着数位大陆上排得上号的强者们的心思 透过美丽的女子 如海般柔和温暖的眼睛 奥峰感觉到了一股暖流 包裹着自己 她知道 苏雅夫人此举 没有任何的政治因素 没有任何的拉拢观念 只是纯粹的 仅仅想要当她的妈妈而已 奥峰 你不愿意吗 苏雅伸出手 温和地静静等待着 奥峰俊意冷漠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微笑 踏前一步 与之轻轻一个拥抱 真挚地叫道 苏雅妈妈 悄无声息的会城里 不知是谁先感动地鼓起了掌 随后 响声响彻宴会殿堂 默其陛下 笑得很灿烂 这时候才咳嗽一声 甚是威严地为云露等人道 对了 那个敢辱骂云中城的人是谁 胆子也太大 云露阁下尽管说出来 本皇这就把他揪出来 丢出去 一阵哄笑在旁边响起 知晓情况的众人 再看云城等人的目光 那是相当地戏谱 云露大护法 额上出了一大层汗 尴尬地笑了笑 陛下 没有那么夸张 那是我们自找的 与人无忧 可怜的默其 还是糊糊糊糊糊 没有搞清楚状况 物字愤愤然道 胡说八道 什么自找的 敢对云中城不敬 就是对本皇不敬 云露阁下您尽管说 不管是谁 本皇都可以做主 陛下 是我 站在苏雅皇后身边的傲风 甚是疑惑地眨眨眼 开口说道 我说云城阁下实在幼稚 竟然来挡我的路 难道不对吗 什么 是你 呃 默其 抱憾不止 面上的表情很精彩 不不不不 千尔峰阁下 你并没有错 是老夫一时糊涂 只听了片面之词 其实啊 你根本没有冲着我们云中城 云露排着笑脸 弯了云城一眼 错在云城个人 以阁下的身份 自然不是云城可比 阁下说的对 即使是骂他 也是给他面子呢 云城脸都绿了 从没有受过这等窝囊气的他 差点想去买块豆腐 一头撞死 秦奥雪和秦露 脸如死灰 一句话都不敢说 这个追云阁下的真实身份 已经将他们的计划 完全打乱 随着奥峰身份的揭开 这场闹剧 自然而然地画上了句号 在众人倾慕崇敬的视线中 奥峰牵着莫灵的手 陪同苏雅皇后走到大殿正中 君落雨 雷玉峰 月冰炎 秦奥天 还有上了殿就一直在偷看奥峰的莫竹 都自然而然地跟在他身后 大殿中央 皇帝陛下笑声朗朗 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陛下 请等一等 众人正带举杯狂欢 一道高大的人影 却带着一支队伍夺步进来 这是一支骑士组成的大队 每一个人都穿着精致的银色铠甲 每踏一步时 均发出令人神往的金属响声 为首的男人身材高大 穿着件宽大悬衣 俊朗至极 外表年龄才似三十余岁 不过 那身常年征战 才能磨砺出的肃杀之气 却告诉奥峰 这个人的实际年龄 应该不小 哇 陕雷王 还有龙骑兵啊 龙骑兵 今儿个吹个什么风呢 以前雷陕阁下和龙骑兵团 不是从来都不参见燕飞的吗 对呀 我看也是为了秦奥峰阁下 别忘了龙骑兵团和奥峰阁下 有点过节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听到少许的议论后 奥峰便了解到了 这个男人的身份 手握卡亚兵权的 帝国陕雷王 雷陕阁下 也就是雷玉峰的父亲 雷霆建尊的儿子 只有他 能这般大声地 打断皇帝陛下的形式 墨骑和雷陕 是多年的兄弟 当然不会计较这些 只是惊讶于他的突然出现 义弟 你不是不喜欢宫廷宴会吗 怎么带了这么多龙骑兵过来啊 雷陕颇为爽朗地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陛下 是这样的 其实啊 是零九阁下的事情 零九阁下 为了那位失踪的零零阁下 不 这倒不是 雷陕摇摇头道 是零九阁下等诸位龙骑兵 听说追云阁下的随从 有一头较为厉害的巨龙 打败了我们帝国的龙骑兵 让他们呢 颇有不服 零九阁下 今天想要与之较量一番 顺便给大家助助兴 我估摸着 追云阁下应该到这里来了 这才前来麻烦陛下 雷陕刚到 还不太清楚状况 扫视了周围一圈 朗身问道 不知道追云阁下 和那位随从先生何在 龙骑兵 殿内的贵族们 精神大振 兴致勃勃勃 龙骑兵乃卡亚帝国的保护神 地位在卡亚 人们心中相当的高 听闻平日难得一见的龙骑士长 居然要和人对决 哪能不让人们激动 傲风眸光微冷 盯住那脸色有些深沉的麟酒 心中明白 这多少 有点挑衅的意思 弟弟失踪 龙骑兵被人打败 林九心里 不可能真的没有芥蒂 没办法正面找傲风寻仇 就想在这个盛宴之上 为难他一下 以追云如今的身份 便是紧紧打败他的随从 上次丢掉的面子都能挽回许多 二者之间的确有过节 挑战无可厚非 本集结束了 拜 雷闪 作为帝国总军权的掌握者 实力强大 龙骑兵这个特殊部队 也在他的调度下 听说这件事情后 为龙骑兵和卡亚帝国的声望考虑 便答应了林九的要求 将他们带入宴会堂里 一方面 他也对风头正进的追云其人 很是好奇 话问出来 人们的目光 就全权集中到了傲风身上 雷闪等人 顺着众人的眼光看过去 但见冷漠俊裤 身着白衣礼服的傲风 笔直地站着 各自清楚 这大概就是追云阁下的真容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 傲风竟真如传闻中的 那么年轻 还是这样一个美少年 唯有骑士队里面的凯歌 骇然一惊 他 他是 雷闪 正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傲风 另一个极为眼熟的人影 却突然从后面的人群里挤了出来 带着满脸郁闷 走到了自己面前 只听那人闷声叫道 父亲大人 啊 玉风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定睛一看 雷闪惊奇地发现 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这么眼熟了 这居然是自己的儿子 傲风的出场太过抢眼 君落雨的风头都被他盖了过去 帅帅的雷玉风 很不幸地没有受到重视 被众人华丽丽地忽略了 直到他现在走出来 雷闪才看到他 女人们也惊喜地又发现了一枚帅哥 玉风 是小玉风吗 墨琪等人文言惊讶道 时隔多年 雷玉风流浪在外 整张脸变得成熟很多 气质上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墨琪等人细细打量着他 果然 从英俊挺拔的男人轮廓上 找到了一些当年少年的影子 雷玉风哥哥 墨琪小嘴巴张成了欧 眼睛睁得大大的 随后又埋怨地瞪着他挽着到奥峰 摇晃着他的手臂道 哼 追云哥哥你坏死了 你又骗人 我们和玉风哥哥相处这么久都没认出来 丢人丢大了 墨琪和墨竹他们 喜欢叫奥峰回追云 一时改不过口 这可不管我的事 你们自己没有想到 我也没说他不是啊 奥峰呵呵笑道 柔柔莫灵的脑袋 他很喜欢这个精灵可爱的小丫头 嗨 玉风 你回来了也不来看看你大伯 不厚道呀 墨琪摇着头说道 他与雷闪亲如兄弟 以前和雷玉风的关系也很亲尼 雷玉风回来了 居然没有告诉他让他有点伤心 雷闪见到儿子十分高兴 拍着雷玉风肩膀豪爽大笑 陛下 玉风前些日子就回来了 不过他说有些重要的事情 没在家中逗留多久便又离开了 这才没来得及啊告诉陛下 没想到他到今夜的晚宴上来了 估计是想给陛下一个惊喜吧 这么一说 墨琪舒展了眉头 释怀地笑起来连连点头 这个惊喜本皇很喜欢 雷风啊 很好很好啊 好什么好啊 雷玉风郁闷地翻了个白眼 带着怨气的嘟怒道 老爹 你可真会给你儿子找麻烦 什么找麻烦啊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找你麻烦呢 这要从何说起啊 雷闪见儿子一赴他欠了他几兆欧比斯的模样 一头雾水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看那直挺挺的一排气宇轩昂的龙骑兵 雷玉风撇撇嘴 没好气地说道 你都带了人来了 要和我打架了 还没有给我找麻烦啊 雷闪无辜地瞪大眼睛 不对啊 我们要找的是追云阁下的随从啊 有什么不对 那个随从就是我 雷玉风也瞪着他说道 父子俩在殿中央大眼瞪小眼 瞪了片刻 然后雷闪就傻眼了 龙骑兵们也傻眼了 众人集体傻眼了 回想一下 人们这才恍惚地发现 这男人真的是跟着秦傲峰进来的 如此来说 那个身负黄金巨龙 打到了一名龙骑兵的天空幻师随从 岂不就是雷亭御风王雷玉风 想通其中关节 雷闪就一阵爆汗 这是什么事啊 老子带着人来找儿子麻烦 说出去不被人给笑死了 龙骑士们同样一阵爆汗 一个个摇摇欲坠 找麻烦找到顶头上司的儿子 还是雷亭御风王的头上 老天 你不带这么玩我们的呀 众人还在傻愣着 外面又有通报声传来 雷亭剑尊 凯特剑尊 逍遥剑尊三人 听说龙骑兵要与人对战 也跑来看热闹了 疑惑地走进场中 看到这么一幕 同样被吓了一跳 默其一番口水解释下 厚道的雷闪等人 总算是明白发生了什么 居然是这样的 想不到秦奥峰小友 你就是追云阁下 少年英才四个字 你绝对当得起 三剑尊对奥峰露出赞赏的笑意 他们都很喜欢奥峰这个小朋友 本来还担心这个小子 跑到帝都来 是不是异教徒 要对付他们卡亚 现在知道他是追云 那简直再好不过了 三位剑尊阁下过奖了 奥峰谦逊有礼地 向他们点点头 这三个人给他的印象 素来不错 御峰啊 你也真是的 堂堂雷霆御峰王 怎么能是人家的随从 早点说清楚嘛 引得大家误会了吧 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 居然如此 这场比试就算了吧 凯特剑尊 无奈地摇头笑着 三个老家伙 对奥峰兴趣十足呢 幸运地和奥峰这个 风云人物成了朋友 关系又不错 谁也不愿为难他 雷玉峰眼神一顿 俊挺的眉峰一挑 莫得摇头说道 不 虽然我不是他的随从 但是这场比试 我也有义务接受 雷霆雷闪等人 皱起眉头 用奇怪的眼神盯住他 暗中责备 这小子 也不看看地方 我们这就是给大家 找个台阶下 免得闹得面子上不好看 你可是我卡亚 王庭的雷霆 玉峰王呢 替人家打架 像什么话 不顾他们的眼神 雷玉峰的眼里 好似突然就射出了闪亮的精芒 穿过数人牢牢定在奥峰身上 奥峰被这样的眼神 瞧得心脏扑通一跳 然后便听见 他充满决心的坚定声音 因为 我是他的骑士 寺下里 突然又安静了 空空旷旷的殿堂内 地上落针可闻 唯有雷玉峰一步一步 走向奥峰的脚步声 那般清晰 那般响亮 雷玉峰 走到奥峰面前 默得一笑 英俊的脸很迷人 突然 他牵起奥峰一只手 然后 就在一双双眼睛的凝视下 就那么 丹西跪了下来 我雷玉峰在此 对天起誓 愿成为 秦奥峰阁下的骑士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一道银纹 从他脚下升起 炫目的光芒 印得男子脸上的线条 清晰至极 规则降临的瞬间 谁也没有办法阻拦 正统骑士的仪式 宣誓的姿势 雷闪得 眨着眼睛叫道 喂喂 儿子 你 你没发烧吧 不要这么激动啊 好好的雷玉峰 王不做 跑去当人家骑士 你疯了不成啊 众人不是不想去拉他 可惜的是 雷玉峰半句誓言 说出来了 规则 也将他和奥峰 与众人分开 没人能闯入里面 雷霆见尊也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雷玉峰 咒起了眉 反手一抓 想把他拉起来 喝倒 玉峰 你别乱来 我才没有乱来呢 奥峰 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我不是说在宴会上 要给你一个惊喜吗 反正迟早都要告诉你的 现在就对你说了 也无妨 早死早超生 雷玉峰 抓着脑袋一笑 仿佛豁了出去 定定看着他说道 奥峰 我喜欢你 所以 我要做你的骑士 我喜欢你 喜欢的 就是你 男人眼中表达的感情 和这句宛如重锤般的句子 一下子 把奥峰砸懵了 也把雷闪等人 砸得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眼睛 全部瞪成了同龄 说什么 一个男人 喜欢另一个男人 如此的光明正大 吓死人不配命啊 宣成为 您终身的骑士 永远伴随左右 如为此事 天地不容 趁着众人发愣 雷玉峰 已经朗朗念完了 所有的句子 顺便 在呆愣的奥峰手背上 轻微一下 然后神清气爽地 站了起来 自豪地笑道 奥峰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第一骑士 月冰炎的宣誓 不是用的奥峰本名 契约 其实并不成立 所以真正意义上 规则下的骑士 雷玉峰 确实是第一个 奥峰 眉峰惊骇地高高扬起 醒悟过来之后 既感动又急切 玉峰 你 你这个笨蛋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雷玉峰生性豁达 潇洒 不在乎什么 雷霆玉峰王的身份 也不愿遮掩自己的感情 连声誉也不在乎 就光明正大告诉了奥峰 这个宣誓 无疑是感人的 代表着一份 不求回报的 纯粹的守护之情 表白的人是雷玉峰 奥峰的声望 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如果奥峰是个男人 这的确是一份惊喜 虽然这个惊喜 有点吓人 不过现在 一向冷静的奥峰 却首次有了跳脚的冲动 哥们儿啊 在你看来 宣誓成其实没什么关系 只是一个身份上的问题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是女人 我是女人 这就代表 你以后都不能成婚了 这后果 何等严重 私人歧视比较另类 性别相同的倒无所谓 性别不同的 很少会宣誓成歧视 因为那代表着 从今以后 只能钟情于这一个人 无论被守护者 是不是允许他 产生另外的感情 比守护武士 还霸道 如果感情不够真挚 那么 那名异性 是不会被天地规则允许 成为骑士的 而雷玉峰 却已经完成了仪式 成为了 他的骑士 所以奥峰知道 雷玉峰对自己 至少是有 倾慕之情的 奥峰素来细心 最近的一些日子 雷玉峰对他的 过分的好 他有些感觉 只是从未想过 这个男人 竟是这般大胆 这般干脆 干脆到 简直让他哭笑不得 雷玉峰 洒脱的一甩脑袋 看着他笑道 哼 奥峰 你又不是不了解兄弟我 如果我认定了一件事情 会管什么后果吗 你不需要为我的话 感到困惑 我又不会强求 你也跟我一样 我只是想告诉你而已 不管任何困难 都阻挡不了我 他不求任何回应 只是不愿意憋在心里 只是希望 能告诉奥峰 奥峰愣了一愣 无奈的笑容 浮现在脸上 是啊 你这个执着的男人 即使告诉你 我是女人又怎样 你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退却呀 连大庭广众地 宣布自己喜欢男人 你都能做得出 这干脆果决 勇往直前的性子 不正是你 最让我欣赏的地方吗 雷霆 剑尊和雷闪 几乎睁着眼睛 就晕了过去 臭小子 宣誓成为骑士 还不算 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还给我们 来了个更劲爆的 真情告白 你 你居然喜欢 秦奥峰 喜欢一个男人 还信誓旦旦 要一辈子守护他 我的孙子呀 你怎么能就这样弯了 儿子 你听我说 父亲大人 你和爷爷不是经常说 喜欢一个人 就要努力去追求 绝不能三心二意嘛 玉芳今日 总算找到了这个人 你们应该为我高兴嘛 看着自己一脸坚决的儿子 雷闪差点想死了 老子是教你不能对 喜欢的人三心二意 可 可那也不能是个男人呢 算了算了 随着小子去吧 雷霆见尊 摇摇头 虽然荒谬 可是已至此 以玉芳这个牛脾气 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还能怎么办 满殿异样的震惊目光 唯有一人 突然鼓起了掌 清脆响亮的声音 在安静的环境中 非常突兀 成功引起人们的注意 冷峻至极的秦奥天 此时望着雷玉芳的眼神 却是欣赏至极 笑意满旷 说得好 大哥 奥峰惊疑地看着秦奥天 面露欣慰地走过来 撇撇嘴道 大哥 你不是在取笑我吧 什么取笑 人家为了你 连性别都不顾了 我就不能 真心地称赞一下 秦奥天 若有深意地 对奥峰笑了笑 重重一拍旁边 雷玉芳的肩膀 哎呀 好小子 有勇气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支持你 奥天大哥 你支持我啊 那当然 你对奥峰的感情 如此真挚 会有什么理由反对 秦奥天 唇角微扬地说道 他的确对奥峰 保护欲过度 同时 也是极为 这个宝贝妹妹 打算的 玉芳今天这番话 彻底打动了他 这么好的男人 把妹妹交给他 秦奥天 很放心 男人的身份 都能吸引男人 哎 小峰还挺能耐的 听他这么说 雷玉芳 洗得险些 蹦起来欢呼 谁反对都没事 他最担心的 就是奥峰的 这个大哥会感人 没想到 他不但没有 被扫地出门 还得到他的支持 能不让他高兴吗 小峰啊 既然 玉芳已经起了个头 成了第一骑士 大哥 也不能落后了 秦奥天淡淡一笑 执着奥峰的手 单膝跪下 郑重道 秦奥天 愿做秦奥峰一生的骑士 用我的一切守护你 在此 对天骑士 如为此事 天地不容 大哥 你 奥峰大惊 眼看着规则的银芒笼罩 忍不住跺了跺脚 心中也不知 是个什么滋味 雷玉芳不知道 他是女人便罢了 他大哥明明就知道 却还是对他立下重视 他只觉得 眼眶温热的难受 秦奥天和他是亲生兄妹 他又那般真是爱护奥峰 绝不可能做出 伤害奥峰的事情 所以 不会对奥峰 有愉悦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才更让奥峰感动 秦奥天保护妹妹的心意 重到了超过一切 他的生命里 只有他这个妹妹 疯狂到令人不敢相信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第227集 莫竹远远地看着他们 攥住胸口的一筋 他很想和那两个人一样 现在就走上前去 但他更希望等自己变得强大一些 能够帮助奥峰的时候 再站到他身边 不愿成为他的累赘 众人不知道奥峰是女子 对于这两名骑士的意义 没有奥峰了解得那么深刻 惊叹了一会儿雷霆御峰王 竟然是断秀之后 便也不说什么了 林九国下 请吧 雷御峰对林九 做出一个有请的动作 微笑着说道 林九就是再有十个胆子 又哪里真的敢和 雷霆见尊的孙子动手 即使动手 这皇宫之中 他又敢赢雷御峰 这个雷霆御峰王吗 甘笑两声 林九眼珠一转 问道 雷御峰阁下 您年纪尚轻 不知道您参不参加 天元大决斗的比试啊 当然参赛了 怎么 林九国下希望 在大决斗上和我们比变 单体的战斗 很难显示出 龙骑兵真正的威力 不是吗 林九不打反问 笑意甚浓 的确 龙骑兵群体作战能力 威名远波 光是一人完全体现不出龙骑兵的强大 另外 林九心里还是有一点盘算 在这儿动手碍于皇家脸面 只能输给雷御峰 大决斗上放手一搏 却无所谓 林九今年正好三十五岁 在参加年限之内 由他亲自带队 实力发挥不成问题 可以 那我们就在大决斗上见吧 雷玉峰点头说道 这种表演赛事的必胜比试 他没什么兴趣 为了维护傲风 他才会接受挑战 他觉得如此再好不过 说定了比试 莫琪就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此番波折重重的天元狂欢盛宴 总算顺利进行了下去 奥峰拒绝了几大势力的邀约 陪着莫灵随意在舞池里玩耍 突厥一股杀意从背后袭来 转身一望 内方却是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追云哥哥怎么了 莫灵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可能是错觉吧 傲风摇摇头道 云城等人都在其他地方 我又是风头正望之事 怎么会有人想杀我呢 二人远远向其他地方走去 都没有看见那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道人影诡异地慢慢浮现出来 那人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傲风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哼道 盖死的追云 老夫终于找到你了 大决斗 哼 你今晚便得意去吧 老夫要在万千人眼前 将你错骨扬灰 一身灰色衣袍的中年男子 转动手指上的一枚戒指 脸孔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年轻男子 身形一晃 朝着云城的方向走去 云城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倒霉过 被云露长老狠狠训斥了一通 正在闷闷不乐喝着闷酒 突厥肩上一紧 一只手齐迅速无比地拍上了他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高手 绝对的高手 他还没喝醉 身为患宗 却让一个人摸到了身后还毫无知觉 他固然是放松了警惕 但也证明了这个人的强大 回过头 他就看到了一个相貌平庸 眼光深邃的年轻人 你是 我是谁你不必多问 我听说 你和那个追云有仇 此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现在恐怕没人不知道了吧 说起这件事情 云城就有气 挑着眉愤闷地说道 那就好 你要不要和我合作 这人呵呵一笑 眼露寒光 凭你的身份带队入场 避免别人盘查我的实际年龄 我帮你杀掉那个千奥峰 这笔交易 你看如何 云城惊讶地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这个人突然见到了报仇的希望 成交 他沿路狠色 滴滴说道 大哥 我 玉峰 西云大哥 冰岩 我们这五个人 实力都不算差 对战云中战队 应该没问题 他们当中 只有云城是幻宗高手 其他人 皆在七剑天空幻石左右 即使少一个人 我们的幻兽配备 也胜过他们 宽敞的碧玉飘香 宾馆房间内 澳峰几人或站或坐 他们刚刚从晚宴回来 就在这里 做最后的调整和休息 澳峰正和几人分析着 敌我双方的战斗力 气氛并不紧张 几人知道 这一战的把握相当的大 云中城的幻兽配备再高 也极少有七星以上神兽等级的 他们没有帝王殉兽者 而澳峰这方 有三头九星神兽 澳峰一人坐拥数之幻兽 再加上神秘的赤 应当毫无悬念 不过澳峰心中 却隐隐有些不安 也不知为什么 在晚宴上 感觉到那股杀气之后 他心中就存着一个疙瘩 曾经是一名黑暗佣兵 敏锐的第六感 救过他许多次 或许是错觉 但他也觉得 好像有什么被他忽略了 可惜圣皇大人路经此地 今夜就离开了 否则他加入我们倒是不错啊 雷玉峰随意开玩笑道 还有凯歌那小子 他参加了龙骑兵的队伍 看样子 我们的第六人 只能随便找个来充数了 澳峰点点头 不无遗憾 临走时 君落雨和他们说了 他本不是被神君派到这里来 特别过来 只是想见见澳峰 他还有其他任务在身 不得不先行一步 正说着 外面传来了一阵叩门声 几人皆是眉峰微调 疑惑地彼此看了看 从每个人的神情里瞧出 似乎没有任何人邀请朋友 走到房门前面 澳峰警惕地沉声问道 是谁 陈云啊 你好大的妄兴啊 一夜成名之后 就把我扔到一边了 门外 男子慵懒的笑声 透过门缝 传到了里面 澳峰听到这个雨声 黑眸中 顿时露出惊喜之色 一把拉开房门 青红 你出关了 笼罩在黑色斗篷中的男子 随意地抱着双臂 倚靠在门上 抿着好看的唇 眯着眼微笑 谈木质的面具 依旧挡了他上半个脸 但毫不影响 轮廓线条的美观 他的脸色 依旧泛着病态的苍白 看到澳峰 好似看到了西式珍宝 眯成缝隙的眼里 一缕精芒掠过 正是云青红 而且 从他周身散发的 令人心惊的能量波动来看 应是刚刚进阶不久 总再能出来了 男子低眉 而富有雌性的声音笑道 我来做你们的第六个队员 不会不欢迎我吧 当然欢迎 这可再好不过了 澳峰轻笑着说道 澳峰与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放松 或许是受了他身上 那股懒散劲的影响 澳峰连心中的不安 也稳定了下来 澳峰有些好奇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 他们五缺一 又怎么知道 他一夜成名的 不过 多个幻宗高手助阵 谁会拒绝呢 云青红身上 澳峰一向感觉不到 任何恶意 甚至他还有一种感觉 好像他就是专程 来帮助他的 还有我 还有我呀 云青红身后 开朗活泼的 清脆笑声传来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俊美少年的脑袋 默得冒出 蓝发蓝眸 大大的蓝眼睛 晶莹一片 好像会说话 一颗小小的虎牙 露在外面 甚是可爱 他嬉嬉一笑 就窜上前来 默得扑进 奥峰怀里 窜来窜去 把众人吓了一大跳 哎 臭小子 可不要乱吃豆腐啊 身为骑士的雷玉峰 率先蹦起来 火烧眉毛地跑上前 拽起少年 瞪试着刀 上来就习兄啊 你敢不敢再无耻一点啊 奥峰倒并不讨厌 看只可爱的少年 挥挥手 让雷玉峰放下人来 好奇地问道 你又是哪个 少年一愣 委屈得眨眨水淋淋的大眼睛 嘟着嘴巴道 妈妈 你不认识我了吗 蓝发少年 用这个口吻一说话 奥峰就更加惊奇地 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是 小九 少年见奥峰认出了他 马上又扬起了大大的笑脸 再次扑进奥峰怀里猛蹭 妈妈 我就是小九 我想死你了 房间内的几人 无语地瞪着这一幕 一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少年 叫另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为妈妈 真不是一般的古怪 我出来的时候呢 遇到这个小家伙也刚刚进击完毕 他呢 一定要跟着我来找你 我就把他带来了 云青红走上前摸摸小九的脑袋 温和地说道 小九回头看看他 好像对他有点畏惧 神色里泛着古怪 却什么话也没说 那条小蛇 雷玉峰也想了起来 亥然道 你能人形化了 对啊对啊 小九长大了 要帮妈妈打坏人 来多少打多少 蓝发少年忙不爹地点头 威风凛凛地握起小拳头 小九 你现在能够人形化 神志已开 很多事情你该明白了 以后别叫我妈妈 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明白吗 傲风也摸摸少年的脑袋 柔声道 小九眨眨眼 聪慧至极地点头道 好的父亲大人 随后 他又眯起漂亮的蓝眼 不过 没外人的时候 我还是喜欢叫妈妈 说吧 小九一晃身子 瞬间缩小成原本的 蓝幽幽小蛇的模样 游到傲风肩膀上 用小尾巴 拱拱傲风的耳朵 激热地叫 妈妈妈妈 瘦态的状态 小九更容易 粘在傲风身上 他死皮赖脸 不肯变回人形了 这个小家伙 傲风耳朵痒痒的 有点哭笑不得 向几人解释了一下 小九的身份和由来 傲风拿出拍卖到的 灵果和华尔斯 开始分赃 六人的战队 已经定了下来 这几个人间的关系 并非金钱能够衡量的 阵营明确 谁也没有提什么钱财问题 只是把感动放到心里 众人的一致要求下 傲风独自扶持四滴 其他人每人两滴 月冰岩搭配水元素精灵 至于云青红 则是笑着谢绝了 这两样东西 哼 傲尔斯对提升实力的效果 虽然很大 不过 使用多了 便没有那般强效了 我呢 已经不太需要那种东西了 我进阶速度那么快 身体中自然早就已经有了 元素精灵 云青红的身份古怪 傲风觉得 他这些东西理应不缺 便没有再如何坚持 顺手招出了自己的患兽们 打算把剩下八滴 华尔斯分配出去 亚瑟斯他们 一看华尔斯 先是激动了半晌 然后赤金笔蒙 却又说道 诶 诶 诸人 如果服用了这个东西 开始进阶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就没法协助您作战了 进阶超神兽 需要沉睡很久 我还是先不用了 给其他人提升实力吧 帮助傲风才是首要任务 亚瑟斯宁愿放弃这次的进阶机会 他没见过比傲风更好的主人 明日的决战至关重要 他觉得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进入沉睡呢 大块头好用的 小九在傲风肩膀上摇头晃脑的土泡泡 众人也对亚瑟斯投去钦佩的目光 亚瑟斯得意忘形 哈哈大笑 那当然 高贵的笔蒙很有道意的 原本还在钦佩的众人 被他的厚脸皮 闹出一身大汗 獠牙 奔雷 四剑 魅君 小兵 孟眼 各自一滴 秦澳天的幻兽也是九星神兽 不可使用 小九刚刚进阶提升空间不大 没有分配 剩下两滴 一滴给了阅兵炎的成羽四缝 一滴给了雷玉峰的金池大棚 全部分配完毕 众人吞下华尔斯后 便在房间内各自打坐修炼 将入体的华尔斯能量消化掉 奥峰如以前一样 进入了内饰状态之中 华尔斯入体后 依旧是一滴滴晶莹的蓝色液体 进入体内 便立刻引动了全身污吏的暴动 奥峰清晰地感觉到 周身所有的污吏 都在这一瞬间欢腾起来 以超过原本流动状态的 十几倍的速度 在脉络中循环 浅蓝色的污吏 完全没办法进入 华尔斯能量体本身 只能一点点 从那点晶莹的蓝色上 剥离出一点能量 消磨得非常缓慢 这么下去 四滴华尔斯 在天亮之前 恐怕是无法全部吸收的 万一进入进阶状态 那还得更久 奥峰心神一动 想到了屡次帮助自己的 幻神能源也不迟疑 便催动污吏 推动华尔斯 进入丹田之中 如他所料 幻神能源 比元素精灵辅助效果 更加强大 四滴华尔斯 在进入丹田之后 白色的炙热光芒 便突然更加明亮 那层层晶莹蓝色 宛如盛夏中的雪糕般 很快融化 能量化作一盆蓝色雾气 进入幻神能源的漩涡之中 一股浩大力量 喷泊而出 契机 奥峰唇角微扬 七剑的门槛 在预料之中到来 一片安静之中 他的周身雄浑能量笼罩 力量的波动 几乎影响到了周围的空气 炙热无比 好似一个太阳 不知过了多久 黑色的眼眸漠然睁开 周身的能量已然平息 银芒一闪 奥峰迫不及待地 调动幻师的星文 如愿以偿地 在五天星的第五尖峰内 看到了九把银色小剑 九剑巅峰 华尔斯的能量 的确庞大呀 奥峰感慨一句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已然大亮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大地的时候 众人接二连三地睁开了眼睛 我进急了 我进急了 狭小的房间内 喜悦兴奋的笑声不住回响 由于众人皆是首次服用华尔斯 功效也甚是强大 每一个人都晋升了剑级和星级 雷玉峰跨过七剑门槛 刚刚升入七剑等级 这道门槛很难越过 奥峰也是受制于他 才无法冲击幻宗境界 西云升一星 剑尊与幻宗境界之后 想要进境颇为困难 上升一个星级 都很了不得了 合着元素精灵 月冰炎连续跨越三剑 也进入了七剑天空幻尸 美眸注视着奥峰 他的心里充满感恩 很多时候 情义不是说出来的 在这之前 月冰炎根本无法想象 被关在笼子里等待拍卖的自己 会摊上这么好的事情 那可是元素精灵和华尔斯啊 千金难求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有点冷酷的小男人 却眼都不眨一下 就分配给了众人 奥峰没有提起过契约的问题 月冰炎自己在晚宴之后 仍旧坚持立下永不背叛的誓言 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是无比的明智 秦奥天这里倒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他自己借助华尔斯的力量 升入幻宗等级 可问题是 他在进阶之时 他的九星神兽兵与神鹰 进入了沉眠 好像是要进化为超神兽 最近一段时间 却无法出来作战了 秦奥天无奈地摇头说道 没想到冰宇那家伙 也能成为超神兽的 真是失算 冰宇神鹰不是血统魔兽 正常情况下 他不大可能禁为超神兽 最多为九星边风神兽 这是魔兽的血脉问题 冰宇显然运气极好 进阶机会来了 挡都挡不住 但这个进阶的时候 却是非常不巧 即使不用幻宗 幻宗的实力 也远胜天空幻室 奥天大哥 你应当高兴才是啊 那云成不是说 你三十五岁以前 到不了幻宗吗 今天你就吓死他 雷玉峰和秦奥天年龄相仿 经过昨夜以后 关系愈发友好 见秦奥天进阶 很为他高兴 拍拍的肩膀安慰道 奥峰心意一动 想到了那头 扔在戒指里的打马巨蟒 问道 大哥 你进阶之后 能不能再多契约一头换兽 我这里 倒是有一头九星圣兽 可以给你暂时用一用 本来也是打算送给你的 不过看到冰雨后 有点拿不出手 而你的精神力 又只能契约一头换兽 这才耽搁下来 秦奥天文言 目中暖衣蔓延 点点头笑道 我的精神力较为普通 现在也仅能契约两只换兽 不过小枫送的 就是一只最普通的换兽 我也喜欢 你还真是个炼帝狂啊 弟弟放个屁都香 西云在旁边 没好气地取笑他道 众人也跟着 一起哄笑伴赏 奥风 许出打马巨猛 让秦奥天契约下来 这头幻兽 暂时只是充数之用 日后 一定要再给大哥 弄一头拉风的魔兽来 众多幻兽们 也各自提升了 一两个星级 其中 梦魇突破七星神兽大关 奔雷和獠牙 双双冲破神兽门槛 向前迈进一大步 各自不胜欢喜 见大家准备完毕 奥风便一挥手 出发 六人神清气爽地 走出碧玉飘香酒店 往南方大门处走去 天空幻世的破坏力太强悍 历年大决斗 都不在卡罗尔帝都之内举行 而是放在城外 否则一个意外 就可能会导致 大片面积的建筑遭殃 修理一下 都得花费大量金钱 这样的比试 可不是在过家家 每个人都会拿出 所有的实力 大决斗中 即使不幸阵亡 都是很正常的 刀枪无言 既然来参加比试 便要有准备 没有人能抱怨什么 因此 奥峰等人 还是怀着警惕之心 云城对他的恨意 谁都能看得出来 即使云露打过招呼 云城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光明正大杀了他 也无可厚非 崇尚武力和强者的世界之中 退缩者 就会被万人瞧不起 这样的场合 更是如此 奥峰对光芒幻电 以及云中城的态度 皆是不冷不淡 推脱了他们各自的邀请 只说大决斗之后 再考虑加入势力的问题 两方都没有太过为难他 街上张灯结彩 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感觉 光滑的大理石街道上 人满为患 年轻才俊们 纷纷向着城外赶去 昨夜的盛宴 毕竟只在大贵族之中 人数有限 今日方才是卡罗尔帝都 每年之中最热闹的一天 出了南面城门不远 就能看见一大片的骑兵守卫 像一个称得上庞然大物的场地 团团包围住 这便是会场所在 类似秦氏家族那种 罗马斗兽场 不过 这个场地比秦家那个大得多了 走到下面抬头一瞧 阴影几乎笼罩整个头顶 皇家的恢弘气派尽显无疑 四处已聚集了许多队伍 和前来看热闹的卡罗尔帝都子民 大决斗总共比是数场 第一场是海选 前来报名者皆可参加 一个个从全国各个城市赶来的年轻才俊 组成一支支队伍 紧张地等待入场 随意讨论着一些都城里流传的新鲜事 此时说的最多的 就是昨夜的天元盛宴上 追云阁下 接下面具 竟是秦奥天阁下的弟弟 秦奥峰 这个让人惊叹的消息 从昨夜开始 就以一个疯狂的速度传了出去 鱿鱼和龙骑兵之间的约战 前来参加大决斗的战队之间 传得尤为厉害 某几个闲散的队伍 还在说着 便有人小声惊呼起来 是秦奥峰阁下 他们来了 众人赶紧抬起头 视线向着旭日出生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名身着黑色精致 换时长袍的少年 一马当仙 向着这方走了过来 这一行人 几乎个个是俊男美女 走到哪里 都会引起周围人们的惊艳注视 奥峰那身招牌式的打扮 加上秦奥天这个名人 自然一眼就被人认了出来 今天的众人神情甚是肃穆 奥峰和奥天的冷酷气质由内而发 而雷玉峰等人也显得很沉稳 魅力十足 前方三个类型不同的美男子 令周围的女性们集体爆发了 讨论声此起彼伏 那就是秦奥峰阁下 也太帅了吧 好天阁下才酷呢 还有那个喜欢男人的骑士 他也很帅 如果不是他性向有问题 我一定喜欢他 本来沐浴在尊敬崇拜的目光之下 得意洋洋的雷玉峰 一不小心听到这句 脚下一个亮枪 险些跌倒 奥峰等人也都听到了 笑意憋不住 发出一阵不痴的声响 可怜的雷玉峰更加郁闷了 冤枉啊 我不是喜欢男人 只是我喜欢的人 刚好是个男人而已 哟 你们倒是来得挺早的嘛 冤家路窄 奥峰等人 方一到这片皇家竞技场外 就听见一个讽刺的声音传来 远远的 云城 秦奥雪 带着几个人 也从远处过来了 让奥峰有些意外的是 云城参加的队伍 竟不是那支云中战队 而是另外组成了一支零散的队伍 这几个人中 以秦家的年轻人为主 除了秦奥雪和云城 大多数都还在灵幻师的级别 都是秦陆家族那一系的人手 还有一个相貌平庸 腰弦常见的普通青年 这个人 奥峰几人都不认识 奥峰 暗自疑惑 这云城 不参加云中战队的队伍 光凭他和秦奥雪 难道还有获胜的把握吗 云城其人 并不愚蠢呢 这种变动 让奥峰更加警惕不少 云城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我期待着与几位交手 一边说 他一边对着奥峰 发出去一股暗劲 心里冷笑 今天 可没有圣皇帮着你了吧 秦奥天注意到 他这个小动作 也上前一步 冷声说道 哼 我们也期待 早些与云城阁下 一笔高相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两人皆是身体一摇 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见到这种情况 云城的同谋 猛地皱缩 满眼不可思议之色 秦奥天 你 你进入幻宗了 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引起了周围的 轩然大波 什么什么 幻宗 奥天阁下 成幻宗了 我的天哪 二十五岁不到的幻宗 那不是比兰修大人 还厉害 芬燃的议论声中 秦奥天冷酷的一扯唇角 点点头 成盟云中城主发放的华尔斯 我顺利进阶了 看样子 云城阁下的预料并不准确 幻宗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罢了 而且 即使你拥有所谓的背景 好像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啊 奥峰听得暗中好笑 大哥极少讽刺人 但是一出口 功力却是不浅 云城此刻的心情 想必非常复杂 这是当然的了 云城险些被气死了过去 昨天才说 秦奥天三十五岁之前 不能到达幻宗境界 今天他就真的变成了幻宗 这简直是天要和他过不去 现在说什么都是早的 一切都等到会长上见了再说吧 云城身后的那个陌生男子 突然开口说道 冰冷的语气 令众人心中不由自主的一颤 云青红没风一动 默地抬起了眼睛 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高手 奥峰看着那人暗自心惊 要知道 仅仅凭借雨生的气势和压力 就能影响到他们这个等级的强者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人是谁 怎么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我叫雨晨 相貌平庸的青年 对着奥峰冷冷一咧嘴 我想见追云阁下很久了 雨晨 众人面面相去 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 大陆上幻宗强者虽不是屈指可数 却也不多 特别是这个人看上去还很年轻 绝不至于积极无名 只不过 她的年龄和那深不可测的气质 有些不符 懒洋洋的云青红 眸光不轻易地转动一下 低眉地笑着开口呢 雨晨阁下倒是深藏不漏之人啊 不过 希望别是一个西北货就好 雨晨两个字相加为震 阁下今日想必是要震慑四方了 平庸青年 眼中一缕寒芒闪过 眼睛瞬间牢牢盯在云青红身上 仿佛要从他身上看出什么来 奈何云青红始终挂着一抹奇异的微笑 深邃得好似无边宇宙 根本找不到任何头绪 只准你追云阁下义军突起 从废物一跃成绝世天才 就不允许我雨晨出现 这是什么道理 眼见无法从云青红身上看出东西来 男人淡淡冷笑 盯着云青红狠狠道 而且这位阁下自己戴着面具 躲躲闪闪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可有资格说我吗 比起我来 阁下更像是个稀背货吧 几句一说 两方就争锋相对起来 面对如此激烈的言语反击 云青红好像浑然没有生气 露出哀叹的神情摇摇头 唉 我只是怕英俊如我 若截了面具会吓到你的 伤了阁下身为高手的自尊 此乃一片好心呢 阁下却是不理解 真是叫人伤心啊 围观众人一阵爆汗 我天 这家伙也太彪悍了 竟当众讽刺人家长得丑 还夸耀自己英俊的天上少有地上无双 雨晨几乎被他的话气破了肚子 两个眼睛放出凌厉的寒芒 宛如利刃 好像要将他生生剁碎 傲锋也险些被他的不要脸给笑死 你讽刺也就讽刺了 还一副正经八百 面色如常优雅依旧的模样 这可比破口大骂更加气人百倍 瞧瞧这个雨晨 脸都已经在抽筋了 那不如就让我来帮助阁下揭开面具 看看是不是真如阁下所言 英俊如神 雨晨目中焚天愿族足下一点 似乎就要动作 但是云青红下一句懒洋洋的笑语 就让他的动作僵在了原地 哼 即使接了我的面具又能如何呢 阁下无非自取其辱罢了 当然 若是雨晨阁下能将两字合一 变一变脸 或许还有和我一较高下的机会 哎 要不我们还是在会场上见吧 用实力决胜负 可好 轻柔平淡的语调 其中却隐藏着众人听不出的风锐刀锋 雨晨眼角抽搐 竟是硬生生顿住 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云青红对傲风眨眼笑道 走吧 冷撇雨晨等人随意应了一声 傲风便带着几人往入场之处走去 那雨晨游自僵在原地 路上 傲风敲声和云青红窃窃私语 你知道那个雨晨的底细吗 傲风一向聪明 自然看出刚刚的情况 分明是云青红捏拿住了那个人的要害 很有可能他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以揭破他的身份威胁了他一把 变脸的含义就是易容 不能确定还好说 确切知道他的身份 那人当然心虚 光芒圣殿 圣堂大长老黎震 听过没有 是他 傲风没风一挑 惊异地想了起来 对了 当初在日不落城 他的儿子黎青因我而死 这会儿估计他是来找我报仇来的 雨晨二字合一为阵 青红从开始就在提醒了黎震 想必是认识他的 他的实力如何 八星剑尊巅峰啊 这么厉害 那当然 黎震掌管整个光芒圣堂 剑势实力 毋庸置疑的 除了那传说中的天涯剑尊 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他对手 包括雷霆剑尊他们在内 卡亚帝国的三剑尊 除了雷霆阁下 为八星剑尊 另外两个人皆是七星的 这个老怪物 两百多岁才有心情生个儿子 结果因为你被天涯剑尊一剑劈死了 你说他会不会抓狂 两百多岁 怎么 这就惊讶了 幻宗和剑尊 大限是五百岁 你就是四百岁结婚生子也没关系啊 而进入神阶之后 生命无限延长 云中城的那一位 都已经不知道几千岁了 还不是一样在生孩子吗 其实整个云中城的人 都是那一位的血脉 不过千万年流传下来 庞系的血统呢 就差得十万八千里楼 早已经不能称之为近亲了 而有一些庞系血统 更是被人排挤 甚至其中 只要出现任何一个天赋高强的人才 就会被人陷害 抹杀 说起云中城的那一位 云青红的眸中 便闪过了一抹异色 不过消逝得极快 没有任何人察觉到 原来如此 傲锋点点头 不再说话 不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 为什么不将他的身份 揭发出来吗 明知故问 傲锋硬邦邦地摆他一眼 淡然道 我相信自己 也相信你 八星见尊 那又如何 你要来 我奉陪就是 我就不信 群殴还殴不死你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后者的脚步 明显一顿 然后慵懒的黑眸 在一瞬之间 变得无比明亮 唇角的笑意更深 不是不知道 只是我喜欢听你亲口告诉我 每次听你那冷冷淡淡 却无比坚定的语气 说相信我 我就会觉得无比舒心了 入口之处 侍卫们远远瞧见奥峰等人立刻迎了上来 他们算是贵宾队伍 自然不需要排队等待 在几名守卫带领下抽了枪 各自领取了一个小小的号码牌 奥峰等人便跟着一人进入了场地之中 眼前一亮 前方整整一百个硕大的平台 悉数可见 这就是竞技场了 领路的人员对他们笑着介绍道 按照你们的抽签号码上去六人一组 登记下来比试的规则很简单 混战 将其他队伍的成员打出场外即可 落下了一台 这一轮比试就失去了资格 不允许再入场 规定时间内 每个竞技场内 实质留下人数最多的队伍 可以参加下一轮比赛 然后再分场再比试 十队取一 决出百支队伍进行半决赛 百队中决出十队进行最后的比试 到时候这整个会场都会为你们尖叫的 这样筛选无疑是公平的 即使第一轮不小心遇到什么队伍 成绩不够好 也不至于被淘汰 每个场地中有十支队伍的名额呢 不过也不排除有些霸道的人 会在规定时间内将场地里的所有队伍清空 四号擂台 上面已经有数只队伍在等待 一看见奥峰等人走上来 立刻有人发出了哀嚎 啊 秦奥峰阁下 老天啊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当然 由于全国范围内 皆可参赛 不乏强者 也有一些跃跃欲试的人 盯住奥峰和秦奥天兄弟俩 露出挑衅的眼神 人渐渐多了起来 看台上面坐满了观众 太阳上升到了一个甚是耀眼的角度 类似广播的传讯换气里 一个中气十足的威严声音响起 正是卡亚帝国王庭最高武力的象征 雷霆建尊 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 参加我们卡亚帝国的大决斗 年轻的勇士们 将你们的战役在此燃烧吧 不过 我必须提醒各位 这场决斗上 允许使用任何手段 任何兵器 一不小心 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 但相信这些 阻碍不了我们的战士 勇者无畏 勇者无敌 由于对高手的尊敬 四周的人们仿佛受了感染 齐声高鹤 勇者无畏 勇者无敌 站在最高看台上的雷霆建尊 听着震耳欲聋的回应声 满意地点点头 现在我宣布 大决斗 正式开始 随着这个声音落下 场地中的能量波动强烈起来 炫目的绿色 墨绿色幻之力 和浅蓝色的污吏 此起彼伏 明亮的银色规则 新闻闪烁 各种各样的幻兽 看花了人眼 飞禽走兽 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 白鸟齐鸣 万寿咆哮 奥峰可真是长了见识了 如此华丽的场面 看起来有种绝对震撼的感觉 微微一笑 奥峰用手指戳了戳 怀里滑溜溜的小脑袋 小九 睡够了没有 还不快起来 开始了 蓝幽幽的小蛇 冒了出来 大眼睛看看四周 还有点迷迷糊糊 不太清楚状况 不想出来 我可就收了你 叫其他换售了 昨天不是你闹着 一定要第一个出场 打头针的吗 奥峰好笑地 看了小家伙一眼 睡觉居然还流口水 别别别 我这就来 小九急了 飞快地一晃脑袋 跳了出来 刹时间 变成了一个 蓝毛蓝发的少年 会场中 本在咆哮的万兽 突然间停止了下来 一股强烈的风暴 席卷场地 随着小九的气势外放 整个会场 仿佛末的 就安静了 不论飞禽 还是走兽 整个会场中的患兽们 好像煞时停止了呼吸 再没有一个 胆敢发出任何声音 那一道微压扫过之处 沉寂的幻兽们便是两腿一软 趴伏在地 天空上的飞行类幻兽 宛如被扼住了脖子 也纷纷落定到地面上 在主人们目瞪口呆的瞪视之下 向那一个方向低下脑袋 不住瑟瑟发抖 战意涣散 从万兽齐名 到身影戛然而止 不过是短短一刻功夫 放眼望去 这百鱼擂台上的患兽 竟然没有一个还能站着的 包括许多神兽在内 唯有小九 得意洋洋地仰着脖子 幽兰同眸扫过一片片的患兽 眼里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威严之气 宛如一个帝王 巡视着自己的子民 寂静 出奇的寂静 大风过处 不只是那些患兽 连那些参赛的选手 都跟着陷入了呆滞状态 居然忘记了 这是把旁边呆愣的人 踢下擂台去的好机会 被这大决斗历史上 也从未出现过的一幕 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由于大决斗的患兽很多 参战患兽太多 即使有人拥有神兽 也必然有同阶位的神兽 与之争锋 各自之间又有敌意 大多数的时候 威压相互抵消 绝不可能出现这种 满场沉寂的状况 这种情形 简直如同朝败式的 何其壮观 所有的视线 随着众多患兽的朝败 集中到傲锋这方 蓝毛蓝发的小小少年 便映入人们的眼睛里 来这里的绝少有菜鸟 大部分高手 对患兽很了解 当看到患兽 膜拜方向的人形化小九 和他身后的傲锋之后 百个擂台同时轰动了 远处的主看台上 设置了贵宾席位 雷霆剑尊等高手 皆在此处观看 云中城的云露 和光芒幻电的商签 皆是专程来观察 傲锋实力的 大会才刚开始 便因为这一幕 双双陷入了强烈的震惊之中 二人从座位上飞快站起 走到护栏旁边 做出弯腰前倾的动作 仿佛想看清楚一些 苍穹摇大地洞 帝王出万寿记 淡淡的声音 从二人身后响起 云露和商签回首 却见那身着天蓝色长袍 俊美至极的蓝毛男子 缓缓走到了两人身后 笑意昂然的俊脸上 充满自豪 自言自语道 这小家伙 连这样的患手都有 真不知道 还藏了多少东西 帝王出万寿记 兰修阁下 你 你是说 那传说中的帝王 那超神兽吗 两个老家伙 一起惊呆了 云露怪叫起来 他们这两天吃的惊 简直比过去的百年 加起来的都多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第两百三十二集 兰袍美男子 正是前来观战的兰修 大决斗 维卡洛尔的超级盛事 帝国学院 也派遣了代表队伍 前来参战 兰修 极其少有地出现在 这样的大型场合下 不过没料到 还没找到 叶煞等战堂成员 所在的地方 倒先哭笑不得地 发现了 这么一个熟人 奥峰来参战 在兰修预料之内 可一上来 就搞出了一个 万寿寂灭 人人瞠目结舌的场面 实在有些夸张 兰修对那二人 点点头微笑着解释道 成年超神兽 一般为二十余岁男子的外表 可是你们看看 那个小家伙才多大 幻宗 剑尊级的高手 目力惊人 闻言一望 几人轻而易举 就瞧见了小九 现在的模样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十五六岁的少年 这绝对是成长期的模样 成长期便可化形 等级比起帝王类超神兽 直高不低啊 众所周知 幻兽 越早能化身人形 等级就越高 有些神阶魔兽 甚至从幼生期 就可以化为人形了 大陆上的人形 超神兽 极其稀少 帝王类超神兽 普通的天阶高手 根本接触不到 有的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会场中 大多数人 都当小九 是一头普通超神兽 唯有五阶 即幻宗以上的高手 略有耳闻 据说 成年之后 帝王类超神兽 大都能到达高星等级 若有血脉强大的 甚至有可能 冲破神阶避障 成为神阶魔兽 云中城和光芒幻殿 各自的机密资料里 都提到奥峰 拥有一头超神兽 不过 不知具体等级 现在 他们亲眼一见 竟是一头帝王类超神兽 奥峰在他们心中的价值 再次攀升 有必要上报神军了 否则这个老家伙 一定和我抢 二人各自在心中 暗暗寻思 然后先后找了一个借口 飞快离开 匆匆赶往据点 使用通讯换器 汇报状况 神阶 那是什么概念 想想现在云中城的地位吧 若非这名神阶高手 云中城又岂会至高无上道 连手握大陆信仰的光芒幻殿 都要殉之一筹呢 能够进入神阶 哪怕仅仅是有进入神阶的潜力 这个人在任何势力里 都会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一上来就放出超神兽 这混蛋实在太嚣张了 远处擂台上的云城黑着脸 一层星蓝色的污吏 输送到他的六星神兽 蚊骨血蜥蜴中 方才令血蜥蜴打起精神 高阶的魔兽 对战阶位较低魔兽 具有绝对优势 对阵者不得不在战斗中 小浪费一部分污吏 而抵御超神兽威压 所消耗的污吏 着实不少 离阵淡淡冷哼道 超神兽又怎样 那头超神兽根本没有成年 力量能发挥出两三成就很不错了 再说我是建尊 超神兽威压对我无效 正是你的克星 等着吧 一旦你的队伍和我抽到一个场地 就是你的死期 没错 即使兰修在大决斗这种场合上 也帮不了他 云城恶狠狠地点了点头 奥峰这边擂台上 离得近的队伍已经欲哭无泪了 这超神兽威压太狠了吧 幻师们注入幻兽的幻之力 犹如流水般消逝了下去 幻来的却也只是幻兽能够站起来不再哆嗦 但即使站了起来 幻兽们精神仍旧是萎靡不正 完全不可能去攻击奥峰 这还打个屁呀 天阶以上或是拥有胜兽的高手 才能勉强作战 饶是如此 那污力和幻之力消耗也是哗哗的 变态果然是不可理喻的 借助小九的威压 奥峰等人就开始了行动 几乎一脚一个 就将旁边的几支队伍率先踢了下去 然后往旁边扩张开 渐渐肆虐整个擂台 这边擂台一动 所有的擂台上光滑再现 混战正式开始 稍有能力的高手 就像受惊的兔子似的 躲得远远的 根本就不愿意和他们打照面 奥峰这一支队伍 全部都是天阶高手 没人会自讨没趣 一两个游泳散兵 即使有心 在超神兽面前 也只能乖乖俯首 齐奥峰格下 别提别提 我自己下去 某一名小幻师 看着一个剑步窜到自己眼前 抬脚欲踹的奥峰 慌忙叫道 然后就迅速地 往擂台下面一跳 把后脚赶到的奥峰 搞得哭笑不得 奥峰 差不多了 我们暂时别去找别人麻烦 就在这个角落里休息吧 有谁不长眼来招惹我们 再出手也不迟 现在只是海选比赛 他们连换兽都不需要召唤 秦奥天也不想浪费一丝力气 干脆坐下调整状态 在人群里游走的几人 跑了回来 一起坐下休息 小九在前面嬉嬉笑着一站 没有任何幻师敢越界半步 旁边杀得热火朝天 几人却是谈笑风声 无比悠闲 这滑稽得要死的画面 只看得旁边的裁判 眉毛猛跳 热闹的战斗持续了许久 在太阳高悬正空的时候 海选赛结束 每个擂台的十支队伍也挑选了出来 由于今年人数较多 队伍的名额竟是满满的 整整一百竞技场筛选出了一千支队伍 带领其他落选者 有秩序地离开后 奥峰等人被要求在旁边稍作等待 一阵震耳欲聋地轰然响动 众人惊讶地注视之中 那中央场地上的擂台 居然缓缓移动了起来 慢慢拼凑完毕 形成了十个超大的竞技台 每一个都是由原本的十个擂台 拼凑而成 百队一组 这次的场地可就大得多了 众人在又一轮随即抽选后 各自进入了场中 云中战队 这一轮和他们抽到一组了 一进擂台 奥峰便瞧见了不远处 白色衣装打扮的云中战队 云中战队仅有五人参赛 还有一个是随意招来凑数的 秦露卖戏的青年 那五人颇不友好的盯住这边 年轻气盛的他们 出身云中城 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心里对奥峰奥天亮兄弟 甚是不服 云青红急忙提醒众人道 小心一些 云中战队不只是实力强大 当他们五个人一组 可以使用一种诡异的五盲战阵 群体攻击来说的话 攻击力是成几何倍增长的 几个普通的天空幻石 结成战阵 都能够打破幻宗高手的防御 阵法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奥峰听闻过一些阵法的强大之处 也不敢大意 打起精神 吩咐小九不用客气 狠狠施加威压 不出所料 第二轮的比赛刚开始 云中城的五名队员 已经飞快地落定在赛场周围的五个角落 紧接着 那为首的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 凌力喝倒 五盲战阵 启动 五个分布均匀的节点 莫得冲起一道晴天蓝色气柱 由乌力组成 五名高剑级的天空幻石 脸色莫得就苍白许多 但是随着这五盲星的启动 星纹内外空间仿佛被隔绝开来 小九的威压 一时竟无法影响到外面 五道通天入地的浅蓝色污吏形成的光柱 将这整个擂台包围 其他九个擂台上的战斗同时顿了一顿 人们面带亚然之色 看向这里 瞳孔骤缩 感受到那战阵散发出的凛凛威力 心里便是一颤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这五人脚下同时浮起银色五天星纹 集体进入凯化状态 结尾有色凯化 炫目的各色神阶幻兽凯 看得人眼花缭乱 从场内的参赛选手到外面的观众席 响起了一片惊呼 哇天 五个七剑天空幻尸 配合五头神兽 老天啊 这太可怕了 这不会是云中城的高手啊 这恐怕是这次大决斗上综合战斗率最强大的队伍了吧 应该是 没错 除去奥峰等人 这支云中战队的确能算得上大会里平均水平最高的队伍 正常的队伍有一两个七剑天空幻尸以上的高手 便不得了了 龙骑兵只有一个林九 帝国学院的战队里只有一个叶煞 他们也都是天空幻尸高手所组成的队伍 但和这相当生猛的云中战队一比 小巫见大巫 至于秦家那个凑数的 已经被大家忽略了 况且 他们还能使用五盲战阵 威力强悍 云城虽然和他们五个分为了两队 但并不影响五盲战队的发挥 连半决赛还没有到 就掀起了一波高潮 这是云中战队的天才们和奥峰的首次争锋 他们五人目的旨在光明正大的打败秦奥天兄弟 一上来就用了权力 根本就不去理会后面的比赛如何 而其他擂台的人 大多数高手还在不停地穿梭着 清理一些灵幻师大幻师组成的队伍 谁也没有浪费污力去凯化 或是使用绝招 这个擂台顿时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阵外的人们在惊叹 阵内的人就大多是惊慌了 阵法之中 众人感觉身上好像带着一层枷锁 五个七剑天空幻师的力量联合起来 形成一股深沉的势 破得人喘不过气来 奥峰等人也不得不分出部分的心神 礼遇压力 五道耀眼的浅蓝色污力 从五道气柱上爆射出来 瞬间连成一个五角星形状 所过之处 只要是被擦到的 人人口吐鲜血 跌到一旁 眨眼就失去了战斗力 奥峰六人各自飞身跃起 躲过他们这次攻击 感觉到那污吏光束的力量 心中暗惊 这威力 怕是能和天空换季一笔高下 奥峰面色微沉 话音未落 秦奥天再次沉声提醒道 小心 又来了 五人身形闪动 变幻方位 蓝色光柱也跟着他们移动 一轮攻击再次降临 直逼奥峰等人而来 奥峰几人再度闪过 蓝色光束和他们变幻方位的速度极快 不过奥峰等人实力也不弱 不会轻易被攻击到 没有 父亲大人 这些人挺强的哟 这个古怪的阵法也很厉害呢 小九要使用本体才能破掉这个东西 不过使用本体消耗的能量很大呢 感觉到威压兽阻的小九 撇撇粉嫩的嘴巴对奥峰说道 足以威胁患宗的强悍阵法 当然也能对抗超神兽 小九毕竟还未成年 奥峰却摇摇头微笑道 别急 看看再说 现在受困的可不是我们一个人 他们这个阵法一出 针对的是整个擂台 这些光束连成一片 威力很强 但盲点太大 常常波及到别人 时间一久 大家也会恐慌 一会儿会有人给我们开路的 几次一过 奥峰就眼尖地 看穿了这个战阵的弱点 其他几人一起翻了个白眼 你倒不坏啊 神家云中战队冲着你来 你却悠闲地看起戏来 要别人去做那个出头鸟 雷玉峰黑黑笑道 奥峰啊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阴险啊 什么话都说了 这叫睿智 奥峰挑挑眉毛 面无表情地昂着头说道 果然不出奥峰所料 感觉到受困的人们 纷纷布满了起来 对云中战队的那几人叫道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搞出这么个阵法来 无差别攻击 知道我们还怎么打下去啊 他们被试压制就算了 可是一不注意 就突然冒出来一道蓝色光束 许多人实力不济的 根本来不及躲开 一不小心就被打伤了 搞得他们心惊胆战 几乎连战斗都没了心思 你不服吗 哼 那我告诉你们 这个擂台的比试 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北面的那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 冷冷地哼了一声 说道 全都认输吧 你们被腐盲战阵包围 不会有任何机会获胜的 众人文言一惊 然后便是一阵大怒 全都认输 我们这是要一锅端了 清场的 太嚣张了 各位 我们先一起对付他们再说 是 擂台上众人纷纷叫道 不能破掉这个战阵 谁也不敢保证 下一个是不是会打到自己 而且这些人的心高气傲 已经引起了公愤 吼声一落 大队的人马 便往擂台边上的 那五人攻击过去 擂台中不乏天杰高手 几个憋了一肚子火气的 天杰高手同时爆发 运气天空幻尽 同时飞快地 向四周的结界上轰了过去 愚蠢 五盲战阵是我们城主所创 就凭你们 也想破开 云中战队的虎神 眼里满是戏血 暗间蓝芒闪烁 一道道天空幻季的光束 耀眼无比 轰然巨响 大地震颤 然而 四处弥漫的烟尘散去以后 那牢固依旧的结界 却是映入了一双双 充满惊骇的眼睛里 一点也没有破损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 几名天空幻师 不敢置信地教导 天空幻季的强大 众所周知 他们也未曾想真正地破掉 这五盲战阵 本身要打出一点缝隙 飞出去与云中战队交手 破坏阵法 却没想到几人联手 竟连一个窄小的洞窟都轰不出来 防御力太可怕了 看来只能用晴天巨剑 或者让小九出手了 看到这一幕 凰蜂蜂微微微照起眉头 摸摸光洁的下巴 单凭神剑本身 不及天空幻季强悍 但是晴天巨剑 要劈开这层乌龟壳 一定没有问题 但损耗也同样不小 念头转到这里 云中战队的五人又有动作 阵法一转 那蓝色光束仿佛结成了实质 变成五道不会弥散的蓝色光线 五人身形转动间 蓝色光线就向着众人压迫而来 这简直是毫无死角的攻击 转了下去 只要一会儿 整个场地的人都会被慢慢耗死的 动手 奥峰不再犹豫 屈指微弹 多是未用的漆黑飞剑 便在周身若隐若现 我去破开这个结界 大家一人一个 不要客气 出的 一只修长的手从旁边伸了出来 握住奥峰的手腕 云青红带着些懒散笑意的脸孔 在奥峰惊愕的眼里出现 现在才第二场比赛呢 你这么早的显露实力可不好 让我来吧 我和他们正好有一笔账要算一算 你有办法 奥峰亚然问道 几名天空幻尸的天空幻计 合机也不能打开 除非神幻器级别的武器 否则很难做到 就是西云这个新近的剑尊 也对之无奈呢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神幻器的话 我很不巧 也有一把 摊了摊手 云青红一副无辜的模样 奥峰翻着眼睛无语 你小子 藏得够深呢 只见云青红右手微抬 黑光乍现 一把漆黑的武器成柄 已经握在他的手中 幽暗的冷意 在这把武器出现之时 席卷整个擂台 人人被这股寒气 倾入体内 当场一阵发寒 那股冰冷的力量 仿佛要从眼耳口鼻 灌进来似的 几乎立刻就不能动了 唯有天空幻师 能够勉强抵御 连结界之外的 云中战队五人 也忍不住 硬生生打了个冷战 目中露出惊异 向云青红的方向看过去 场中 男子长发无风自动 背负一把长冰而立 黑眸亮如暗夜星辰 宛如地狱中 走出来的修罗死神 这是一杆精致至极的 大镰刀 漆黑的长柄 连着一个弯弯的修长连刃 那刃深的漆黑之中 泛着一层深紫色 仿佛在绽放着 嗜血的光芒 腰翼飞长 长柄之后 还连着一串冰冷的 深色锁链 一直缠到 云青红的右手手臂上 这把武器一出 他整个人 立刻变得斜似无比 傲锋就在他身旁 感受也是最深的 忍不住深深吸力一口气 目露骇然之色 云青红唇角一掀 右手一翻 长长的镰刀刃 在空中划过一个弧线 暗淡的紫色痕迹 久久不退 死神之连 明曰 斩空 眸光锁定在呆滞的云中 战队几名队长身上 云青红 眯起眼冷冷一笑 无边的冷意 从他身上四散而出 滴魅的声音淡淡倒 死神既出不死不休 今天你们必须死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们是云中成的人 握紧死神之连的一条手臂 磨得一转 连任指天 天空中 疏得出现了一个放大版的死神镰刀虚影 锋利幽暗的色泽 令人发颤 恐怖的巨型镰刀 比天空换季还要吓人 这一幕 引起了人群的一片暴动 远处看台上刚刚回来的云露 更是眉心猛跳 从自己的座位上 毫无形象地蹦了起来 老天哪 这是什么能量 他 他想干什么 傲风目光闪动 紧紧盯住云青红 他能感觉到 他是真的想要杀掉这五个人 住手 住手 云露的惊叫声 响彻云霄 云雷 快认输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他顾不上丢面子了 云青红这杆神幻气大镰刀 已不是云雷等人能够承受的 此刻云露感觉 他不但是个幻宗 力量也诡异到了极点 即使在云中战阵内 云青红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势 也能被清晰地感觉到 那并不是什么威压 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 无边的黑暗 便在他头顶巨大的幽暗镰刀出现的这一瞬 突然地 君临大地 邪魅霜同 比往常更加深邃 甚至有一抹 因为即将到来的杀戮 而产生的兴奋 阴冷逝血 但偏偏这种诡异的妖邪之气 却成功地吸引去了所有人的视线 奥风 黑毛扫过那半张苍白脸颊的完美曲线 心头重重一跳 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男人 竟是妖孽至极 云露虽然喊着 要那五个人就此认输 但云青红的速度 却更快一步 唇角击巢的弧度高高扬起 男子轻巧地纵身一跃 宛如一只红雁 飞跃到半空之中 云中站队的五人 本来还在强撑 此时却发现 男子的力量 竟是浑的厚到可怕 那周身吐出的一缕缕最纯粹的 深紫色黑暗能量 好像能吞噬所有一切 死亡的感觉逼迫到眼前 北方的主阵队长 再也忍不住地大叫起来 不 我们人 你们没有这个资格 冷淡的鹤声乍响 打断几人的话语 男子唇角冷酷地扬起 妖艺地眯着眼 一字一顿道 因为 我不同意 硕大的死神镰刀虚影 在空中划过 狂暴凌厉的曲线 虽然是白天 一眼望去 却是无比黑暗 场内的空气阴霾至极 暴风雨席卷大地 诡异的黑色漩涡 以男子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锥形 就好像恶魔张开了大口 抑郁吞噬周围的一切生命 快到了极限 五名云中战队的队长 声音瞬间淹没在风暴的洪流之中 奋力地在身前撑起乌力屏障 抑郁抵御 然而却似一张薄薄的纸片 根本挡不住那锋利的镰刀刃 云青红的死神镰刀所画出的黑色圆锥 轻而易举地破开了他们的防御 划过他们的身体 刀刃所及之处 无坚不摧 一切归于宁静 恐怖的飓风瞬息湮灭 巨大的黑色支帘虚影消逝 场内已是寂静无声 五名云中战队的队长目光呆滞 眼睛突出 直视前方 画面像是定格了似的 云青红单手握着比他人还长的漆黑镰刀 优雅地立在空中 脸上再次扬起了慵懒邪似的淡淡清笑 低声缓缓道 死神缘无奇 最后一字刚刚吐出 那原本像是没事人似的 五名云中战队队长 默的身体斜披丝 上半个身体从腰部 以一个斜线滑落下来 鲜红的血 煞食暴射而出 喷洒出去好几米远 他们的上半个身体 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下半个身子还直直站着 变成了一节节人装颖 短暂的沉寂之后 女性们的尖叫声震耳欲聋 无数的人被这华丽而血腥的一幕彻底吓住了 太可怕了 奥峰五人震撼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谁都没有想到 懒洋洋的云青红 才是他们这里面 个人的实力最恐怖的一个 奥峰自认 不用幻兽 单凭个人实力 即使祭出禅异神剑 也绝不可能 做到这个地步 干净利落 锋芒毕露 秒杀五名七剑天空幻尸 这个时候 奥峰终于切身感受到 赤那句话的含义 这个大陆很大 眼光也不要紧紧放在这里 你的未来 绝不会局限在这个 露斯卡光芒大陆上 墙中自有墙中手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接触到这个层面以后 奥峰再次体会到了 那种仰视的感觉 伴随着女性们的尖叫和呕吐 男人们则是一阵阵的毛骨悚然 谁也没有想到 云青红居然真的大胆到 杀掉了五名云中战队的队长 这可是卡亚帝国的大决斗 而卡亚帝国的皇后 正是云中城的圣女 连云中大护法云禄 也都在场 可她 居然还是如此张扬地 在众目睽睽之下 毫不留情地 下了腊手 千百年来 云中城 无人能够挑衅的尊严 在今日 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 云青红此举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云露完全傻眼了 她也根本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状况 直到云中战队五人的 另外半截身子 也砰地倒在地上 方才面色扭曲地暴怒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二百三十五集 混蛋 丽鹤声摇摇一响 云露便如一道闪电般 飞窜过来 周身的空气不住波动 宛如一头暴怒的狮子 要将那擂台上的男人 撕成碎片 然而 另一道人影 也随即化为一条蓝色直线 飞窜过来 后发先至 在云露之前 赶到了擂台上 正是蓝羞 他挥手一挡 便将云露 堪堪挡住 冷清声音道 云露 这是卡亚帝国的大决斗 按照规矩 你不能插手 难道你想要云中城 因为不守规矩 在生死斗中丧生后 却搬出后台 欺负小辈 被大陆上千万人耻笑吗 此言一出 云露的身体明显僵了僵 兰修这话 说中了他的要害 露斯卡的世界崇尚武力 也极重是规则契约 愿赌服输 输了不认账 搬出后台找麻烦 这种事情 确实是受千万人唾弃 即使真的要做 起码也要等没人的时候 是他先不受规矩 屠杀认输者 狠狠指着优雅落地 薄唇威敏的云青红 云露恨恨说道 我们的战队已经认输了 可你却还是杀了他们 你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能算他们认输呢 他们可曾完整地说出 认输两个字 他们只是说认 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认爹 还是认妈呀 嗯 究竟是认爹 还是认妈呢 云青红依旧是那脸慵懒邪魅 甚至无辜的微笑 摸了摸下吧 好像真的在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你 你 云露 险些一口血喷出来 这家伙杀了人 居然还真正有词 委屈事实 吓成什么认爹认骂 简直是岂有此理 围观众人 也险些被这个小子的死不要脸 集体汗死过去 兰修摇里摇头 沾蓝色的眼睛 看了云青红一眼 拦住险些被歪理 气得失去理智的云露 对云青红露出赞赏之色 这一任邪弟 想不到竟是个如此年轻的人 黑暗幻殿倒是没有完全没落 言罢 他又转头 对旁边瞬间瞪大眼睛的云露 淡淡说道 此番邪弟出事 前来参加大决斗 想来是要和光芒幻殿 甚至云中城一较高下 在这样的比试上 仇敌之间 趁着这种机会相互厮杀 很正常 若不是云中战队轻敌大意 他又怎么会得手 黑暗幻殿 协地啊 这条惊爆的消息 使得会场整个骚动起来 看台上的三剑尊 光芒仲裁大长老商谦等人 几乎是一起跳了起来 兰修大人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云露死死盯住云青红 不敢相信地问 兰修撇过云青红和那把黑色镰刀 说道 你还没发现吗 他的身体里若不是有黑暗大元素精灵 怎能如此轻易操控黑暗杀器 形成利刃 更何况 这把死神镰刀乃是极品黑暗系生命神换器 除了每人携帝 代代传承的可塑形信物 大陆上可还有第二把黑暗系生命神换器吗 黑暗系生命神换器 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 好奇地左顾右盼交投接耳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怪异的沙哑声音突然黑黑笑了起来 没想到这大陆上 还有人能认得出我维克斯 真是让人意外啊 我们的邪弟云青红大人 将会在本大义的帮助下 重振黑暗幻殿 你们就等着吧 哈哈哈哈 嚣张的笑声让人鸡皮疙瘩抖了满地 周围的人们面露惊恐 集体又向后退了好几步 指着那自动跳起来的黑色镰刀骇然道 说话呢 生命换器 既有了气魂的换器 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 力量 即使主人不去使用 也能有不俗的威力 比上品神换器 更加高出一截 就是天火炼气师 也无法炼制 需要各种特殊条件的润痒 才会出现惊魄 这把生命神换器一出 云青红的身份便再无疑问 隐世多年 默默无声的黑暗幻殿 终于再次公开出现 而且还是黑暗幻殿的最高掌权者 相对于神君的邪弟 这叫人如何能不吃惊 众所周知 数百年前 光芒幻殿和黑暗幻殿 就一直是死对头 十几年前 黑暗幻殿的上一任邪弟 被云中城城主一怒击杀 这才使得光芒幻殿 在大陆信仰上占了上风 可以说 黑暗幻殿的衰落 完全就是因为光芒幻殿 和云中城联手造成的 他们的新任邪弟 此番出世 当然要报仇 这么一来 云青红趁着这个机会 杀掉这五人 无可厚非 云露脸色铁青 各大势力 暗自盘算着黑暗幻殿 此番出世的力量 有多雄厚 会不会改变大陆格局 整个会场里 人人都怀起了 各种各样的心思 而傲锋 却是默得瞪大眼睛 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青红就是邪弟 那个紫发紫眸的超神兽 也是黑暗幻殿的 他的主人 应该便是邪弟 这么说 送给了我一照欧比斯的 岂不就是青红 这下 奥峰突然间全都明白了 原来黑暗幻殿的老大 居然是你 怪不得我的一举一动 仿佛都在你的掌握之下 你根本就是在我身边呢 那天的搭车 绝不会是个巧合 你是主动找上我的 更有可能 还知道我身体里 有幻神能源 是黑暗幻殿的 那个什么圣女 否则刚刚认识的时候 你凭什么那么帮着我 云青红眸光流转 他的注意力 从未离开过奥峰 这个男人何等精明 瞥了一眼就明白 奥峰想到了什么 趁着全场暴动 云青红对身边的奥峰 悄悄说道 钱是我送的 子龙也是我的人 其他的我不便多说了 我知道 你会相信我没有恶意 奥峰胸口一热 眸光在瞬间 变得温暖了许多 视线与他交汇 略略一顿 两人眼中 会议地扬起笑意 都是聪明人 有些话的确不用多说 真的在乎 还是别有用心 谁会感觉不到呢 我不想和你说谢谢 但我确实 欠了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奥峰直视云青红的眼睛 也低声对他说 我知道 你从未想从我身上 得到什么 但欠下的 就是欠下的 我一定会还给你 不是还给黑暗换店 而是还给你这个人 奥峰崇尚自由 不愿意被任何势力束缚 却可以为了某个人努力 不是为了那一兆欧比斯 而是为了这个男子 对他的好 再多的钱 也无法买去奥峰的骄傲 但一点点真心 就能打动他 云青红 眼如璀璨星空 轻轻地笑了 我喜欢的 正是你这个性子 谁说我从未想 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了 男子邪恶地扬起唇角 突然生出 作弄某人一下的念头 凑到奥峰耳朵旁边 低眉地笑 你若是真的想还我的欠账的话 那不如亲我一口吧 我可是每天都在想的 听见这话 奥峰顿时就是一愣 少有的脸上一红 斜着眼睛狠狠瞪他一眼 更加确定了之前的猜测 该死的 这男人究竟对我有多少了解呀 本集结束了 拜 一种表现 起码 这句话 字里行间里 透出来的意思 便是他知道 奥峰是女人 免除了奥峰的 一通胡思乱想 若不是奥峰头脑 还算冷静聪明 被调戏的情况下 肯定是想不到这些的 云青红既然身为邪弟 当然会对黑暗幻电的一切 都了若执掌 有什么方法 能认出身体里 有幻神能源的黑暗圣女 不值得奇怪 看到奥峰少有的出现羞脑 云青红眼睛一眨不眨 好像瞬间着魔沦陷了 神色认真的点点头 再次低声地自言自语道 我说的是真的 记住 你欠我一个吻 喂 有你这么耍赖的吗 奥峰翻着白眼 很有踹人的冲动 两人窃窃私语了半天 周围的风暴 稍稍安静了一些 兰修身为帝国的特约高手 有维护这场大会规则的义务 即使两方有私人恩怨 除了参赛者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时候干预 不管卡亚帝国排不排斥异教徒 大会言明 任何身份的人都能参加 人家既然参赛了 为了帝国的颜面 也不能让人在比赛中干涉 云露面如寒铁地走回看台上面 恶狠狠的目光始终不离云青红 慵懒修长的身子 小子 等到大会结束 你就完了 七剑幻宗的云露 能感觉到云青红身上的能量波动 你顶多刚入幻宗 即使由死神镰刀相助 也最多和高级剑的幻宗拼一拼 加上光芒幻殿的高手上千 我绝对不会让你逃掉 比赛继续 随着一声响彻全场的轻贺 十个擂台上面的参赛者们 再次开始了比赛 狂野的钢风四处飘荡 奥峰等人却是悠闲至极地 站在一个角落里 没人敢来惹他们 他们这一队的实力太可怕了 一个奥峰 一个云青红 两人先后亮出超神兽 和极品神唤气 使得人们心中 他们已经成了不可超越的存在 更何况秦奥天 雷玉峰 西云 月冰岩 哪个差了 几人聚在一起 数落了深藏不露的云青红一通 除了惊讶他的实力 倒没有人对他产生成见 秦奥天几人 对云中城和光芒换电 根本没有好印象 对奥峰很好的均落语不算 第二轮比赛就这样过去 奥峰等人顺利晋升 每个大擂台上的百支队伍里 再次选出了十队 一共一百个队伍 参加半决赛 这一轮只分为两个场地 五十人一组 各自选出五支最强的队伍 竞争一下子就激烈起来 中央的十个大型擂台 再次合并 五个擂台 合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擂台 几乎一边 就占了整个场地的一半 活动范围骤然大了很多 比起最先开始的时候 整整扩张了五十倍 半决赛上高手云集 再也见不到大幻师 和大剑士的影子了 连低剑级的灵幻师 和圣剑士都少 整个帝国三十五岁以内的精英 基本到齐 可以预见 下面的厮杀将会如何的激烈 在天空幻师 高手众多的场地中 奥峰等人 一定也会受到攻击 高手们相互买仗的不多 这一次 奥峰等人 依旧没有和秦奥雪 云城的队伍撞上 而是碰上了龙骑兵 叶煞等帝国学院代表队 也在那边的擂台里 最有竞争力的 就是这几支队伍了 追人阁下 刚上擂台 几道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奥峰回头一瞧 却是一起前往神剑深谷的龙骏等人 他们也顺利晋升到了半决赛了 几个人兴冲冲地跑过来 宛如见到了超级偶像 是你们 雷玉峰也认出了他们 惊喜笑道 还有我们追人阁下 对 还有我们的 又是几道声音响起 另外几人的队伍 也从远处跑了过来 到的眼前一瞧 是他们在训兽师工会 帮助过的一些人 此时看到了奥峰 都兴致勃勃地 过来打招呼 由于追云的名头太响亮 众人第一时间 还是喜欢叫奥峰回追云 很多人都无法改口 小峰啊 你的人缘也太好了吧 其傲天揽住奥峰的肩膀 好像怕这么多男人 把宝贝妹妹抢了似的 奥峰对他眨眼一笑 大哥 你忘了我是什么身份了 没点人际关系 怎么可能 帝王训兽者 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当然就是人际 奥峰帮助训兽的人 可不少 他们几乎都是向着奥峰的 接下来的比赛竞争 虽然激烈 但这部分人 肯定不会找奥峰 他们麻烦了 看了看 众多天空幻师 集结的场地 奥峰灵机一动 眼露惊芒 对龙灸等人说道 我看这样吧 反正这个擂台上 有五个队伍能晋升 四面八方 都是高手 认识的人 连纵程阵营 更加有力 我们联手 三个队伍 大家互相帮助 五十个队伍的混战之中 一定更加易于晋升 你们看如何 若是普通的战队 那肯定不可能 轻易信任对方 联手合作的 即使合作 也随时有可能溃散 难保 不会被人背后捅刀子 可是有奥峰 这名帝王 训兽者的 声望浮重 几支队伍 就可以牢牢 联合在一起 有个强大的盟友 总比有个强大的敌人好 这些认识奥峰的人 换兽的等级上 比起旁人 都要高上许多 这主意不错 我第一个赞成 龙丘当下举手说道 对 我也赞成 这样的确可以省下很多力气 保证最后一场战斗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不一会儿就全票通过 奥峰的号召力 无疑是巨大的 点了点头 奥峰又肃然地开口道 不过 我必须提醒你们 下一场比赛没关系 但是这场比赛上 每个人 都不得对对方的队伍出手 万一出现 只差一个名额的情况 不得背后算计 否则 别怪我事后不客气 既然联合成赢 当然要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为了名利 很多人会不择手段 既然联合了众人 奥峰就不允许联盟破裂 没关系 众人纷纷点头答应 毕竟没有人喜欢那种 背后挨刀的感觉 奥峰领头 三支队伍 居拢到擂台的一角 伴随着半决赛开始的口号响起 华丽的银色纹路 煞时间遍布全场 各色各样的幻兽铠 接连出现 五彩缤纷 这种等级的战斗力 即使天空幻师 也需要幻兽铠保护身体 否则一不小心 就要落得个深陨的下场 看台之上 一道道激动的尖叫声 震耳欲聋 许多人几乎扯破了嗓子 呐喊助威的声音 越来越激昂 这种众多天空幻师 对阵的庞大场面 即使大决斗 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今年的决赛 由于内建下品神幻器的诱惑 所有人都疯狂了 出来吧 我的伙伴们 见周围的人们 都使出了幻兽铠化 奥峰也就不再迟疑 单手一抬脚下升起 九件天空幻师的五天行文 身后的幻兽 接二连三的出现 排成了一排 如此宏大的召唤画面 让许多人就此跌破了眼镜 众多粗声粗气的叫骂声 在四面八方轰然响起 亚瑟斯 孟眼 四剑 奔雷 獠牙 五头神兽 另外 魅君为九星圣兽 连奥峰脖子里的小兵 都飞了出来 甩动小胳膊小腿 显示着自己 四星圣兽的身份 为奥峰助威 蓝眸蓝发的可爱少年 小九 站在众兽最前方 露出一截小虎牙 黑黑的笑 狂野的帝王威压释放出去 给周围的幻师们 造成不小的压力 奥峰的幻兽们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 高阶神兽小分队 幻兽们巨大的体型 笼罩在头顶上 形成了一片阴影 引来龙鸠等人的 齐声惊叹 追云阁下 你的契约换兽数量 也太多了吧 精神力真变态 追云阁下 再变态一点吧 一个人都能 足夷是换兽军团 横扫大路 真的那样的话 我们跟你混了 我们也有容焉啊 众人纷纷开玩笑地说道 不过谁也没想到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玩笑就成了真 奥峰笑而不语 其实他现在 可以契约的幻兽数量 绝不止这些 他感应不到上限是多少 起码还有好几头的契约限额 跨越七件门槛之时 精神力大幅度增长 契约换兽的空间 也再次提升 都不要客气 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要是先浪费时间就群殴 去吧 奥峰牛光闪闪地挥了挥手 对众兽说道 听得不远处的一些战队 脸色刷白 拼命地躲闪 唯恐那些幻兽 看自己不顺眼 听见这话 旁边同一阵营的众人 集体撼倒 心道 本以为云青红已经很腹黑了 谁想到 这里还有个更黑的 明明已经很强大了 还光明正大的叫做 自己的幻兽们群殴 你敢不敢再无耻一点啊 众兽一听 琪琪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在奥峰这个无良主人的熏陶下 无耻已经是一个很光辉的词语 谁若是不够无耻 才会被其他幻兽集体鄙视 齐声咆哮 众兽气势汹汹奔了出去 场中立刻响起一片惨嚎之声 由于龙骑兵团在另一侧 三百人的大混战 须得先清理掉一些人 才能与他们交手 龙骑兵团在林九的带领下 也正彪悍至极地清理着场地 林九作为龙骑兵团团长 实力确实强悍 拥有一头血脉和坎迪亚巨龙 差不多的偏血神圣巨龙 九星神兽的达斯黎巨龙 全身如雪般洁白 个头与坎迪亚差不多 身上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除了他和凯歌使用的银龙 其他的龙骑兵幻兽 皆是七星左右的圣兽 埃敏克龙 六名龙骑士不使用铠化 美人身上揭穿着一套 上品圣换器的精致银白铠甲 看上去英俊潇洒 又起到良好的保护身体的作用 卡亚帝国装备龙骑兵 投入了大量血本 圣换器铠甲 比起幻兽铠甲的防御 只高不低 只是无法用幻兽技能 也没有幻兽铠那么多功效罢了 站在巨龙上 六只巨龙排成一排 宛如小山 他们用最野蛮的六人冲撞方式 将所有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人 悉数撞飞 这个时候 雷玉峰放出了黄金巨龙 以金石大鹏全身铠化 和电流豹局部战靴铠化完毕 宛如一个金甲战神 秦奥天使用达马巨盲铠化 青铜色的战铠 衬着那张冷酷的俊脸 虽没有有色铠化那么华丽 同样魅力十足 月冰炎以成羽四缝铠化 全身橙色偏红 身材劲爆高挑 英姿飒爽 西云不需要铠化 身后重剑抽出一百 战役飙升 奥风六人皆是天空幻世 足坚轻点 集体飞上了天空 此时空中战场早就沸腾 战斗却于白热化 这场比赛竞争极为激烈 大混战开始之后 许多战队便如惊弓之鸟 不敢全力出击 六人队伍淘汰敌人的同时 会至少由两人留守 以免背后遭人偷袭 饶是如此 也无法避免一些隐藏在暗中的袭击 震天动地的呐喊声中 赛场里首次出现了华丽的天空幻季 以起天空幻季的光束落下 便是几人被打得飞出场外 紧接着 天空幻季的出现频率 渐渐变多了起来 裁判奔走着记录被打出场的人员 比赛场中的人 已快到惊人的速度减少着 云青红收起了死神镰刀 没有使用楷化 微笑着和傲锋几人说道 我的力量消耗了不少 这一战交给你们了 龙骑兵的野蛮冲撞 可不好对付 比阵法简单 却不容易破除 小心应对吧 他们野蛮 难道我们就差了 雷玉峰金色的瞳孔里 显出嚣张的霸道之气 驾着坎迪亚就冲了过去 哥们儿我来了 咱就比比看谁更野蛮 一直未出手的四人 此时也手痒了 秦奥天与西云对视一眼 几名龙骑兵也需要奥锋出手吗 两人会议的各自点点头 也飞升而出 同一时间 月冰炎眸光一闪 足下青点 宛如一只美丽的凤凰 紧随他们身后 如此宏大的战斗场景里 谁都会受到影响 云青红大发神威的时候 几人已经有点忍不住了 此时四人眼里 闪烁着惊人的战役 要用实际行动 告诉所有人 他们同样 有站在傲锋身边的资格 周身包裹在浓郁的污吏之中 四人默契十足地 联手在身前 结出一道蓝色巨型屏障 以污吏这种最纯粹的力量 与龙骑兵团正面硬汉 小心 他们过来了 林九抬头望见那方 眼皮子就是狠狠一跳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一名剑尊 一名幻宗 两名的七剑天空幻尸 天哪 这怎么可能 除了云中城 哪里来的这么多高手啊 剑尊和幻宗的污吏 为深蓝色 很容易辨认 而雷玉峰和月冰岩身上 则散发着七剑天空幻尸 带来的试压 林九本身就是个七剑天空幻尸 很容易发现 感受到那压力之后 在林九身旁的凯歌 头都大了 哭丧着脸道 喂喂 玉峰你这个臭小子 不要这么狠吧 就算是有生患技呼声 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是被如此彪悍的打败也很丢脸啊 蓝色的乌吏屏障 和龙骑兵狠狠接 坎迪亚巨龙与达斯林巨龙 双双发出震天的咆哮 瞬间的纪灭后 狂暴的巨响震得人心中泛起了深深的恐惧 美丽光影的交锋中 六人六龙十二个身影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在空中成一个抛物线 被狠狠地抛飞了出去 这是纯粹的野蛮冲撞 并不会伤害到巨龙骑士本身 只不过绝对力量下 他们也无法抗拒后退的势头 只能淒淒惨惨地 发出一连串的大叫声 在空中手舞足蹈 很快的 这几个人便准确地落在了擂台边缘 连同他们的巨龙一起 扬起漫天灰尘 六名龙骑士 竟然在交锋的一瞬 全部离场 丧失了资格 被淘汰出局 白热化的战斗瞬间一致 看台上的人们 发出不敢置信的叫喊声 雷玉峰几人一击击中 飞快地飞升而回 向傲峰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笑容甚是灿烂 傲峰点点头 露出微笑 拍拍几人的肩膀 干得好 我们是一个团队 不是我一个人 四人摸摸鼻子 心里高兴万分 任何人的赞美 也抵不上他这一句话 傲峰激巢的眼光 远远瞄到云城等人 他一副吓破了胆的样子 眼神不停地颤动着 早就听说 秦奥峰的高阶患兽极多 却没想到夸张到了这个地步 五头神兽啊 五头 这是什么概念呢 云中成分配神兽 每人仅有一头 还是只有队长级的人物 才能领取的 就算是能多契约 我们通常也只有一头患兽啊 太强大了 云城亲眼见到云青红 杀了他的几个同伴后 他的脸色就苍白无比 心里后悔得要死 我没事惹这个变态干嘛呀 这个小子 就是一个各种变态极深的家伙 不止自己变态 患兽也变态 身边的人更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看了一眼旁边 抱见闭目养神的羽晨阁下 云城心里七上八下 咚咚打鼓 邪地和我们云中成梁子很大 如果到时候我不认输 说不定就会被他所杀 可如果认输 又白白让秦奥峰得了便宜 这羽晨阁下也不会答应 真是进退两难 你不用担心 有我在 几只神兽几个小家伙 算什么呀 老夫就先告诉你吧 老夫是八星见尊 超神兽老夫也不放在眼里 至于那个云青红 你更不用放在心上 你以为那个死神的圆巫曲 是说放就能放得的吗 任何强力的招数 不管表现形势如何 消耗的都是体内的能量 那个招数不亚于天空换计 便是到比赛结束 他也未必能再出一次 黎震突然睁开了眼睛 同样戏谑地回视傲锋 投过来的目光 那眼神宛如在看一个死人 八星见尊 云城当场打了个冷战 满旷骇然 这岂不是比云露大护法还厉害 看着胸有成竹的雨晨 云城稍稍安下了心 啊 没错没错 这么强悍的招数 消耗怎么可能小 看你现在 连幻兽都没有召唤出来 显然后继无力了 黎震不愧是心智沉稳的 老一辈强者 对力量的理解 直指本质 云青红的弱点 一下子便被他看了出来 但是这弱点 就真的是弱点吗 思维定势和经验之谈 有时候的确很管用 有时候 却是能害死人的东西 比如 当初见到傲锋 一个九件大幻师 灵幻师未必买账 但普通的灵幻师 若不买账 就很有可能 被獠牙一口咬死 黎震太过自负 所以他也犯了轻敌 这个严重的错误 经验有时候 反而会害死人 随着龙骑兵 被瞬间撞翻 场内的参赛者们 被傲锋这个小队 狂野的战斗力 深深吓到了 其傲天这名幻宗 和西云这个剑尊的 深蓝色污吏和剑气 令人无力 之前除了已知的云城 大会上没见过 其他五阶高手 三十五岁之内 成为幻宗 除了要有惊人的天赋 还需要很多 外力的辅助和运气 大部分人 没有这个条件 奥峰所在的 三方联盟人多 高阶幻兽也多 有想找奥峰等人 碰一碰的 需得要 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这个阵营 周围的战斗极少 也有人不怕死地 向着这边 射出天空幻祭 把外围队伍里 几名灵幻师 轰了下去 不过 那些人 在放出天空幻祭之后 无一例外地 遭到了小九所带领的 高阶幻兽小分队的群殴 被打得无比凄惨 时间一到 算下来 三队人马 有惊无险地 排在这个场地的 前五之列 每个人皆是不胜欢喜 进入最后的十队大决战 代表着他们可以在帝国担任官职 甚至可能被特别邀请重用 过关斩将杀到这里的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到这里了 微微眯起漆黑的星谋 傲峰抬头望了望 天空上的炫目彩霞 如今已是夕阳西下之时 不知不觉 这场大决斗持续了快一天 最后的决胜之战 终于来临 当场地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力台选手 入场的时候 竞技场内完全沸腾了 光辉和荣耀加诸在这些年轻的战士身上 他们可以不在乎帝国的爵位 但没有人不喜欢这种 被千万人尊崇的感觉 云城 夜煞的队伍 在另一面的场地里 二者保存了一定的实力 刚刚没有相互冲撞 一起进入了决赛 随着战斗开始的号角吹响 人们兴奋的叫喊声 在四方响起 无论是秦氏家族两脉人马的鄙视 还是云城和傲锋之间的梁子 都没办法轻易接过 两者相逢 引发的必定是一场龙争虎斗 每个队伍各自占据场地的一角 远远的 云城便和傲锋等人摇摇相望 二者之间的活药味 瞎子都能闻出来 秦傲锋 秦傲天 想不到 竟然一直到决战才碰上你们 不过 你们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了 该庆幸的人是你才对 否则 你现在已经和你那些队友一样了 领头的云城和傲锋 相互冷冷淡淡地抬杠一句 紧接着 双方人马脚下重重一灯地面 一块的惊人的速度正式交锋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战斗一触即发 其余八支战队很自觉地向一旁退了开去 即使现在任何一支队伍都有不凡的实力 也绝不敢在这两个拥有幻宗高手的恐怖强队面前放肆 甚至他们默契得谁也没有开始进攻别人 而是挤挤地守在角落之中 眼睛盯住这两支队伍 沉默地观看他们的鄙视 将整个硕大的场地都让了出来 二者谁能胜 如无意外便是定下来的第一了 高手之间的对战 没人愿意错过精彩 电光火石之间 两支队伍九人就硬碰硬地狠狠来了个正面交锋 由于落下擂台的人便算丧失比赛资格 有的队伍人数早已不全 奥峰的六人队伍还能保持 而秦奥雪他们那三个灵患师 已在上一轮被淘汰掉了 那些人实力太差 留下来也是爱手爱脚 奥峰这边故技重施 集合六人之力 在身前联手凝出蓝色污吏屏障 秦奥雪三人也毫不示弱地迎上 黎震那平庸的脸上充满激潮 单手前身 深蓝色的剑尊斗气澎湃涌出 奥峰六人顿时生出一种窒息的错觉 深蓝色斗气 那个陆陆无名的家国是谁啊 竟是个五阶职业者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怪不得云成一直说大话呢 原来他们还有个隐藏的帮手 这下有的比了 广场内外掀起了一波小型风暴 众人议论纷纷指指点点 本来他们对云成已经急不看好了 却没想到 关键时刻竟冒出来这一号人物 场外看台上的秦鹿 脸色也好看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第二百三十九集 两个五阶对上两个五阶 离阵的实力没有确定前 胜负很难预料 奥峰心中满是不屑 撇撇嘴巴心里暗道 老黄瓜刷绿漆 这么老了还装嫩 我诅咒那根黄瓜趁早断掉 厉害 这人到底什么级别 西云喘了口气 惊骇地瞪着眼睛问道 大家小心点 他是八星剑尊 奥峰压低声音 对几人说道 眼里的战意 却是丝毫没有熄灭 八星剑尊 尚不知情的几人 骇然地倒吸一口冷气 苦笑着看向不肯有丝毫退让 神色坚定的奥峰 大陆上有三十五岁以内的八星剑尊吗 真是出生牛犊不胖 明知那人是个西北货 还要与之一战 八八八 年轻的生命 本就是要来疯狂的 西云暗自笑道 奥峰身上散发的强烈战意 感染了他们 几人当下打起精神 全力出击 震撼的交锋随之到来 向前冲刺的身形狠狠一颤 两方人马都受到了一点影响 只是 其傲雪三人只退了一小步 而奥峰几人 却向后退出了一大截 方才稳住身子 首次遇到如此狼狈的场面 六对三 输的人却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奥峰六人 这让竞技场内外 扬起阵阵诧异的惊叫 毕竟奥峰六人 可都是七剑天空幻师以上的高手啊 甚至还有两人到了幻宗 奥峰双眼死死盯住 笑得很得意的离阵 抬起了手看了看 口中喃喃道 这便是八星剑尊的力量吗 太强悍了 在接触的一瞬间 差点兴起了不可逾越的念头 幸好及时被我的信心摧毁 否则不只是这场比赛 恐怕甚至在日后修炼的道路上 都会变成一个难题 刻在我脑子里 就麻烦了 当然不是 他现在哪敢用什么八星力量啊 一用 兰修必会认出他了 云青红淡淡笑道 他现在的实力 一定会压制到四五剑左右 你要知道 幻宗的力量 每上一层几乎是成倍增长的 四五剑的幻宗 抵得上十几个一剑幻宗了 劲敌 果真是个劲敌呀 傲锋深吸一口气 眸光一动 要召唤赤吗 念头转过 随即狠狠地摇头挥去 的确 现在我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 召唤赤线神 帮助我战斗 可是次数多了 会成为过分的依赖 这并不是普通的依赖感 而是心理上的暗示 之后不知不觉 便会形成心魔 只要有赤在 什么都可以达到 而且赤一定不会离开我 但一旦有了这种念头 我的上进心便会远离而去 修炼之路也就到了头 我可以使用幻兽 帮助自己作战 但却绝不能纯粹地依赖于赤 除非真正危险之时 最好少轻易召唤赤 傲锋心中暗暗做出决定 想到这里 傲锋沉吟了一下 清脆声音喝倒 孟严 全身开化 小兵 表牙 分雷 四剑 魅军 亚瑟斯 局部开化 组合式幻兽凯 耀眼荧光闪烁 傲锋露出了帅气至极的 开化状态 黑衣黑靴 背上一对华美银狼翼 足下踩着两团白色赤火云 脸罩精致面具 腰记白色流苏绳 手部绑着白虎勾掌护臂 唯一比上次凯化多出来的一样 便是亚瑟斯所画的一把赤金破军弓 傲锋将之背在了身后 久见天空幻尸 黎震心中震撼无比 刚刚人数众多 人人都在凯化 极少有人会注意谁的脚下 是什么新闻 毕竟这文章一闪而逝 很快就看不到了 但如今傲锋却是一人凯化 脚下升起的五天新闻 每个人都瞧得清清楚楚 不管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 嘴角都在不停抽搐着 满面黑线 黎震暗暗庆幸 还好我来得早 要是再过几个月 说不定 报仇就毫无希望了 以这小鬼身上的重重诡异 突然冒成七剑换踪 也不值得奇怪 就凭这凯化 奈何不了我 天空换季对我来说 根本不痛不痒 黎震不屑地淡淡冷笑道 他的实力 奥峰楷化不楷化 都没什么说法 就是神兽楷 他的剑也照批不误 依旧没有理会黎震的吃笑 奥峰冷着一张俊脸 单手指天 夕阳的照耀之下 浅蓝色巨型光剑 莫得出现 四周的空气 立刻波动不止 奥峰周身的一把把 黑色飞剑全数出现 一把接着一把 汇入那巨型光剑之中 片刻之后 充满压力的漆黑晴天巨剑 输得出现在众人眼前 无数双眼睛的瞪视下 奥峰冷冷握住剑柄 猛的一挥 巨硕的剑尖 直指离阵的鼻子 老杂毛 天空换季不行 这可如何 后者的眉毛狠狠一跳 亚然瞪远眼睛 似是不敢置信 难难道 这 这是天涯见尊的 是 出现了 行天巨剑 那天 秦奥峰阁下 就是由这个 遇害了几明天的坏事 奥峰阁下 干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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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台上的秦家席位 一片沸腾 按理来说 两方都是秦家的队伍 他们不应该帮着谁 可由于奥峰名声太大 不管认账不认账 这个绝世天才 就是从家族中走出来的 除了秦璐那一帮人 其他 几乎都希望奥峰 能打败那个 突然冒出来的 雨晨阁下 秦璐 被埋在一片 干掉他的声音里 脸色 轻到发黑 天涯见尊的神见面 雷霆见尊手一抖 拿着的酒杯 掉到了地上 声音里 充满惊议 不 不是 虽然很像 可还不是神见面 难道这是 自创 黎震内心 愈发震撼 百年以前 黎震和天涯剑尊 曾交过手 那时候 天涯剑尊 还是他的晚辈 不过 那场比试 却是以黎震落败而告终 给他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天涯剑尊的 天涯 玉剑绝 玉剑本质的理解 比他深刻的太多太多 使他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那如千年雪松般的冰冷气质 和强悍的玉剑方式 给黎震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百年游心 尤其那一招天涯神剑灭 染断星辰高坡的半个山头 威震大陆 至今 那个有明显洁面的光秃秃的山头 还在风霜的吹拂下 见证着天涯剑尊的辉火 不错 雨晨阁下 你就试试 我自创的这招 晴天俱剑吧 傲蜂面具下的双眼 黑得发亮 冷酷气势提升到了最高点 背后一双炫目的银王翼一拍 迅速飞跃出去 一道漆黑的光影 对着黎震当头披下 帅酷至极的楷花 拉风的漆黑巨剑 引得无数女性为之倾倒 无数男性对之尊崇 双眼突出 黎震愣愣盯着空中 一剑劈来的傲风 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本集播讲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有愁 可是这一刻 也不得不在心中 佩服这个少年的厉害 年纪轻轻 不但已经成为 九剑天空幻师 还是一个剑中天才 黎震心中太清楚 唯有对力量的理解 到了一定的水平 才可能引动规则本质 去创造一个能量的表现形式 俗称招数 剑之最高境界 草木皆可为兵 武器只是一种气的载体 借助它们去发挥能量 大部分前人沿用的能量表现形式 那些招式都是人家的东西 学来的能用出十之一二的威力 便不错了 唯有自己创造的 才会有最深刻的理解 威力不可同事而喻 怪不得傲锋夸下海口 能挑战它 上升到一个层次以后 黎震这一般的用剑高手就知道 能自行引动天地规则 创造强大剑招的 便半个脚踏入了神阶 带到将来 水到渠成 神静伸手可及 他简直无比地羡慕 奥风的天赋和际遇 数百年误见 他也仍旧不能与天地规则沟通 但这秦奥风 却在十五岁的年纪便做到了 可惜了 可惜了 为什么你偏偏是 害死老妇而死的人 黎震叹息半晌 眼中再度露出冰寒的杀意 单手握上木剑的剑柄 响亮的吼声 在黎震行动之前先行飙出 行奥风 你不要嚣张 黎震发呆之际 云成和秦奥雪 可急得半死了 这老家伙怎么突然就愣住了 难道真被秦奥风给吓怕了 今天巨剑是很厉害 但却一定没有死神镰刀那么恐怖 毕竟 死神镰刀的唤器级别 还要比秦奥风的禅意高一级 云成一咬牙 便和秦奥雪双双飞扑上去 意图将之拦住 秦奥雪 云成 凭你们也配吗 秦奥天和西云相视一笑 一个身后荡起打马巨蟒的虚影 爆发天空幻记 一个剑走偏锋 重剑挥动 宛如剑气凝聚 身体宛如一个陀螺 不住旋转起来 狂暴的剑锋 随之形成了小型龙卷 像一艘坦克般的直逼云成而去 西云剑上的成名绝技 藏叶烦恼风 看台上兴致勃勃的逍遥剑尊 眼睛一亮 拍手叫道 凯特剑尊也听过他的名字 虎童瞪大 是他 他也成了剑尊 华尔斯的功效吧 我这个弟子有好东西 向来不会藏着掖着的 了解奥峰个性的兰修 柔和微笑着 奥峰的冷酷只是表面现象 任何真正与奥峰接触过的人 都会发现 冷酷这个词与他差了多远 雷霆剑尊笑笑 若有所思的 往战役勃发的雷玉峰 身上瞧一眼 盯住奥峰点点头 评价道 嗯 值得一交的小家伙 面对两人的绝招 云城和秦奥雪 哪敢怠慢 他们早已经开化完毕 云城凝聚出天空换气 巨型光束 像是要撕裂了空间 而秦奥雪使用的 却是辅助类型的增幅类幻兽 似水和精 一道清光落下 秦奥雪以全身所有的力量辅助云城出击 单体叠加效果 增幅到了两倍以上 辅助类型的幻兽 自身攻击力不强 但是用到合适的人身上 在战场上会发挥出强悍的作用 发出这一招 秦奥雪的脸色就变得无比苍白 辅助一个比他高上数阶的幻宗 乌力几乎枯竭 若是要他辅助离阵 恐怕甚至会耗损掉一定生命力 一个剑步 窜到离阵身后的小九 此时不再保留 眼中暴射精盟 九头蛇黄本体的彪悍身姿 煞食倒影在众人瞳孔里 蓝色的巨蟒 头长尖角 九只巨头交汇在一处 就像是一座小山 无比巨大的竞技场 也被他占去了三成左右 每个巨头都长着尖利无比的蛇牙 那漆黑的色泽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人会怀疑九头蛇黄蛇牙上的毒性 被咬一口必死无疑 古朴的气息标射 小九露出了上股血脉的凶悍之态 没人能想象那可爱的小蓝蛇的本体居然是这么猙獰恐怖 而且这还是成长期形态 到了成年之后体型的巨大无法想象 配合奥峰一同对黎震发动进攻 力量碰撞 奥峰和小九前后夹攻黎震 其奥雪云城等人也在同一时间交锋 周围的空气宛如被火炙烤般的补助波动 像是随时会摊皮下来 恐怖的视觉效果给人造成了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错觉 能量波动太大 扬起的狂暴疾风将奥峰小九和黎震三个围住 一时看不见究竟谁胜谁负 不过风暴既然没有人飞出来 应该是僵持不下 而其奥天西云两人 也堪堪与云城二人战成平手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两道天空幻季的光束亮起 雷玉峰换上黄金巨龙铠 与阅兵炎一起发起了进攻 在秦奥雪两人惊恐的视线下 飞射过来 雷玉峰很淫荡的笑 受多欺负受少的感觉 哥们已经腻了 现在换人多欺负人少体会地怪 对付八星见尊 雷玉峰等人自认实力不足 他们知道 奥峰有一头强大的超神兽 并不太过担心 如果连翅也无法对付黎阵 恐怕就没人能应付了 既然如此 他们干脆集中力量 扫清云城和其奥雪再说 你们 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混蛋 阴险卑鄙不讲道义的疯子 云城惊恐地看着那两道天空唤计 往自己身上招呼过来 忍不住悲愤地破口大骂 四打二 还有两个是完全不在他之下的高手 这要怎么打下去 我呸 你也叫蒋道爷 弄根老黄过来也道爷 回头老子也找根老黄过来 图你居花 老子也和你道爷 西云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素来讨厌背后搞小动作 当下张口就骂 他对云城狗血淋头 如此赤裸裸地侮辱 令他险些被当场弃晕 四道天空唤计的力量 毋庸置疑 云城和其奥雪根本就不敢应接 双双在雷玉峰二人的天空唤计到来之前 撤去了能量防护 被其奥天和西云两人的攻击 冲撞得宛如两颗流星 对着看台狠狠砸了过去 云城不能不这么选择 丢脸比丢命的好 让四道天空唤计交汇一点爆发出来 力量会扭曲掉空间 把人消磨成粉末 就像当初的蓝巡灰飞烟灭 老实说这样被打出来 他还有点庆幸 至少没有布了那几名云中战队队长的后尘 保住了一条命 速度太快 裁判根本来不及去拉 也没有这个力量能拉住 我 老天 车过来了 那处观众惊慌不已 纷纷抱着脑袋四散而逃 两声一前一后的轰隆巨响 秦奥雪和云城相继亲吻大地 还好是落在没人走动的台阶上 四面八方深深凹陷 砸出了一个大坑来 两个人灰头土脸地躺在坑里 无法动弹 神志还算清醒 却已受了很重的伤 失去了战斗力 该死的 这个老混蛋 到底在搞什么 还说是八星尖钻 连个九 九剑的天空换尸也 也退伏不了吗 就不能 就不能抽手帮我们一下 秦奥雪全身的骨头 好像都要断光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秦奥雪抬眼望过去 却发现 那竞技场地里 竟然已经没了离阵的影子 云城 也顾不得被打出场外的丢脸 惊奇地看过去 果然 那擂台上空空荡荡 毫无人影 不光是离阵 连其他人也在一瞬之间 消失无踪了 虚空之上一片安静 没有了任何人生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人 怎么就突然间没了呀 看台上的人们 哗然一片 比赛比的人都蒸发了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领域 是领域 速来波澜不惊的 蓝修的蓝眸中 出现了强烈的波动 对着那片虚空 骇然望去 有人发动了领域 将它们全部带入了 个人的领域之中 这才会消失在 我们的视线之内 蓝修目力 非比常人 一直注意着奥峰 倒是看清楚了 刚刚那一瞬间 一直未曾动作的云青红 脚底下突然闪出了 紫色的诡异新闻 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然后空间稍稍一个波动 所有人都不见了踪影 只能解释说 那出来的东西 将它们收入了领域之内 谁是人之领域 云露 商谦 雷霆 剑尊等 五阶 高星 高剑职业者 集体骇然 神之领域是什么东西 这 这是神洁强者 才能使用的呀 可除了那个云中城的 神洁高手 哪里来的神洁强者 正说着 广场中央部位 一只巨大的九头子龙虚影 默地闪现了出来 冰冷的视线 注视着下方众人 仿佛在看一群 渺小的蝼蚁 主龙头细血的目光 落到商谦大长老的身上 仿佛见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 接踵而至的诡异现象 让人背后毛骨悚然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云露惊道 黑暗系神洁幻兽 商谦和黑暗幻殿 打交到多年 立刻就感觉到了 那股十分不舒服的 黑暗信仰之力 这才想起来 云青红 一直没有召唤幻兽出来过 没想到 他拥有的居然是一头神洁幻兽 黑暗系神洁魔兽 大陆上 竟然还有这种存在 子龙的本体 尚在领域之中 这 只是外界一个投影 这身体看起来十分虚幻 和正面对抗的感觉 也不同 云露和商谦 只觉得满嘴发苦 他们还想去找云青红麻烦呢 可现在看来 云青红不找他们麻烦 便不错了 哎 老头 你想知道 那个雨晨阁下是谁吗 子龙的一个虚幻的龙头伸了过来 对着商谦讽刺的笑道 目光冰冷 他是谁 与老夫何干 商谦撇了撇嘴 定神说道 在这子龙出现以后 他已经不打算 帮着云露了 巴不得快和他撇清关系 免得自己也遭殃 即使看着子龙的个头 尚未进化完成 能使用神之领域 离真正的成年 不再遥远 哈哈哈哈 没有关系 商谦大长老 你可真是笑死我了 你看看 这是什么 子龙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嘲笑 虚幻的龙翼板 一段领域中的投射虚影 便像电影般的显现了出来 紫色的领域之内 手中挥动木剑 与傲锋和交锋的男子 商谦一眼就认了出来 我的老天 商谦彻底傻眼了 那男子的木剑上 凝聚出来的 非明就是最为纯正的光之力量 表现出的实力 也应在七星以上 能使用光之剑的剑尊 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 盛唐大长老离阵 还有哪个 云城和秦奥雪的脸色 在这一刻变得灰暗无比 秦鹿差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秦家最忠心的秦顶 深邃的眼瞳 冷冰冰地瞪是他 秦鹿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择手段呢 听不出愤怒的平淡语气 却叫秦鹿心中大震 眼神颤抖 难道老家主已经知道 当年的事情是我所为吗 商谦声音发颤 不敢置信道 这 这不可能 话未说完 子龙就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光芒换店的盛唐大长老 于月归就为了报仇 跑来装嫩参加大决斗 胜负一分呢 他本身年龄超过限额 就没有参赛的资格 你们光芒换店 还要不要脸呢 黎震和秦奥峰的恩怨 商谦看过情报 黎青不是奥峰亲手所杀 却是因奥峰才被杀死 而且黎青之前 与奥峰矛盾颇深 真要说到报仇 黎震不会正面去找天涯建尊 便一定会来找奥峰 可商谦没想到 这个老家伙竟这么不顾面子 居然跑到大决斗上来杀人 真的杀掉倒也罢了 以他们的身份 即使帝国再怎么不高兴 也不好拿他们怎样 谁让黎震和奥峰有仇呢 但现在人没杀掉 反而被云青红钻个空子 让这条子龙将之收入了领域之中 贪明了他的身份 还有可能被反过来干掉 丢人丢得奇大无比呀 那是光芒幻殿的圣堂大长老 有没有搞错 他都多大的人了 还跑来参加这种大决斗 这当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 没想到光芒幻殿这么没道意 为了帝国一剑下瓶神幻器 居然搞这种把戏 看台上千万道视线投射过来 商谦顿时有一种 被人用目光凌迟了的错觉 一边心中暗恨 一边咬牙怒道 这场比试 是他输了 你快犯人出来 商谦大长老 你脑袋没被驴踢过吧 怎么这么幼稚啊 莫非你忘了光芒幻殿 和我们黑暗幻殿之间的恩怨 还有 你教我放人我就放人 那我岂不是太没有面子了 子龙很嚣张地哈哈大笑着说道 领域内的本体 口中喷出一口口龙溪 将黎阵破得上窜下跳 商谦几乎气死过去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面对一个投影 他又能怎样 投影不是实体 所有的攻击 都会从虚影中穿射过去 伤害不了子龙 即使他想动手帮忙 也没办法进入子龙的领域之内 除非他是神洁高手 能够撕裂领域空间 但很遗憾 这里的人每一个都为大陆强者中的佼佼者 却没有一个能踏入神阶 却连蓝修也不是 一双双眼睛紧紧盯住那领域中的战斗 除此之外 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该死的 无边无际的紫色领域之中 离阵半个身子染血 恨恨怒叫着 在他的对面 明镜紫龙王本体 正向着他一次一次压过来 云青红手持黑色死神之脸 站在紫龙王最中央的一颗头颅上 唇角 荡着疯狂而讽刺的笑意 我忍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紫龙进入到成熟期 有实力 能与你们正面对战 离阵 今天 就用你的血 来见证我黑暗幻殿的反攻吧 离阵愤然大吼 除了偷袭 还会什么 之前 傲锋的晴天巨剑和九头蛇黄 前后加攻 那瞬间的爆发力 连他这个八星剑尊也为之动容 不得不全力以对 好在这二者的力量 虽然彪悍 却不能持久 仅仅一瞬 对他无法造成什么巨大威胁 但念头还没转开 四周的景色便完全改变 紧接着 一口炽热的龙溪 就从他背后喷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